这个男人是大陆终极魔皇 然而上一秒还在嚣张说着没对手 下一秒就自爆当场陨落 这啪啪打脸也来得太快 这个世界流传着一个传说 上古最强魔帝 将他的毕生绝学传承于九幽秘露 相传修炼此书至大成者 将可以掌握统于万界的实力 达到不死不灭的强大境界 经过无数时光 这本绝世功法 落入了终极魔皇卓一凡的手中 不曾想消息被泄露 为了得到这绝世神功 各路正道修士纷纷联合攻打天魔蜂 就连圣域七皇都参与其中 然而作为圣域霸主 八皇之首 怎么会畏惧这群废物 魔皇冷冷一笑 即使他们全体联合也不是对手 唯一令其有点意外的是 这些废物居然能破解护镜大阵 于是魔皇帅清传弟子 去会一会这些所谓的正派联盟 名列上打着替天行道的口号 实际却只为夺取爵士神功九幽秘露 名门正派 不过是一群剑裁起义的小人 也敢在此嚣张 魔皇卓亦凡大喊着冲入人堆 如虎入羊群 大杀四方 就在正派联盟被杀得节节败退时 七皇终于现身 交出九幽秘露饶你不死 圣域八皇中唯有卓亦凡修行无故 其余人都是狼狈为奸 七皇联合起来也只是为了分赃夺取爵士神功 魔皇抬头往上看去 众人皆知 老子是圣域公认的八皇之手 你们联手也打不过我 剑皇老头何必丧命 剑皇自然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所以除了七皇 更联合了圣域中最强的圣者加入 本作代表圣域前来收回魔帝一物 身旁的徒弟见此情形退到一边 然而 魔皇毫无畏惧 并没有把这所谓的圣者放在眼内 这群剑裁起义还冠冕堂皇的家伙 只会令他感觉到小兔 正欲向前大战一场时 令魔皇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他竟被最信任的徒弟在背后捅刀子 瞬间明白 原来消息意外泄漏 这些杂碎能破解守境大阵 都是他一手促成 照成 我收你为徒 待你势如己出 你竟然为了一本功法而选择背叛 很好 做得好了 这事魔皇才发现 世间自己竟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可笑 太可笑了 这一刻 重伤的魔皇做了个决定 任何人都休想得到九优秘录这本奇书 哪怕是自爆心脉当场陨落 也不会让这些奸诈小人得逞 而此时在肉身被毁灭即将陨落前夕 一道白光没入少年眉心 没想到身为堂堂魔皇 自己居然夺舍到了一个凡人的身上 这时身边的血腥气引来了鼠头眼狼 正遇上前撕咬受炼 少年仅凭一个眼神就喝退了狼群 救命 卓凡 救救武 突然身侧有人传来求救生 但少年却直接一把抓住他 聚气进二出 不错 此时男人才意识到 眼前的并不是自己认识的卓凡 紧接着就被送了上路 卓凡使用的便是神功里的天魔大法 能够把别人的修为吸收为己用 经过一晚上的恋化 修为已经达到助击五层 经过一番熟悉后 卓凡决定重新开始 剑皇 照成你们等着 等我杀回圣人 便是你们的死期 正打算离开的卓凡突然听到有对话 发现有情况 便躲在树后静观其变 只见两方人马在树林里对峙 一方是洛家小姐与其互问 一方是洛家管家和一群山贼 经过对话得知 叛徒管家蓄谋已久 想夺取洛家世代相传的秘书 卓凡结合身体本身记忆 知道此事与这少年有关 但复仇心切的他可管不了那么多 世俗家族的是没什么可留恋的 准备离开之际 突然他这副身体却出现了异常 心脏速率极快 就像是要走火路魔一般 这是心魔的征兆 男人原本是大陆终极魔皇 却阴沟里翻船 早已斩断情斗的他 天天转生到了一介田狗身上 就在卓凡迈步离开的瞬间 他感受到心脏一阵阵斩 剧烈的痛苦让他跪倒在地 心中不由开始恐慌起 难道是修炼天罗大法 让自己已经陷入了走火入魔 那样不仅前功尽弃 恐怕会彻底沦为一个废人 于是急忙对自身进行了一番检查 却发现经脉丹田状况完全正常 问题究竟出自哪里 经过一番思索 卓凡突然想到了什么 为了验证 急忙回到了之前的树梢 发现只要靠近洛家小姐 心口的疼痛便会消失 相反 离他而去便会产生剧痛 这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这是心魔 对于修炼者来说 若是没注意到自己的心魔 放任其存在 最终很可能导致走火入魔 于是 卓凡决定融合肉身 查看自己过去的记忆 原来在被夺射之前 卓凡原本是洛家的仆人 洛家小姐从小就保护着他不受欺负 也正因如此 卓凡立下誓言要保护好小姐和洛家 但终究力量过于频繁 在护送途中便牺牲了 没能实现自己的誓言 使得他内心充满了遗憾 正因为这份执念与魔皇的怨念相容 才让他重过新生 同时也让二者达成了命运契约 这份执念成为了钳制魔皇的束缚 魔皇一套卓凡重生 便必须替代他守护落小姐 如若自己违背了 就会引发心魔大作导致走火入魔 但作为堂堂魔皇 怎么可能甘心趋约原下 被这种世俗小家族约束 但又不能放任心魔作乱 卓凡感到一阵愤怒与憋屈 不由自主的一拳砸向了树干 两队人马都被突然的一声乍响惊到 是什么人 给老子出来 骆云场感到有些惊讶 难道是救兵来了 卓凡一声冷哼 事已如此 只能去会会这叛徒孙管家了 然而他出现时 却说出了令全场震惊的话 围龙掌 区区一本零五经秘籍 你给他们算了 大不了我陪你一本 孙管家和众人文言养天大笑 一个废物奴才也敢说出这种大话 但此时卓凡却分析着局势 如果发生冲突 必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而骆家的人都以为卓凡是下风了 所以在胡言乱语 看到这一幕 卓凡决定就将计就计 找机会突围出去 于是表面上劝说骆家投降 心里却在思考酝酿逃跑的计划 可骆云场并不知道他的进化 急忙叫他到自己的身边 担心他会被嘎了 孙管家冷笑着 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 随即命令手下山贼动手 要求骆云场交出回龙掌秘籍 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身影 卓凡没有躲避 反而赢了上去 虽然山贼的修为比他高两层 但自己完全能应付过来 就在山贼砍向卓凡的时候 卓凡抓住机会 左臂聚集了内力 劈向山贼的手腕 一百米大刀划落下 卓凡顺势接过大刀 刀刃闪耀着寒光 刹那间鲜血飞剑 山贼便原地转起来胡拉圈 无法相信这是之前 任人欺负的家奴 见时机已到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卓凡来到骆云长姐弟面前 抓起他们俩就向树林中跑去 孙管家见状立马下令追赶 行言却带人拦住了去路 那加上 给少爷小姐离开争取时间 孙管家顿时气急败坏怒吼道 你这个家伙竟然敢破坏我的大姐 等我抓到你 一定让你后悔装逼 这个男人刚就下一对姐弟 转头便要女人把所有财务上交 女人非但没有拒绝 反而爽快答应 带着姐弟俩逃离后 骆云长一直嚷着要回去救人 卓凡气得直接将他推倒在地上 你回去能顶什么屁用 骆家护卫牺牲性命把你送出 你倒想着把人头送回去 如果再不走 孙管家追上来 我们都没法活灭 骆家少爷见屈屈奴仆也敢这么转 抬手就是一套五连鞭 但接下来卓凡就让他屁股开花 现在顶多挨盾满 但再不跑来的人会要你的命 对了 附近有没有地方可以躲藏 听到这话 骆云长思索片刻 黑风山西侧有一个迷雾森林 就算是山贼也不熟悉 我们就去那儿 抱着你弟弟在前面荧幕 说吧 卓凡便朝前走去 看着他的身影 骆云长心里想着 等这件事结束 我一定会好好收拾你 不久后 他们来到了迷雾森林 这里常年笼罩着迷雾 进去容易 出来难 骆云长一直疑惑 不明白父亲和黑风山主实力相当 几十年来两家井水不犯河水 为什么会突然袭击骆家 但卓凡却没空搭理他 嘴里一直夸赞这是个好地方 这是为了保护弟弟性命安全 骆云长请求卓凡带其弟弟入邻 他会留下来拖住孙管家一会 然而 卓凡却以威胁的口吻拒绝 我对地形部熟悉 你如果不在 我们都活不了 要是你赶走 我就会立马杀死这个小鬼 你们想死没人拦着 但老子可不想牺牲自己 或者也可以选择 直接灭了孙管家等人 骆云长觉得他疯了 孙管家可是六从镜的聚弃者 即使我和庞统领联手都打不过他 你有什么能力 骆少爷也不喝倒 我无才 就会装逼 但卓凡却非常不屑 一群乌合之众也配入我底 然后让骆云长把身上的零食都给他 骆家的存亡就看他决定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他别无选择 只能相信卓凡 便立即取下储物戒指扔给他 如果你胆敢欺骗我 我做鬼也不会放动 卓凡文言头也不回地走向森林 等着 你不会后悔 看着他离去的辈子 一股愤惑油然而生 不知道他怎么像突然变了个人 骆少爷忠实忍不住 这奴才是要倒反天纲了 决定要找机会好好教训卓凡 这时骆云长却表示 他虽态度不公 却一直是在帮我们 我们不能将仇报 不久之后 卓凡来到了迷雾森林深处 来对地方了 这果然是一个天然的大阵 可惜一直没有董唐人发现 现在我来把这里变成第二个天魔山 卓凡默念咒语 黑化肥发黑不发灰 借着金光闪耀同时立即指向地面 金光化为一个圆圈 没入地下 众多鬼影也跟随吸入其中 只见天空盘旋巨大的紫色漩涡 将四周的雾气尽数吸走 姐弟俩震惊不已 见卓凡走了过来 骆云长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一个小小阴煞阵法 没什么好惊讶 现在教你阵法口诀 用来杀死孙管家等人 骆云长震惊不已 不知道这小家不是哪里学到的阵法 要知道 阵法对于宗门世家来说是不传之秘 阵法图甚至比武器还珍贵 即使一级阵法图也价值数十万灵石 根本有价无事 卓凡不屑一顾 不需要好奇我怎么会的 赶紧练习阵法口诀 等他们过来送死 与此同时 庞同龄已经被押近密林 打算以此威胁骆云长交出左传武器 但刚进入迷雾森林 他们就看到了一个装备的身影 你们让我等了好苦啊 孙管家气笑了 卓凡你还敢出现 上去砍他 说吧 一个小弟提刀便向卓凡走去 来看我们鸡哥手握一百米大刀 却在离对方脖子零点一毫米视停下 因为自家老大发话 且慢 孙管家脸上浮现出阴沉的表情 没想到你这个小家扑心思如此深沉 竟然敢拿洛氏姐弟做筹码要挟我 卓凡缓站了起来 孙大管家 咱们做个交易卢谷 我可以把洛氏姐弟交给你 但前提是 你要保证我在飞丰山有个好前程 众人一脸吃惊 想不到这小家扑藏有如此野心 洛家一直待你不保 你为什么要背叛他 然而卓凡却反问道 那您又为何要出卖洛家 洛家似乎更厚待于你 这番话对得孙管家哑口无言 卓凡背过身去 人为财死 鸟位失望 现在洛家已经被灭 只想捆口饭吃 有错吗 况且用洛氏姐弟放个好前程 他们会理解我了吧 卓凡亮出手中的红绳 洛氏姐弟就在绳子的另一端 但绳子后的几个岔路口 只有自己清楚方向 孙管家接过红绳 赞赏道 小子 你的确有头脑 可惜洛氏姐弟信错了人 既然如此就带路吧 可别想得玩花样 孙管家我可是个老实人 一阵沉默过后 两人都心照不宣地大笑起来 几个钟后 卓凡带着众人来到迷雾森林中心 他忽然停下转头露出邪笑 孙管家 这里就是黄泉的入口 就送你们到此为止吧 剩下的路就由你们自己走了 孙管家动感无妙 明白自己上当了 立刻发动攻击 但卓凡身影却突然消失 留下的只有几节木头 气得他浑身颤抖 仰天大喝 小畜生 比你吃过的米还多 区区迷雾休想困住老夫 等我出去定要把你碎尸万顿 这是一响徒生 四周的雾气变成了血红色 你没有报仇的机会 罢落 庞同灵也随之消失 如同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殊不知 骆家等人在阵外目睹了一切 此时 卓凡觉得时机已到 立刻跳到骆云长身后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集中注意力跟我一起坐 当手触碰到法阵瞬间 中央突然出现药眼金光 无数魔器瞬间涌入阵法 阵法上空也出现无数鬼影 群魔乱舞散发出极其普通的气息 几秒钟内就秒杀了所有小哈拉 我们鸡哥见此冷汗直冒 正欲使出练习两年半的步伐逃跑 一道鬼影穿铁货 鸡哥嘴 孙管家震惊不已 突然一个鬼影冲向他 孙管家连忙伸手抵挡 但根本无济于事 鬼影流走于他的四肢感孩 撕心裂肺的剧痛袭来 孙管家一口老血喷出 临死前最后一口 脑海里蕴绕出一个疑问 卓凡 你究竟是什么人 能回答他的过许只有阎王 这时卓凡从阴影中走出来 冷眼欣赏着这副惨烈的场景 灰化肥发灰不发飞 天魔大 无数鬼影如同被灯火吸引飞蛾 全部往卓凡身体撞去 筑击七层 八层 九层 瓶颈 修为很快要到达聚气景 但就在即将突破达到高潮的时候 吸收的魔力也即将消耗殆尽 但卓凡并不打算放弃 因为越是在这种时候突破 日后的成就就越不可限量 于是 竭尽全力 发出一声震天的怒吼 一股强大的能量射向天空 方圆百里都被金光所笼罩 烟雾散去后 卓凡成功地突破到了聚气镜 他满意地点点开 这次突破的经脉比前世更为宽幅 丹田内的原力也增加了起码三倍 上一秒这个统领怒目原争 他恶狠盯着面前的家民 下一秒竟直接给对方跪了 原来是因为自己错怪了对方 卓凡兄弟 请原谅我之前的冒犯 在下莽撞 不知你是假意背叛 还出脸辱骂 多有得罪 我愿意接受你的任何惩罚 就算让我献上肉体 也不会皱下眉头 这可把卓凡吓了一条 但还是很欣赏庞统领的忠诚 暗自心想 如果那叛徒赵成能有这一半 我就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见此 他立刻扶起套牢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家母 而你可是洛家的护卫 怎么敢受赢这样大的 而且这次能消灭孙管家 全靠小姐不下的阵法 唐统领听后非常高兴 真的吗大小姐 您还会阵法 卓凡点头示意 骆云长尴尬一笑 啊对 真是天佑我洛家 有小姐和卓凶 重振洛家指日可待 这是卓凡出声询问 现在孙管家等人的威胁已解决 小姐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唐统领回到 卓凡应该知道的 蔡公子与咱家小姐有婚约 所以我们打算投奔去蔡府 卓凡根据记忆思索了一会儿 封灵城的蔡家是当地的第一家族 如果把洛家姐弟托付给他们 不仅可以实现身体远准人的心愿 还能彻底摆脱心魔 解除自身束缚 一举两格 想到这 当即开口道 既然如此 我们现在就先前往封灵城蔡府 发面一转 飞风山的一个山洞内 一个年轻人询问手下 关于孙管家的情况 禀报少主 孙管家先前来信 功法马上就要到手了 年轻人满意的点点头 很好 你可以先下去 然后便来到山洞的密室 一个老者躺在石板床上 赫然正是飞风山的山主 他眼睛布满密密麻麻的血丝 好像中文魔咒一样 我的好师父 等我夺得洛家的回龙掌 就送你下去跟洛家老头团聚 几天后 洛家一行人也抵达封灵城 这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众人看到这繁华的景象都兴奋不已 一副乡下人竟省长无恙 而浊凡却反应平淡 提不起一点兴趣 因为跟他当初的圣语比起来 这里的丰明城连郊区都算不上 我们不能直接去蔡家吗 这是洛云长解释 按照理 应当由我和云海先去蔡家拜见 然后再来接你们过去 卓凡听后暗骂一声 真是麻烦 庞统领的老左表示 没办法 谁让我们是来投奔的 不能让人家觉得没理数 卓凡转身叹了脑气 我和庞统领先在附近转转 终于 早就看他不爽的洛少爷跳了出来 狗奴菜 这里可是我姐夫的地盘 趁着现在多去逛逛 等让我姐夫教训你的时候 恐怕就没这个机会 卓凡转身对着气 屁股就是意见 我现在就先收拾你 于是洛少爷的屁股又开了花 事后 两人走在西洋的街道上 突然一阵争吵声吸引卓凡的注意 小姐 你别乱说 这可是真正的慕容 质地纯正 能让人修炼事半功倍 这是素衣女子淡定的说道 我见过一次真正的墨语 你这肯定是假的 商贩顿时笑 只见过一次就能分辨墨语真伪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女子依然一脸淡定 我确实有这个本事 去去去 你是水军吗 不买别在这里带节奏 商贩正要发飙 这时卓凡站了出来 这块墨语并非真货 争吵的两人扭头 看下声音来源 墨语一眼盯假 并且我有办法鉴定他为假 这个男人化身职业打假人 在线打假 在调配出一碗科技与狠活后 卓凡不屑地摇摇头 只要你将墨语放进去 就能变出真假 放就放 谁怕谁啊 商贩直接将墨语丢了进去 可墨语在入水的一瞬间 竟然慢慢开始褪色 直到把整晚药水染红 震惊了在场中人 这时卓凡自信地拿起假墨语 这是仿制的 现在大家应该清楚姑娘说的没错 素衣姑娘还冷冷地补充道 你这墨语最多值三块零食 简直是杀人诛心 这下商贩百口莫辩 紧接着 先前购买商品的客人都冲了过去 把老板回到角落 全部抄抄着要退货 只剩下三人留在原地 先生好眼力 我只知道是假货 但却不知如何辩别 幸好先生出手相助 卓凡淡淡说道 哪里哪里 我只是被割多了韭菜 虽然他只是三块零食 但你不考虑拿下了 不了 我只是想告诉那个商贩 这块沐浴的真是价值而已 说吧 便扬长而去 看着素衣女子离去的背影 卓凡喃喃自语 这妹子眼光独辣 幸亏经验不足 否则宝贝就归她了 老婆你先回客栈 顺便借我十块零食 然后转身就去找先前的商贩 一看到卓凡 商贩就气不打意出来 好小子 你胆子不小吗 还敢来找我 可卓凡却并未生气 老板 我可是诚心找你谈生意的 十块零食 买你手上的墨鱼 诈骗犯笑了 当我傻吗 明知道是假的 还要花时被价格购买 卓凡却表现得很是自信 哪怕是假的 我也有办法卖上好价钱 诈骗犯眼珠子转了转 原来你想当二道贩子 主意很不错 但是快也太少 卓凡杀鸡一闪而逝 那你想要多少 商贩露出了阴狠奸诈之色 你的钱和命我都要 紧接着 四周便忽然出现几名打手 卓凡冷冷说道 做生意太贪心可不是好事 少废话 铁子们动手 说罢 几个打手持刀冲了上去 可下一秒 众人却待地原地无法动弹 卓凡随手接过即将掉地的墨鱼 紧接着伴随淒厉的惨叫声 他们瞬间给抽干了惊气 我这人不爱装杯 但你们非要找死 那就怪不得我 回到客栈后 卓凡正好碰上庞桶里 老庞 你守在我门口 任何人不能进来 我有重要的事情做 安顿好一切后 卓凡将那墨鱼放到桌上 伸手将膜原力注入进去 刹那间 那墨鱼表面生出道道裂纹 然后层层地掉入 露出原本的血色 这血域仿佛是一颗心脏 在做着有规律的跳动 卓凡咽了口 我果然没看错 居然是血精灵 原来血精灵通常生于骑士矿物之中 受千万人精血灌溉 惜天地灵气 日月精华 经千万年才可成形 至阴至阳 乃是魔道修者的质本 世间罕有 若是将其修成本命血阴 便是同阶中无敌的存在 但凡血阴溢出 必能杀之 并且血阴还能与修炼者一起成长 据九幽秘录记载 上古魔道高手血魔老祖 将血阴修炼到圣级 即便是上古先帝也不愿与其为敌 而九幽魔帝将修炼血阴的秘法加以改良 写入了天魔大化绝中 只可惜这东西万年难遇 连九幽魔帝都未曾得到的血精灵 居然被自己得到 这个男人迫不及待地划开手腕 将鲜血滴在石头上 但血液竟在石头表面眨眼消失 原来这是灼烦意外获得的血精灵 蓄精血浇灌才能炼成血阴 不过短短几刻钟 灼烦便湿巾过多 捕出一大口血 继续任由精血滴落下去 恐怕会危及生命 只能硬着头皮坚持 这时卓凡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生命貌似快走到了尽头 想着如果连命都没了 要这血精灵也没有意义 便决定放弃炼化学精灵 闭眼瞬间 脑海却回想起前世的仇恨 七皇 圣者 还有你叛徒赵成 全都想我死是吗 有天不 内心的屈辱不甘统统化作动力 不成功便大修 卓凡决定冒险一搏 既然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就要争一口气 不是证明我了不起 而是要告诉大家 曾经失去的我一定要拿回来 再次伸手 这次毫无保留 任由其吸取精血 随后血精灵也如受到感应一般 发出耀眼的光芒 与灼烦心脉融为一体 终于成了 立刻运转天魔大化觉 黑色原力盘绕在血精灵上 血丝从其中渗出 恶然爆裂 一道红光进入了体内 这一刻灼烦感受到全身异常舒畅 所有精脉与血因连接在一起 没想到炼化本命血因后 失去的精血尽数回归甚至增长不少 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那接下来 就是修炼五级血因长 十天后 灼烦走出房门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庞同龄 差一级了 老庞 这十天你一直没离开吗 是啊 老哥我答应过你 有我在 任何人都打扰不到你 不过菜府早就派人过来催了 不能让少爷小姐们等酒 过去 辛苦 不好奇我这十天都在做什么吗 那是你的事 你想说的话自然会告诉你 灼烦不自觉笑了 在前世修炼中 自己从未遇到过这种无条件的幸运 不久后 他们来到了风铃城最顶级的世家 刚要进去 两个守卫拦住了他们 你们是什么人 竟敢擅闯蔡粉 行统领自曝家门 自己是洛家护卫统领庞宇 这位是洛家管家 洛家少爷小姐正在菜股做客 听到这些 卓凡顿党务 自己什么时候变成了洛家管家 庞宇神秘兮兮 是小姐安排 恭喜了 卓凡苦笑连连 堂堂魔皇当洛家管家吗 还是尽快将姐弟托付给蔡家 则却心魔然后离开 但是蔡府的守卫态度反常 对他们嗤之以鼻 认为又来俩骗吃遍喝的 庞同领正想上前理论 卓凡二话没说 直接拽着庞同领走进蔡府 吓人的态度就代表主人的态度 估计蔡府已经不值得信任了 果然 竟安排洛家姐弟住在茅草屋内 看到这两人脸色都阴沉下来 这是把洛家姐弟当吓人了 走进屋子时 洛云海落寞地坐在床边 失去了往日的活泼和嚣张 看到来人 洛云海瞬间扑进庞同领的怀里 你姐姐去哪了 洛云海一脸怯弱 姐姐去找蔡公子 希望求他帮忙重建龟云庄 对方都这个态度 只是过去自取其辱而已 拉着洛云海便找了过去 蔡家 赶快老子大事 很好 三人前脚刚到 便见洛云长被一个女子打巴掌 卓凡立刻闪身挡在洛云长前面 盯着两人 愤怒地说 一对肩负淫妇真是太让人恶心了 女人看着眼前未婚夫与小三玩耍 还要强颜欢笑 被小三善巴掌也不敢吭声 原来洛家的重担迫使他无法选择 只能默默忍受着一切 正当洛云长感到绝望时 一个黑影响 接着是两声清脆的声响 卓凡站在洛云长面前 双眼血红地盯着他们 赶快我好事 找死 你是什么人 蔡家少爷蔡旭坤惊讶地发现 自己年纪轻轻便达到聚气境 在封灵城算得上是天才子弟 被打了两个大笔洞 却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时候 封灵城出了这号人物 卓凡看着洛云长 以魔皇的心境 本该早已看透了世间的苦难 但这丫头受罕 竟让内心产生了一丝痛楚 这该死的心目 看来安治俩姐弟到蔡家计划泡汤了 又要继续与洛家纠缠不休了 帮洛云长抹干眼角的泪水 转身便准备离开 站住 我让你们走了吗 小三发话 这是菜股 你们胆敢如此嚣张 打了人就想走 没那么容易 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 否则你们别想活着离开 特别是你 洛云长正要辩驳 不要欺人太甚了 但两人仿佛捏住了他的软肋 可要想清楚 你身边可不止自己 别因为一时冲动 害弟弟丢了性命 洛云长脸色皱变 身体都止不住颤怒 大家都跪下 小三和蔡旭坤一脸得逞 正想继续落井下石 忽然着凡如此淡般冲出 瞬间出现在两人面前 握住他们脑袋 然后砸紧屁 然后冷漠地看着他 想让老子跪下 你想多了 何人敢敢在蔡家放肆 蔡旭坤文言立马硬 因为他老子 蔡家主蔡荣来了 指着卓凡就破口大骂 就是他在捣乱 打死他 卓凡一脸淡定 断骨精八船 蔡荣心中震惊 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 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修为 好眼力 敢问阁下事 卓凡不卑不亢地回答道 洛家管家卓凡 蔡荣脸上闪过一丝惊异 没想到 这个年轻人竟然是洛家的管家 并且身上还有一股神秘气息 换作平时 自己绝对不会招惹这样的人物 但可惜 现在还有一个更加不能得罪的势力 孙宇飞侄女可是孙家长女 蔡荣摸了孙宇飞的脑袋 放心吧 我会给你一个公道的 转头阴沉地看着洛云长 云长 我好心收留你们姐弟 你们却恩将仇报 真是令我失望 着凡走上前 有什么事情你直接跟我说 别装得对洛家很关心的样子 大家都是聪明人 出来混迹江湖 不过是为了装逼 否则你也不会取消婚约 蔡荣脸色一点 你说得很好 既然要撕破脸皮 今天就要你们给个交代 卓凡得意地笑了 既然如此 就被你个交代 蔡荣对这小子竟敢出手而诧异 接着对轰出一掌 一阵火光不厚 忽然自己掌心居然出现了红斑 转头发现蔡旭坤吐血不止 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卓凡冷笑 只是想告诉蔡家主 你儿子的命在我手里 再见 然后带着洛家的人走了出去 顺便告诉你一句 今天你对我爱达不已 某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后会有妻 然而孙玉飞却不肯善罢甘休 蔡荣 你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吗 蔡荣无奈地叹了口气 今天老夫算是栽跟头了 但你要小心点 今日放虎归山 卓凡日后便是孙家的威胁 孙玉飞一脸狠 我要让他尝尝 得罪玉夏七世家的下场 这个男人为了在女神面前装杯 直接得罪了玉夏七世家之一 相传在天与帝国开国之初 有七位功臣得到皇室特许 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势力 与皇室齐平 正是玉夏七世家 与他们交恶 就等于与整个帝国为敌 几人刚出菜 卓凡突然停下脚步 小姐 玉夏七世家中有孙家吗 骆云长摇摇头 没有 但你为什么这么问 大聪明旁统领机制道 是啊 卓兄 他要是七世家 大小姐就不可能让你揍他 可刚刚那个孙玉飞说 遇下七世家的厉害 想来孙家与他们有来往 这晴天霹雳 另在场众人都感到绝望 竟然无意中得罪了七世家的人 正想着要如何补救时 忽然 一个稚嫩的铜声响起 卓大哥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众人撇去 骆云海两眼荡光 眼中充满了信任 怎么 白口不叫狗母才了 小机灵鬼骆云海 只想抱紧大头 卓大哥对我姐弟救命之恩 如同再造 以后您就是我亲姐夫 姐夫再救我们一次吧 这把骆云长吓了一跳 卓凡只当是开玩笑 点了点头 风铃城这里有七世家的人吗 有 乾隆阁 七世家中的健保世家 富可敌国 卓凡拍了拍骆云海的脑袋 那就行 我们先回客栈 明天去乾隆阁 骆云长好奇道 去那里干什么 卓凡淡淡地说出两个字了 联盟 众人听后震惊不已 第二天 骆家一行人来到乾隆阁 只看门的护卫 都是聚气境巅峰强者 卓凡不由自主地感叹 真不愧是遇下七世家 但刚要进入 就被守卫拦住 乾隆阁气敢乱闯 卓凡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麻烦通报一下 灰云庄落小姐 求见这里的负责人 但守卫的态度却极为嚣张 从来没听说过 小家族还不配见负责人 卓凡脸色一下子飞了 你们主人见还是不见 还轮不到奴才作主 这番话一出口 两个故为立刻散发出 强大的气势 大胆狂 逼得众人连忙后退几步 只有卓凡站在原地 这就是遇下七世家的款贷吗 真是丢人现眼 就在这时 一声娇和突然响起 助手 听到声音 两个守卫连忙行李 小姐 有人闹事 素衣女子斥责道 当才是你们不对 来人是客人 不得无理 然后她又看向卓凡 笑着说 先生 我们又见面 卓凡一眼就认出了她 这样一来就简单的好办 没想到小姐是乾隆阁的人 失敬失敬 素衣女子未娶行李 小女龙葵 在乾隆阁做些杂物儿 不知先生此搬前来 所谓何事 实不相瞒 我是洛家管家卓凡 因为家道中落 听闻乾隆阁乃当今 第一件宝世家 所以陪同小姐前来 变卖传家之宝 龙葵听了 眼中顿时闪过一丝亮光 看来先生带来了 值得鉴赏的宝物呢 希望能够让我见识一番 你们请 来到大厅卓凡看着龙葵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了一下 这小丫头看似高冷 但实际上却极为精明 可惜在你卓大爹面前还不够看 随意地展开一副卷种 然而龙葵的神色 却显得非常激动 如同抚摸珍宝一样细细查看 虽然是一副镇法图 但还是不动声色 卓先生打算此物卖多少 卓凡却没有主动开口 龙小姐是行家 你来开个价吧 二十万块零食如何 什么 这天文数字当场把众人挤呆了 这个男人花五分钟随手画的玩意 竟被对面富婆开出二十万天价 然而男人却一脸不屑 打发叫花子 不卖 原来这竟是一副一级正式图 龙葵明白 这副正式图不同寻常 他从未见过其中的正式 即便自己亏本也要拿下 然而 卓凡早就看穿了他的想法 毫不松 于是 龙葵转而找骆云长商 这幅图价值在二十万 但自己成一购买 这次赔本 多加十万 出三十万购买 并且只有乾隆格有实力收下这幅图 其他地方根本卖不出这个价 也收不起 眼见对方动摇 龙葵还强调 如果骆云与乾隆格进行这笔交易 他们将成为贵宾 乾隆格将永远为其敞开大门 骆云常听后想着骆家需要靠山 便向卓凡表示是个可以接受的价格 然而 卓凡并不打算成交 别插嘴 转而看向龙葵 作为骆家管家 骆家一切事物由我做主 请把话拿回来 龙葵只好无奈地摇头 虽然确实是好宝贝 但无法满足卓凡的高要求 遗憾地表示 确实只值三十万 卓凡拿回话后一脸轻灭 原来你真的不懂 还以为您是故意宰客呢 这幅画的价值远不止此 你们这里可还有其他健保师 龙葵浑身颤抖 心中生出怒意 自己对健保很有天赋 竟被质疑不等 但还是勉强挤出 比不还难看的笑容 卓凡先生眼光虽然不错 但不要太自负 我这就去帮你请另一位健保师 哒哒哒 一阵脚步身后 一位老者的出现 让整个局势发生了变化 骆云长震惊地发现 与龙葵一同到来的 竟然是神眼龙九 乾隆阁在风铃城的总管室 首席健保师 卓凡则神色凝重 实力差距过大 自己竟无法看出龙九的修为 想必你就是骆家的新管家吧 卓凡顾背部抗点点头 龙九坐下后 表示龙葵的健保眼光 确实很少失误 但如果客户有疑虑 自己愿意看看这幅画 然而 当龙九展开画卷时 脸色突然变得凝重 一直凝视着画卷 龙葵认为报价 也会是最多三十万 没想到 龙九却输出令人震惊的价格 可以出一百八十万 大家都惊呆了 但卓凡仍然表示太低了 龙葵想要反驳 但被制止 我明白价钱确实不公 但这是目前老夫 能够调动的所有资金了 可卓凡丝毫不给面 既然出不起价钱 那交易取消 龙九转而一领英语 你不怕我直接杀了你吗 卓凡冷声回应 你这么做可有损钱龙格的声誉 值得您拿家族信誉来冒险吗 龙九突然哈哈大笑 好小子 骆家还有你这样的人之称 不愁没有翻身的希望 有什么条件开出来 卓凡点点头 先付一百万 剩下的慢慢还 但在还清之前 就当乾隆格欠骆家的 小葵 给他们一百万 送客 然后龙九转身离去 骆家众人也离开后 龙葵独自找到龙九 一问不就是一副一剂正式图吗 怎么会开出一千万的天价 自己都没见什么宝贝 能开出这个价 龙九将他照到身边 小葵 你仔细看这幅图 恐怕在天与帝国也只此一幅 龙龟大惊 这居然是上古正式图 这个女人带着自己表哥砸人场子 只因对方的人删了他两笔痘 但当表哥见到来人 发现对方是美女时 竟劝表妹渊渊相报何时了 甚至扬言要帮美女的家族崛起 这可把表妹当场欺诈了 眼见表妹情况不对劲 只好硬着头皮上去 在下幽泉 幽名的弟子 此事在下认为应该与骆小姐无关 只要把始作俑者卓凡交出来 其他既往不救 什么 竟真是遇下七世家的人 骆云长大惊失色满脸担忧 紧紧抓着卓凡衣袖 害怕自己的管家受到伤害 卓凡却一脸轻松 找茬的人终于来了 杭统领摸了摸下巴 有本事的人 当下人都可以这么装杯吗 而此时的大门外 聚集了许多聚气境的孙家护卫 我就是落家的管家卓凡 你们是单挑还是群殴 幽泉冷笑一声 缓步向前走去 呵呵 果然如我表妹所说 是个傲慢自大的奴才 对付你这种人 一群人一起上 只会无损了我们幽泉谷的名声 紧接着身影一下子消失无踪 卓凡眼睛眯起 感觉眼前一阵净风袭来 但还是显之又显躲过这杀招 幽泉对此感觉有点出乎意料 按理说这一击应该致命 即使侥幸躲过 也会被吓得晕厥过去 但这卓凡却没有一丝害怕的表情 反而感觉像是乐在其中 难道他也是 还没来得及细想 卓凡早已一招血影掌 狠狠地朝起门面封击了过去 幽泉被这突然一掌吓了一跳 速度太快加上分心 反应过来是已经必无可避 只能伸手对掌 一阵轰鸣过后 两人都被猛烈地冲击逼得连退束 停下来后 抬手发现自己的掌心浮现红斑 幽泉皱起了眉头 糟糕 没想到会碰到同道中人 同为魔道中人却遭了对方的倒 真是奇耻大了 而对面的卓凡却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幽泉见此顿时冷汗直冒 要早知道对方是这种实力 自己就不应该当出头女 要知道魔道修炼与正道修炼不同 魔道修者一直追求力量的强大 为了实力可以不择手段 与他们为敌 就像与一群疯子作战 谁也不清楚疯子下一步会干出什么事 好在自身修为比对方高 事已至此 看来只能尽快解决战斗 此时幽泉眼里杀气一声过 手掌上冒出紫灰色的气体 施展出凡街高级五级幽冥爪 瞬间朝卓凡击去 未等卓凡反应过来 只听到一声巨响 掌印重重地拍在了她的胸膛上 猛地吐出一大口血 幽泉得意笑道 你的心脉已经被我封住了 就算有什么花招你也施展不出来 孙玉飞看到这个情景 忍不住大声呼喊 快杀了她 正当幽泉打算给其最后一击 卓凡却出其不意突然爆起 洛家众人见此都松了一口气 以为事情迎来了转机 可卓凡却呼得吐出一大口血 捂着胸口跪倒在地 满脸痛苦 幽泉这事才反应过了 我说为何被封住行动还能反击 原来是自爆行脉 幸好我修为比你高两个境界 否则中这一掌我也非死即伤 不过这下不用我出手 你也活不了多久了 边说着边向卓凡的方向走去 一掌弹开了蓝路的洛鱼长和旁统领 来到其面前满脸杀意 不过看在你到伤我的顿上 来给你一个痛快吧 这个男人就快被打死了 却还保持一脸笑容 是打算用真诚打动对方吗 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不是 幽泉再次向卓凡的头部挥出一掌 在生死关头 一只手挡住了这致命一击 这领幽泉始料未及 龙杰 你怎么会在这里 孙宇飞也感到震惊 竟然是乾隆阁的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何必要赶尽杀绝吗 幽泉将手一把甩开 表示这是他们的事 你不要插手 我奉九叔之命 保护洛家四人安全 你想杀他 就要先过我这关 幽泉万没想到 乾隆阁会为洛家出头 但杀意仍然丝毫不解 你不得住吗 幽泉 你别忘 虽然我们的实力相当 但你现在是戴伤之身 龙杰满脸轻松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魔道高手 危急时刻能发挥出超不寻常的实力 但真要打起来必定会引起两家大战 你能承担后果吗 闻言幽泉陷陷入沉默 幽泉谷和乾隆阁同属于下七世家 两家之间早有恩怨 开战只是时间问题 但不是现在 如果因此破坏了家族大忌 后果自己的确无法承担 正打算停手 突然一只手穿过胸膛 抓住了他的心脏 幽泉惊讶回头 看到的竟是一脸邪笑的卓凡 你不是已经快死了吗 怎么还有这股力量 而且攻击比之前更强更快 卓凡冷笑 你的师父没告诫过你吗 魔道修者在战斗时 一点犹豫就会丧命 他终于明白了一切 这个人是在引诱他上岛 不仅是他 身旁的龙杰也落入了圈套 这时恶魔一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去死吧 卓凡用力一抓 幽泉的心脏被瞬间捏碎 孙玉飞看到这一幕 当场晕剧 练 连一向淡定的龙杰都动打汗毛倒立 这时卓凡回头与其四目相对 感谢乾隆阁相助 转告九爷以后不需要再派人过来 便转身向客栈走去 不久后 消息传到了乾隆阁 九一掌打在桌子上 龙葵满脸不紧 卓凡偷袭杀了幽权 跟我们乾隆阁有什么关系 龙九转身呵斥 当时龙杰和幽权动手了 卓凡当着面杀了幽冥谷弟子 你说这笔账算在谁头上 龙葵理所当然道 当然是洛家呀 龙杰解释 你能相信一个小家族 百杀遇下七世家的弟子吗 连你都不相信 幽冥谷和孙家的人更不会信 他们一定会把矛头指向我们 龙葵满脸愤恨 那我们也太倒霉了吧 凭什么替洛家背飞锅 龙九冷哼一声 这根本就是那小子事先算计好 按照龙杰说的 当时卓凡快没气了 即使幽权要他的命都没动一下 阿杰出手后 才趁机偷袭 而且实力还比之前表现的强大得多 明显是计划好了 龙葵震惊了 那他早就知道有龙杰保护 所以才算计幽权嘛 龙九无奈地摇摇头 傻丫头 他不是算计幽权 而是算计乾隆阁和幽冥 他希望我们两家打起来 这样洛家才能脱身 龙葵不敢相信 那他不怕同时得罪两大师家吗 龙九苦笑 这一点他早有考虑 当时在变卖那幅图时 摸清了我对家族名誉的重视 所以如果我们对洛家出手 或者不管洛家 就等于向幽冥谷变相示弱 有损乾隆阁为名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撕保洛家 从开始他就算计好了一切 是老夫见过最危险的男人 男人居然在修仙世界当起了老六 利用分身达了仇家的一群小哈拉女 还把对方功力那为己用 刀了蔡家第五十个护卫后 客栈里卓凡邪笑一声 天魔大化绝果然与卓凡完美匹配 先前与优权交战自暴心脉 损伤已经尽数恢复了过来 正准备操控卓凡回归 一股诡异波动引起卓凡注意 蔡家怎么会有魔道高手的气息 引导卓凡飞去 发现门前军士聚气境护卫 好奇之下便朝窗内看去 蔡家主蔡荣拱手作医 简长老道来真令蔡家彭帝生灰 简长老淡笑 想必蔡家主已经知道 我幽名古弟子被乾隆阁杀害一事 蔡荣露出职业假象 那不是洛家干的吗 简长老眼中闪不一丝金光 洛家有那个胆子吗 我幽名古和乾隆阁早有仇恨 只是双方怕打破七世家的平衡 都不敢先动手 这次乾隆阁借洛家之名杀我弟子 他们到底什么意图 窗外浊凡不禁暗自偷笑 果然和想的一样 这些七世家自以为是 从不相信有人敢挑战他们的威严 正因这种自大 他们宁愿相信背后有阴谋 也不愿相信亲眼所见 简长老端气久悲看向蔡荣 你帮我们去试探一下乾隆阁 看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蔡荣慌了神 乾隆阁可不是好人 蔡家得罪不起 简长老淡然 蔡家主别误会 凭你们蔡家还不配与乾隆阁对峙 我是让你去对付洛家 听到这话 蔡荣面貌冷汗 自从浊凡与幽泉交战后 谁人不知洛家的靠山就是乾隆阁 现在去找麻烦 不就等于得罪乾隆阁吗 便再次露出职业假效 老夫对那浊凡愤之入 前阵子不知用了什么邪术 让长子偶屈不止 若再去招惹 只怕我儿性命不光 想着孙家与幽明谷关系那么紧密 他为什么不去找洛家麻烦 便转头朝孙家主看去 今天你的女儿不是玩得挺嗨的吗 而且孙家主精明能干 不如事情交给他去办吧 孙家主立马就要先捉翻脸 见长老看着俩个秒男 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够了 老夫找其他人去办 还有蔡蓉 让你呈上五级中分腿准备了吗 已经办好了 请过目 简长老接过密集 不会白要你了 这是灵阶中级五级烈焰中指 比你那灵阶低级武器强百倍 卓凡顿百云火 竟然用中级五级换低级 见蔡蓉得了好处 孙家主也不甘示弱舔了起来 不知对付洛家的事情 您要找谁出手 简长老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放心是我们自己的人 幽明谷不是不方便直接出手吗 他是我们早就安排好的一个棋子 在飞风山 听到飞风山 卓凡心中一惊 血鹰气息也随之波动 什么人 简长老立即拍出一掌 方老师来告诉 卓凡赶忙操控血鹰开溜 而后者速度更快 部位们听到动静 也全都围了上来 即将被抓住瞬间 卓凡引导血鹰进入部位体内 立即自爆 周围来不及躲避 受到爆炸余波影响 血鹰趁此机会开溜 简长老三人也在爆炸中停下了身形 蔡荣一夫问道 那是什么东西 简长老脸色凝重 是什么不清楚 但肯定是魔道之物 卓凡猛地睁开双眼 幸好跑得快 否则血鹰可能会被毁掉 没想到在蔡家居然会遇到如此强者 而且实力不在龙九之下 强者的出现让卓凡产生强烈危机感 得加紧修炼了 必须在大战前提升到断补镜 这样才有一战之力 便连忙运转天魔法 炼化血鹰带回的血气 煞时间 无数道红色的气流涌向心口 身上伤口也尽数恢复 突破聚气二重不到十天 现在变到聚气四重 卓凡信心大增 黑风山 不怕死就来吧 这个男人舔狗正又犯了 女神稍微表示一下关心 便感动得差点原地试试 幸好庞统领用海姆立刻反救过来 缓过来后 卓凡两人出发前往前龙河 来到大门 守卫态度一点之前 贵客 欢迎光临 不再像之前那样一脸嚣张 卓凡忍不住笑 这次怎么不用通报 守卫担心卓凡还记仇 上前一脸谄媚 之前真是瞎了我的狗眼 像您这样成交上千万的大老板 我们哪有资格拦你 卓凡冷笑一声狗眼看人低 随后带着庞统领走进去 迎面就碰上龙葵 四目相对后者却是怒哼一声 贴过头去 卓凡看向龙葵的方向 龙小姐 这就是前龙阁的代客之道吗 龙葵挑了挑眉 算计我们 你们也算客人 卓凡苦笑 果然还是个小女孩 太嫩了 龙葵立刻炸毛 你说谁太嫩了 卓大爹一脸不屑 就是你 龙小姐 不管是生意场上 还是七十家之间 本就是靠利益的算计 被算计了就恼羞成怒 还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相比之下 龙杰就比你成熟得多 被算计后 没有趁路直接走了 在我看来 敢于认输也是一种实力 至少下次再想算计它 就不会那么容易了 这番话让龙葵愣在原地 卓凡趁热打铁 昨日爱恨情仇已过去 利益才是关键 放下恩怨在谈场生意吧 忽然一声清可 龙九带着龙杰走过来 还是让老夫来谈吧 看到卓凡 龙杰眼中闪过惊讶之色 昨天才自爆心脉 但现在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卓凡却没有在意龙杰一样的眼光 九爷难道不给年轻人些表现机会吗 龙九摇摇头 老夫都被你算计了一次 哪还敢让这些年轻人来 若不是早就摸清你的底细 知道你才不到二十岁 非以为是哪个藏身落家的野士高人 卓凡惊出一身冷汗 九爷过奖了 我怎么能和九爷相比呢 忽然龙九脸色一沉 废话少说 你今天来干什么 卓凡拱手 想为洛家找一个安身之所 不知道九爷有没有推荐 有倒是有 但老夫凭什么要帮你 卓凡诡异笑了笑 理由很简单 这是乾隆阁欠我们的 而且这样也方便监视我们 对吧 龙九心中大惊 这小子真是摸透了每个人的心思 自昨天幽权被杀 乾隆阁陷入被动 不知何时会与幽冥谱开战 而洛家则像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引发两家大战 所以计划对洛家全面监视 但卓凡突然出现说出这番话 让龙九心生疑虑 这小子到底打着什么算盘 自己在江湖上经历无数 如今却被一个小家伙耍得团团转 此刻非常不爽 卓凡察觉一样 这样吧 我点吃亏 再卖一份情报给你们 龙葡满脸不信 你能有什么情报 能比得过我们乾隆阁吗 确实乾隆阁势力遍布天下 但猫有猫到 属有属尽 我们小人物知道的 你们未必知道 龙九紧紧盯着卓凡满脸严肃 说来听听 幽冥谷已经派人来封灵城了 什么 众人大惊 龙结大海 绝无可能 封灵城的眼线一直由我负责 没有人可以瞒着我进入这里 你有什么证据 卓凡脸色平淡 没有 但那人是个秃头 蔡荣和孙家主称他 简长老 龙九眼瞳猛的一缩 兔鹰简凡 全身不知觉散发出恐怖的气势 强烈的杀意让众人喘不过气来 好啊 我还没去找你 自己就送上门来了 男人告诉了老头一个消息 把老头气得嘴都歪了 可自己却在暗暗偷着乐 金龙姐解释 原来兔鹰简凡跟龙九有血仇 龙九的一只神眼就是对方毁掉了 但这正和卓凡心意 既然有深仇大恨 那就更好办 便假装惋惜地说道 九爷节哀 龙九眼中闪过寒光 既然你们说出那人的向往 老夫就相信你们 百里外有所愿子 你们就站过去落脚吧 卓凡嘴角微微一翘 感谢九爷 随后 带着龙统领向外走去 还没走远 龙九阴森着脸 小子 你在哪里见到那老鬼了 蔡家 但现在可能在孙家 龙九点点头 双拳发出响亮的鼓声 卓凡和龙统领离开后 龙九命令龙姐给家族传信 让他们派更多的长老过来 不能让检方活着离开这里 这次是你们不守规矩 老夫不灭了你 就对不起丢掉的那只眼睛 第二天 洛家众人搬到院子内 并且还有众乾隆阁高手全天保护 卓凡指着他们 老庞 日后重见洛家 给你一只这样的队伍带怎么样 庞统领尴尬地摇摇头 这里的护卫都比自己强 能加入队伍中已经很不错了 哪敢奢求带领这样的队伍 但卓凡自信向前 放心吧 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话刚说完 就听到龙葵一阵嘲笑 卓凡先生 没想到你不仅是个骗子 现在连自己人都不放我 你这个管家职位是忽悠来的吧 龙葵充满心力 这位旁统领的资质平平 最多只能修炼到聚气六众 这水瓶在乾隆阁 连初级护卫都当不上 一个小家族别做白日梦 卓凡脸色一沉 龙小姐 俗话说默契少年穷 咸鱼也有翻身的一天 龙葵冷哼一声 我看你是假酒喝多了 别自欺欺人 早点洗洗睡吧 梦里啥都有 大家独有上千年的底蕴 别以为靠着点小聪明 攀上乾隆阁就了不起 不过是个井底之蛙 卓凡气急粉笑 呵 井底之蛙 我堂堂魔皇 放眼连整个天与帝国都看不上 更别说区区一个乾隆阁 便问骆云长姐来临时 一跃而上 跳到主院楼顶 俯视着众人 龙葵大声呵斥 这里不是你家 别乱折腾 卓凡对此视若网门 三级防守镇是盘龙镇 龙氏二人闻言一惊 他怎么会知道九叔所顾的阵 不等二人有所反应 便再次一跃而上 跳上风中 随即将手中灵石如雨点般洒出 瞬间分散到院子各个角落 龙葵见此故民族 你刚刚干了什么 卓凡并未作答 而是落地后双手合十 黑化肥发肥不发肥 多喝声可乐 本周会旋转 震起 刹那间大地震战 九条金龙在镇眼中心交场 龙飞 龙明之声响彻天地 金光照耀千里 幽明古 乾隆阁 飞丰山 三方势力都似有感应 君朝阵法诞生方向望去 各自猜测着灰弘器官出自哪家之手 卓凡再度结印 空中乱舞的九条金龙 红统涌入地底 金色的能量渐渐包围了整个院内 反应过来的龙葵再次发问 卓凡 你到底做了什么 结果在此遭到无视 来到骆云长面前微微拱手 经过我观察 这三级盘龙阵不足保护小姐安全 便自作主张把阵法升级了一下 不下五级的九天盘龙阵 费了不少零食请小姐责罚 龙氏两人听后心脏都漏了一排 什么 居然是几乎绝技的五级阵势 男人只不过随手布置了一个阵子 静影来当代大老蛙抢紧 上来便求男人做自己家族供奉 这可把旁听的两个小哈拉你惊到了 什么 让卓凡做家族供奉 龙葵当场炸了 这可是乾隆阁最高待遇 一个黄毛小子 凭什么 但万万没想到 卓凡不假思索 居然直接拒绝邀请 还扬言十年内让洛家超越七世家 原因竟是因为之前龙葵出言羞辱 卓凡离开后 龙杰将事情的原委告诉龙九 老夫早就跟你们说过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等 你们如此羞辱洛家 难怪人家要证明给你们看了 哎 你们呢 我们差点就能请来一位五级阵师 此刻龙葵已是后悔莫及 早知道卓凡是五级阵师 就不会如此大言不惭了 另一边 卓凡离开龙九后思绪万千 刚刚明明可以将洛家脱避于乾隆阁 这样心魔也就可以解开 可是自己偏偏放弃 只因为龙葵的一具井底之蛙 他一定要向所有人证明 就算是一个苟延残喘的小家族 也能有登上巅峰的一天 魔道修行本就逆天而为 所有命运都是自己打出来的 此时此刻 邦洛家已不再是为了除去心魔 而是为了自己的魔道 天若足 就逆天杀之 我命由我不由天 定要将这个落魄的家族 打造成天下最强的世家 只要有我魔皇卓一凡在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回到宅院 骆云长立马走上前关切询问 九爷找你有什么事 他请我当乾隆阁供奉 听闻此言 骆云长脸色不绝一案 那恭喜啊 乾隆阁不是骆家能力 在那里一定更有前途 然而 卓凡轻哼一声 叹什么气啊 我拒绝了 什么 骆云长满脸不可思议 但心中更多的却是欣喜 随即 卓凡再次开口 大小姐 以后骆家不管大事小事 都由我做准 你别干预 从今以后 我就是骆家的大管家 十年内 我要让骆家超越乾隆阁 话音刚落 卓凡便回到了房间 只留下骆云长三人一脸蒙圈 之后十几天里 卓凡白天修炼 晚上操控血英报复蔡家 这一日 像往常一样 血英吸收了蔡家十几名部位的功力 正打算返回院内时 发现一名黑衣人鬼鬼祟祟四处张望 随即便操控血英一路尾随 黑衣人来到一家客栈前便消失了 卓凡往窗口探去 只见里面有六七个大汉 还有一个小姑娘 黑衣人进去后面卸下面具 看到样貌 卓凡不由一愣 我去 居然是个大美女 接着在这群人对话中得知 他们是黑风扇的山贼 为首的女人便是山寨主的义女 此次前来是为了抓住骆云长 拿到骆家祖传武技回笼掌 用来帮助老寨主治疗内伤 什么 抓大小姐 拿回笼掌治疗内伤 卓凡感到很疑惑 打算亲身过来一趟了解情况 等到女人发散众人离开后 房间内只剩女人和小丫鬟 卓凡便溜进房间 看不出来黑风扇主的一女肯孝顺了 但谁告诉你们回笼掌可以拿来疗伤 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两人一跳 立即转头往来源看去 什么人 卓凡闲听信不走出 二位不必惊慌 我对两位并没有恶意 只是想请你们走一趟 搞清楚一些事情 你到底是谁 哦 忘了还没自我介绍 随即卓凡身事行李 在下落家管家 卓凡 两个美女被带回房间 下一秒直接就被卓凡撕掉了衣服 另一个上前帮忙 结果自己也跟着遭了殃 原来卓凡自爆家门后 女子得知她是落家管家 突然发难 落家人都要偿命 一记闪电五连边向卓凡攻去 然而卓凡对攻击毫不在意 聚气进九重 临界五计 年纪轻轻如此实力足以自二 可惜今天遇错了对手 因为我有本命血英 这时血英从卓凡体内飞出 瞬间蹦进女子体内 下一秒便被钉在原地无法动弹 女子惊恐开口询问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卓凡携笑一声 表示只是控制了你的身体 随后抱住女子 准备带她离开 这时 余光瞥见角落还有一名丫鬟 结果顺手把两人都带回了乾隆阁 回到自己的房间 将他们扔在地上 看着面前颤抖的女人 卓凡轻轻一动手指 女子便恢复了自由 立刻掏出匕首朝前刺去 但当匕首离卓凡脖子只有一毫米时 女子动作停了下来 卓凡接过匕首 伸手再好在我面前也没用 自己本来只是想问两位几个问题 并没有恶意 但既然如此不佩服 就别怪我十点手段 于是便出现了抬头一幕 卓凡面色一素 你是什么人 来风凌城究竟干什么 女子撇过头没有回答 卓凡直接撕下女子的衣服 一旁的丫鬟见状冲上去胡指 也被撕破了衣服 卓凡来到女人面前再次发问 你是什么人 本来依旧不愿回答 但看到卓凡打算在下手撕自己衣服 面对流氓一样的行为 女子怂了 只好承认自己是黑风姗姗主的义名 雷雨婷 这次来风凌城是为了联合幽冥谷除掉洛家 但问到和幽冥谷的关系 以及如何联系时 女子却表示自己不知道 通过眼神对视 卓凡确定雷雨婷撒谎 就撕下一件衣服 朦胧的躯体若隐若现 卓凡面无表情 这是你最后保留自己尊严的机会 如果再不回答 除了自己 外面可还有几十个饥渴的猛男 雷雨婷愤怒咆哮 滚蛋 但是观众大 打算誓死抵抗 卓凡没有理会 仍然面无表情 直数到三 一 二 随着卓凡数数的声音响起 手距离女子最后一件内衣 也越来越近 但雷雨婷依旧没有松口 紧紧闭上了眼睛 以做好接誓死抵抗的准备 卓凡也不得不佩服雷雨婷的勇气 好 有种 手直接向着她的心巴抓去 这时一旁的丫鬟实在看不下去 连忙出声制止 助手 是杨师兄 跟幽冥族联系 一直都是杨师兄一手经办的 卓凡文言一笑 杨师兄是谁 丫鬟一字一句说道 杨师兄是山主关门弟子 也是小姐未婚夫 叫杨明 当日山主被洛家主偷袭 身受重伤 然后见丫鬟吞吞吐 卓凡把话接了下去 所以你们就打算袭击洛家 杀人偿命 报仇血分 有什么不好说的 那接下来 最后在卓凡一系列威逼利诱下 了解到这些事情的蛛丝马迹 原来串谋洛家孙管家里应外合 还有与幽冥骨搭线 告知回龙掌可以治疗山主重伤 一系列都与这杨明扯的上关系 正打算仔细琢磨琢磨 身后大门突然打开 洛云长走了进来 正想跟卓凡说些什么 看到眼前场景瞬间压麻呆着 太惨了 这个女主才对男人产生点信赖 结果就撞见 男人和俩衣衫布整个女生房间里鬼混 说管家 你怎么能把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回来 不是说要洛家十年内超越七世家吗 难道这样做就能实现 卓凡一脸猛逼 平时看着很端庄贤淑 今天反应怎么这么大 随即指着二人 我刚刚是在审问黑风山的山贼 只是审问用了些手段 洛云长仇人相见 当即便一掌向前打去 帮我父亲的命案 可这时手却被卓凡钳住 冷静一点 我觉得黑风山与洛家的恩怨 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可能都是遇下七世家的阴谋 听此众人瞬间呆住 但是卓凡想不通 幽冥谷为什么都一大圈子 算计两个小家族 随即对雷宇廷躬身 雷小姐 希望你带我上黑风山一趟 调查清楚一些事情 雷宇廷冷哼一声 想混入黑风山门都没有 卓凡一表诚意 把向洛云长借来的回笼掌递了过去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也许你们都被骗了 否则你们都会在七世家的恩怨中灭毒 听到事情的严重性 雷宇廷答应了 之后卓凡伪装成老中医 打着去给山主治疗的皇子 两人一起进入黑风山 刚到山寨就碰上了杨明 杨明来一世为山主治疗 没想到直接被当江湖骗子揍了一顿 为了不漏破绽 卓凡只能佯装害怕 但在雷宇廷的阻拦下 杨明发下狠话便离开了 只不好为你试问 因为在先前的试探中 杨明断定着老中医是个水贵 肯定没能力医治 所以放心让其治疗 一切都让卓凡看在眼中 可还猛逼的雷宇廷却顿感委屈 都是因为你 师兄不理我 没有可能害义父 卓凡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雷姑娘 你义父没教你如何辨人吗 不要看他说了什么 而要看他做什么 开始不让我治疗说我是骗子 是因为不清楚我的实力 但在试探之后 觉得我实力不济 又让我治疗 你觉得他对你义父是好是坏 雷宇廷才明白过来 走吧 我来看看你义父的伤势 两人便来到房间 此时杨明正在给山主喂药 杨明见两人面路不悦 江湖骗 我师父要是有什么差池 唯你是问 便放下药汤让出位置 卓凡趁势走上前把脉 一阵思索 我发现山主既没外伤 也没内伤 杨明满脸嘲讽 这还用你说 卓凡接着倒 但山主也没有病症 事意无入体 这时杨明的表情 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立马上前一把甩开卓凡 一派胡言 雷宇廷见师兄如此反常 立刻怀疑起来 师兄是否瞒着什么事 但杨明走到雷宇廷面前讨问他 师妹 你的丫鬟小翠去哪了 雷宇廷有些心虚 我让他去办事了 这样啊 忽然杨明告起 一掌把他打飞掉 进事先设下的陷阱 随后卓凡也被一把扔了下去 这时雷宇廷终于相信 原来一切都是阴谋 杨明嘲讽道 本来不想这么早出事 但这个炼丹师 差点坏了我的技术 这时卓凡装出一副 懵懂的样子 什么 我只是觉得山主长时间不动 体内毒素机具 想开个清长的方子试试 杨明听后感觉自己被耍了 早知道就不急着动手了 但是已至此 关上地牢便愤然离开 大家快看 这个渣男太渣 竟然把未婚妻和别的男人关在一起 难道是有说谈原谅冒的一套吗 就在刚刚 得知真相的雷宇廷绝望 觉得自己现在连续出去不住 连性命都不一定能 但卓凡却一脸待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放心吧 晚上我们就能跑出去 当然 我也不拦着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 就那么想我死 雷宇廷一脸沉迷 卓凡轻叹 一口气没有流 心想果然又是个女权师 他臊了身体 卓凡患出自己的本命血鹰 操控他去解决外面的原因 血鹰就成功解决掉大部分什么 来到两个他们的小塔拉米之境 小心 有什么东西钻到你身体里 这时卓凡的声音从你里面传出 打开机关 放我出去 两个小塔拉米对着声音感到一连迷一 突然一片血管炸裂般的扑子声响起 这个倒霉蛋直接走 另一个小塔拉米见状下尿 没等反应 那道红光瞬间转离钻进其身体 打开机关 放我们出去 大爷您别急 我马上就去开 小塔拉米吓得连滚带爬打开了机关 两人出来后来到老寨主面前 老是自己可以治好的 但之后必须听听自己的安排 但老寨主流入不去 卓凡保证之后不会让他伤害你家人 老寨主听后杀疑 表示鼓励了要求 卓凡便操控血鹰进入机体 没与你见状不得担心 你这是要干什么 别激动 我再用自己的魔物进入老寨主体 清除掉他人家人 快 老寨主便能开口说话 停 雷宇婷赶把他抛过去 紧紧抓住老寨主的手位如影像 太好了 可老寨主突然全身抽出起来 胸前爬出一条枪 这才能 原来一切都是这条虫子害的 是他把一颗弄成这样 便一直戳向最后 但被拦住 注视他 这可是好东西 卓凡拿出一个小脸 将虫子小心翼翼地装进去 然后滴入几滴自己的精绪 万万没有想到 这条虫子竟然是寒潭血的 生活在极冷的潭水中非常吸引 大多数魔罩之人将它们抛过去 作为猎种猬物识 但很少有人知道 潭潭血潭有一个非常致命的 一旦寄生在风和主人身上 除非主人快要死 否则无法将它驱逐 卓凡利用血鹰将血液的肉终消灭 让它物流入主的生意地在血液上 还能够捂住 由于饲养不足的劲 使得血潭潭下的肉依 失去腰的热血 成为一般的独义 但现在这个宝贝到了最后 那它将会被炼制成世界上最多人 想到这里 卓凡露出一丝邪恶的笑 在一行人下山的路上 雷宇婷惊讶了 山寨中四百多口人进群挂 忽然发现先前开门的小卡拉 他躲在墙角色团 卓凡没有丝毫留情直接奋断 雷宇婷知道 有必要做那么绝乱 卓凡回头冷笑 圣女心泛滥了 如果因此走弱了风声 那危险的不知 连你们派往封宁城的兄弟和刀殃 一想不明 雷宇婷被噎得无发反 身后的寨主也认为却有道理 谢谢卓管家替我教导小女 看着前面领路的卓凡 雷宇婷确认了一件事 跟他联手不知道是对是错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以他为一定死的不惨 这个老头今年已经三百八十岁了 竟然给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而且还磕起了头 原来在卓凡把两人救出山寨 不久后 一行人回到乾隆阁宅院 老寨主看见 骆家姐弟显得非常激动 他们就是郑南兄的子女 云长和云海 老天保佑他们平安无事 骆云长两人却一脸茫然 不知道眼前这老人是谁 当卓凡介绍他是飞风山山主后 骆云长突然变得阴沉起来 你就是飞风山的寨主 就是你们毁了我们归云庄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阴雾 老人突然跪在了骆云长面前 骆家的事都是我的错 你就动手杀了老夫吧 身旁的雷宇婷也很震惊 没想到自己刚正不阿的衣服 居然对骆家女儿下跪 正想上前搀扶 老寨主却自不自的磕起了头 这是我欠骆家的 你们谁都不许动手 骆云长看着老人 满肤怒气却发不出来 只能正正该在原地 卓凡解释道 这老头早就给阳明暗算了 终日不能动弹不能言语 是最近才恢复过来的 与袭击骆家的事没有关系 骆云长听后狠狠地瞪了卓凡一眼 那你早说呀 然后扶起了老寨主 那他也是受害者 不能怪他 但卓凡也给出了自己看 这老头老眼光花 隐昂入室 才引发了后面一连串的事情 所以你要打他报酬也没问题 骆云长无语 什么逻辑鬼才 老寨主满脸自责 自己与正男兄是八败之交 但骆家却因他而亡 他对不起骆家的在天之灵 骆云长听后也很惊讶 可为什么父亲从未提起过您 骆家是名门妄妆 老寨主却是出身山贼 怎么可能高攀得起 老寨主解释道 自己虽与骆家结为兄弟 但为了不影响骆家生意 便暗地里来往 况且我雷家祖训不得与骆 蔡两家为敌 这时骆云海插话 以前爹爹也这么跟我说过 无论发生什么 都要和雷 蔡两家共存亡 卓凡突然有了大胆的猜想 难道三家祖训都只传家主 而且看来这三家有着莫大的渊源 想到之前在蔡家见到幽冥谷的秃头 他拿着终极武器换蔡家的祖传武器 现在又想灭了骆家 拿回龙掌这个祖传武器 难道黑风山雷家也有祖传武器 于是询问得知 只传给了一女雷雨亭一人 但存出武器的御检被杨明拿走了 卓凡听后果然开了 这就对了 他们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只留下一句 大家不要离开 等我回来 便转身走了出去 立刻赶往乾隆阁 准备将此事告诉龙九 然而到了门口被龙葵和龙杰拦住 九叔今天不见客 快滚蛋 卓凡不愿与他们废话 自己查到了幽冥谷的动静 很快他们就会袭击乾隆阁了 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龙葵满脸嘲讽 先吹牛 你有什么能力知道幽冥谷的行踪 牛都快被你吹上天了 卓凡无奈地摇摇头 替我转告龙九 说是我带着洛家人先出去避避风头 以免你们被幽冥谷灭掉后牵连我们 然后便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 龙九的声音从殿内传出 请卓兄弟进来 听此龙葵和龙杰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让开了一条路 进入龙九的房间 卓凡不禁冷汗直冒 突然发现还有两名神秘强者在场 而且实力比起龙九之强不弱 上一世身为大陆最强魔皇的卓凡 如今面对眼前的三个强者 居然也不由得冷汗直冒 在卓凡进入龙九所在的大殿内 看见还有两名神秘强者在场 凭借散发的气势 可以知道实力远超龙九 这领卓凡立刻变得警惕起来 根据气息卓凡感知到 一个是火系功法及大成者 一个是金刚之体 但实力自己却完全看不透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两人算是大陆上数一数二的强者 内心不由感叹 真不愧是乾隆阁 居然还有这种强者作证 黄一老者打断了卓凡的思索 你就是那个连老九都赞不绝口的后辈 落家管家卓凡 卓凡攻下身 双手作急 正是晚辈 表现得非常恭敬 听说你是个五级阵士 倒是会些皮毛 只怕不入二位前辈法尹 黄一老者捋了捋胡子 五级阵士 在乾隆阁也是供奉待遇 你来了 我们几个队女都要恭敬有加 这时红发老者就觉得奇怪了 老九说你很狂哦 要让一个小家族十年内超越气势家 可这会一口一个歌 一口一个晚辈 怎么不狂反念了 卓凡一脸客气 我和九哥打过不少照面 知道他底线 可你们我还是第一次见 听到这龙九蹦不住 好小子 看人下菜别是吧 我还以为你见谁都这么狂 原来就在我面前狂啊 卓凡挠挠头 哪里哪里 我是把九哥当作自己人 才敢这么狂 而且九哥是心胸宽广的前辈 不会跟我一般见识 若是遇到心胸狭隘的还这么狂 那不是找死吗 到时候就不叫狂傲叫白痴了 两名老者点头表示理解 这小子确实有点东西 洞悉人心 拍马屁不着痕迹 随即红发老者哈哈大笑 好小子 有个姓 黄一老者也表示 若不是致你无意入我乾隆阁 不然老夫妃将你收入门下 着返表面银河 那时那时 多谢两位前辈如此抬举 心里却暗道 老子堂堂魔皇堕落凡间 再不济 也不会拜入神赵敬都没有的老头门下 还在这指指点点 我给你指点指点还差不多 这是黄一老者问起幽冥谷的事情 卓凡也回归正题 半个多月前便发现 孙家除了捡长老外 又多了两道强悍的气息 但最近出外办事 没有时间监视孙家 所以不清楚是否还会有别的人前来 黄一老者感到好奇 这种精密情报 小兄弟是怎么知道 我们乾隆阁的情报网可都收集不到 猫有猫路 数有数路 道歉不便告知 龙九表示卓凡的消息 确实可靠 之前若不最小 减凡的混蛋来了 我们都还蒙在鼓里 白发老者感到更好奇了 小兄弟你可太让人惊讶了 不知令失事 卓凡想到自己久悠磨地 稍作改动后达到 久悠霸主 这个霸气的名字 让三人都感到震惊 虽然没听说过 但起码气势这一块是可以的 从名字就知道绝对是个高手 否则培养不出如此年轻的五级阵师 随后卓凡向龙九要一颗复原单 龙九顺口问道 你们洛家有人受伤了 便把药瓶抛了过去 这时龙九突然反应过来 嘿 臭小子 原来这才是你过来的目的是吧 下次再为这种芝麻小事 跑过来打扰我们开会 老夫不会放过你的 卓凡露出一脸得逞 表示感谢 离开之际 再送你们一个情报 幽冥谷很快就会动手 加紧时间防御吧 这个男人把白条来的东西送给别人 玩得一好手借花献活 属实把人情事故完明白 卓凡把幽冥谷即将袭击的情报 告诉了乾隆阁众人 然后回到院子 将刚刚得到的丹药交给了老山主 希望他能尽快恢复实力 老山主接过药瓶 一旁的雷雨婷好奇道 这是什么 卓凡随口应了声 复原丹 雷雨婷听到后震惊不已 这可是价值十几万灵石的三品丹药 后知后觉 发现洛家竟然如此富有 随手就扔出来十几万 黑风山一年也不定能抢到几千灵石 洛云长看出了雷雨婷的心思 跑过去凡尔赛事安慰道 乾隆阁欠我们一千万呢 这颗丹药就当作利息了 雷雨婷更加震惊 世界观炸裂 这可是一千万啊 原来乾隆阁欠他们巨款 难怪要无偿保护安全还提供住所 与此同时 简凡在孙家的一个阴暗密室 似乎密谋着什么 幽冥 你隐藏在黑风山这十几年 干得很好 关于事情安排得如何 这次行动不是交给那姑娘去做的吗 原来幽冥才是杨明真正名字 杨明表示有些意外 但不碍事 不会有问题 下一秒 一道清光从他面前掠过 简凡突然向杨明出手 在其脸上留下一道血痕 杨明没想到简凡会突然攻击他 整个人都正中 简长老满脸杀气 暗月计划家族已经布置了十多年 如果因为你的自大而失败 破坏了家族的大计 老夫保证你会生不如死 下去吧 三天后行动 听此杨明背下的冷汗直冒 是 刚准备离开 简凡再次开口 洛家绝不能放走任何一人 尤其是卓凡 虽是乾隆阁假借七首杀了幽犬 但手上沾了幽冥古人的血 他就一定不能活在这世上 这边在小院的房间里 卓凡正打破修炼 仅差一步就能突破 可惜现在政治大战即将爆发 不好放出血阴 万一遇到简凡 那就危险了 就在卓凡叹息之时 一股可怕的气息突然向他们袭来 卓凡闪身抬头望去 只见龙九站在续空之上 准备迎接幽冥古的袭击 卓凡嘴角勾起协议的笑容 乾隆阁已准备与幽冥古决战到底 这样一来 双方再也没有和解的余地 洛家将得到真正的安全 忽然 一朵血云缓缓飘到乾隆阁上空 来人正是幽冥古的简凡 龙九见到他 全身散发出浓厚杀意 从对话中得知 简凡社局毁掉了龙九的紫雷惊眼 据说紫雷惊眼是上古实地 最强大的三帝之一 天地的神眼 木发光 蕴含着毁灭天神的力量 与之对视 即使是圣级高手 也会神魂俱灭 没想到如此神奇的修炼法门 竟会出现在凡街修者身上 如果这个神眼被人毁 比杀父夺妻还要严重 难怪龙九如此愤怒 此时 龙九已经忍耐不住 率先出手 施展出腾龙掌 只见一条金龙猛的鸡像简凡 伯木之仇 老夫与你不共戴天 简凡毫不示弱 海首便祭出树道黑色锁链 瞬间将金龙捆满 满脸都是得意与嘲讽 以前你有紫围金眼是条龙 现在你就是条鸡脖 龙九突然闪现过来 抓住他的手腕 然后将他扔向地面 与此同时 白发老者和红发老者出现了 形成三角之势包围了他 简凡顿道不妙 看来这龙九是铁了心要杀武 大喝一声 该出手了 这个老头差点让人群殴打费 而打他的居然是另外三个老头 这情况真是路人看了都得绕道子 原来四的老头身份都不一般 都是大陆赫赫有名的修仙者 龙九一行人暗中设下陷阱 企图消灭简凡 在形成包围之势 认为其必死无疑之际 简凡突然大喝 就是现在 出手 从黑云中瞬间冲出两个黑影 静止向龙九袭来 龙九当机立断 拔出大宝剑阁挡二人 还顺势做出反击 两人万万没有料到 龙九居然拥有三品名兵奥龙剑 三哥 五哥不用管我 只管去杀了几个人 好 老九你就看我们如何图他 与此同时 黄一老者看到龙九占据上风 也不甘示弱向简凡冲去 就在即将得手取得胜利时 不然就像一道紫光 一声闷响过后 只见黄一老者被击飞出去 龙九肿写不止 龙九众人都对这一幕感到震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正当红发老者担心地向前询问情况 三哥 你没事吧 简凡的身影从烟沉中显现 不知何时肩上多了一只乌鸦 好险啊 没想到乾隆阁会派出二位过来支援 翻江倒海金娇姐 地火焚天暴炎龙 老夫久仰大名 地旁观战的卓凡惊讶地发现 这魔物竟然是简凡祭练的吞噬鬼鸦 它可以吞噬万物并获得其属性 鬼鸦竟然吞噬了龙九的紫灵神眼 看来这简凡早就垂涎龙九的神眼了 有意思 如此一来不就有搞头了吗 卓凡贪婪地盯着这只鬼鸦 心生阴谋 另一边简凡得一击了 龙九 你没想到吧 你那举世闻名的紫灵神眼 现在在我激烈的魔物身上 还想拿下我 就让你自己试试这紫灵神眼的威力 说吧鬼鸦向龙九冲去 瞬间将它炸飞 黄仪老者和红发老者大惊 老九小心 老五 咱们一起杀了它 把简凡解决 那只鬼鸦就没人指挥了 两人向前冲去 然而简凡手指只轻轻一动 鬼鸦的眼中不刮出两道紫雷 别动 这时卓凡意识到局势不妙 不好 这紫雷神眼果然霸道 连三个天旋高手都被逼得毫无办法 这样下去乾隆阁必败 纳洛家也得跟着完蛋 不行 老子绝不让这种事情发生 立马控制血影准备偷袭 只能赌一把 简凡还在炫耀着紫雷神眼的强大 这神眼真是好东西 就算你们三个人一起伤 老夫也丝毫不拒 白发老者看到他这么装备 忍不住 自己也要装一个 简凡你未免太子大了 老九 老五你们都别动 我要一个人单挑他们 便操控金龙向他们袭来 简凡见他 也不免认真情 但可而瞬间被金色轮手 进而继续向前咬 简凡紧急指挥幽名鼓众人 使用黑炎水热 白发老者有些吃不消但仍然嘴硬 老是完捆绑僵持这事没有结果 我还有老五老九可以帮忙 简凡黑黑一笑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我白发老者最后一击 众人都来不及支援满脸担忧 啊哈哈哈哈 乾隆阁三长老 去死吧 简凡自以为胜券在握 然而一旁的卓凡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趁你乱样你命 只会血应向战场冲去 这次决战 老子绝不允许乾隆阁失败 这个少年看起来毫不起眼 但实际上曾经是圣域最强魔皇 转世重生后 做起了老六 就在乾隆阁的黄衣老者 即将被简凡的诡压重创时 卓凡趁机操控血应进入其身体 简凡当即全身僵直 周明 单人结成的非恋所症 瞬间消散 此时旁边的两人还不了解情况 转身看向简凡 简长老 你在干什么 黄衣老者见到如此良机 怎么能错误 立马操控着巨大的金龙向简凡冲去 简凡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 卸掉自己一只胳膊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混迹磨到多年 会被正道人士用魔物偷袭身受重伤 当机立断带着两个手下逃离此 但龙九怎么可能让仇人在眼前逃走 立马追了上去 角落的浊凡则毫不在意 收回血鹰 断臂之仇就算他们乾隆阁头上好 反正两家的恩怨也不差这一 只是仍对那只子A神也十分在意 邪魅的一笑 前戏表演结束 接下来就等待贵宾上门了 另一边落家宅院 正遭到大批幽名古弟子攻击 幸好乾隆阁早有安排 一众人员埋伏在必经之路 一群鼠辈 等你们好久 杀得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幽名比弟子见识不妙败逃 龙奎和龙杰则带着人上前追击 躲在一旁观战的卓凡见兮兮的笑 这所谓的吊虎离山也不过如此 正见杨明带领着黑风山的山贼们 出现在另一边 卓凡露出意料之中的表情 但还是思索着 这幽名古花这么大代价 为让落家毁在雷家手里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杨明还在自顾自地叫嚣着 兄弟们拿到回笼掌 一个不留 卓凡却已走了出来 各位 此路不通 可当杨明得知 眼前这个正是幽名古必杀的卓凡时 飞机露出一女邪校 想不到 我没去找你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来人 拿下他脑袋重声 一旁的小弟激动地冲了上去 然而刚想出手 卓凡便狠狠地给了他一笔洞 紧接着施展出天魔大法 将他吸得一滴都不剩 你这小哈拉米也敢当出头鸟 面对如此强大的魔功 杨明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这可是最上乘的魔功 你究竟是什么人 洛家绝不可能有你这样的存在 卓凡假装摸了摸胡须 然后冷笑道 小兄弟 老夫只是个江湖老骗子 你不记得了吗 杨明猛然反应过来 咬牙切齿 原来是你 此时的杨明后果不已 早知道在飞风山就该杀了你 立刻全力出击 然而还没到卓凡面前 就被一道黄色的光照弹了回去 一口鲜血喷出 杨明当场猛了 发生了什么 而卓凡冷冷地笑 然后单手一挥 一条金龙从地底钻出 猛地向杨明冲去 就在这时 天上突然出现了数十条 黑色的左面 将金龙死死缠住 一名老者出现在杨明面 幽冥 你退下 但杨明觉得自己还没输 不 云长老 我要亲自拿下卓凡的人头 话音刚落 这位云长老一巴掌 把他扇飞是迷远 嘲讽道 你也配 以前我觉得你无论在天赋方面 还是潜力方面都是一流的 算得上是个可造之才 但今天见到这个少年 我才发现你连蝼蚁都不如 然后转身看向卓凡 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愿意投靠我们幽冥 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卓凡俯视二人 就你们也配 喜心厌旧的人终归没有好下场 这个老头一巴掌扇飞身旁的弟子 转头邀请面前的少年做自己弥地 少年打敢答应 说不定下次被扇的就是自己 果断拒绝 直言 你们不配 在卓凡眼中 幽冥不值一提 怎么可能加入他们 云长老听后恼羞成怒 一招混炎练就把身边小弟全解决 威胁道 小子够嚣张 不过最好识相的 否则就跟他们一样下场 卓凡似笑非笑 你们幽冥谷不是要靠黑风山出面了 怎么还把他们全杀了 你这么聪明 还想不通吗 事情已经败露 那宁可他们怀疑到我们头上了 也绝不留活口 让他们掌握证据 卓凡抓住事情关键 他们 他们是谁 这时云长老才发现自己说多了 你加入我们自然就知道了 卓凡真忍不住笑 幽冥谷在我眼里 就跟你身旁的小弟一个货色 垃圾中的战斗机 云长老浑身发抖 看来你是真的不怕死 立刻向前冲去 但卓凡不慌不忙 迅速施展防御 用黄色光照挡住了攻击 而此时 杨明内心对卓凡产生了极大的嫉妒 明明我才是最优秀那个 但明白自己没有左右战局的实力 于是留下狠话便离开 卓凡你给我等着 雷雨婷剑子立刻追了上去 卓凡也注意到了这一切 哎 傻姑娘 担心雷雨婷会遇到威胁 于是派血因跟了上去 然而云长老抓住这个破绽 立刻发动连续攻击 还敢分手 当防御照即将被破坏时 卓凡举起手掌拧了上去 云长老没有料到卓凡敢反击 于是闪身躲开攻击并向后退了几步 再次看向卓凡 小小迷迹 竟如此熟练地操控三级阵 的确不简单 但可惜今天遇到了五 瞬间袭杀而去 但他不知道卓凡所操控的是五级阵 随着手掌结印 一条金龙从地底飞出 直奔云长老而去 云长老不屑一步 雕虫小迹也敢翻门弄斧 然而卓凡的手势仍在不断变化 接连喊出了 二重天 三重天 四重天 直到九重天 九条金龙傲然感觉在门中 这让云长老大吃一惊 什么 财后之后决意识到这阵法不简单 这不是盘龙阵 卓凡看着他那副外乡人进城的表情 这是五级阵势 九天盘龙阵 有胆就来闯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聚气气的年轻 竟然能够操控如此强大的阵势 哈哈大笑 有意思 最后再问你一遍 要不要加入我 却再次被打脸 那破地方无险一惊都没有 看不上 这说到了老夫的痛楚 好 既然不愿为我所用 你这样的人 老夫绝不能留在世上 云长老自认能够扛住这个阵 于是抬手拧了上去 然而九条金龙直接把他干满滴了 下一秒重重摔在地上口吐鲜血 卓凡一脸嘲讽 只有这点本事就能当长老 幽冥谷怎么混进玉下七十家之一的 听此云长老气得再听一句就要爆炸 决定动真格下死守 于是召唤协月轮朝前扔去 卓凡赶紧施展防御 九条金龙冲了过去 但都被协月轮轻易绞杀 云长老受性大发 这次你逃不掉了吗 卓凡这才意识到完大了 看来只能使出最强一招 认所 等等如果我现在加入幽冥谷 还来得及吗 太晚了 协月轮再次向卓凡砍去 这个变态狠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变态 面对别人的囚牢 他反而更兴奋 露出一脸纯洁同志 现在才想问说 去死吧 说吧 云长老操控协月轮给出致命一击 卓凡部下的五级阵法如同指不斑 催扑拉朽的攻击瞬间来到面前 卓凡无计可施 以臂无可逸 一生这样无人的boss过后 卓凡惊讶自己居然毫发无伤 原来是老寨主及时赶到 替他挡住了攻击 看到半路杀出个成养精 云长老一脸惊讶 你是谁 黑风山 雷云天 老寨主全身雷光闪烁 大声刻 敢对洛家人出手 就是与老夫为敌 此时站在后方的卓凡 一脸惊喜地看着老寨主 好险 还好你及时赶到 已经恢复实力了吗 多亏了卓管家的帮助 我不仅痊愈了 还突破到了天玄境 卓凡更加高兴了 很好 然后严肃地说道 雷老爷子 请你听我指挥 这一次我们要拿下这家伙的命 这时云长老疯狂地大笑起来 你这小子的阵法 我已经破解了 再加上一个天玄境 还没稳定的老头 两个臭鱼烂虾 根本不是对手 然而 卓凡波澜不惊 那可不一定 老子用人 从来不是按家法算的 抬手再次结印 雷老爷子 上马 同时老寨主犹如雷影父 瞬间冲了出去 惊雷指 就在云长老摆好姿势 准备迎击的时候 卓凡操控金龙也跟了上去 云长老直呼老六 小子不讲武德 居然偷袭 他躲开了金龙的攻击 然后对卓凡怒吼 臭小子 我先攒了你 便将协月轮朝卓凡扔了过去 休想动态 老债主惊雷指指指戳了过去 云长老逼无可逼 只能立马调转方向 操控协月轮砍了过去 在协月轮即将斩下雷云天头颅一刻 卓凡成功续满了大招 谢谢雷老爷子帮忙牵制 现在就让你看看 九天盘龙镇的真正威力 他双手快速地向地下拍去 一条巨龙从地底窜出 甚至比之前九条金龙还大上几十倍 巨龙直奔云长老而去 就一瞬间 云长老还没来得及用协月轮抵挡 就听到一瞬间 便连扎都不剩 彻底化为尘埃 这巨大的动静震惊了周围所以强者 怎么回事 什么样的高手才能释放如此一招 当黄一老者看到是乾隆阁的方向 立刻放弃追击转身往回飞去 幽冥谷的人看到龙九等人撤退 都暗自松了口气 一个黑衣人分析道 这么强的招式 隔着百里都感到心有余计 绝不可能是云长老能使出的 那里肯定有爵士高手在 然后看向乾隆阁方向 叹了口气 云长老 你自求多福吧 我们先走了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口中的云长老已经化为了尘埃 而雷云天看着这一切 连以为是要我以命换命 去吸引那老费注意 没想到千军一发之际一招将其秒杀 目瞪口呆地看着卓凡 真是惊世骇俗 惊天动地 这小鬼太恐怖了 卓凡转头看向老寨主 劳凡雷老爷子先照看一下洛家 我先去把雷姑娘找回来 老寨主拱手道 放心吧 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否则没人能伤若家人一根毫毛 听此卓凡才安心离开 顺手收起了云长老先前的邪月轮 三体魔宝啊 这种东西不要白不要 以后或许会派上大用场 你能想象得到吗 一个聚气气的少年 竟然击败了天玄境的高手 这就好比 丁俊辉打斯诺克输给刚学球的新手 简直是离离园上 就在刚刚 卓凡成功解决了云长老后 拿起魔宝便朝雷雨婷的方向感觉 与此同时杨明一路狂逃 可恶 都给我等着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娇喝 站住 杨明转头一看 竟然是雷雨婷 本来被追上还显得十分惊慌 可当看到来人只有一个 顿时嚣张了起来 师妹 就凭你一个人也想拦住我 雷雨婷没有回答 反而问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 你究竟是否喜欢过我 呵呵 我可没有时间陪你玩 自己可是幽名鼓的天才弟子 就算是杰青也是在七大家族重选 你这个女人怎么配得上我 雷雨婷听到这话 与田狗最后一丝幻想彻底破灭 好 既然如此 那今天就了结这一切 给依父报仇 一招惊雷只朝着杨明冲去 可他的修为在杨明面前根本不够看 杨明闪身躲开了攻击 就凭你也想报仇 举起魔爪便朝着骑面门打去 本以为自己要完蛋了 千军一发之际 哼的一声 只看到一道红光将杨明撞飞出去 回过神来才发现 原来是卓凡的本命血鹰 在生死时刻救了自己 雷雨婷更没想到的是 卓凡这个冷血残酷的人 居然肯冒风险拍出自己的名义 此时的杨明已经倒在地上身受重伤 看着顾顾逼近的雷雨婷 你忘了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了吗 看着眼前这个两面三刀的渣男 雷雨婷二发明 一遭惊雷只准备亲手结束他的狗命 然而鹰鸡强大的门量突然起来 将雷雨婷先飞了出去 烟雾散去 简凡的身影缓缓出现 随即一掌直击起天灵带 面对天玄境的强者 雷雨婷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 甚至看到远处的太奶奶向自己招手 一道荧光闪过 简凡凡准备击下的一掌被硬生生阻止 烟尘散去 装逼之王卓凡闪亮登场 幽冥谷长老都喜欢欺负小辈的嘛 简凡定眼一看 惊讶的发现又是这个小子 而且手上怎么拿着云长老的魔宝 难道云长老已经 不可能 不过不管怎样 幽冥谷的魔宝绝不能落到外人手中 正当突鹰简凡陷入沉思时 卓凡已经计划好了如何干掉他 偷偷传音 雷雨婷 一会听我的什么都不闭谱 找准盘心脏 用惊雷指戳过去 听此雷雨婷却感觉是让自己去送死 天玄境高手的身体强度异常强韧 拒气竟根本破不了房 他救我 就是让我去当诱饵送死了 可是都无所谓了 反正追过来也没想过活着离开 雷雨婷内心的想法 卓凡是不知道的 只见卓凡一声 动手 两人冲向简凡 简凡显然没有想到对方敢先动手 但自己天玄境的实力 只有邪悦轮能够对自己造成伤害 所以只需要盯住卓凡就行了 那个女娃子根本不用管 我不解决 卓凡一个闪现 突然来到简凡身前 一掌打出 然而手臂却被简凡轻易抓住 啥的一声 卓凡的手臂应声而断 简凡嘲笑道 你那点小伎俩在我面前可行不通 老夫可不会上当 别在我面前玩什么主妇攻守游戏 然而 卓凡此时却露出了一个圣人的笑容 可是 你还是上当了 眼前的男人的手都被掰断了 可他却露出一副兮兮的坏笑 还声称对方是中了自己的计谋 原来卓凡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刻 控制本命血鹰偷袭钻入简凡的身体 瞬间使他整个身体僵硬在原地 再次看到这血红色的魔物 简凡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之前搞偷袭的正是面前这小子 是害他失去一只手臂的元凶 请刻间暴怒 放下狠话 小畜生 带我逼出你的魔物 并让你生不如死 将你千刀望过 于是立即调动全身原力 试图将体内血鹰逼出来 但令他万没想到的是 听此卓凡没有他想象那样满脸绝望 反而再次笑了起来 简长老 你又上当了 而且恐怕你没有野机会报仇 便迅速侧过身去 后方雷宇停经雷指一进人街 带着全力的一击朝简凡戳去 简凡直接穿体而出 在其心脏位置留下了一个大洞 卓凡露出一副充满怜悯的表情 简长老 你猜错了 主攻手一直都不是我 你错误认为只有邪悦轮才能伤你 可你别忘了 你自己本就是身受重伤 还把全身原力汇入体内对付我的血阴 这便是你身体最脆弱的时候 这事就算是随便一个聚气劲 都能轻而易举地干掉呢 简凡惊地看着面前的少年 眼前这个年轻人心计竟然如此狠啊 实在是太可怕了 但一切知道的已经太晚 简凡去领取了属于自己的盒饭 卓凡也终于松了口气 瘫坐在地上 总算搞死这老变态 作为一代魔皇 很早就知道一个道理 无修可以为了拿到目的不择手 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可以利用 但只要一步走错就会满盘皆输 可惜每一步都天衣无缝 而一旁雷雨婷才明白 她居然是为了给我创造生存的机会 选择拿自己来当幼儿 当贴见卓凡嘴角慎行 立马跪下表示道歉 卓凡却摇了摇头 这不关你的事 刚刚血因受重伤时 自己就已经内伤了 原来那魔物镜还与她性命息息相关 那么重要的东西 却在关键时刻为自己挡下致命一击 一想到这 雷雨婷更加感激 甚至差点流下感动的眼泪 这时卓凡提醒道 你去把她身上能扒的东西都扒下来 这可是幽冥谷的长老 应该有很多值钱的东西 片刻后 只见雷雨婷满脸 将一大堆装被扒了出来 让卓凡不禁感叹 甘山贼的就是专业 但发现这丫头神色也非常奇怪 她是不是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但此刻最重要的还是查验战利品 果然 雷家金雷指和蔡家段风腿都在这里 虽然不明白这三家五计有什么匿名 但幽冥谷一直都在搜集他们 先收起来再说 至于剩下的功法和灵石等物体 卓凡随手扔给了雷雨婷 按照山贼的规矩 见面分一半 剩下的都送给你 因为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作用 接下来才是重点 卓凡看向一旁的布袋 她认出这个布袋非常牺牲 而且是可以用来装活物的 立刻想到的便是那只吞噬鬼鸭 或许能借此套出紫薇惊眼的秘密 于是将布袋收入怀中 在分配好所有的战利品后 正准备回去 这时卓凡发现扬名不见了 雷雨婷这才反应过来 可恶 又让她逃了 卓凡安慰到 一个小哈拉米而已 不打紧 可突然画风骤变 卓凡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再小的哈拉米留着也是个麻烦 下次遇见一定要咋了他 男人以具弃静单杀一个天玄境高手 顺手把另一个残血天玄境也解决了 拿下了史无前例的双杀 卓凡解决了简单后 与雷雨婷搀扶着一起访回乾隆阁 与此同时 龙九和另外两位长老也赶了回去 看到龙葵和龙杰凯旋归来 大家都露出喜悦的笑容 龙葵得意洋洋上前邀功 欺禀个长老 正如长老们所料 自你们去追那三个幽冥谱长老后 他们果然绿大批人马突袭我们 不过全被我们打得抱头水窜 除了几个境界稍高的逃掉外 其他人没留一个火稿 听此众长老大家赞赏 龙九开心极了哈哈打笑 小杰和小葵两个小家伙有进步 竟然能带领咱们的护卫 几乎全间对方 真是大快人心啊 对着黄一老嘴使了个眼色 三哥 董葵总部到了葛主面前 一定要好好给两个小家伙 打上一躬 接着黄一老嘴询问两个 对了昨天的动静是怎么回事 龙葵和龙杰摇头表示不知情 昨天他声响汗天动地 还以为是三位长老打斗所引发的 听此三位长老也纳闷起来 这时龙九想起 洛家昨天一直在院内 或许他们可能对此事知道些情况 于是便带着众人前往小院打听打听 龙葵却发生嘲讽 昨天战斗那么机灵 这些小家族估计下的门都不敢出 说不定除了声音 什么都没看见 可刚进门 龙九等人看见洛家众人中 居然站着一位天玄境的高手 立马不由自主联想起来 猜测昨晚的意向可能与此人有关 惊讶洛家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强者 龙九礼貌性询问道 不知兄台是 在下黑风山 雷云天 久仰前龙阁大名 竟然得见三位长老 真是幸会幸会 一番自我介绍后 龙九一问众人为何都在大厅这里站着 雷云天叹了口气 各位长老有所不知 卓管家昨晚受了重伤 到现在还生死未卜 白发老者听到后吓了一跳 昨天这里也遭到袭击了吗 难道他们预备了两拨人吗 龙葵一声冷哼 那个卓凡不是一直很嚣张吗 还扬言要在十年内超越七十家 结果来了几个小毛贼 这么多人都没事救他受伤了 真没用 龙九瞪了他一眼 让他闭嘴 各位抱歉了 龙葵这丫头不懂事 忘不要见怪 不知昨晚来的是何人 连天玄境实力的雷家主都保不住卓凡 雷云天尴尬到脚只能扣出三十一天 惭愧惭愧 自己昨天刚突破天玄境 还没有能力保得了卓管家 不过昨天来的那个人也是天玄高水 有人称他为云长老 龙九听后非常震惊 什么 翻手为云又云青 没想到昨天他也参与其中 他十分佩服地看着雷云天 雷兄弟 你真了不得呀 你知道吗 那幽云青是幽冥谷的十二长老之一 数十几年前就已经达到天玄境 而雷兄弟是刚刚突破天玄境 静就能与他占了一夜 真是屌炸天 雷云天感受一声缓解尴尬 各位过欲了 其实雷某连幽云青的一招都挡不住 龙九愣了一下 不是你 那整整一夜你们怎可能都安然无恙 雷云天满脸严肃 确实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但幸好有卓管家 多亏了他 否则这里所有人恐怕都难以信任 以前龙阁众人感觉自己耳朵出现了问题 都不可思议地看着雷家主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老头在一群大佬面前夸赞一个后辈 吹嘘他独自一人干掉了两个大人 当听到是幽冥谷的简房和云长老 众人都以为老头是在开玩笑 毕竟这两人可都是天玄境的高手 龙九被震惊到了 一个意思是 一直阻止幽云青的是卓凡 可是他只是一个聚气静 雷家主信誓旦旦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可具气静那又如何 黄医老者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因为这种事情只有漫画里才可能发生的 然而这确实是事实 再三问道 真不敢相信 你是说 卓凡凭借聚气静将幽云青逼退 雷家主轻蔑一声 逼退 你也太小看这小子了 三位长老头汗眼了 这叫小看 哪里小看他 放眼整个大陆 从来没有听说过 聚气静能够将天玄境高手逼退 雷云天咽了口作目 回忆起来 幽云青根本来不及退 就被卓凡一招抹杀了 化成飞灰 而且卓凡 仅是原力耗尽虚脱了而已 听到这个消息 全场众人都大惊失色 天玄境被一个聚气静的人秒杀 这怎么可能 龙九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你说他秒杀幽云青后 仅是虚脱了 可现在怎么有受伤了呢 正巧这时卓凡推门而出 抱怨大家在外面闲聊 让他如何疗伤 静止走到龙九面前 九哥 你不是想知道我是如何受伤了吗 便从储物戒指内放出了减凡的尸体 三位长老惊声怪叫 秃鹰减凡 这怎么可能 龙九看着地上的尸体 激动地说 这老东西毁了我的神眼 让我丢尽了颜面 我恨不得杀了他 抛开他的祖魂 转身对着卓凡抱拳 从今往后 老夫将拿你当作亲兄弟看待 若有用得着你九哥的地方 尽管说出来便是 卓凡笑着挠挠头 这只是小事 九哥你这就见外 不过小小的举手之劳罢 没想到挠头动了一下 伤口处就传来剧痛 龙九赶忙上前 卓凡兄弟不要乱动 九哥这有三品疗伤丹药 拿去服下保证三天内痊愈 龙葵看到这一幕 心生极度 这卓凡运气也太好了 都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白捡了两个人头 不然怎么可能 杀得了天玄境高手 众长老都是人惊 任谁都看得出来他酸了 都叹了口气 暗暗失望地摇了摇头 卓凡笑着看向他 自己碰巧遇到了一个 断臂的长老 拿了他的人头 这确实是因为运气 但这并不是好运而是没运 若不是当时因为杀了一个天玄高手 导致袁令不走 又怎么会被那只 剩一条胳膊的减凡重伤呢 若是在平时 要杀那老家伙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反而赛道 哎 昨晚自己确实运气不太好 不像某些人 出门都带着一群护卫出去 无论运气好坏都无所谓 安全是自然有保障 这话对得龙回无言以对 看到他半天憋不出来一句话的表情 卓凡身后落云长都不好意思 这是黄一 老者给出了剑影 你我看老九 你先留下 照看照看卓兄弟的伤势 再留几百名副卫助手小院 我和老五先回祖部传信 看来这里的情况还得通知阁主才行 听此龙回和龙杰都郁闷极了 心里暗戳戳想到 怎么现在个长老都跟卓凡称兄道弟 卓凡机灵极了 立即改口道 三哥 五哥 慢走啊 两位长老被这改口下了一个猎前 老九说的没错 这小子最大的狼犯 就是顺杆子往上爬 这个男人把美女们都赶出了房间 却单独把一个老头留了下来 还声称有一件礼物送给这个老头 龙九不明所以 兄弟啊 不是九哥看不起你 只是你现在的情况也不太好 落家已经落魄成这样了 还能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难道你那还有上古正式图 卓凡一脸无语 你想得美 上古正式图我最少开价一千万 还想让我白送给你 不过接下来这件礼物你一定喜欢 这时卓凡已经释放出真是鬼呀 这是剪凡那老东西的魔物 没错 但现在他是无主之物了 九哥 你可以带回去训养 相信很快他就会成为你的灵宠 守护在你身旁了 听到此话 龙九眼中不觉泛起了丝丝泪光 谢谢 兄弟有心了 这时卓凡顺势提出自己的一股 九哥 小弟有一件事一直不明白 既然你能练成一只紫雷精眼 为何不能再练一只呢 龙九无奈摇摇头 叹了口气 兄弟有所不知 这神眼并非为乾隆阁法门炼制 而是老夫年轻时外出历练意外获得 此乃机缘 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你知道三大险境吗 卓凡文言摇了摇头 这块大陆无论你的实力多强 有三个地方千万不能踏进 分别是洛雷霞 冰玉山和千眼洞 不过也没关系 就是你想去恐怕也找不到 卓凡感到震惊 为什么 因为这三个地方都是随机出现的 或许今天出现在东方 明天就跑到了西方 而在他们出现的位置 通常会卷起一阵谁都逃不掉的龙卷 被卷进去的人就再也出不来 听此卓凡已经大致猜出 这绝对是高人设下的结界 只有不通正觉的情况下 才会找不到出入口 接着便问他 那九哥你又怎么出来了 龙九微微一愣 兄弟 你果然聪明绝顶 没错 在老夫年少时期 便恰巧遇到三大险帝之一的洛雷霞 当时老夫被龙卷入其中 露天带地都是紫雷 身边的高手们但凡被紫雷击中 皆是灰飞烟灭 而那紫雷却恰巧击中了老夫的眼睛 怪就怪在击中后我居然没事 只是眼睛疼痛异常 如同火烧 现在想起来老夫都觉得心有余悸 就在这时 我耳中突然想起一个男人的声音 那人在我耳边念了一段口诀 也许是求生的本 我狐狸狐狐狐狐就按着那口诀运功 竟是让我那被紫雷击中的眼中生出了紫雷 后来也许是因为那眼瞳的关系 那些紫雷便不再攻击我 听此卓凡也明白 据九幽密录记载 天地的紫雷惊眼由眼瞳中练成 天下万物皆在眼瞳中覆灭 但唯有眼瞳不会 所以那紫雷击入眼瞳 反而对他造不成致命伤害 龙九叹了口气 而龙卷过后 就只剩我一人生存了下来 还因获得福练成了这紫雷惊眼 只不过在惊眼被夺取后 因为当时慌乱之中 前妻开眼的口诀记不清了 便再也没办法练另一只眼 听到这里 卓凡大致已经明白 这洛雷霞绝对就是天地留下的遗迹 里面肯定有天地的修炼功法 想到这里 卓凡暗自决定一定要找到那 那到时候有了天地的功法 再加九幽摩地的九幽秘露 上古最强三地的两大传承 尽归我有 天下谁还是老子对手 男主越想越开心 谁能想到地级高手的遗迹 会在凡街出现了 看来这次夺赦重生 真是赚大 这个男人在房间里宅了一个月 吃喝拉撒都没离开过房的半个 但出来后整个人反而容光焕发 原来经过一个月的闭关 卓凡的修为突破到了聚气五重 之前受的伤也已经痊愈 正当刚走出房门时 恰巧碰到了雷雨婷的丫鬟小翠 可奇怪的是 这小萝莉一看到他掉头就跑 卓凡一脸猛逼 难道说我闭关出来后有什么变化吗 我又不是什么痴人的怪物 跑什么跑 等等 这时卓凡想到一个可能 会不会是当初抓他回来时太粗鲁 又一把扯掉了人家的衣服 让这丫头的心里留下了淫淫 庞同龄走了过来 可刚打了声招 这家伙也是急忙慌掉头就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卓凡顿时猛逼了 要说小萝 怕他还情有可原 可老庞怎么也跑 这说不通啊 就在这时 身旁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卓管家 男主黑眼看似 只见雷雨婷正一脸娇羞地走过来 卓管家 感谢你那天相救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收下 说着 便将手里的篮子递了过去 搞什么飞机 掀开一看 一阵饭菜香气直扑鼻腔而来 卓凡顿时眼前一亮 不仅有些好奇 好香啊 这哪里买的 风凌城有这样好的菜馆吗 哼 才不是买的呢 小翠傲娇地表示 这是我家小姐花十个时辰做的 每天都坚持做 就等着管家出关的这一天来品尝啊 得知这丫头竟然每天都准备好饭菜 卓凡多少是有些感动的 你有心吗 这份礼物我收下 毕竟一个月没吃饭 比现在聚气劲的修为还真有点饿 卓管家伤势刚刚恢复需要调养身体 赶紧吃吧 凉了对身体不好 就当卓凡准备好好品尝美食的时候 却被身后一阵敲门声打断 只见陆云长也提着个篮子走了进来 当看到眼前的其乐融融的一幕时 陆云长的语气中满是优越 哟 想不到已经有人给卓管家送走餐了 我倒真是白操心了 卓凡一阵无语 不明白这丫头今天怎么这么大脾气 陆云长没好气地将篮子扔在桌上 卓管家 这可是本小姐亲自为你做的 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 可是我这已经有一份了 我又不是饭桶 没必要吃那么多 结果话音刚落 就迎来对方死亡审视般的目光 下一秒 卓凡竟然瞬间秒锁 好吧 两份都尝一尝 没想到自己竟然也有退缩的一天 但刚刚的直觉告诉她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恐怕会有生命威胁 然而当卓凡打开篮子后 却发现里面放着一坨不明雾 感觉像是从老奶奶采完酸菜的脚上 透出来的老一颗成的 这玩意真是动手做出来 怎么感觉吃这东西似乎更加威胁 雷宇亭做的饭菜弱弱道 我看我还是吃这个吧 听到这话 骆云肠炸毛了 立马跳了起来 你刚刚明明说好了 是两个一起吃 看着她满含期待地望着自己 卓凡竟一时间心软了 无奈叹了口气 好吧 一起吃 落肠文言瞬间转背为喜 先吃我的 这下雷宇亭不干了 不 要先吃我的 就这样 两个女人谁也不愿意让我 这两人闭关前步都还好好的吗 怎么一会功夫就是铜水火 而家在中间自己隐隐察觉到 似有两股杀气在相互碰撞 十分不解 这两人变成如今这样 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 两位美女为同一个男生做了早餐 男生非但没有心心 反而忧心忡忡 因为这可能令自己陷入生命危机 这时陆云长和雷宇亭两人还在争吵 让卓凡先尝尝自己做的菜 见一点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卓凡只好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 先尝雷宇亭做的菜 不得不说雷宇亭的厨艺真的很粗色 卓凡吃了一口都忍不住未知赞叹 好厨艺 这手艺简直无语伦比 这时小翠站了出来夸赞道 那时当然 我家小姐失费就能下口了 整个风陵城没有人能超过她的手艺 卓管家可真有口语了 骆云长见爽 过不及待地让卓凡也尝尝自己的菜 但是卓凡发现这一坨菜实在难以言议 不过既然已经答应了她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尝试性地吃一口 卓凡差点错了 卧槽 有 这是菜还是毒样的 理智令她毫不犹豫做出了选择 我还是吃她的吧 就在这时 骆云海听见这边的动静转过来 看到桌上的美食 也想分一杯羹 卓大哥 你终于出关了 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可以给我吃一口吗 卓凡摆摆手 你去吃你姐做的 骆云海两手艺满脸无奈 我姐她哪会做菜啊 连厨房的门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骆云常听到这话委屈极了 羞愤难当地哭着跑开了 骆云海挠挠头 她怎么了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卓凡伸了的懒腰 站起身 我去乾隆阁一躺 你们待在这里 不要出去 以防幽明谷的人还在周围 另一边 在天与帝国的皇宫中 乾隆阁和幽明谷的家主在此会面 由于两家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最终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幽万山首先向皇帝禀告 参见陛下 乾隆阁连杀了幽明谷的两位长老 破坏了七世家的协议 请陛下做主 严惩乾隆阁 龙一妃淡定回忆 你真好意思说 幽明谷的长老擅闯我乾隆阁领地 那又如何算呢 究竟是谁在破坏七家协议 我谷中的弟子幽权在风铃城被杀 我派长老去调查难道不应该吗 龙一妃 你只是借此报复二十年前的事 哈哈 报复又有什么意义 二十年前 我乾隆阁的九长老 被你们设局骗到落叶城 毁了一只神眼 你们说他犯了七家协议 擅闯你们的地盘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这次可是你们的长老 跑到了我们的领地 还一次就去了四个 这是去调查吗 双方争执不休的时候 皇帝突然拍而起 够了 这件事双方都有不妥之处 传阵旨意 乾隆阁退出风铃城 那里以后不再是你们的领地 幽明谷与乾隆阁的人 终身不得踏入风铃城一步 听到这话 两位家主都面露不满 正想说点什么 这时皇帝怒 放肆 就这么定了 跪下 朕不想再听到七家有任何纷争传出 听此 二人不敢再争辩什么 只能接受现实 退了出去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老皇帝若有所思 幽明谷的人居然会去风铃城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千年前的秘令 就在此时 他身后出现一个人影 这皇城之中一直都是是非之地 各大势力的耳目也都分散其中 这一点 陛下应该早已知晓 老皇帝若有所思的 看来那个计划该启动 明珠总归是要放光彩的 这个男人虽乍一看一般般 但再仔细点看清楚 你会发现其实更加一般 就连上世为魔皇的卓凡都直呼 人怎么可以长成这种样子 上集说到卓凡让众人留在家里 自己去乾隆阁走一趟 刚到能跑 就看见一辆豪华的轿子停在不远处 看着来头不醒 但当看到轿子里下来的人时 卓凡忍不住暗自赋飞 人怎么可以长得这个样子 但仔细一想 虽然这胖子看着不惨 修为也只是聚气七重 但他身边的部位却都是高手 难道是七世家的哪个重要人员 不过肯定不是乾隆阁的成女人 不然早进去了 于是卓凡无视众人自己走进去 但这时胖子突然跑过来叫住他 兄台请留步 找我有什么事 胖子一脸讨好 你是乾隆阁的人吧 卓凡如实相告 虽然我和乾隆阁有些交情 但我并不是他们的人 可胖子听后并没有失望 反而开心地说 那也好 总之你能进去就行 麻烦兄台能帮个小忙 帮我传话给龙奎小姐 告诉他 他一日不出来见我 我就每日都待在这里 不走了 听此卓凡差点笑出声 原来这胖子是龙奎的追求者 答应帮忙后 便静止向门内奔去 还好我溜得快 不然待会忍不住笑 因此而得罪一个大势力就不值得了 这么想着 刚好就遇见龙奎 龙小姐最近好吗 龙奎看到这剑笑着来气 本来挺好 见到你就不好 说反眼看对方摆着这张臭脸 只好直接开门见山 九哥在吗 我想见他 不在 和龙杰一起出去干事 看着也不像桑 既然如此 暂时先缓一缓要打平的事情 但答应那胖子的事还是要办到 卓凡想着 所谓受人之托 出师有名 关键还能看看这个高傲的丫头难堪 打个下时间 何乐而不为呢 不自觉无觉偷笑起来 看着这一幕 龙奎满脸不紧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外面有个多金的帅哥让我给你带话 你不出去见他 他就不走了 卓凡摆出一副看热闹不嫌是大的表情 龙小姐 他是谁啊 龙奎冷吼一声 掉头走了 觉得面子都丢尽 立刻跑到外面找胖子 死胖子 为什么还死赖在这里 我不是早告诉过你了吗 我是不会答应你的求婚的 胖子满脸委屈 龙奎妹妹 我从十岁开始向你求婚 现在都快二十了 整整十年 已经求了一千多次 你就一点都不感动了 龙奎还没说话 卓凡就决定要为爱发声 感动 必须感动 龙奎小姐 难得痴情郎啊 你就答应这位人兄的求婚吧 胖子也仿佛遇到知音班大家赞赏 对对对 说得好 听此龙奎气得差点内伤 两个混蛋 居然在这里一唱一喝的 但突然灵光一声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便装出一副娇羞的样子 聪哥 你从小到大一直带我很好 我又岂能不知 可是现在小妹的心里 已经有了别人 胖子果然大怒 什么 那人是谁 这时卓凡按道坏了 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龙奎便把脏水拖到了他头上 三人相互对视过后 胖子便明白了小丑竟是他自己 转头对卓凡怒目而视 好啊 我说外人怎么可以随便进入乾隆阁 原来是你勾引我心思单纯的葵妹 我瞎了眼 还一直以为你是个好人 兄弟 误会误会 卓凡悲剧地发现 自己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所谓男人 一生中都有两个不可触碰的逆龄 杀父之仇 国弃之恨 而面前这个胖子 却被对方反复触碰自己的逆龄 就在刚刚 龙奎为了摆脱胖子的纠缠 故意表示卓凡是他的心上人 得知后胖子非常不服气 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这小子 两人听到这话都无语 这兄弟难怪求婚一千次都被拒绝 狂妄自大的人见多了 但是如此没有自知之明的 还真是第一次见 他对自己的外貌是有什么误解的 这时龙奎发话 聪哥 你来封凌城应该有要事吧 否则也不可能随意出帝都 你先去干正事 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 然而胖子并不在意 那怎么行呢 鬼妹 你可是我以后要明媚正确的戏入 我这次特别揽下这差事 也全是为了来看你 没想到 胖子越想越来气 指着对面 我要和你单挑 这时其身边的部位忧心忡忡 公子 您身子贵重 怎么能随意跟人比武呢 若是您要教训这小子 让我等出手便是 闭嘴 是老子要娶魁妹 这次决斗是有关男人尊严的鄙视 你们要是出手 老子脸要往马上 魁妹以后不就更瞧不起我了 这让卓凡有些意外 因为胖子是自己见过的第一个 没有拿家族背景来欺压对手的人 因此不由地高看了对方一眼 顿时来了兴趣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但你的部位每一个都比我强 如果他们出手 我肯定打不过 老子既然说要和你决斗就是一对一 我说话一言九鼎 你当我放屁吗 卓凡却不这么认为 我是相信你的 可主子如果被打 这些奴才能不上吗 到时候怕是你命令都阻止不了他们 胖子想了想 为了维护自己在龙奎面前的形象 转头再次发话 你们几个在这里别动 在我回来之前 谁敢动一下 我就杀了谁 哼 你挑地方 我们单打独斗 这时龙奎上前提醒 你不会真的要打吧 告诉你 如果你伤了他 前龙阁也保不住你 拦主听后莫名其妙一笑 其实这胖子人还怪好脸 龙奎满脸问好 什么跟什么呀 然而胖子人 摇耳朵 一旁的胖子非常生气 暗暗发誓 一定要将这扎男做成猪头 于是三人一同进入了小树林 卓凡笑道 胖子 你真有种 居然真的一个故位都不带 胖子满脸不屑 老子说话一向算数 而且这关系到我和葵妹的终身幸福 更要让你输得心服口语 免得事后再找借口来纠缠 然而还没帅过三名 卓凡冷不丁来了 你就不担心我这里有埋伏吗 吓得胖子紧张得四处张望 但很快反应过来 我单枪匹马赴会 你要是还做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 葵妹怎么会看得上你 最后就算我挨一顿打 也还是赢了 听此卓凡突然放声大笑 我豪气 我喜欢 那现在就开始决一胜负 没想到花落就立马挨了一拳 死胖子 还以为你是光明磊落之人 也搞这种偷袭 胖子见嘻嘻笑了起来 你刚刚不是说开始了吗 老子哪里算偷袭 并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小哥 你怕了吧 就这点本事还敢和我抢回妹 听到这番话 卓凡没有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 突然满脸惊讶指着后方 龙葵 你干嘛脱衣服 看到胖子兴奋地转过头去 卓凡立马白米通刺飞踢上去 死胖子 你太天真了 快看 这两个老六在单挑 一个趁气不被搞先手偷袭 另一个则以美色诱惑对方分心 后对着对方脸就是飞踢一脚 卓凡一声 龙葵怎么没穿衣服 直接就让胖子分了神 虽然这么做对龙葵不公 也很卑鄙 但是不得不说他非常有效 趁机上前对着胖子脸面就是一脚 当胖子得知自己被欺骗后非常恼怒 混蛋小子 你竟然敢出言侮辱葵妹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 可卓凡却一脸淡定 我承认我的话轻薄了些 但也仅仅只是话语清楚 而你呢 听到我的话马上就拧头去看 当时你脑子里在想什么龙龊的事情 是不是也是在侮辱我们的龙大小姐 胖子听到这话 顿时愣了一下 这小子说得好有道理 虽然卓凡这家伙刚刚对龙妹言语轻薄 但自己脑海中浮现了画面 不也是对女神的泄国吗 那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责怪对方 这也是卓凡看着胖子一脸猥琐的表情 忍不住满脸躯黑 无语至极 这个傻子肯定在想些下流的事情 不然 胖子回过神 指着面前 小子 刚刚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 现在我要认真起来了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向男主冲过去 小女 我这可是高级五级镇山泉 如果你不想受伤 就给我躲开 可是躲了就算你认输 男主微微一笑 集中原力在手掌上 静静地等着对方攻过来 胖子一看 立刻怒火中烧 臭小女 你找死啊 老子可是聚气七重 又是高级五级 一个聚气五重还敢在面前装枪做事 不想死就躲开 然 打脸的时刻来得如此突然 当胖子刚接触到卓凡的手掌 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接将他击飞了出去 胖子猛了 不敢相信 明明自己修为更高 为什么会这么轻易地被击飞了 而龙奎则显得十分淡定 虽然我跟卓凡不对 可对他的能力和实力也是福气 毕竟是大陆史上第一个 以具弃静实力击杀两个天旋高手的人 与那个时候相比 现在只是小场面而已 这时卓凡静止向前走去 胖子 刚当你手下留情了吧 我知道你没使全力 胖子不好意思个白白手 输了就是输了 聚气七重对付聚气五重 若是也要使出全力的话 那也一样是输 卓凡将手往前一伸 也许刚当的事在你眼里是公正的 但在我眼里却是仁慈 胖子听到这话惊讶 他没想到刚当的想法竟能被察觉到 便顺势抓着卓凡的手站了起来 我输得心腹恐 不愧是魁没看好的人 的确有一套 说罢便要转身离开 见胖子的心胸如此开阔 卓凡不由断定 这小子以后一定是个人物 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流光席向胖子 卓凡眼急手快拉着胖子闪到一旁 只见许多蒙面人飞身而下 很快将三人包围 龙奎感到慌乱 不知道该怎么办 胖子挺身而出 想不到会被情敌所救 现了 转头对一众蒙面人大喝 你们要找的是我 跟他们没关系 放了他们吧 为首的蒙面人笑了笑 不愧是皇室成员 果然有王者风范 接着干脆摘下面罩 不过可惜 我们做事绝不会留活口 胖子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叹了口气 看来是我连累了二位 这时 卓凡黄凡走出 拦在胖子身前 这胖子是我罩的 如果你们想杀他 就得先过我这一关 这个男人只有区区俱气劲 却称面前众多杀手都是乌合之众 甚至扬言要保下身后两人 就凭他也配这么转 当然了 因为他总是大陆最强魔皇 现在且看着坊管家如何开始装逼 为首的杀手头子 看到来人是个小鬼 轻烈一笑 呵 一个聚气劲小鬼也敢强出头 你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反正一个也不能留 那就先从你这里开始吧 可一旁的杀手却显得谨慎很多 还是先杀了那胖子 完成任务为先 我们可是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 可不能出什么岔子 胖子见状也顾顾了什么 只能临时抱佛脚 想出了一个牺牲自己的计划 兄弟 他们的目标是我 一会我向东跑 引开他们 你马上带葵妹回乾隆队 卓凡文言呵呵一笑 以你的速度 跑不出十米就被他们杀了 还谈什么引开 这计划没戏 听此胖子无法辩国 事实确实如此 于是便彻底没了主意 那我们该怎么办 只听卓凡冷冷地回答 为什么要逃 干脆一点 直接把他们全宰了不就好了 说罢便举着斜月轮冲了上去 杀手没想到对方手里竟然还有魔宝 就在刚想有所动作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身体不受控制 手脚不听使唤整个人只能僵在原地 原来在卓凡冲上前的那一刻 血鹰也已经悄悄钻进了杀手的身体 这时对方才发现 自己只能眼睁睁等待着死亡的将农 一瞬间 刀光滑过 为首的杀手便直接隐恨戏本 这血腥的一幕直接把胖子看傻 没想到卓凡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强 竟直接秒杀了杀手头子 更没想到他会如此杀法毋断 而此刻周围一众小卡拉米都惊呆了 自己的大哥就这么白眼 不过作为专业的刺客 还是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当即全都向卓凡涌了上去 先淡掉那个小鬼 为大哥报仇 见到一拨人马朝自己袭杀而来 眼见仇恨吸引到位了 卓凡眼中不仅没有丝毫聚责 反而还有些小兴奋 正合我意 举着刀就杀进了人群 杀手也没想到 面对群工他竟然还如此生猛 刚一照面 又是此杀手给他送去西北旅游 见状杀手们都吓得不敢再有动作 都正正立原地不敢动他 一时间都分不清楚到底谁才是猎物 只见卓凡对着众杀手邪魅一笑 放出狠话 赶到我的地盘来挡乱 那就都别想活着离开了 听到这话 剩下的小嘎嘎都顿感一阵大汗 纷纷升起了退意 不过有一名杀手却不信心 对着众人大吼道 大家不要怕 一起上 我们人多势众 慌什么 对面不过就是个聚气劲的小鬼 我们任何一个单拎出来都能吊锤他 只是仗着那三品魔宝 不然哪轮得到他如此嚣张 只要把他围起来 他就死定了 兄弟们一起上 此话一出 所有人像是受到了鼓舞 纷纷打了鸡血般 向卓凡冲了过去 对于这些送上门的白菜 卓凡也是来者不惧的 求之不得 再次举刀迎判上 一顿嘎嘎乱杀 而这残暴是杀的一幕 却是看得一旁的胖子不禁冷汗直流 这种熟悉的威严感 竟然跟自己父皇一样 这种上位者的威压 甚至比父皇还要强 仿佛所有反抗他的人 都会被他赶尽杀绝一般 让对方不由升起一股绝望 这种屁腻天下 舍我其谁的气势 怎么会出现在他的身上 这群杀手以为自己包围了男人 然而事实却是男人包围了他们 只是眨眼间 众杀手就接连排队隐喷吸的 卓凡故意留下最后一个小卡拉 眼神淡漠望着他 谁派你们来 面对如此杀神 这名刺客浑身颤抖 刚准备回答 周围却突然传出一阵笛声 下一秒刺客竟当场暴毙 卓凡见状动感微妙 意念杀人 神赵敬强者 这样的高手 就算自己靠着血鹰和血月轮 也绝对是白给 只见一名白衣男子黄凡走出来 看这歌神造型 刚刚的笛声定然出自他的手笔 然而当龙奎两人见到此人后 却露出惊喜之色 方前辈 你怎么来了 胖子更是亲切地称呼其为老师 见此卓凡立马分析出对方身份 你就是皇室五大护龙神位之一 号称天语第一剑神的玉霄剑神 方秋白 话音刚落 一旁就传来了龙九的笑声 我说的没错吧 这小子的眼光毒得很 老夫只跟他提过一次 便一眼认出了你 见到龙九也来了 龙奎顿时眼前一亮 九叔 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不早点出现 龙九满脸欣喜 卓兄弟和三皇子比试时 我们就已经到了 说着便看向卓凡 卓兄弟 真有你的 面对十几个断骨镜高手 还能面不改色 佩服佩服 听见龙九如此夸赞男主 旁边的龙奎表面不服气的冷哼一声 可即便高傲如他 心中也是春心荡漾 不自觉地开始偷瞄卓凡 这时胖子看向方秋白问道 老师 既然两位前辈都到了 为何不早点出手 害徒儿一阵担心 我一个人没什么 就怕连累了无辜 方秋白呵呵一笑 老夫若是一开始就出手 岂不是看不到这位少侠大显身手 听此卓凡连忙拱手 前辈过誉了 只是不知前辈为何要杀了那人 莫非 方秋白闻言突然目光一鸣 年轻人 你的确非常聪明 但是以你现在的实力 聪明未必是件好事 一听此话 男主瞬间明白对方是在解释 这种上层权力的斗争 不是他现在这个级别可以参与 将那杀手灭口反而是在保护他 这时心中的一律顿时烟消云散 恭敬道 晚辈受教 今天这件事晚辈马上忘掉 方秋白闻言赞赏道 不但聪明而且之进退 没想到除了七十家外 世俗之间会有这样的年轻人存在 若非你属无道 老夫定要把你带回去调教两年 日后必不可限量 此话一出 全场怀然 什么 收徒 这方秋白是什么人 别人也许不清楚 七世家的人可是都知道他的脾气 每位家主都想把子弟送到他门下修行 可他一个也看不上 连皇帝的面子都不给 而胖子是因为在他门前跪了三年 方秋白才勉强教他几招 但也并非是收徒 所以胖子只能叫他老师而非师父 可方秋白才当见到卓凡 竟然就看上 若非二人的修行方式不同 估计卓凡便会第一个败入剑神门下 但以后走出去就算七世家的子弟 见了也得绕道走了 然而龙葵不知道的是 此时卓凡心里一阵郁闷 我堂堂魔皇 能做我师父的也只有地级高手 这时方秋白对龙九说道 三皇子还有公务在身 我先带他走了 说罢了 也不等胖子反应 搜的一下就不见了 带到两人离开 龙九突然叫住卓凡 卓兄弟 你跟我到乾隆阁一趟 我有东西给你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拽了 大陆赫赫有名的剑神 要收他为徒 他对此却嗤之以疑 认为对方不配 只因对方长得太像歌神张学尹 就在方秋白带着三皇子离开后 龙九将卓凡带到乾隆阁店内 这就是老夫要转交给你的东西 只见他把手上卷宗递了过去 卓凡定睛一看不明足 打开后发现竟是一份结盟的契约书 心里暗自想到 太对了 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 有了它就意味着 洛家将有乾隆阁这样的大套山支持 还能得到其无条件的资助 这将使洛家短时间内无人感激于 那自己也能专心去发展家族势力 这时龙九满脸疑惑 怎么感觉卓兄弟你一点也不惊讶呀 好像早就知晓这件事一样 卓凡心里想着 并不是早就知道 而是之前的一切行动 都是围绕这份契约而做的 当即表示 我现在就带着契约回去 让大小姐马上签署 等等 这时龙九拍了拍卓凡的肩膀 明示两秒 还是打算直说了 一字一顿道 在这里签 现在签 卓凡转过头 我只是洛家的管家并不是家主 我签的日后可能会无效啊 我们阁主的意思是 这份同盟协议并不是与洛家签订 而是与卓兄弟们签订 听此卓凡顿感诧异 卓凡所在的地方 就是我们乾隆阁的结盟之地 这就是阁主的原话 也对了 看来当初选择乾隆阁是正确的 他们阁主果然是个有眼光的消息 便回道 好 那此刻开始我们便正是同盟 你们阁主真乃一带枭雄啊 签订完契约回去的路上 卓凡正好碰见了庞同领 老庞 大小姐呢 我有事要告诉他 想着把与乾隆阁同盟的喜讯说一下 只见庞同领叹了口气 我带你去 便带着卓凡静止走到厨房门口 厨房 是不是走错了 卓凡满脸疑惑 可庞同领压了摇头 往里面指了指 只见骆云长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旁边还放着他亲手做的饭菜 庞同领大土豆水 哎 小姐一直从早忙到晚 还跟院子里的厨子请教 现在早已累到趴下了 卓管家 我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 从不把小姐少爷放在眼里 可是你知道吗 小姐为了让你在出关时吃到他做的菜 没日没夜地苦练了一个月 可他的努力如同泡影一般 换来的却是你那么苛责的评价 别说是小姐 换做任何一个女生都受不了了 这时卓凡把一块食物放进嘴里嚼着 做菜这方 他真的没什么天分 哎 就算没天分 也要照顾一下他的面子 你看 像我这样强咽下去很难嘛 可下一秒 他就忍不住干呕起来 这时他才明白什么叫难以下咽 好吧 小姐确实没有天赋 之前我误会 就在旁同领同情卓凡的遭遇时 惊讶地发现 卓凡竟然正在吃桌上的菜 卓管家不要硬吃啊 会出人命的 你别想不开 卓凡没有理会 没什么 只是正好饿了 第二天阳光照进屋内 骆云长醒来后发现 自己做的菜已经空了 而身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件外衣 转头才发现身旁的人 只见卓凡在自己旁边还没醒 淋漓呼呼地看着还在睡觉的卓凡 骆云长脸不自觉烧了起来 心中的小鹿乱撞 卓凡竟然在这里陪了他一夜 而且居然还靠在一起睡了一夜 想到此骆云长无嘴发烧 情不自禁地朝卓凡的 慢慢凑近 天啊 这是什么女流氓 趁着对方熟睡之际 居然打算偷亲对方 就在骆云长醒来后 发现卓凡在旁陪他睡了一夜 情不自禁把脸凑过去准备偷亲 然而关键时刻 门外传来了老庞的声音 小姐 卓管家 骆云长差点下的原地升天 赶紧重新躺到怀里装睡 而卓凡此时也被庞统领朝起 不耐烦地问道 老庞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庞统领进门后 却发现骆云长有些不对劲 卓兄弟 小姐他 低头一看 才发现他此时满脸通活 浑身不停地打颤 卓凡透过头去 好烫啊 难道是昨晚睡在这发烧了吗 想着 原本昨晚打算抱他回房间休息 但又怕吵醒他 便在这守了一夜 没想到反而让他病倒 于是抱起骆云长先送他回房 红氏吩咐老庞 有什么事大会再说 然而老庞却惊慌失措 不行啊卓兄弟 有人要请小姐过府一讯 而且那人我们万万得罪不起 谁知道卓凡这时暖男星爆棚 满脸不屑 什么得罪不起 就算乾隆阁的邀约也不去 没看到这丫头已经昏死过去了吗 一定试得了大病 哪还能会客 大不了一会儿我去见他 听此旁途林冷汗直冒 这人必须得小姐亲自出面 她可是带了御刺金牌过来 一听此话 卓凡立马停住脚步 御刺金牌 要知道有御刺金牌的人 那就是皇家护卫 就算七世家的家主也得随教随道 否则就是抗止不尊之罪 轻则一人处死 重则株连九毒 不过卓凡很快就猜到是谁派来的 而且此人绝对不敢拿他们怎么样 于是对庞统领说道 老庞你去告诉他 我家小姐今天身体不适 让他明天再来 听到这会儿 老庞顿时被吓得张大嘴巴 什么 对方可是凤凰命而来 你就这样打他走 后果很严重的 听此洛云常在也装不下去 从卓凡怀中正拖出来 等等 庞统领 让那人稍等片刻 我去梳洗一番就过去 这一幕看得卓凡一脸茫然 什么情况 刚刚还一副昏迷不醒的样子 怎么一下就清醒过来了 画面一转 传信的使者正等在会客厅里 见有人过来 便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你就是卓管家吧 我家主人请你和洛小姐上府一讯 同时还把玉刺金排在手里甩来甩去 卓凡一眼就看出来这家伙在装杯 决定给他一个下马尾尝尝 那胖子的伤没事吧 此话一出小卡拉米顿时猛了 胖子 难道他说的是我的主 敢叫我主子胖子 当今世上度超过十个 那他们的关系绝非一般 想到此 小卡拉米连忙换了副嘴脸 卑躬屈膝 我家主子昨日回去 并未提过有什么伤 卓凡听后突然放声大笑 那胖子肯定是好面子 不想让你们这些下人笑话他 昨天他被我作惨 小卡拉米文言更加不知所措 只能尴尬地在一旁陪笑 这时卓凡又问道 对了方秋白那老头 昨天回去后是不是还在生气 听到这话 小卡拉米的心里当即就是咯噔一下 好像没有 那太好了 你是不知道啊 昨天那方老头非要收我为徒 要不是我忠心耿耿命死不从 早就被那老头带走了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什么 剑神要收你为徒 此时的小卡拉米早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 直接瘫坐在地上 见到这一幕 卓凡心中暗爽 呵 敢和老子玩这套 你还不够格 装笔如果分段位 那这种情况这就是青铜碰到了王者 就在刚刚 胖子派人去请洛云尝到虎一讯 但小卡拉米仗着自己是皇室狗腿子 竟然在卓凡面前装备 结果被装笔之王卓凡 也好好教训了一顿 装笔的道心直接受死 当骆家一行人到了府上 卓凡突然对骆云海说道 这次三家会谈由你来出面做主 骆云海煞事件没有反应过来 卓大哥 你这 但很快便明白了卓凡的意图 坚定地回答 我明白了 见此情形 一旁的骆云长非常感动 因为经过这几个月的事情 风铃城恐怕所有人都知道 骆家真正主事的是卓凡 那么皇室 可能会把卓凡当成骆家真正的主人 他这么做 其实是不想阅读带袍 要给骆家证明 告诉所有人 骆家的主子 还是姓骆的 卓凡 谢谢你 不久 一行人到达了会面的地点 看到除了胖子和方秋白外 雷家和蔡家两方也都在场 看来 这是三家的家主会谈 卓凡如是想着 便对身前骆云海提示道 待会拿出家主风范来 别让他们小看了 嗯 一定不会让他们小看的 而对面众人 当看到骆家前面引路的小巴拉咪时 胖子感到有些惊讶 皇家护卫什么时候这么谦卑了 太家主持人是一领惊怒 同样是风铃城世家 这待遇也差太多了吧 之前不是还霸气十足吗 怎么到了骆家就锁了 这时骆家一行人参拜皇室后也入了座 胖子余光瞥了一眼灼烦 感叹道 身负大功而不骄 真乃忠臣也 我能保主安危 我能护主颜面 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臣子啊 眼见三家都到齐了 胖子便宣布今天约见各家的目的 今日本皇子 其实是奉命来揭开三家千年的姻缘 听此所有人都惊恶地忘了他 想必三位家主都知道族那一句左讯 那就是 你们三家都不可以与另外两家位移 而且还要相如以沫互相扶持 并且三家势力永远不得走出风铃城 直到明珠绽放光芒之时 此话一出 众人都若有所思 胖子继续解释 其实这一切都是千年前 皇室与三位家主所定下的协议 洛 蔡 雷三家与玉夏七十家一样 都是开国功臣 什么 全场哗然 洛云场很疑惑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们为何会沦落为不入流的小家族 胖子叹息一声 这是我们与文家歉拟的 当初天与帝国刚刚建立 根基不武 民间动荡不安 所以太祖皇帝便将七位开国功臣 分丰到民间 自行治理 平荡江湖纷争 给他们足够的自立权 甚至与皇室齐品 这便是玉夏七十家 可是谁曾想 二十年后七家势力越来越大 对利益的争夺终于引起七家战乱 当时皇室已然掌控不住 只好采取拉一波打一波的办法 削弱他们实力 后来七家也意识到 这样谁也得不了好处 最终停战 但是那次大战却使得生灵涂炭 活力衰败 甚至随时都有亡国之威 听到此 卓凡不禁提出疑问 这和我们三家有什么关系呢 只见胖子满脸年素 实不相瞒 其实三家乃泰国元勋 朝中元老 若是现在还在朝堂的话 恐怕已与四柱齐名 听到这爆炸性的消息 众人都张大了嘴巴 什么 四柱 你敢相信吗 这三个不入流的小家族 前身竟然是与朝中四柱并肩的存在 四柱 乃天与帝国的四大博柱 分别掌控着国家军队 经济 政治 外交等另外 甚至还有传言 四柱的真实实力其实更加强大 让皇室都感到畏惧 皇室四柱七世家 则构成了整个帝国的最强战力 同时也是彼此牵制的平衡关系 若有一方失去平衡 天与帝国将立即崩溃 听此 骆云长震惊自己祖先居然那么厉害 竟是帝国四柱般的存在 可问题是 现在怎么会沦落至此 这时胖子继续说道 当初 太祖皇帝为防止七家之乱再次爆发 便与各位的祖先秘密约定了 先以各种借口将三家贬到封林城 成为普通世家 待到七世家再次大战时 便再次将三家打造成如同七世家 那样的大家族 平衡彼此实力 减少生灵涂炭 三皇子 三家的姻缘我们已经知道了 现在我只想知道一点 你怎么让我们安全成长为第八世家 胖子文言无奈一笑 不愧是卓管家 一问就问到点子上了 难怪洛家能在你手里风生水起 那当然 要让一个家族崛起 平皇室的力量自然不难 难的是如何不被发现的崛起 难道七世家会看着 我们一步步与他们平起平坐吗 听到卓凡的话 众人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是啊 七世家怎么可能看我们变强 甚至超过他们呢 那么办法只有一个 七世家会趁我们还没崛起前 先灭掉我们 想到此 蔡家主心中不由的惊叹 此子真是心思缜密 非常人所及 的确是个千年难遇的人才 当初若是没有得罪他 现在也许还能拉拢一番 此时 胖子对众人说道 这个问题在当初密令制定时 便已经安排好了 一个家族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什么 临时丹药都不是 这些不过是外物 强者才是一个强盛的家族 最重要的保障 乾隆阁有九大长老 各个实力强好 幽冥谷也有十二长老坐镇 七世家中的每一个世家 都有他们自己的最强战力 至于各家请来的供奉 更是他们秘密武器般的存在 当初为了蒙蔽七世家 太左皇帝将你们三家的家产 全部没收 所以你们现在 手上连剑像样的弓法都没有 不过也正因如此 七世家对你们的监视 早在五百年前就撤销了 不过 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的是 在你们的手里 七世还握着一剑玄阶低级武技 只要有这本武技 你们就可以培养自己的强者 就算是七世家 拥有的玄阶武技 也不超过两本 众人大惊 我们手上有玄阶武技 这也是胖子拿出一个预警 这是凡界低级功法融合秘书 本身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与你们三家的祖传 临阶武技 一起习练 便能将三家武技融合为一 成为玄阶武技 此事如若不是父皇提及 就连本皇子也是万万没想到啊 兴致勃勃地朝众人招手 现在都把祖传武技拿出来了 然而雷家主却拱手了 三皇子殿下 雷某人没能守住祖传武技 被幽冥古之人夺取了 有父皇命 请殿下降罪 这时 蔡家主也颤抖着低下头去 殿下 其实我也把祖传武技搞丢了 胖子怒了 一拍桌子 什么 说了半天 你们居然跟我说搞丢了 这个二十岁的胖子一发飙 两个年过半百的老头下的当场下跪 原来这胖子是当朝三皇子 而面前两人却破坏了他的大忌 难道你们忘记了你们的祖训吗 要以生命来保护家族的武技 听此两个家主投放更低了 请殿下赎罪 胖子给他们气得脑袋都快炸 这时蔡荣弱弱地问了句 殿下 难道皇室不能再赐我们一剑吗 听到这个大聪明的话 胖子忍不住了 放你娘的狗屁 你当玄界武技是外面卖的萝卜白菜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抬手就是几个大逼斗抽了过去 皇室保护内也不过三次剑 并且都是记录在侧了 随意拿出去一剑都会引起七家注意 你啊是猪啊 想找死吗 就在胖子急得团团转 不知所措的时候 卓凡却是微微一笑 三皇子不必着急 随即从储物界中拿出两块玉解 他们两家的武器我夺回来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向卓凡 蔡荣心中满是惊愕 没想到被幽明鼓拿去的东西 他居然能夺回来 而雷云天则充满了感激 真是多亏了卓管家 不然这次雷家恐怕就危险了 胖子在听到这好消息后 直接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直接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 卓管家 你果然厉害 不愧是被乾隆阁九长老看中的人 这次要不是你 父皇交给我的任务也完不成了 看来本殿欠你了一个大人情啊 卓凡文言淡定表示 自己这是为了洛家 胖子兴兴地挠了挠头 对 为了洛家 也为了本殿 眼看三家的武器终于集起 胖子当即乐呵一笑 接下来就是三家合并的事 按照当时太祖皇帝定下的明珠密令 此密令开启之时 另外两家要并入最强一家中 这玄阶五级由家主张 所以现在女人 话音未落 蔡蓉赶紧抢先出生 殿下 如今洛家示威 只剩四人 雷家也已妥光瓦解 只有我蔡家依然鼎盛 所以在下就勉为其难 撑起这三家皈依后的家族吧 从今往后 老夫一定带雷 洛两家为蔡家子弟 共同辅佐皇室 完成密令计划 说着就要伸手去拿桌上的御剑 就在这时 雷云天一把抓住他的手 呵 蔡蓉 凭你这段不敬 也想当家主 蔡蓉文言不服气地 抽回了手臂 那又如何 论势力 我蔡家现在是最强的 那可不一定 这时雷雨婷站了出来 蔡家主 就在这一个月之内 我已经将四散的黑风山 救不着急了 起码有五六百人 其中聚气劲 更是占了大半 论势力 蔡家恐怕不是我们的对手 听到这话 蔡蓉却哈哈大笑 你强又如何 不过是山贼起家 雷家山贼出身 又岂能登得了大雅之堂 若是让你们雷家成为新家主 恐怕会成为七家的效率 以后还如何位列七世家之中 这时雷雨停诈 你骂谁山贼 找死是吗 听此蔡蓉法更来劲 难道不是吗 山贼脖子 看着他们争论不休 一旁的骆云长心中满是不愤 自顾自的争吵 完全忽略了这边 这两家 分明就没有把骆家放在眼里 就当他即将发作的时候 却听见旁边传来一声怒吓 所有人都有些诧异地望过去 只见骆云海一副牛叉上天的样子 吵什么吵 三家皈依 有资格做这主家位的 只有我们骆家 匹夫一怒 血剑五步 帝王一怒 胡适百万 小屁孩一怒 震惊全场 就当雷家和蔡家争夺家主位置之时 骆云海突然站出来 差点把桌子先了 争什么证 表示三家皈依 只有骆家有资格做主家之位 所有人都有些诧异地望过去 这时蔡家主儿子蔡孝婷反过道 你个小屁孩懂什么 三家之中 骆家最弱 完全可以忽略 你骆家什么档次 也配跟我们争 只见骆云海微微一笑 不然众人发现 他此刻的神态跟某人一模一样 我们骆家现在没有人 没有钱 更没有丹药 只有主仆四人相依为命 但骆家却是三家中最强的 因为我们有卓凡卓管家 此话一出 众人也是一惊 卓凡暗自想道 难得这小子对我期待一次 好吧 这比我帮你装了 这时蔡蓉却冷哼一声 卓凡一个管家 一个下人 能抵得锅菜家众都不为家财吗 小鬼 这三家皈依 是我们大人的事 你别 卓凡直接打断菜蓉的铺 你觉得呢 只见其突然猛了一拍桌面 一张盟约顿时出现在众人面前 胖子疑惑道 这是 这是骆家与乾隆阁签订的同盟盟约 此话一出众人都坐不住 胖子甚至都被惊得张大嘴巴 就连一只稳如老狗的方秋白都无比惊讶 据我所知七世家都眼高于顶 这乾隆阁和曾与别的势力 牵过皮等于约 想到此 看向卓凡的眼光 不自觉地又多了两分欣赏 小家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时卓凡淡然一笑 说出六个字 十英雄 众英雄 然后转头看向众人 告诉你 就算没有这什么狗屁明珠密令 只要有我卓凡在 骆家进入七世家之列 也不过是迟早的事 三家合一对于骆家而言 连助力都谈不上 相反 不过是雷坠而已 听此骆云海满眼都是小星星 旁边的骆云长更是满面潮湖 这也逼装得太完美了吧 而胖子看着手中蒙约 卓管家 留你在这种世俗家族 真是委屈你了 要不你考虑一下 来帮我吧 蔡荣父子首先不淡定了 他们想不到就连皇室 都如此看重卓凡 真的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 骆云长也吓了一跳 没想到 胖子竟然会当面挖墙井 可卓凡却表示 过于了 自己留在骆家也算是为皇室出力 便挽拒了胖子的邀请 胖子叹息一声 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 那么就这样定了 各位请收起你们的小心思 以骆家为主 三家合并 蔡雷二家要好生辅佐骆家家主 完成明珠密令 可蔡孝婷听爸还觉得不服 还想再争取一下 蔡父想阻止都来不及了 刚一开口 胖子就冷冷 瞥得他一眼 真龙的威严在此刻竟显如遗 父子俩瞬间被吓得冷汗直流 立马居身心悦成福道 蔡家愿归附骆家 见他俩倒定了 胖子又看向雷家这边 雷云天当即表示 殿下放心 老夫日后定当好生辅佐云长和云海 落家归云庄因老夫而亡 老夫原一生为奴赎罪 见到这一幕 胖子这才恢复铁憨憨的模样 好 既然三家再没意义 那就着手整合吧 便白手示意各位可以离开了 就当众人准备告退之时 胖子突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看向卓凡 等等卓管家 你留意一下 这个其貌不扬的胖子贵为帝国皇子 却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品好 居然喜欢带人钻小树林 胖子突然叫住卓凡后 带着他就直奔小树林 卓凡不明所以 可胖子突然转身 一会我说什么 你照着说就可以了 随即单手指天启士 天与帝国三皇子与文聪 今日与落家管家卓凡结为异性兄弟 生死与共 永不背叛 说罢 连忙催促 该你了 搞快点 这看得卓凡一脸猛逼 虽然搞不懂什么情况 但等皇子结拜也没什么坏处 于是也对天启示 我落家管家卓凡 今日与天与帝国三皇子与文聪 结为异性兄弟 他若不背叛 我便不背叛 听此胖子顿时一愣 有些尴尬的说道 兄弟 你还真是谨慎 肯定有下在反战案吧 卓凡微微一笑 那是当然 不是我不相信的 只是江湖太险恶了呀 胖子 你爱叫我什么叫什么吧 反正跟你结拜后 我心里好受多了 卓凡却一脸问号 什么意思 胖子继续解释 还记得我们昨天的赌约吗 谁输了就放弃奎妹 可我还是放不下 所以决定跟你结拜 那我们以后就是兄弟 所谓兄弟 欺不可欺 以后对奎妹便可以真正死心了 卓凡见状顿时有些无语 胖子 其实我跟那丫头没什么 那丫头那么说 只是找借口而已 听到这话 胖子立刻起死回生 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 意思是我还可以追求他 卓凡无奈表示 赶紧去 最好 烦死那小丫头 胖子文言大喜 太好吧 你可真是我的亲兄弟啊 这时卓凡话风一转 胖子 明珠密令的真正内容是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 让其心头一惊 随即一脸憨笑 兄弟 刚刚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可卓凡文言咧嘴一笑 这个计划的确精致 要达到的目的也绝对正当 不过 这计划的气魄却太小 小到不像是一个 开国皇帝制定出来 但凡开国帝王 皆是大气魄的豪杰 为了制约气势家 而指定这么一个 隐藏千年的计划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 然而胖子仍旧一副无辜的样子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总之我接到的旨意 便是完成这个密令 看对方似乎不像是说假 浊凡惺惺 也许他真的不知道 又或许他的演技太高了 想到此 再次发问 既然是隐藏千年的密令 幽冥谷怎么会知道的 现在想来 幽冥谷一直干的事 便是阻止这个密令 还不让人怀疑到他们身上 想来就是怕皇室追查吧 胖子文言也是一脸不紧 不应该啊 不过皇城内耳目众多 也许是这个导致密令泄漏 千年都没泄漏 这时候泄漏 说着浊凡一脸邪魅 如果说 向外泄漏也是密令的内容之一呢 此话一出 胖子的脸上顿时写满的惊讶 不可思议的望着对方 谁知浊凡这时去画风一转 算了 管他们 只要对洛家有好处 我又何必深究那么多呢 胖子我走了 改天有机会再见 看着渐行渐远的背影 胖子不禁生出一丝冷汗 这小子未免也太聪明了吧 真可怕 突然 方秋白缓缓从其身后走出 越是见这个小子 越是觉得像一个人 胖子文言露出疑惑 老师 您说他像谁 方秋白口中吐出四个字 诸葛长风 什么 四柱之手诸葛长风 然而方秋白意味深长地说道 从而 你今天与他结为兄弟 恐怕是你今生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总有一日 他会成为你的四柱 祝你执掌天下 月黑风高夜 一道黑影飞檐走地 穿梭在帝国的平民窟 不多时便在一破败小院前停了下来 别看他妖里妖气地像在顽靠 可此人正是幽冥谷的谷主幽万山 这次封灵城行动的失败 让他十分恼目 于是便跑来这小院中大土补水 想为幽冥谷讨要个说法 因为无论是先前的封灵城的计划 还是后面的明珠密令 都是眼前的诸葛长风告诉他 可精心策划了十几年 计划最后竟然还是以失败告终 令这束实在的心血全部付诸东流 这口气实在难以下咽 可诸葛长风对此却毫不在意 甚至数落起幽万山 幽冥谷身为玉下七世家 连三个小小的世俗家族都搞不定 看来日后被取代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话字字朱击 就像导火线 直接引爆了面前的炸药桶 好你个诸葛长风 这一切都是你告诉我的 十几年的计划也都出自你手 现在还在这说风凉话 幽万山当即就冲了上去 看我宰了你这个死片子 你给我去死吧 只听一声剧情之后 竟然是幽万山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而两个戴着面具的人挡在了面前 锦衣招就将奇迹伤了 这时幽万山抬眼边认出 正是江湖上层赫赫有名的阴阳双老 二人的威压令他不经汉毛直立 此时诸葛长风悠哉地站起身 幽谷主果然见识过人 这两位前辈已有上百年没有现身 想不到你还能认出他们 幽万山文言不禁露出一丝巨异 不愧是天语第一智者 赐助之手的诸葛丞相 居然连这两个老怪物都能请出山 想必现在就算是方秋白手下 那五大护龙神位 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了吧 诸葛长风呵呵一笑 幽谷主过欲了 在下可当不起天语第一智者的称号 现在更不敢明目张胆的允皇师翻了 听到这话 幽万山只觉得对方是在凡尔赛 有句话说得好 过分的谦虚可就是自大了 就你现在这兵强马撞的 要谋略 自己是天语第一智者 要实力 身边又有阴阳二老顾者 包括皇室在内 现在还有谁会是你对手 谁知诸葛长风却是一声常叹 哎 难怪你会败在风陵城了 你的眼界太浅薄了 这个是啥 实力的强弱并不能只看表面 而且 我也并不是天语第一智者 听此幽万山露出满脸狐疑 你不是 那还有谁是 只见诸葛长风向上指了指 我上面的那个人 幽万山不确定地问他 你是指 那个昏庸的老皇帝 听到这话 昏庸 这就是你的评价吗 诸葛长风满脸严肃 我在朝四十年 到现在依旧摸不透他 他昏庸 那世上便在无精灵之人 说着突然话风一转 幽谷主 回去吧 最近不要再惹事了 小心被那老头子抓住机会 让你万劫不复 此话一出 顿时让幽万山的心头一惊 随即便乖乖地告辞离开了 带到对方走后 诸葛长风却是若有所思的望向天空 哎 我的陛下 你究竟有什么打算了 明珠密令具体又是个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 在黑风山的迷雾森林中 卓凡来到一处血池边 经过三个月的培验 终于将寒潭血残培育成功了 看着如今血残的变化 男主的脸上露出一抹坏笑 看来血残要改名了 现在应该叫寒潭血残 也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呀 英雄难过美人观 这句话从古流传至今 但其实美人也一样难过英雄观 洛云常在经过一系列的事情后 对卓凡已经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当听到卓凡喊他 立马就不禁露出欣喜的笑容 回来了 卓凡听到后头也没回来 你跟我来一下 便领着洛云常进了小房间 然后进门 立刻把门窗都关了起来 现此情形洛云常顿时有些慌了 他不会是想跟我那个吧 这样 事情会不会发展得太快了 正当他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卓凡却一脸认真 我要离开了 什么 洛云常文言瞬间慌了 为什么 现在洛家蒸蒸日上 已经是封灵城第一世家了 为什么还要走 为了让洛家更安全 我们需要招揽更多的强者 以保障日后洛家的安全 听到这话 洛云常顿时赶到心头一紧 只听卓凡继续说道 洛家现在短期内是暂时安全无疑 而且附近这一带地区 也没有一个比得过洛家的家族 但是不要忘了 这是拿什么换来的 我们答应了皇室 要执行那不知所云的明珠密令 更是得罪了遇下七世家的幽民 至于乾隆阁 如果我们 不能成为与七世家平起平坐的家族 他们也不会放过洛家的 听此洛云常满眼涵 那我们就更需要你了呀 你走吧 我们怎么办 见此卓凡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水 温柔地告诉他 我认为胖子有句话说得好对 一个家族的根本 就是强者 所以这次出去 会为洛家招揽足够的强者 以保障日后洛家的安全 然后将一块玉碱交给了洛云常 这是飞风山周遭四个大阵的阵队 现在我教你使用方法 期间只能你一个人练习 不要给别人知道 自己不在这段时间内 洛家有任何危险 都可以启动这些大阵 有这四个五级阵队 再加上 先前布置在迷雾森林里的封杀阵 短期内应该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 然而洛云常此刻泪眼活缩 你要离开多长时间 我也不清楚 尽快吧 好了 现在你出去 找老庞和云海进来 听此洛云常忍住心中的不舍 懦默向外走去 而此刻卓凡内心也在暗想 此次出去固然需要为洛家招募高手 但更要紧的是 寻找龙九口中的天地遗迹 洛雷霞 任何时候 自身实力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保障 可洛云常却突然折返了回来 给卓凡来了个出其不意的相忍 分开后 已是满面朝活 扔下一句 你早点回来就匆匆跑开了 见此卓凡的眼中也不禁流露出柔情 画面一转 当洛云海得知卓凡要走时 同样大感惊讶和不舍 卓凡宠意地摸着他的头 臭小子 你可是洛家唯一的男丁 以后要照顾好你姐姐 要像个家主一样撑起洛家 听此洛云海强忍着泪水冲冲点头 随即卓凡转头看向庞统领 老庞 你还记得当初龙奎说的话吗 他说的没错 以你的资质 顶多据迄近为止 可老唐虽然清楚自己的精良 但听到这话后 心中仍旧生出一丝不甘 毕竟谁不想成为一名强者 心情不自觉地开始失落 可这时卓凡突然画风一转 不过事事无绝对 现在我有办法让你脱胎放股 得到强大的实力 老唐文言顿时露出诧异之色 只听卓凡继续说道 但是你所要付出的代价 恐怕会让你生不如死一生痛 还愿意吗 小子 我看你骨骼惊奇 我这有一本祖传秘籍你要吗 如果对方是个糟老头 当然不敢要 但如果是我们的魔皇卓凡这么说呢 上集说道 为了保护洛家的安全 卓凡决定展开新的旅程 在出发前 他找到老唐 将一块玉剪低了过去 里面记载了一种功法 玄阶终极魔宫 魔杀绝 跟其他功法不同 是少有的炼体术 这种功法对修炼者的天赋和体质 没有任何要求 能让人突破自己的极限 获得强大的力量 然而 修炼的过程将会带来无尽的痛 宛如置身修罗地狱 且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 否则必将神魂俱灭 万劫不复 然而在了解到这些后 老庞一闭眼毫无犹豫地接过了预警 表示只要能变强 任何苦自己都能厌得下去 见庞统领如此艰巨 卓凡再次提醒 虽然修炼后 可以拥有与玄阶高级功法相媲美的威力 但修炼的过程太过痛苦 就连许多残忍狠毒的魔道高手 都不敢轻易触碰他 也许在修炼过程中 便会因为痛苦的折磨而精神崩溃 最后丢掉性命 你想清楚了吗 对此老庞却毫不在意 自己这一生唯一感到痛苦 就是亲眼看到家主惨死眼前 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是保护好少爷小姐的安全 谢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 让我不会再对自己的无能感到厚 卓凡见状微微一笑笑 希望下次回来 能看到一个全新的实力强大的庞同领 而不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老庞文言也憨厚地笑了 放心吧 我的命呢 不会那么容易死掉了 兄弟你也要早点回来啊 洛家离不开你 最后两人默契地碰了个拳头 跟庞同领交代完后 卓凡又找来雷雨婷 雷姑娘 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卓大哥 你让我收罗六百个十岁左右的孩子 已经快凑起了 全部都是些有优秀的资质的孩子 现在就等你前去教导 卓凡一惑道 你怎么知道我要教这些孩子东西呢 雷雨婷听闻眼角含笑 依我对你的了解 你可还没好心到去救济那些可怜的孤儿 所以我猜 你一定是想将他们培养成洛家护卫 才让我把他们引过来呢 提到好心 卓凡不禁想起当年往事 自己也曾大发慈悲收养过一个孤儿 可那又如何呢 最后却背叛了自己 想到此卓凡拿出一个寓解 雷姑娘 这是临街终极公团 请你拿去修炼 然后挑选值得信任的人训练 组成暗影队 暗中保护家族 那六百个孩童你先训练着 按照我教你的那套方法 把那些下等的编到日常护卫队中 中等的人编到你的暗影队里 至于最上等意志力最强的人 把他们交给庞同领秘密训练 你把我的话传到了 他就会明白怎么做了 这是雷雨婷才反应过来 为什么你不亲自训练呢 卓凡才告诉他自己将要离开 听到这个消息后 雷雨婷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惊讶和不解 什么 自命三连 但经过解释 最后雷雨婷还是理解了卓凡的决定 并接受了这一事实 好吧 我明白了 只见他深情地看着卓凡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袭了过去 完事后 还无比深情地说道 我等你回来 看到这似曾相识的一幕 令卓凡感到一阵郁闷 怎么又来 女人都好这口 灵兽 修者提高实力必不可少的外在手段 正道修者将其训为灵主 魔道修者则继练为女物 卓凡离开洛家后 打算先前往零售最多的万寿山脉 而想要到万寿山脉 就一定要经过幽冥谷的属地城池 并且每个城门都有部位严格盘查 不过这对卓凡来说只是形同虚设 暗自孝导 设卡盘查又如何 自己在外面随便宰两个小卡拉咪 就搞到通行证明 但凡有点胆量地修饰 或者天选以上的强者 谁会理你 随即便大摇大摆地走进城内 就在这时 身旁突然传来一阵急错的脚步声 卓凡疑惑地转头望去 却迎面和一个小乞丐撞在一起 两眼对视之下 只见对方一脸祈求 希望他不要出声 而此时周围 正有一群人在寻找这个小乞丐 卓凡最终选择了沉默 因为他同样不想在这里引人注目 一直等到那帮人走远后 小乞丐这才放心地探出头 而卓凡则继续默默地往前走 并没有要搭理他的意思 小乞丐一看 连忙上前拦住他 哎 这位大哥刚刚真是多谢你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却直接就被无视了 然而不甘心的小乞丐始终缠着卓凡 这位大哥 你是从城外来的吧 能不能带我出去求你 你要出去 自己走就行了 出城又不需要证明 见卓凡如此无情 小乞丐立马开始迈在 实不相瞒 我偷过他们的东西 要是让他们带到了一定不会放过 求求你带我出去吧 谁知卓凡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伎俩 玩味地笑道 十五六岁就聚气四重 在你这个年纪已经算不弱了 一般平民可到不了这个修为 你真的是乞丐吗 好吧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我帮你又有什么好处 只会得罪本地势力 所以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去帮你 说罢转身就要离开 留下对方愣愣地站在原地 这时小乞丐发大招了 突然问道 你是不是要去万寿山脉 卓凡头也不回 来这儿的人不是去万寿山脉 难道来给幽冥鼓上坟吗 小乞丐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大口气 居然敢咒骂幽冥 随即说道 要去万寿山脉 听到这话 卓凡立刻停住脚步 疑惑地看向他 为什么 告诉你吧 万寿山脉中马上就要出金刚流沙了 所以 这三个月幽冥鼓都封锁这万寿山脉 不准其他人进入 卓凡一听到金刚流沙 顿时眼前一亮 要知道 金刚流沙被称为大地血脉 极为稀有难度 乃是五品灵兵的炼制材料 但更为重要的是 他与自己的本命血应最为匹配 如果能用这金刚流沙炼制至身躯 以后就算遇到天玄高手 正面冲突也能丝毫不惧 看到卓凡的神态 小乞买知道对方感兴趣 趁热打铁 我们做个交易吧 如果你愿意把我带出城 那我就带你让小刀进入万寿山脉 到时候金刚流沙出土 我们也可以趁其不被偷的上一笔 卓凡想了想 如此重要的东西 幽冥鼓绝对不会轻易让你偷出来 不过有人能带路 暗中潜入 不容易打草惊蛇 于是便答应了合作 小乞买见状十分开心 太好了 终于有人带我逃离这个鬼地方了 对了 大哥 我叫小宁 你叫什么名字 文言卓凡微微一笑 如是回答道 我叫卓凡 这个男人刚刚混进城内 迎面就碰到头白送抱的女子 经过两人一番讨价还价 男人最终统一了女子的方案 原来女子是一个乞丐 自称小宁 缠着卓凡救他出城 作为交换条件 承诺会带卓凡绕小道进入万寿山脉 帮助卓凡找到金刚流沙 随即两人一拍即合 立即结伴而行 但还没走出多远 他们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大喝 宁儿 闹也闹够了 该回去了吧 回过头去 只见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向他们走来 小宁见状连忙躲到卓凡身后 卓大哥你要救我们啊 而卓凡也毫无要让开的意思 把他扑在身后 为首的青年见此眉头微粗 这是我们薛家的事 若是阁下不想惹麻烦的话 时区点还请让开 卓凡一听 细细思索起来 原来是薛家呀 不就是青云城第一世家吗 放眼大陆 也能躋身进入二人了 没想到这小乞丐竟然惹到了他们 但自己并不在意 反而一把搂住小宁 怒是众人 从现在起 他是我的人 你们要动他 得先过了我这关 看到卓凡竟然敢用贤猪手乱摸 青年当即露火中烧 岂有此理 你来青云城之前难道不先打听一下 我们薛家是什么人吗 居然敢在这里惹我们薛家 我当然打听问你 这时卓凡邪魅一笑 薛家不过是幽冥补栓在青云城的一条狗 难道老子来万寿山脉 放着那么多奇珍异寿不看 偏偏还要去关注一条狗吗 话音刚落 身后的小林却一脸不高兴地推开 他不准你这么说薛家 这让卓凡一阵无语 自己这是在为谁出庆 反而还怪其老子 这时 为首的青年再也看不下去 命令身旁的小卡拉咪过去收拾卓凡 然而下一秒 卓凡只是单手一挥 血鹰掌 就将所有卡拉咪全部击飞 这一幕让小林惊讶不已 我知道他很强 但没想到会那么强 对面青年也没想到不是这个结果 也是满脸震惊 但最后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里可是薛家的地盘 于是道 好小子果然有两把刷子 难怪敢口出狂言 薛刚赞叹道 并摆开架势 准备亲自出手 就让我薛刚来领教阁下的高招吧 听此卓凡满眼含笑 你就是薛家的大公子 薛刚 薛刚很是得意的回应 是又如何 难不成现在知道怕 然而卓凡闻言却露出满脸不屑的笑容 不是怕 是嫌麻烦 既然已经得罪了你 恐怕我在青云城的日落 会有数不清的麻烦 倒不如让这里的人永远闭 我也能耳根清静 说罢便飞身冲了上去 薛刚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杀伐果断 仓促之下 只得连忙使命 然而却被卓凡轻松果破 随即单手一整 本命薛英瞬间钻进对方的身体 薛刚顿时将在原地无法动态 然后卓凡趁机闪身来到他的面前 蹲起一拳直接将他拍飞出去 直接把薛刚打得吐出一大口血 他此时才意识到眼前的男人不好惹 这时卓凡缓缓走到他的身前 薛大少女 你放心 你死之后 你的这些奴才我马上就给你送过去 不会有一个活口 因为在这三个月内 我可不希望被薛家追得满山跑 所以就让这件事 说着 一把掐住薛刚的脖子 直接将他整个人给提了起来 就让这件事成为一件无头公案吧 这个是家公子仗着家里的背景 以为在这一门三分地上没人敢动他 结果下一秒就被卓凡好好上了一课 正当准备被送去领盒饭的时候 一旁的小林却大喊 住手 你们不要打了 闻言卓凡一拨地转过头 你干什么 他们不都是你的敌人吗 小林表示 就算他们是我的敌人 我也不想杀他 你怎么不早说 现在已经晚了 卓凡听后却没有要助手的打算 不好意思 他们现在不仅是你的敌人 还是我的敌人 而作为我的敌人 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眼看着薛刚已经眼球冲去 马上就要窒息而亡 小林当即火 你要是再不放开 我就不给你带路 听到这话 卓凡也只能无奈地将其松开 好吧 你都不在乎 我还怕什么日后这点小麻烦 上前帮小林抹掉眼角的泪水 一把拍了拍其肩膀 你就乖乖给我带路 然后我就带你出城 让你远离薛家 此刻 小林才意识到卓凡并不是什么好人 然而既然已经上了贼船 现在后悔也由不得他 卓凡内心暗自想到 没错 我就是坏人 这个世界也只有坏人才有资格生存 好人早就全部下地狱去了 就在两人离开后没多久 薛家的家主便找到了这里 当看到四处血肉横飞的残枝断壁 还有蹲在一旁瑟瑟发抖的薛刚时 他急忙上前询问 芳儿 你怎么了 是谁把你害成这个样子 可结果薛刚却没有丝毫反 整个人如同失了魂斑 看到自己的儿子如此惨壮 薛家主心中感到无比差异 刚儿平日绝非胆小之辈 相反还十分勇猛 能把他短时间内下成这份德行 对方得有多恐怖才能做到 但是不管你是谁 在清临城得罪了薛家 那就绝对不会有好果仪失 与此同时 小宁带着卓凡来到后山的树林里 那里就是上山的道路了吧 转头看着众多的护卫陷入深思 这里的守卫皆是断骨镜以上的强者 以自己如今的实力 配上魔宝斜月轮再加上血阴 硬闯过去并不是问题 可问题是如何悄无声息溜过去 我可不想引起玄境高手的注意 然后转头发问 你的那条秘密通道在哪里 小宁闻言满脸委屈地让卓凡跟上自己 看着眼前的小鬼人就泪眼婆娑的样子 卓凡只感觉一阵郁闷 这小乞丐的胆子怎么比老鼠还小 一直哭个不停 现在都没缓过来 那些被打伤的都是追你的敌人 又不是你的亲人 你一直哭个什么劲儿啊 真是没办法 谁让我答应他了呢 现在最怕的就是把他带上山后 面对这么多凶猛人兽 老子耳边恐怕会永无清静 不多时 两人就来到了一处洞口 小宁往前指了指 从这里进去就可以直接到达山上 不被守卫发现 我小时候 经常瞒着我爹 跟哥哥们从这里上山完 卓凡看了看四周 心想这里的确极为隐蔽 若非是本地人带路 外人根本找不到这个洞 不过防人知心度 谨慎的卓凡还是决定 先让小宁下去 他就紧随气候 小宁闻言满脸不悦 被别人不信任 令他感到很不舒服 但还是硬着头皮带前路 可就在刚他进洞口 准备进入时 身后却传来一道大喝 银儿 站住 只见薛家主正大步地 向他们走来 卓凡一眼看出 来人竟是断骨径 巅峰的强者 看这架势时来算账的 立刻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打了小的来了大的 打了大的引来老的 就当卓凡和小宁 准备通过暗岗 进入万寿山脉时 身后却追来一名 断骨径颠松的强者 眼看这架势 就是过来算账的 真是打完小的来了老的 见此卓凡立刻 进入戒备状态 望着来人率先发话 难道你就是薛家家主 薛万龙吗 好眼力 那老夫的长子薛刚 是否是你打伤的卓凡文言 也没有丝毫要隐瞒的小宁 当即承认 不错 他想带走我的人 我们要他的命 已经是很客气了 什么你的人 听到这话 薛万龙瞬间有些发毛 看了看躲在 卓凡身后的人儿 难道他指的是宁儿吗 就在这时 他的二儿子薛凡也赶到了 一路飞奔停在了 两人之间 爹 我说什么来着 宁儿他一定是躲在这里 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看我这就把他抓回去 也不管三七二十四 无视身旁的卓凡 当即就要冲过去 将小宁抓走 卓凡见状 眼中顿时闪过寒芒 这小子也太目中无人了吧 当老子是空气 直接就赶往上冲 随即猛地抬手一把 掐住这个二愣子 整个过程发生得太快 等到薛万龙反应过来 已经迟了 于是他连忙出声怒喝道 你想干什么 快放了他 否则老夫绝不放过你 男主文言轻蔑一笑 聚气进五重的修为 想必这位就是您的二公子 薛凡吧 薛家主 我若真放了他 才是真的不会放过我 不管小宁跟你们有什么仇怨 他现在是我的人 我只希望你们能就此罢首 否则的话 就准备给你儿子收尸吧 说着 卓凡手上开始用力 薛凡顿时翻起了白眼 然而这时小宁 却又一次站出来阻止 拉着卓凡的手 要求他不要下杀手 这可把他气得不行 这小乞丐脑出毛病了 怎么总是向着敌人说话 见到这一幕 薛万龙长叹一声 哎 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生一人 不怕你寻仇 告诉你也无妨 我叫卓凡 见他如此嚣张 薛万龙也不惯着 当即喝道 好 卓凡 你今天是不是无论如何都非要保护他 卓凡文言十分坚定地表示 他是我的人 我自然一保到底 好 那我们打个赌 你先把我儿子放 你接我十招 若是十招之内 我无法取胜 从今往后 保护都不再追他 如何 听到这话 卓凡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答应了下来 将薛凡给丢到一边 薛万龙见此情形表示 好小子 你不怕我食言吗 谁知卓凡却霸气地回应 我要想杀他 你阻止不了 一听此话 薛万龙当急怒的元征 大言不惭 说着就举拳冲了过去 十招 接好了 正当他一拳即将袭露 可让其没想到的是 卓凡嘴角反而勾起一丝冷笑 竟然也主动向他冲了过去 薛万龙当场就猛了 什么情况 不夺反冲不应该啊 就在他思思自己 卓凡突然祭出了三品魔宝协月轮 薛万龙一看不好 没想到他居然有三品魔宝 于是连忙收招后撤 这才坦坦躲过这致命一击 然而 还没等他喘息片刻 卓凡又放出了本命血应向前袭去 与此同时 也再次挥刀向薛万龙劈了过去 一个断骨镜巅峰的强者 打死都想不到竟然会被小小拒气镜 逼得如此狼狈 见此 卓凡按探一声 得手了 境界高的都是这么欺负小孩的吗 断骨镜高手面对聚气镜小虎 竟要求对方接下自己识招 这不明摆着欺负老实人吗 相差一个大禁忌 一招都难以招架 何况识招 但可惜 这个巨气竟是重生后的魔皇卓凡 就在刚才 薛万龙与卓凡达成协议 只要能接住他十招 就放过两人 然而 让薛万龙意外的是 面对自己的攻击 卓凡这家伙不仅没有躲避 还主动向他发起反击 更让他感到震惊的事 其展现出了非凡的战斗能力 万万没想到 一交手就差点将自己置于死地 幸好在血应偷袭即将得逞的危急时刻 薛万龙的周身突然闪烁出一抹神秘的金光 瞬间将血应震飞了出去 而卓凡的邪悦轮也紧紧在其的脸上 留下了一道浅浅的伤痕 定睛一看才发现 薛万龙并穿连剑二场防御魔宝 想着对方有防御魔宝在身 这使得他目前只要聚气竞的血应 根本无法派上用场 看来这场战斗只能依靠邪悦轮 来决定胜负了 这边卓凡对薛万龙的实力 感到非常惊讶 但薛万龙这边内心却是一片混乱 没想到一个聚气竞乳虫的小鬼 战斗力居然恐怖到如此低 如果自己不是穿着祖传的铁国甲 刚刚可能已经在这场战斗中丧命了 此时 卓凡盯着薛万龙的眼神 像是在看待猎物一般 这让薛万龙感到一丝不安 同时也感到一阵屈辱 自己可是一个断骨镜颠峰的高手 今天却被一个聚气竞的小鬼 用如此眼神盯着 实在是有耸联面 于是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抢先出手 以此压制对方的攻势 震慑一下面前的这个小鬼 然而 还没等他开始行动 卓凡操控邪月轮 已经率先发起了攻击 薛万龙见此情形心中不由一惊 连忙向后死地 才堪堪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此时 薛万龙的内心非常慌乱 只有那邪月轮会造成威胁 只要一直盯着那轮子就行了 撑过十招不成问题 突然他反应过来疑惑道 到底谁是强者 谁是弱者 怎么会是我想着撑过十招啊 然而一旁的薛灵 这个缺心眼的却在旁边喊叫 爹 你先前说的是让他接你十招 而不是你让他十招啊 快搞死这个不知死活的小鬼 这让薛万龙感到非常尴尬 内心万把奔腾 混账小鬼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没看到那小子手上的玩意吗 想让我挂彩看笑话吗 真是个分不清形式的傻儿子 另一边 卓凡再次出击 一招好死过后 忽得变成了三个人 分别向前冲去 这一幕让薛万龙看得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还能这样操作 眼看着三个人影已经杀到眼前 薛万龙突然猛的一跺脚 一座小山瞬间拔地而起 直接将卓凡的三个身影全部击飞 然而 下一幕 这三道分身却如同幻影般消失不见 见到这一幕 薛万龙顿感不妙 但现在才反应已经来不及了 卓凡本尊净出现在他的身后 趁其不备 直接一刀挥出 结束了这场战斗 虽然这一击没有直接杀死薛万龙 只是斩断了他的几根发丝 但薛万龙已经被吓出一身冷汗 这时卓凡才娓娓道来 临界低级身法武器 幻影迷宗部 承让了 听此 薛万龙仍呆呆地站在原地 一顿沉默过后 嘴里只吐出三个字 我输了 这个老头仗着自己境界高 就想欺负面前的小少年 结果不出十招 自己就败下了阵来 吓得他差点当场失禁 这时旁边分不清状况的傻儿子惊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相信自己的老爹居然会输 而且还是输给了一个黄毛小子 薛凡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觉得薛万龙一定是让着卓凡 肯定是手下留情了 这时卓凡文言轻笑道 薛家主的确没有使出全力 他对我的每一招都只是试探 没有下沙手 看到卓凡自己都承认了 薛凡立马得一起来 看吧 要不是我爹手下留情 你早就被打败了 还搁这桩大头 然而换来的却是一声叹息 很抱歉 你爹的确没有出全力 可如果他真出全力的话 现在我早已斩下他的人头了 这一点他自己也应该很清楚 所以他才会心服口服地认输 听到这话 薛凡简直是不敢相信 但看到自己老爹爹的铁青的脸色 面对摆在眼前的事实 发到嘴边又感到无力辩驳 这时薛万龙突然看向卓凡说道 小伙子 你是我见过最可靠的年轻人 以后宁儿就交托给你了 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他 此话一出 卓凡瞬间猛逼 感到一阵困 他这是什么意思 只见薛万龙缓缓走到小伙子的面前 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柔声道 宁儿 走吧 不要再回来了 去过你想过的日子 在看小女孩此时已经哭成了泪人 口中深情地喊出一句 爹 然而这一声爹却把着返给喊猛了 什么 薛万龙哪来的第三个儿子 这时突然才反应过来 你是薛家三小姐 薛凝香 薛万龙文言笑了起来 小子 现在才发现了 我还以为你挺机灵的 反正刚才你也说了他是你的人了 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以后若是让老夫知道 你亏待了我女 老夫一定找你拼命 你听这话 卓凡彻底傻眼了 这乌龙也闹得太大了吧 原来打了半天 自己一直都是跟着小乞丐的父兄在打 还差点把人全家给杀了 难怪每次替他出头 都用一种极为仇恨的目光看着我 而反观薛万龙这边 则是满脸欣慰地带着薛凌离开了 路上薛凌一问道 爹 我们找不回宁儿的话 幽冥谷那边怎么交代 闭嘴 老子自有办法 带到两人走后 卓凡越想越来气 没好气地来到薛凌香面前 一把打掉他的帽子 薛三小姐 不知你这场的是哪一出啊 老子狐狸狐狐狸地跟薛家附出 打了几十个回谱 还以为再替你出气 结果里外不是人吗 薛凌香文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卓大哥 你别生气 我并不是有意瞒你 反正我只是想出城 而你只想去万寿山脉 现在我们的屈所需 你也不吃亏吗 一听此话 卓凡也反应过来 对啊 只要达成目的就好了 管他们是一家人还是死对头 想我堂堂模皇 居然会因为他骗了自己而生气 反正这跟我的利益又不相关 碎士卓凡突然意识到 自己不知从何时开始 这么容易动感情了 跟洛家相处的这几个月 已经让他不由自主了 开始替身边人考虑更多 这还像一个魔道该有的样子吗 想到此 他一阵脑溢 于是连忙开始端正自己的态点 看着薛凌香冷冷地说道 现在带我去山顶 等我结束了万寿山脉的事情 就将你带出城去 那么我们的交易就结束了 男人刚嘲笑完女生发育不良 可待女生沐浴更衣过后 直接看着他两眼放光 卓凡和薛凡香走小道进入万寿山脉 出来后发现浑身邋遢 便决定洗漱一番 当两人整理完毕后 卓凡才发现之前脏兮兮的小姑娘 竟然是个大女人 一时间都把眼珠子看直了 直到薛凡香咳嗽提醒一声 于是满脸甘渣地撇过头 那个薛姑娘 就请你在前面带路吧 这番话说出口 卓凡自己都觉得太他妈不要脸 发现是美女连称呼都变了 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耻 不多时 在薛凡香的带路下 两人来到一处山崖 望了望四周 卓凡不禁奇怪 按理说金刚流沙出世 应该有很多人守得才对 为何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听到这话 薛凡香满脸得意 卓大哥 我还以为你很聪明 怎么这会就变笨了 如果我们直接去那里 一定会被他们发现 所以我才带你来这边 看那里 那才是金刚流沙要出现的地方 卓凡试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顿时露出差异之色 只见前方一大步人马环绕成圈 中间还盘踞着一个绿发老者 卓凡感知到四周众人皆为断骨镜 为首的老人实力更是深度可测 正如是想着 不然绿毛老头一个眼神扫过这边 两人险些被发现 好在卓凡眼疾手快 立即拉着薛凡香趴下 才没有暴露位置 不过这群人一直守在这里 想要抢取豪夺是不可能 卓凡想了想 决定制取 于是拉着薛凡香就准备先行离开 薛凡香见状一脸明过 你有什么办法吗 只见卓凡神秘一笑 走 我先给你找个小蠢 另一边 当薛万龙父子回去府邸后 薛家老祖上前询问情况 凡儿找到了吗 还有打伤冬儿的那个人 怎么处置了 爹 我放他们走了 薛万龙答道 那小子不错 凡儿可以托付于他 至于打伤冬儿的事 不知者不罪 只要他以后对凡儿好 就不计较了 薛家老祖听后难以置信 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孙女 竟然和香好一起私奔了 冰子他愤怒的一拍桌子 糊涂 万龙 不管那小子是什么人 就算他打伤冬儿的事 咱们不计较 但凡儿他万万不能带走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凡儿一走 咱们薛家可就拔放 话音未落 薛万龙咬牙道 爹 就放凡儿走吧 有什么事我担着 你担个屁 薛家老祖直接破口大骂 全家老小的安慰你担得起吗 又叹息一声 万龙 我知道你疼你 老夫又何尝不疼这个孙女 而是薛家 说到此 薛家老祖直接问道 他们去哪了 薛万龙见状也只能无奈吐出四字 万兽山脉 话音刚落 薛家老祖便脚下一蹬 直奔万兽山脉而去 而此事不知情的卓凡 还在摸索着什么 不宜贵便找到了一个番薯 薛宁香不禁奇怪 找这东西有什么用 这是一介灵兽钻山鼠最喜欢的食物 听到这话 薛宁香顿时眼前一亮 要用钻山鼠打一条地道 去偷金当流沙 要知道 钻山水虽是一级灵兽 没什么战斗力 即便是助激进的修士 也可以轻易地降服他 但是打动的本事却是最强的 一只小小的钻山鼠不到半个时辰 便能将整条连绵千里的山脉打通 然而 听此卓凡却神秘一笑 谁知道呢 见到这一幕 薛宁香露出疑惑之死 这人根本猜不透啊 为了在幽冥古的眼皮底偷金当流沙 卓凡打算抓一只钻山鼠来协助 要知道这个小东西 用半个时辰就能打通一座山 于是两人找到钻山鼠最喜欢的食物 准备来个守株待徒 果不其然 片刻之后 一个小东西就自己闻着蔚蓝了 埋伏的两人见证 立刻从草丛里跳出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道灵之士将其抓住 卓凡一把揪起钻山鼠 哼 小东西 你还想跑啊 谁知薛宁香这时却胜语心泛滥 一把将钻山鼠抱过去 埋怨道 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 要是弄伤他怎么办 听此卓凡不屑冷哼 灵兽哪有那么容易受伤 我们现在赶时间 要是不能尽快把他驯化 那就来不及了 然而薛宁香却怎么都不同意 那也不用这么粗鲁 国家以前也养过灵兽 不用驯服也一样能听话 看到现在有人负着自己 钻山鼠当即露出一副挑衅的嘴眼 卓凡见状差点没把鼻子气歪 这小东西还真是蹬鼻子上面 可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薛宁香看起一脸坏笑 立马警惕地看着他 你又想干什么 只见卓凡从葫芦里拿出一只残 你放心吧 我不会对这小家伙如何 只是想为他吃点好东西 总之现在想要尽快驯化他 只有两个办法 要么让我好好操练他一番 要么让他把这个吃了 见此情形 薛宁香只能无奈地看向钻山鼠 小家伙还是吃了那个东西吧 虽然看着狠心 但也总比落到这个家伙手里要好啊 就当卓凡即将把血残胃给钻山鼠时 一道阵子突然向他们袭来 幸好卓凡眼疾手快 连忙推开薛宁香 这才躲过了致命一击 不过却也因此被钻山鼠给逃脱了 两人沿着来袭的方向看过去 发现这个小东西竟跑到一男子身边 只听来人喝道 你们二人好大的胆子 连本公子的灵宠都敢觊觎 文言卓凡略显意外 没想到这钻山鼠竟然是有主人的 薛宁香一看 赶忙就要向对方道歉 可这显然不是卓凡的作风 只听他霸气道 一听此话 青年露出不懈的笑容 听你们 好大的口气 两个聚气劲的蝼蚁 居然也敢打本公子的主意 好 那今天就让本公子了结了你 只见他话音刚露 却见卓凡已经率先向他冲了过来 青年顿时心头一惊 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嚣张 不过青年内心也并没有多少慌张 立刻拔剑准备迎击 只见两人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可让卓凡没想到的是 对方不仅使用的是玄阶武技 修为更是达到了断骨径七重 就连手中的武器也是四品丁丁 猜测此人必定是玉下七世家的核心弟子 甚至是传承之人 如此一来 今天的事情 日后肯定会带来不小麻烦 于是更加坚定了要灭口对方的想法 可这一幕却让青年彻底猛逼了 现在占绝对上风的是自己 为何对面那小子会露出如此杀意 只见卓凡再一次使出幻影尼中部 本体瞬间就分成树道身影 然而青年却丝毫不慌 淡定道 这就是你杀招 说霸剑你训绝的事 灰剑斩灭了所有袭来的分身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男主本体已经来到他的身后 准备给出致命一击 青年来不及多想 连忙提剑向后次去 不过他却低估了卓凡要杀他的决心 即便拼着受伤也要置他于死地 男主卓凡使用一招多重影分身之术 瞬间分为树道身影像面前男人喜剧 但这样的招数在对方眼里如同而戏 连零点一秒的时间都没撑过去 正当青年得意洋洋之际 卓凡本体却悄无声息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准备给出致命一击 青年剑状以功为首 立马提剑向后次去 然而卓凡已然抱着必杀的决心 就算自己拼个重伤 也不会放过这次绝杀的机会 但没想到的是 这小子身上居然穿着一件护身灵甲 邪悦伦 对他根本无法造成伤害 此时青年的后手剑已经来到面前 卓凡按倒不妙 仓促之下连忙收刀割打 只听风的一声巨响 下一秒 卓凡手中的邪悦轮 竟然彻底崩溃了 强大的冲击力 使得他整个身体倒飞了出去 看着眼前的青年 卓凡感觉非常棘手 没想到面前这小子居然是个天才 手里拿一件领包武器还不算 身上还穿了一件防御型领包 更关键的是 即便知道对方修为远低于自己 却仍旧全力以赴 如此一来 就很少会因为轻敌出现漏洞和弱点 正当卓凡一筹莫展的时候 另一边 青年更是心惊胆跳 自己明明是天才中的天才 一生初见从未败买 今天居然在用尽全力的情况下 差点被一个聚弃五重的小子 一击必杀 若非有领奖护身 我现在已然是个死人了 想到此 他突然开口问道 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见此情形 卓凡心知 对方已经没有了再进攻的打算 于是干脆地回答 卓凡 好 我记住你 下次有机会再较量 说吧 青年转身就要离开 可这时卓凡却突然叫住了他 等等 敢问这位兄弟 你是不是也为了那金刚流沙而来 一听此话 青年警惕地转过头 是又如何 不是又怎样 若不是的话 那么在此告别后 希望有人再见 如果是的话 我们不妨合作一番 听到卓凡的话 青年也来得兴趣 当即问道 你们想怎么合作 就算我们三人联手 恐怕也抢不到一粒金刚流沙 可卓凡却指了指趴在他肩上的钻山树 你不是有这小家伙吗 料来也不会想要跟他们应听吧 青年微微一笑 想到一块去 不过这钻山树是我 你们拿什么跟我合作 方法 钻山树的正确使用方法 卓凡微微一笑 不知兄弟拿着钻山树 要怎样得到那些金刚流沙呢 然而青年这次却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们是怎么想的 这时薛凡香一脸自信站了出来 让钻山树挖一条通道 等他们捞金刚流沙时 我们趁机偷上一笔 此话一出 两人都默默地看着这位大脑残 最终还是青年实在看不下去解释道 这位姑娘 对方可是有天玄境高手坐镇 恐怕你还未下手就已经被他抓住了 这时南卓凡老有兴趣地看向青年 不管怎么样 我这傻妹妹倒是提了个办法 那你又有个高见了 我的方法很简单 金刚流沙是被地心压破后涌入泉水中了 随着泉水一同流出的 我让钻山树打一条支流 那么就会有一部分金刚流沙流到我这里 薛凡香听后顿时眼前一亮 好主意 可谁知一旁的卓凡听闻却摇了摇头 可惜那只能得到一小部分了 而我 全都要 青年文言顿时被吓了一条 说什么 你怎么敢 这个小伙子厉害了 年纪轻轻就领悟了人生真谛 别人还在想着要多少要哪个的时候 他就已经明白全都要的道理 当小伙子说出自己全都要时 在场的人都震惊了 在天玄境高手手上抢夺东西 能暗地里偷到一丢丢就算不错了 居然敢基于所有 这也太贪了吧 听此青年疑问的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 当然 卓凡呵呵一笑 不然凭什么让你跟我们合作呢 若是兄弟信我的话 我能拿到所有的金刚流沙 不给幽名鼓留一粒 到时候我们对半分赃 一听此话 青年当即满脸不幸 那怎么可能 听此卓凡就开始装杯了 话不可能为可能就是我的本事 见卓凡如此自信 再想想他刚刚战斗时的表现 虽然听起来还是有那么点悬忽 但青年最终还是选择相信对方一次 好 该如何行动由你说了算 痛快 卓凡见状表示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算正式合作了 敢问兄台贵姓 青年也没有要隐瞒的意思 直接说出自己名字 谢早阳 卓凡一听 此名不凡 莫非你是御下七世家建侯府的人 御下七世家 听到卓凡的话 旁边的薛宁香顿时露出震惊之色 像他们薛家这种 只是脱避于七世家的二流世家 自己出生以来除了幽名古外 何曾见过其他七世家 还是第一次见到 与幽名古齐名的 建侯府的人 想到此 他突然看向一旁的卓凡 对了卓大哥 你这么厉害是哪个家族 对于这个问题 谢早阳也同样好奇 是啊 能以聚气境与自己断骨气虫对标 也不知是哪个家族培养出来的怪物 然而卓凡文言确实淡然一笑 我的出身没那么显慧 只是风铃城落家的一个小管家而已 此话一出 另外两人瞬间绑了 落家还管家 这个落家又是哪个家族势力 怎么从来没听过呀 这时卓凡解释道 落家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家族而已 目前勉强可以跻身三流之列 想必你们也不知道 然而两人显然都不相信卓凡所言 一个小家族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高手出现 就算是皇室和七世家都不见对 不过谢早阳还是上前抛出橄榄枝 兄弟 如果你的家族真是个小家族的话 若不嫌弃 可以脱避于我们建侯府 随之卓凡却弹开他搭着肩膀的手 呵呵笑了起来 你来晚了 我已经跟乾隆阁签了同盟契约 如果你们建侯府想跟我们结盟的话 我也随时欢迎 什么 一听此话 两人均是张大嘴巴 谢早阳完全没料到 乾隆阁居然已经跟他结为同盟 可乾隆阁怎么可能 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 签订同盟契约纳 但看他表情并不像是在撒谎 不过如此一来 他更加确信卓凡的出身并不简单 但见对方不愿意说 自己也不会自讨没趣趣多多 算了 我们还是先听一下 卓兄弟有什么好办法吧 文言卓凡取出纸笔 蹲下身画出一幅奇怪的图案 一旁的谢早阳看到后 顿时露出震惊之色 这是一级正视图 自己可还未见过如此玄妙的一级正视图 卓凡暗自想到 不愧是七世家的人 小小年纪便对正视图如此了解 只不过我这可是上古正视 你当然不可能见过 看着卓凡如此轻描淡写的样子 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 是七世家的人 不 你是皇室的人 由于卓凡太会装杯 而且每次都装得恰到好处 使自己个方面展现出来的能力 都让人感到实在太逆天 不想连天 导致谢早阳雾把他当成皇室的成员 毕竟真是一个小家族的话 怎么会出来个如此的妖逆 不管卓凡怎么解释 他都是一副我懂的表情 嘿嘿 你不愿意说就算了 卓凡一看 拉倒吧 也不打算跟他浪费口舌解释 还是办正视要紧 话说这万寿山脉一共分三个区域 第一区域被人们定为安全区 只有一二级灵兽在这里 并且流金全坛也在这个区域 第二区域被人们定为猎宝区 是三四级灵兽出没的地点 要是没有断古境实力的话 来这基本就是找死 至于第三区域 被人们定为危险区 能够在这里生存的灵兽 都是五级以上的可怕怪物 即便是神照进强者群 也有殒命的威胁 而卓凡则带两人来到了第二区 谢早阳看了看四周 这里已经是第二区的边境 即便是天玄高手也不敢在这里乱闯 他不明白卓凡为何要带他们来这里 正当他满脸疑惑打算询问时 卓凡却转头看向他 早阳兄弟 麻烦让你的钻山鼠 从这里打动到刘金泉坛 然后按照这张图上标记的位置不振 这里就是刘金泉坛 谢早阳闻言顿时有些吃惊 让钻山鼠打动到刘金泉坛没问题 可想要在这些地方放置零食不振 目测至少需要一千块以上 没错 卓凡一脸明淡风轻 确切地说 应该是三千二百二十一块 而且钻山鼠体型较小 每次只能叼走一块零食 也就是说 他要来回三千二百二十一次 才能在刘金泉坛地底周围布下阵法 发音刚落 钻山鼠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一旁的薛宁香也不乐意 你想累死他 不过却被卓凡完全无视点 继续对谢早阳说道 现在我们时间不多了 金刚流沙也许随时会爆发 得让这小东西赶快行动 然而谢早阳听后却显得有些迟疑 一定要这么做吗 卓凡见状上前给他洗脑 如果你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在他们眼皮底下布下阵法也可以 一只钻山鼠而已嘛 以后想要多的是 可这金刚流沙 你懂的 只要按我说的做 包你赚的盆满锅满了 听卓凡这么一说 谢早阳也觉得对头 终于下定决心 好 不过是指一级领证 大不了老的不要 随即两人便统一了战线 可怜这钻山鼠就彻底悲剧了 一晃三天的时间过去 在卓凡两人的监控下 钻山鼠终于布置完所有的零食 同时也累得他两眼一猛瞎 薛宁香见此惨状很适于心部 斥则两人太过狠 把这个小东西给累成这样 不过这无脑的圣灵行为 依旧被灼返给无视了 没办法 能够在三天之内将大阵不好 只能强迫他了 否则这小东西一定偷懒 若是这样他就能累死 那就不是一击灵兽了 说吧 只见他双手掐绝 口中默念阵法云气 下印 大地开始剧烈震动 一股无形的力量以他为中心 迅速向四周扩散 与此同时 幽冥古的七长老四星有所感 忽然莫名有一种感觉要坏事 不过却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反观卓凡这边 眼见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了 微微一笑 万事俱备指线东风 等到金刚流沙出世的那天 幽冥古那位天玄长老 一定会大吃一惊吧 嘿嘿嘿 三日谋划 在幽冥古的眼皮底下拖金刚流沙 虽不止好了大阵 可对方毕竟有天玄强者坐镇 风险自然也是极大 对此谢早阳感觉很紧张 反观卓凡 居然还能静下心来修炼戒技突破 直呼比较故 可这是地面突得震动起来 这是金刚流沙要现实了 另一边 幽冥古 七长老则是狂喜不如 等着金刚流沙足足两个月 终于要来了 即刻命令所有人拿出金丝网 准备打捞金刚流沙 而另一边 卓凡也将金丝网抛入河中 谢早阳不惊疑惑 金刚流沙并不在这里 只见卓凡神秘一笑 双手合十 口中念念有词 下一秒 无数光柱从地底迸发而出 当七长老看到远处一幕后 顿感不妙 连忙向下看去 发现河水到现在还是凉的 哪里像是金刚流沙要现实的样子 意识到背后有人在捣火 随即纵身一跃 向着光柱迸发的方向飞去 赶在老夫面前耍花招 找死 而此时 卓凡这边正沉浸在喜悦当中 一大滩金刚流沙喷涌而出 谢早阳不禁赞叹 卓兄弟 真有一套 这金刚流沙怎么会突然从这里出来 卓凡笑道 此阵名为乾坤挪一阵 虽然是一级阵法 但是却可以颠倒乾坤 罗伊山川 什么 谢天阳满脸震惊 颠倒乾坤 罗伊山川如此神童 只有六级以上的震才能实现 而且现在多已失传 可是卓凡 虽然用一级阵式呈现了这种失传的神童 这时看待卓凡的眼光更加炽热 卓兄弟 你有没有意向来我见侯府当供奉 省省吧你 这句话乾隆阁也对我说过 老子拒绝了 他们才改为跟我结盟 一旁的薰宁香只觉得他在吹牛杯 可谢早阳听后却一口答应 好 回去就给你发一份结盟契约 发到哪里 卓凡回道 你发风铃成洛家吧 然而谢早阳对此却不放心 见侯府只跟你卓凡结盟 如果以后你不留洛家 那我们可就亏大 听此薰宁香一脸难以置信 这件侯府的人也太任性了 怎么随随便便就跟七世家以外的人 定了结盟契约 而且还是单独跟个人定 不多时 眼见金刚流沙收集的差不多了 卓凡连忙大贺 马上收网 可谢早阳却显得一脸淡定 不急 就算等岩浆冷却以后 照样可以把金刚流沙捞出来 卓凡偏眼一看 这个道理你以为老子不懂 只是到那时我怕我们有命难没命想 你以为那些幽冥古的人都是瞎子吗 这么耀眼的光柱会看不到 一会儿那个天玄强者就来了 听此谢早阳决定不再装递 立刻开始收网 要是被天玄强者带到那部剧 连忙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卓凡指着山脉远处 去那里 两人还以为是去第二区 去确实不好找 谁知卓凡说 要去的是第三区域 两人一听顿时就傻 去第三区域不就是找死吗 可他们不知道 卓凡来万寿山脉的真正目的 本就是去第三区域 寻找六级灵兽雷云雀 不过当务之急 事先把金刚流沙分了 看到满满灯灯的一大滩金刚流沙 谢早阳显得激动无比 按照约定 我拿走一半 剩下的是你的 谢早阳却满不在意 哈哈 你就算再拿走一些也无妨 分赃结束后 众人再次担心起如何逃跑 只见卓凡神秘一笑 拿出一瓶丹药 很简单 吃了它 男人拿出自己的秘质小药丸 分给面前两人服用 结果神秘药丸 两人竟没一丝怀疑 直接就把药丸吞进了肚子里 卓凡三人顺利偷走了 所以金刚流沙 虽然心里很高兴 但谢早阳同时也感到非常担心 现在我们该怎么逃出去 逃过玄境高手的追击呢 这时卓凡拿出了一个药品 一脸从容 这是一瓶丹药 隐吸丹 可以在一天之内 将我们身上的气息隐秘起来 这样通过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时 只要不跟那些灵兽正面碰到 他们就不会发现了 谢早阳一听 这么神奇 不禁好奇 卓凶 这丹药你是从哪里搞到的 卓凡淡然装杯 我自己独自一人炼制 知此一家 也无分好 你说什么 一听此话 谢早阳震惊的口水乱舍 你还会自己炼制丹药 此刻他的心态已经完全崩了 他娘的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啊 能以具气静的修为 对抗自己断骨进七重 已经实属逆天了 谁承想现在不仅能固阵 还懂得炼丹 而且部下的阵法是前所未有的 炼出的丹药更是举世无双 这还让不让我们 这些遇下气势家的天才们活了 本来在家族中 已经觉得同龄人中自己天下无敌了 没想到这次出门 却遇到这么个怪物 以后再也不说自己是什么天才 至少有卓凡在场的情况下 再也不说了 越想越气 他便决定不再继续搭理这个变态 静止就转身往第二区域深处走去 看见谢早阳突然变得沉默 卓凡还觉得奇怪 他怎么突然变成了这副阴郁的样子 完全没意识到 就是因为自己的过分优秀 已经把这位天才打击得快不行 那几人前脚刚离开没多久 幽冥古的七长老便飞速赶到了这里 当看到河床上的洞毛 他瞬间意识到 有人将金刚流沙投影到了这里 顿时被气得清金暴起 不过很快他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些人刚刚拿到金刚流沙 应该跑不了多远 随即看了看四周 心中分析着 若是还在第一区域躲藏 必定死路一条 那么答案就是第二区域 呵 这种小把戏就想要迷惑了 做梦去吧 随即他脚下一动 直奔第二区域方向 另一边 卓凡也注意到后方不断有受惊的女 寻 瞬间意识到他们的行踪可能已经暴露 恐怕那幽冥古长老正向这边追来 谢早阳一听 顿时慌了 那该怎么办 以那七长老的速度 很快就会追到我们 可此时卓凡也没了主意 原本自己打算跟对方打个时间差 按照常人的思维 在发现那个动脑时 为了保险起见 英会在第一区域开始搜寻 不会立刻想到 一开始就往第二区域寻找 等反应过来 我们早已经到了第三区域 那里有个强大的零售 届时对方也不敢再继续追击 可令卓凡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七长老 竟然第一时间就奔向这边 这时谢早阳突然发问 卓兄 你是不是没听说过 这个七长老的外号 卓凡轮言有些不紧 我只知道这里有个幽名鼓 长老驻扎 但不知道他有什么特殊的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你连这个七长老的可怕都不知道 难怪会出现判断错误 说到这话 卓凡感到一丝是诧异 可怕 只听谢早阳继续说道 因为他是整个幽名鼓 最奸诈狡猾的长老 幽鬼七 男主卓凡最厉害的 不是其战斗能力 而是他那竟不如腰斑的智谋 可以说是算无一策 然而在今天他终于遇到对手了 谢早阳告诉他 这有鬼七在幽名鼓中地位尊贵 许多鼓中大事 谷主幽万山都会找他商量 由于他为人间炸脚华 心机深沉 人们都称他为七窍鬼灵容 听此卓凡一脸认真问道 就是说 他很强势嘛 谢早阳闻言智地有声 没错 七世家中 许多长老都曾栽在过他手上 尤其是乾隆阁的龙九 他的子雷惊眼设计被捕就是幽鬼七的手笔 因此七世家中恨他的人很多 但怕他的人更多 听到这里卓凡才恍然大悟 难怪自己会猜错 原来对方跟他是一路子人 这点小伎俩的确很难迷惑到他 不过 事已如此 已经无法挽回 现在只能将计就计 这时 谢早阳给出了自己的提议 卓兄弟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抛下您姑娘 以你我的速度 尚且可逃离那七长老的魔掌 薛宁香文言紧张地抓住卓凡 卓大哥 你答应过我 要带我出城见的 卓凡却面无表情 谢早阳再次不过劝道 卓兄弟 现在不是妇人之人的时候 抛下您姑娘 他必能拖住七长老的脚步 那我们兄弟俩才能安全逃走 谁知卓凡听后却反问道 谢早阳 若是我没有隐息单的话 估计你也会把我抛下的 谢早阳文言顿时一愣 没想到竟然被看穿了自己心中所想 只听卓凡霸气说道 老子谁也不会抛下 至于那个七长老 老子就要在这里布下大阵 跟他决一死战 此话一出 谢早阳瞬间瞪大双眼 震惊卓凡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想到对方那神鬼莫测的手段 他最终也决定陪着卓凡疯狂一把 另一边 幽鬼七正以及快的速度朝三人赶 凭借着天玄境的实力 一路上他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很快就追上了卓凡三人的脚 这时他注意到了地上飘落的树影 捡起来瞅了瞅 随即飞飞一笑 三个小兔崽怎么不跑 是你们自己出来 还是要老夫亲手把你们揪出来 就在这时 四周突然传出卓凡的笑声 不愧是有七窍鬼灵龙之称的七长老 竟然只凭我们赶路的痕迹 就知道我们有几个人了 嘿嘿嘿 幽鬼七文言笑道 小兔 刚刚突破聚气六重镜了 此话一出 卓凡心头顿时一惊 居然能通过传音听出了我的修为 没想到这个七长老 比想象中的还要精灵许多 显然是个难对付的恨角色 想到此继续传音道 七长老不远万里追来 无非就是为了那金刚流沙 你追了这么久也该累了 况且在这栋树 万一引来四级灵兽的话 你也会很麻烦 不如商量一下 我们分一部分流沙给你 你放我们走如何 听到这话 幽鬼七 当即就被气笑 真是划天下之大鸡 随即恶狠狠地说道 那金刚流沙本就是老夫的囊中之物 你们偷了老夫的东西 还拿来跟老夫讨价还价 给我滚出来 说吧 他突然朝着某个方向拍出一掌 我应该是这种不错 直接被夷为平地 而卓凡的身影也随之出现在他面前 幽鬼气冷冷的 今日老夫不仅要拿回金刚流沙 还要娶你们三个小鬼的性命 卓凡文言也丝毫没有损 好啊 那就来啊 通常的谈判都是县力厚兵 谈判不成最终才会撕破脸皮 由文斗演变成泄斗 在听到幽鬼七是要灭掉众人才可大修后 卓凡也不惯着他 咧嘴一笑 眼中满是杀意 好啊 那就来啊 谁怕谁 幽鬼七文言愤怒至极 小小句气静也敢在此大放厥词 冲上来就要让卓凡知道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 面对高出两个大境界的天旋强者的攻击 卓凡却显得云淡风轻镇定自若 嘿嘿嘿 既然老子敢这么装飞 那肯定就不虚拟一点 就在这时 只见卓凡双手结印 一只火焰出血 突然从他身后猛地窜出 随着一声惊疯提名 对着幽鬼七就是一记跑火球之术 面对这意料之外的变故 幽鬼七仓促之下根本来不及反应 瞬间就被火球击退数十米 他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只有聚气精六重的少年 竟然还是一名灵阵法师 看来老夫还真是小看你了 小小年纪就能布下如此阵法 实属不得了 不过可惜 你终究还是实力太低了 单凭这五级阵法 还不足以胜得了老夫 化碧 只见幽鬼七全身灵气外放 逐渐凝聚成一个人形怪物 浊凡见此情形满脸凝重 想不到 你居然修炼了如此恐怖的魔攻 这是幽冥古的传承武技吗 可幽鬼七文言更是得意起来 呵呵 死到灵头 还知道那么多干什么 随着他单手一挥 人形怪物一嘶吼着朝前方冲了过去 卓凡见状连忙操控朱雀与之对战 就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之时 卓凡突然面露喜色 大喝一声 宁儿就是现在 动手 不远处的薛宁香文声力 随着宁儿操控风阵加入战局 火球的威力瞬间增加了好几倍 人形怪物几乎被火焰给吞噬殆尽 脸看着自己这边彻底落入下风 幽鬼七整个人都猛 这阵法竟然还可以有帮手加入 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听见卓凡再次大喝 谢早阳 该你表演了 幽鬼七顿时心头一紧 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只见谢早阳突然在他身后出现 哈 老子正等着这一刻呢 随着手中快速结印 脚下的雷系阵法赫然显现 接着试到雷阵凭他轻轻撞而出 看老子怎么拿下你这老鬼的狗头 风火雷三大阵 威力瞬间打到了一关 眨眼边的威力 人形怪物变化为了灰烬 然而朱雀的攻势仍然丝毫不止 静止向着幽鬼气扑过去 这一击如若被打中 即便他是天玄强者 也必定当场隐恨西北 就在这生死时刻 幽鬼七突然祭出了本命法本 一瞬间便将火焰朱雀击溃 卓凡一看 竟然是四品魔宝 没想到这老东西还留了一水 但显然还是受到了爆炸余波的伤害 硝烟过后只听幽鬼气沉沉道 好 好得很 没想到老夫纵同一事 今日会被三个小鬼逼到这种程度 现在老夫承认你们的实力 这样下去 我们再打也分不出个胜负 最后只能两败俱伤 说着便受惠手中罗宝 随即开始认罪 还是按小鬼你说的那样 你们分给老夫一部分金刚流沙 老夫就不再追究此事了 谢早阳和谢宁相听后没有说话 但显然是一动了 纷纷把目光都投向了灼烦 等着他做出最后的决定 只见卓凡一阵思索过后 露出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 好嘛 我们就此和解 两大奥斯卡影帝在线标系 别看脸上笑嘻嘻的 其实心里已经把对方谈了一百遍 幽冥古长老幽鬼气在卓凡面前服务 表示只要分给他一部分金刚流沙 保证会放过三人 之前的事就既往不救 而一向牙子必报的卓凡 居然也破天荒地答应了对方的和解 就当双方犹如多年未见的老友 互相套进彼此的时候 两人秃得军事瞬间翻脸 都想要弄死对方 幽鬼气再次祭出本命魔宝攻击 而卓凡也同一时间发动阵 谢早阳和薛宁湘见状也赶紧助阵 三大阵法联合威力瞬间达到一方 即便幽鬼气有四指魔宝加持 也碰不到卓凡 甚至自己还被鱼朵鸡飞了出去 气急败坏的吼道 你这小兔崽子 老夫就不该信你 卓凡黑黑一笑 大家都是同为魔道中人 彼此彼此 听着两人对话 谢早阳心中一阵郁闷 这两个都是什么人啊 怎么感觉一个比一个狡诈 太邪恶了 完全没有信义可言 从一开始两人就奔着打掉对方去的 不过幸好我们这边的恶人更坏一些 而幽鬼气那边则是恨得咬牙切齿 没想到这少年的奸诈比起他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关键的是现在拿他们还毫无办法 只要这三人联手运转此阵 自己是万万逃步的半领平 就当幽鬼气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 突然注意到了旁边的薛宁湘 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 冰冷笑了一声 是薛家的三小姐吧 老夫上次见你还在五年前 那是你还不过是个孩童 没想到这么快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薛宁湘文言顿时一惊 他没想到自己的身份竟然暴露 这无疑将会给家族带来灭顶之灾 说凡见状顿感不妙 连忙制止幽鬼气 有什么话跟我说 别去吓唬小姑娘 然而幽鬼气根本不搭理他 宁儿啊 想来你们薛家是我们幽名古的附属家族 你今日这种做法可是要害死薛家呀 听到这话 薛宁湘整个人如遭雷击 傻傻地呆愣在原地 趁着这个机会 幽鬼气迅速出手 卓宁暗到不好 赶紧招呼两人一起动手 可薛宁湘此时心中有所顾忌 担心自己再出手会给家族带来灾难 没了他的阵法相助 战局立刻发生了改变 幽鬼气轻易变破了其余两人的攻击 就是这样 宁儿 你做得太对了 这两个小子事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但你们薛家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卓凡一看这样下去 他们迟早都要玩完 于是冲着薛宁湘大喝 宁儿 别听这老家伙 他已经认出了你 回去之后一定会灭掉你们薛家 现在唯一可以救薛家的办法 就是在这里攒了他 而且这风雷暴炎正本就是三人一体 临时只要我们三人合力 就算是天旋高手陆镇也绝对出不去 一听这老小子会灭了他们薛家 薛宁湘顿时一震 随即整个人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不行 不能让他离开这里 他一定不能活着出去 见到这一幕 幽鬼七直接傻眼 什么 难道这丫头之前都没有出权力吗 见薛宁湘开始发飙 卓凡两人相视一笑 随即纷纷启动各自的阵法 眼看自己的离间计被迫 幽鬼七愤怒至极 可是到如今也只能输死一搏 然而面对再次融合的三大阵法 他根本不是对手 只见这灵宫交战之声不绝于耳 随着一声巨星 一个巨大的火球炸裂开来 当女人发起风买有多可怕 简直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当得知薛家可能会被幽鬼七覆灭后 薛宁湘瞬间暴走 战斗力大幅提升 使得风雷暴严震的威力 比之前强了数倍 三人合力一击之下 将幽鬼七震的道飞出去白米 让他玄境高手的形象 显得狼狈不堪 没想到那雷烟居然能伤人废物 如果再来一下 肯定必死无疑 实在想不通 这个看着善良柔弱的丫头发起风 竟然让整个阵法的威力 提高到这种程度 眼看那老小子快不行 当即吩咐两人再来一次 宁儿 谢早点 我们再给他一击 送他归西 然而这时薛宁湘已经完全魔正了 根本听不进他的指挥 还没等两人准备好 他就自顾自率先发起攻击 然而仅凭一个风阵 根本伤不了对方分号 幽鬼七仅一挥手就挡开了攻击 眼看有机会立马奔着薛宁湘冲过去 卓凡两人见状连忙启动阵法阻止 可没了风阵的加持 他们已经不是对方的议和之敌 只见幽鬼七一把掐住薛宁湘的脖子 冷冷的话语如屯恶魔 疯丫头 刚刚老夫差点就死在你手上 若非你还有点用处 老夫现在就弄死你 着返两人见状虽然着急 但对方此刻正抓着薛宁湘 性命已经被拿捏住 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薛宁湘这时却满眼泪水 让两人不要顾及他 只要不让幽鬼七去伤害他的家人就行 幽鬼七见状黑黑一笑 真是个孝顺的女人 现在还想着自己的家人 不过可惜他们两个矛头小子 现在已经没有本事杀老夫了 等老夫回去 一定让你们薛家鸡犬不留 见到这一幕 谢早阳当即指着他怒斥道 幽鬼七 你堂堂幽名鼓长老 现在居然欺负一个 手无腹鸡之力的小姑娘 难道就不觉得羞耻吗 幽鬼七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 他 羞耻这两个字在我们魔道之人眼中 可是完全不存在的 然后对卓凡夸赞道 小鬼 你倒是很不错 很合老夫脾性 三言两语就能点燃这丫头的斗志 若非你如此嚣张 老夫一定收你入门 文言卓凡恶狠狠地回应 你伤害了我的朋友 我一定杀了你 谢早阳 准备出手 可是宁儿他 文言谢早阳还想劝阻 卓凡以泪流满面 这也是宁儿所希望的结局 见此情形 谢早阳也不再多说什么 只能硬起星长 向幽鬼七发起攻击 卓凡也随即启动了严阵 两人含恨出手 军事将阵法的威力提升到最大 然而面对即将袭来的雷炎 幽鬼七对此却不屑一顾 呵 这阵法老夫也算看明白了 没有风阵 就算雷火两种元素威力再大 也不能把老夫如何 正当他以为圣券在卧室 只听卓凡突然悠悠道 谁说我们没有风了 话音刚落 幽鬼七的脚下竟凭风 生出一股风之力 与此同时 雷火两种元素也已到了跟前 三种元素融合 瞬间形成一股巨大的能量 在原地爆炸 把满脸震惊的幽鬼七 和宁儿包裹其中 见到这一幕 谢早阳整个人都猛了 他不明白卓凡 为什么能让风暴突然出现 这时只见卓凡防缓转头 此刻脸上哪里还有悲伤的神色 只见他咧嘴露出笑容 是不是很迷惑 为什么我能操控风阵 当然是因为 我骗了你们啊 他是漫画里的主角 但作风行为比起反派 更像是反派 上一秒还为你流泪 转眼就能把你卖 在他眼中 没有所谓的亲情友谊 有的只是利益 正当幽鬼七抓住了薛凡香 以为破了卓凡三人的杀手锏时 最后关头风震静突然出现 与雷果元素融合 一瞬间 幽鬼七和薛凡香 全部被大虎吞噬 一旁谢早阳完全猛了 只见卓凡的脸上露出邪魅的笑容 我骗了你们 我一开始告诉你 五级正是以我的能力操控不了 必须三人联合是假的 否则以那幽鬼七的精灵 一定会看穿你们 那他就不会上当了 什么 你一直在骗我们 此话一出 谢早阳震惊不已 只听卓凡继续说道 这幽鬼七精灵过人 是幽冥古的智者 若是我一人跟他斗 未必有胜算 所以我安排你们 跟我一起联合不振 这样虽然可以省去我一些气力 但也有一个致命弱的 那就是必须三人联合 才能发挥最大效果 这个弱点 以幽鬼七的精灵一定会发现 那么他就会找寻 我们三个中最弱的人 很显然 银儿就是目标 那幽鬼七一定会从他内找突破口 说着 卓凡露出得意之色 可是他绝对想不到 银儿恰恰是我给他布下的诱 他到了那里就等于跌入陷阱 谢早阳听后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已是说一开始就打算舍弃名 万万没想到卓凡竟是这种人 当初还在银儿面前大喊着 老子谁也不会抛弃 完全一副一搏云天的样子 可转眼就把那丫头给卖了 见谢早阳如此感情 卓凡嘴角含笑地问道 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可没逼他 这完全是他自己选择 不过是在后面小小给了他一个机会 牺牲自己 拯救家人 这是多么热血伟大的事 你不也早就提出 要抛下宁儿这个累赘吗 我只是比你想的更多 把这个累赘充分地利用起来 听到这话 谢早阳先是沉默 随即又不甘地问道 那你答应带宁儿出城的承诺呢 谁知卓凡听后却是呵呵一笑 说得没错 可是带他的尸体出城也是一样 此话一出 谢早阳当即心头一惊 呆愣在原地 相处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本以为已经对卓凡相当了解 但现在却觉得如此陌生 而且陌生的可怕 如此绝情冷酷的人 简直比神赵敬的强者更让人恐惧 就在两人说话之际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笑声 两人转身看去 惊讶地发现幽鬼七竟从火焰中走出 只见他的周身又多出了一件四品魔宝 很显然 靠着两件魔宝的加持 他才侥幸能在刚刚那一击中从 并且那瞬间薛宁香也被他固在其中 卓凡没想到幽鬼七竟然还留了一手 同时也佩服他 先前宁愿承受三人的权力攻击 也不愿暴露自己的底牌 幽鬼七文言露出得意的笑容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阴谋诡计 老夫就是因为一直保有底牌 所以只有我因别人的份 说吧 便控制魔宝向卓凡两人发起攻击 现在你们已经发招进出 再也奈何不了老夫 谁说的 这时卓凡的脸上突然露出微笑 只见他手指往上一勾 口中喝倒 且下一秒 本病血应尽从薛宁香的身体中闪出 直奔幽鬼七而去 原来这才是幽儿 真正绝杀 卓凡得意的笑道 结束了 七长老 这场决战最终还是老子 然而话音未落 一道流光突然穿透了他的心口 卓凡不可思议的望着身前的动脑 这是怎么回事 天啊 这停不下来的反转是怎么回事 看得所有人都是一愣一愣的 在卓凡与幽鬼七的对异之中 幽烈是几度转换 结果算无一策的卓凡在最后关头 竟然被冻穿了身体 看来博弈到最后是幽鬼七胜令 原来当卓凡的本命血鹰冲到幽鬼七身前 准备偷袭得手的瞬间 幽鬼七的胳膊上突然伸出一根尖刺 居然是三品魔宝鱼长剑 一剑直接洞穿了本命血鹰的身体 而血鹰和卓凡属于同根同源 一旦受伤 他也会遭受相同的伤害 看着心口处的空空的血洞 卓凡不甘地跪倒在地 怎么可能 最后输的居然会是我 这一幕另一旁的谢天阳也颇为意外 随即便抽出大宝剑准备上前拼命 然而他的这点实力根本不够看 紧一击就被幽鬼七抽飞 直挺挺撞飞到一棵大树旁 付出一口老血便彻底滚死过去 小子 老夫号称七笑鬼玲珑 又岂能让人猜到老夫的心思 只见幽鬼七缓缓走向卓凡 你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但你也真的很可怕 在心机上你让老夫感到了畏惧 若是再有个二十年 你必是名震天下的魔道消息 就算是那天与第一智者诸葛长风 也必定不是你对手 不过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你锋芒太陆了 老夫也怕你继续成长下去 让老夫产生这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你是第一个 今日能死在老夫手里 说亏不亏 在机关算尽上 我们那是半斤八两 但实在可惜 老夫实力比你强 说罢便准备给予最后一击 此时的卓凡身受重伤 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力 逆补屈辱和不甘涌上心头 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 最终却是功亏一聚 但输了就是输了 还是实力上 最后死的那个人才是输家 可还是很不甘心啊 明明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卓凡现在已无计可施 只能接受败北这个事实 呵呵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算计和手段都是徒劳 拿命来吧 幽鬼气变打出最后一击 卓凡也放弃了无用的抵抗 输的人 没有权利做任何事情 难道主角真的就要这样打 不可能 在这生死一刻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 今天的青色火焰 大片的森林瞬间被青烟淹没 见到这一幕 幽鬼气的脸上满是精彩之色 什么 为何这怪物会跑来第二区域 随即也不再关心灼烦的死亡 脚下一灯 便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这 就在幽鬼气当离开没多久 天空中便出现了一只青色火焰大雕 其所过之处皆是生灵涂炭寸草不生 所有的一切都被青色火焰燃烧殆尽 不过在主角光环的庇护下 他并没有朝灼烦三人的方向飞过来 众人才因此逃过一劫 时间缓缓流逝 薛宁香逐渐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当看到眼前的荧幕时 整个人都傻了 周围怎么会变成这处鬼样子 还以为是他们与幽鬼气大战造成的 反应过来后 随即连忙寻找其余两人的身影 结果却发现卓凡正倒在一旁的地上 嘴角渗血 此刻已是生死不知 薛宁香急忙上前查看 摇晃道 卓大哥 快醒醒 快醒醒 可无论怎么呼唤 卓凡都毫无反应 而抬手时薛宁香才注意到 自己摇晃卓凡的手上 已沾满了鲜血 而面前的卓凡似乎已只剩一具具体 难道事情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 史上最会装备的男人终于吃饼 一个老头狠狠地给他上了一课 如果不是主角光环的加持 恐怕早已凉凉 正当卓凡已身受重伤奄奄一息时 在薛宁香的呼唤下 他最终还是睁开了眼睛 虚弱地抬起手 指向不远处的血鹰 你是让我把他拿过来吗 卓凡用谨慎的一丝气力点了点头 放在卓凡身体上 当双方接触的瞬间 血鹰变化为一道血气 再次融入他的身体之中 而此时的卓凡明显气色好转得很多 但仍然十分虚弱 毕竟双眼不停地喊着血 血 要新鲜的血液 善良的薛宁香听到需要血 没多想 欣丹情愿在手腕上划开一个口子 当他将血滴入对方口中的一瞬间 卓凡猛地睁开双眼 目光中充满了嗜血的渴望 随后不顾一切地抓住薛凡香的手腕 猛吸了起来 虽然感受到身体的血液在疯狂流逝 但薛凡香仍然咬牙不吭一声 任凭吸食 片刻后 卓凡终于缓过来 看来这条小命是保住了 看着明显虚脱还一脸笑意的薛凡香 卓凡心中不由惭愧 之前自己那么过分 想不到最终居然是被他给救了 心软片刻后又惊醒起自己的身份 不对 我没有做错 也无需自责 魔道修者就是要不择手段 但犹豫再三 还是拿出一瓶丹药递给薛凡香 银儿 这是三品护心丹 你我个吃一颗 然后你再去看看那小子死了没有 如果还没死 也给他一颗 薛凡香乖巧地为两人服下丹药 但自己却没有吃 而是默默地将丹药收了起来 这一幕都被卓凡看在了眼里 银儿 你也受了伤 为什么不吃 薛凡香闻言抱以微笑 我受的只是轻伤 又不碍事 这三品丹药蛮贵重的 还是留给你们吧 卓凡自顾自地说道 哼 什么贵重不贵重 都是乾隆哥白送的 不吃白不吃 听到这话 一旁的谢早阳也为薛凡香感到不愤 就是 银儿你就吃了吧 这是他欠你的 你还不知道吧 你的这位卓大哥呀 打一开始就想着牺牲掉你 拿你当诱饵来着 此话一出 薛凡香整个人完全呆愣在原地 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 即便自己再单纯也清楚是怎么回事 银儿 他现在这副熊样 也是他自作自受的 此时卓凡的脸上也满是愧疚 想说些什么 但一切解释都显得很苍白 不等他开口 只见薛凡香眼角含泪 好了 你什么也不用说了 我知道卓大哥志勇双全 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的打算 这一定是个误会 维烟卓凡正正地望着这个傻白甜 越是如此 他的心里就越发地自自了 这时薛凡香转头往外跑去 我去捡些树枝给你们两座素干架 这里可不是长久之地 谢早阳见状连忙大喊 喂 银儿 你就这么放过他了 他现在可是重伤在身 一动也不能动 你想怎么报仇都行啊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卓凡一声爆喝给打断 给老子闭嘴 如果你想死 老子现在成全你 呵 你比我伤得还重 我可不怕你 谢早阳虽然嘴面强硬 但心里却有些虚弊 因为他感受到对方真的动了杀意 虽然这一战输了 但是能把那位让七家所以长老 都头疼万分的七窍鬼灵笼 逼到这种境地 足见卓凡的苦补 对朋友的无情让人生愤 机关算尽的谋略幽灵云不拒 但更多的是敬畏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这个女人在暴雨中拖着两儿子反路 嘿 开逗玩笑 薛凡香拖着重伤的两人离开 在滂沱大雨中摔倒后再次站起身 而这一切都被谢早阳看待眼里 当初 薛凡香实力最弱 是我提出把她丢下自生自灭 酌烦更过分 嘴上说着不抛弃不放弃 一副一搏云天的姿态 实际上把这丫头当作幼儿来利用 现在倒好 我俩都身受重伤 恐怕这几个月都只能当个费人 但偏偏是那种 被我们当成累赘的薛凡香 做到了真正的不抛弃不放弃 这欠下的一份天大的人情 今生今世如何才能还清 这时薛凡香突然发现前方有个山洞 高兴极了 这下终于可以不用灵影 便拖着两人进去 没多久着烦缓缓睁开眼睛 突然脸色大变 因为她敏锐感知到 这山洞是灵兽捕食所不下的陷阱 立马大喊众人赶紧离开 可反应过来时却为时已晚了 魂批的嗜血残狼已经将洞口包围 为首狼王更是三级灵兽 而卓凡和谢天阳现在还有伤在身 根本没有自保的能力 生死最后时刻 卓凡突然让谢早阳把配件交给薛凡香 谢早阳不紧 以薛凡香的实力不可能打退狼群 卓凡却自顾自说道 婴儿 拿那把剑出去后切记不要硬挺 能突破出去就可以了 然后把怀中吸引单递了过去 婴儿 以突破重围后 就靠他离开这片万寿山脉 但不要再回家了 直接出城去吧 薛凡香闻言呆愣天客 没想到卓凡会这么说 同样意外的还有谢早阳 不过他很快就理解了其中含义 反正他们两个现在已是必死之地 实在没必要再拖累他 想到此 当即把大宝剑递了过去 薛凡香见状不发一声 接过宝剑就默默向外走去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谢早阳感到一丝莫名的轻松 如此一来 我们欠的恩情也可以还清了 就算死了也可以龙无牵挂了 卓凡暗点头 我倒是无所谓还情 即便现在死了 我还是心有不甘 不过是不想那丫头在为我们牺牲了 就在他们说话之际 外面却传来了打斗声 两人当即一愣 只见薛凡香持剑倒在洞口 郑宇冲上来的灵兽战斗 卓凡急忙大喝 宁儿 你在干什么 闻言薛凡香微笑转头 你们看 只要我守在这里 他们就进不来 笨蛋 那些冲上来的都是炮灰 狼王绝对不会在乎他们的生死 可是你会被他们活活拖死 然而当听到这些话后 薛凡香却是无所谓的摇了摇头 随即目光坚定 但狼王只是投野兽 他可以不在乎他属下的声音 但你们是我出生以来唯一的朋友 也是最重要的朋友 我绝对不会放弃你们 说罢便再次挥剑与狼群厮杀在一起 然而 弑血狼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薛凡香很快就感到了体力不支 此刻连站着都有些吃力 可依然倔强地倒在洞口前 这一幕让卓凡彻底为之动容 两势为勇 他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也从没想过会有人如此为自己付出 想到前不久 自己还将对方当作诱饵来利用 卓凡的内心无比自责 一旁的谢早阳也是悔不当初 可现在无论他们多着急 却也只能干瞪眼看着 一只又又一只的弑血狼 而薛凡香此事早已立即 完全没了再次挥剑的力气 这个女人手持大宝剑单挑裙狼 而不远处两个男人却在一旁看戏 原来因为两人都已经受伤动弹不准 而薛凡香也很快因耗尽力气 遭到群狼私了 不多时便失血过多彻底昏死 就当狼王赶紧走过一会 攻喉的时候 树林却突然传来一阵鸟 还没等狼群有所反应 无数道风韧便席卷回来 眨眼的功夫就只剩下狼王待立原地 下一秒一步轻烟向他蔓延而来 在狼王一声无助思吼后 最终群狼都在风中成为聚集交谈 然而青燕却如同有意识般 避开了薛凡香三人 就当卓凡陷入昏迷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在呼唤他 猛然睁开双眼时 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陌生的空间 与此同时 自己身体竟然已经恢复如初 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 不远处传来一条声音 你叫卓凡是吧 我听另外两个小家伙这么叫你 只见一个由青燕形成的神秘原形 缓缓向他走来 卓凡立刻打起十二分警惕 那你是什么人 你不需要知道 这里是我的地方 只有我问你 神秘人说道 卓凡 你来万寿山脉干什么 虽然不知道是敌视影 但卓凡还是如实相告 为了收服六级灵兽雷云雀 神秘人有些疑惑 你要他做什么 文言卓凡闪过一抹脚侠 要灵兽还能干什么 当然是为了提高实力 然而话音刚落 大脑却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神秘人呵呵一笑 小家伙 这里是你的意识空间 你说 我可是很容易察觉到 卓凡文言颇感意外 竟然能侵入到别人的意识空间 如此实力早已超出了 神照镜的范畴 想到此 他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你是圣玉来的 神秘人听后嘴角微笑 哦 还知道圣玉 你果然不是普通人 知道圣玉 还能不出上古证实 祭练血英 此话一出 卓凡心中震撼 他居然连血英都知道 血魔老祖的是年代久远 就算是在圣玉也没几个人知晓 想到此 卓凡神色凝重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说过 在这里没有你发露的权力 神秘人面露不韵 你为什么要找雷云雀 见忽悠不成 卓凡只能说出事情 我要去洛雷侠寻找天地遗迹 需要雷云雀帮我挡那子雷 什么 一听此话 神秘人当即一愣 随即又哈哈大笑 好啊 那里可是个好地方 你应该去 说着 忽然从原地消失 瞬间出现在卓凡面前 不等反应 直接伸出一根手指点在七额头上 老夫与你有缘 送你个小礼物 要找雷云雀 第三区域三千里外便是 能否训话就看你的本事了 说吧 神秘人便从原地缓缓消失 下一秒卓凡就从昏迷中醒过来 震惊发现自己居然可以动 而且伤势也痊愈大半 近一夜之间治好了我的伤势 那神秘人绝对是脱离凡街的高手 可是他接近自己究竟有什么目的 而且似乎还在我体内留下了什么 可以我目前实力完全探查不出来 沉思了好一会 卓凡索性也不再想了 这时才注意到躺在地上的薛宁香 于是急忙过去查看 发现他此刻已奄奄一息 赶紧拿出一颗护心丹为他扶下 好在薛宁香受到的都是外伤 扶下丹药后就没什么大案了 接着 卓凡缓缓向谢早阳走去 用脚踢了踢他 卫卫 你要躺到什么时候啊 快醒醒 见对方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卓凡的嘴角微微上扬 下一秒 只听谢早阳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众色亲友都是男人的通病吗 见美女受伤 不仅喝部位丹药 还细心抱对方到解忧草地上放松 而对于昏迷的兄弟 直接一脚大力出奇迹 不过效果确实是杠杠的 只见谢早阳的那喊想变树林 醒来以为自己 是不是死后遭到了什么酷刑 可当得知替她的是卓凡后 谢早阳满脸不服 我们明明一起死的 凭什么你能对我用刑 对于这个二棱的脑回路 卓凡也是觉得没谁 谁的你说我们死了 大家都还活着 什么 我们还活着 一听此话 谢早阳当即一愣 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他望了望四周 随即狂笑不止 果然还在那个山洞 我们果真活着 算病先生的确没骗我 我八字确实够硬 不过刚开心没一会 当即忍不住喷出一口老血 忽然意识到不对劲 如若我们还活着 为什么你恢复得这么快 大家都吃一样的药 但你伤得可比老子严重多了 而且修为也没我高 为什么你却 卓凡并不打算透露 关于神秘人的事 所以也只能无奈地摇头敷衍 谢早阳见状极其认真的问道 卓凡 你其实不是人吧 该不会是什么 修炼千年的灵兽变得吧 见这个二愣子的思维 已经开始不正常 卓凡懒得再搭理他 静止向外走去 来到洞外后 卓凡拿出灵石 将他们分布在四周 只见他单手向下一压 周围突然金光四起 随着光芒的包裹 山洞也逐渐消失在其中 这是卓凡部下的隐移大阵 可以让他们避免 被灵兽发现突袭 如此一来 几人也可以在里面安心疗伤了 时间一晃过去了三个月 三人的伤势也已经完全恢复 完事还不忘在薛凡香面前 嘚瑟一下 银儿 我这一剑怎么样 这个傻白甜文言也很捧场 在一旁拍手称赞 早阳哥好厉害啊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卓凡的声音 好强的剑势 估计这次伤好之后 你就能突破断骨八重镜 谢早阳文言不爽道 你还不是借这次受伤的机会 突破了巨气气虫 再说 卓凡你眼力好又怎么样 我马上要突破 我自己不知道吗 还要你说出来吗 一旁的薛凡香见证 连忙站出来打圆场 你们两个最近 怎么一见面就吵架 以前也不这样啊 那还不是为了你 谢早阳满脸不愤 我一想到这小子 当初把你当幼儿 我就气得火冒三丈 卓凡文言淡定回击 那你还不是一样 当初谁第一个提出 把他抛下了 此话一出 谢早阳瞬间红了脸 我当时不知道宁儿这么好 早知道的话我可舍不得 再说了就算我把宁儿抛下 也比你拿他当幼儿好吧 然而卓凡听后却无所谓了 我是魔道修士 比你坏一点很正常 谢早阳一听 坏一点 你比我坏多了好不好 旁边的薛宁相见 两人又开始吵起来 默默上前抓住他们的手 好了 大家都是生死与共的朋友 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吧 见此情形 卓凡和谢早阳也停止了互掐 其实他们也并非真的吵架 经过此事 三人已经成为了生死之交 卓凡更是觉得 如此情义今生恐怕很难再遇到 不过当想到 自己还有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后 十分惋惜地松开两人的手 随即转身淡淡道 既然大家现在伤势都已经恢复 那就各奔东西吧 只留下两人一脸惊讶 三个伏地魔为了收服一只灵兽 居然在草地上 匍匐前行了一个月 当卓凡站起来 伸了个懒腰后 三人也终于来到 第三区的中心位置 谢早阳由于之前 给高阶灵兽吓坏 蹲在地上还疑惑 到底要不要站起来 这附近的灵兽都是六级 一般的低级灵兽 根根不敢过来 卓凡淡定老师 谢早阳闻言顿时感觉浑身轻松 这么说 这里是不是要比前面安全多 卓凡笑道 可以这么说 不过遇到六级灵兽 我们死得更快 谢早阳一听 顿时就傻眼了 既然六级灵兽如此可怕 你还找他干什么呀 收服当灵宠吗 卓凡并没有回应 暗自想到 既然赶来这里 自然是想好了 收服六级灵兽的办法 只要把血残给雷云却喂下 那就好办了 可还有个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该如何让他吃下去呢 对对 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顺时把三人吓了一跳 难道有灵兽在战斗 可一般灵兽战斗 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声响 卓凡当即就反应过来 除非是六级灵兽的战斗 立马如利剑般窜了过去 这时谢早阳想阻止 已然来不及 你确定要过去吗 被两只高阶灵兽卷进去 会尸骨无全 卓凡没有一丝犹豫 如果争斗的灵兽 真有一个是雷云雀 老子还求之不得呢 正所谓欲望相争 渔翁得利 现在正是我的大好机会 眼见宁儿也毫不犹疑追了过去 谢早阳见状叹息一声 也跟了上去 当看到争斗的灵兽里 真有一只雷云雀时 卓凡显得有些激动 那个神秘人果然没骗我 雷云雀的老巢就在这个地方 只不过现在麻烦的是 与他对正的那只灵兽 齿炎势亡 虽然也是六级 但其力量之强 已能与七级灵兽比肩 只见尸王口中喷出火球 直接打的雷云雀 自己败罪 卓凡一看糟糕 这雷云雀很可能会败给 最后被那狮子一口咬死 那我要收服雷云雀的计划 岂不是要泡汤了吗 不行 老子一定要帮帮他 这时薛宁香突然上前祈求 卓凡哥 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那只小鸟 那小鸟宁愿挨打也不愿离开 并非是要争地盘 而是要保护他的孩子 听到这话 卓凡瞬间一愣 随即转头看过去 果然发现是雷云雀 无论遭受阻断的攻击 都没有丝毫闪躲的意思 定静一看 在悬崖之上赫然是雷云雀的蛋 见到这一幕 薛凡香于心不忍 看着一位保护孩子的母亲去死 这太悲哀了 卓大哥 求你救救他们好不好 谢早阳听后急忙阻止 银儿 六级灵兽之间的争斗 我们不要掺和进去 先不说以我们的这点实力 根本参与不进去 单论六级灵兽间的拼斗 就已经不是简单的 兽类之间的吞噬 而是对地盘和地位的争夺 在这样的斗争中 即便放在人类之中 也没有谁对谁错 谁更可怜之说 我们不需要为他们听上性命 然而谢早阳不知道的是 薛凡香之所以如此感情用事 是因为眼前的一幕 让他想到了薛家 看到他那么努力地 保护自己的孩子 让我没办法不去想起 薛家的大家一直以来 都在保护我 宠着我 即使我的逃走 给薛家带来大货 可父亲最终还是放自己离开了 对不起 卓大哥 早阳哥 是我太过任性了 历经风雨 方剑彩虹 卓凡三人在一系列的事情过后 已然成为了生死之交 可想到自己身为魔修 且肩负血海深仇 便决定放弃这段 来之不易的情谊 向两人表示自己要离开了 但之前答应过 要带薛凡香出城 现在也只能拜托 谢早阳帮忙了 感到震惊不已的 两人急忙询问 你这是要去哪里 第三区域 一听到卓凡要去 万寿山脉的第三区 谢早阳和薛凡香都露出惊恐之色 什么 当初要去第三区 是为了躲避七长老 可现在你为何还要去 卓凡淡淡回道 实不相瞒 第三区域本来就是我这次等于雕 当初让你们一起跟来 其实也有利用的意思 此话一出 谢早阳顿时报名 他奶奶的 原来你也想把我当幼儿 没错 如果不想枉死 就马上离开这里吧 尤其是 离我越远越好 说吧 便准备独资前往 这时薛凡香却突然一把抓住卓凡 等一下卓大哥 如果你不嫌弃我是累赘的话 带我一起去吧 就算是作用 只要能帮到你 我也心甘情愿 卓凡文言当即一愣 没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即使我那样利用你 你也还要帮我吗 只听薛凡香一脸争唱 当初整个清灵城只有你一人肯帮 而且我们能从幽鬼七首中活下来 也都是靠着你的阵法和谋略 卓大哥 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出城的吗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隐悟 卓凡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而一旁的谢早阳看着两人沉默姑娘 片刻后 他也凑了过来 卓凡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你也要来 是啊 不过你别误会 我不是要帮你 而是怕你又把女儿卖了 可凭你的心智 说不定老子连你也一起卖了 这可把谢早阳吓了一跳 卓凡看着他微微一笑 开玩笑的 一切尽在不言中 生死之交 可求不可可 等三人进入万寿山脉的第三区 才发现说起来简单 实则却十分凶险 为了不被高级灵兽发现 只能一起趴在地上匍匐前进 这样一来 不但前进的速度变得非常缓慢 最关键的是 这也太他妈丢人了吧 谢早阳直接站了起来 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爬了 这样爬下去 要爬到猴年马月 卓凡见状立声喝道 笨蛋 快爬下 遇到五级灵兽就糟了 谢早阳对此却不以为然 有什么关系 这里树高草帽的 哪有那么巧会有灵兽看到我们 话音刚落 一声售吼突然传出 只见一头四级灵兽狂暴击风雄 突然出现在前方 果然一眼就瞥见三人 当即冲上去准备撕了他们 然而还没冲到三人身前 就被一条巨大的尾巴给甩到了空中 接着一头巨蟒冲天而起 将他扑了下去 卓凡一看是五级灵兽金刚机关吗 招呼两人赶紧逃命 谢早阳属实是给吓坏了 我干 卓凡 老子是脑袋让鱼踢了 居然会答应来这种鬼弟子 卓凡冷冷道 又没人非要你来 老子既然上了这贼船 到半路叫我跳船不是要找死 幸运的是 巨蟒并没有注意到他们 一阵打情骂俏后 三人很快便脱离了威胁 此时 谢早阳已经不要脸面了 乖乖地趴在地上 不敢再乱动 卓凡和宁儿见此相识一笑 而此时密林的某一步 赫然出现一对 这个男人身为堂堂一介魔皇 眼里本除了利益没有任何情义可理 可面对面前小姑娘的过分情绪 他却破天荒地同意了 好 我答应你明儿 谢早阳闻眼满脸震惊 伪君子 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 卓凡回过头 哎 早阳兄 这你就不了解我了 其实我还是很有爱心的 等一下还要麻烦你来协助我一下 我呸 你要是有爱心我就是圣人了 谢早阳正想继续辩驳两句 可瞬间想到了什么 立刻反应过来 等等 难道你的目标就是这雷云雀 卓凡听此呵呵一笑 呦 不错嘛 跟我在一起时间长了 也变聪明了许多嘛 谢早阳一听 我靠 你利用了 如果你真要收服那雷云雀 自己去好了 别叫上午 说着便独自走到一旁 卓凡见状 悄悄给薛凡香做了个手势 薛凡香一看 瞬间瞄抖 随即来到谢早阳身旁 装出一副除处可怜的女儿 拉了拉她的衣袖 早阳哥哥 你就跟卓大哥一起去吧 那小鸟和她的孩子多可怜啊 谢早阳一听 那小鸟可怜 心想 你看看那巨鸟的翅膀 随便一扇就能把我们全面了 还可什么脸 你怎么不可怜一下哥哥 但面对软萌妹子的一连串撒娇 她最终还是软了下来 好 我去 不过还是有点不放心 卓凡 卓凡 你给我小心点 要是你敢把我卖了 宝子一定不会放过你 放心吧 我是什么人 卓凡文言笑道 要卖的话 就一定会卖得很彻底 你没机会找我报复那种 什么 一听此话 谢早阳整个人瞬间就垮掉了 卓凡见状也不再戏弄他了 上前拍了拍起肩膀蓝脸认真 放心吧 不会亏待你 说着又看向薛凡香 凡儿你先去藏好 别让那两头猛兽看到 我们去去就来 当两人靠近战人中心时 发现这两头灵兽 仅是打斗的余波就已经恐怖如斯 感觉准着天地多位置震动 一道道雷霆在峡谷内四散 巨大的火球重置着天空 看着这一幕 谢早阳一波地看向灼返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现在那雷云雀还没注意到这里 我们偷偷把蛋藏起来 等他发现时 必定不会再与那狮子缠斗 而是赶忙去寻找他的孩子 以他的速度 那狮子是追不上的 我们等同于救了他一命 谢早阳闻言顿时眼前一亮 原来如此 好主意 于是两人便按照计划悄悄上前 打算把整个鸟巢一起搬走 可人算不如天算 就当两人搬着鸟巢刚准备离开时 狮王却突然注意到了他们的身影 随即便不再管闻云雀 转而向着两人猛冲过去 卓凡一看暗倒不妙 被那畜生发现了 快跑 可谢早阳却显得有些迟疑 如果跑了 这些蛋怎么办 面对这个大聪明的发问 卓凡也是非常无语 当即就把蛋全给扔了 命都快没了 还要什么蛋 这时雷云却也发现了这边的动静 连忙折返回来想要保护自己的蛋 可刚准备回去 狮王却已经先他一步发起了攻击 一颗巨大火球呼啸而出 而目标正是那几颗蛋 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即将被击中 雷云却连忙闪身过去 出于本能 竟直接用自己的身体去补量火球 准备一双汗风动地的巨小过后 雷云却便彻底淹没在了火海之中 卓凡看到这一幕 按道糟糕 没想到事情最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在势均力敌的决斗中 更善用计谋的一方往往胜率更大 且看着头狮子多么奸诈 明知道雷云却的速度快如闪电 想要击中对方并非一事 便转而攻击雷云却还未孵化的蛋 那其必定会生出去 果然大鸟挡下一击后便身受重伤 见计谋得逞 试验狮王再次向巨蛋位置喷出火球 雷云却为了自己孩子不受伤害 只能听见各后的力气感情 一旁观战的卓凡 万万没想到这狮王竟会如此奸诈 深知雷云却落败是迟早的事 等到他死了 那头疯狮子就会找他们的麻烦 想到此 便拉起薛宁香的手准备离开 可薛宁香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卓凡见状安慰道 算了 宁儿 我们在这也无济于事 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因为眼前的一幕 让薛宁香想到了自己的娘亲 曾几何时也是这样守护着她 为了不让自己难受 即便面对重病缠身 也没有丝毫畏惧 此刻薛宁香在雷云雀的身上 也看到了这伟大的母爱 眼见狮王再次扑向奄奄一息的雷云雀 薛宁香竟然不管不顾地就冲了上去 卓凡两人是万万没想到 但在想去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薛宁香横挡在雷云雀的身前 师王的爪子则静止向他拍了过去 谢早阳见状闪身过去挡在前面 如果吃下这一击 两人必定灰飞烟灭 卓凡来不及多想 也跟着冲了过去 从没想过自己堂堂模仿 居然会为了两个凡街修饰 做出如此不明智的选择 可是 眼前的这两人 已经是他生死与共的朋友 任何一人他都不想放弃 即便是去赴死 也无怨无辜 就当师王即将把三人送去西北时 卓凡额头上突然出现一位情验 下一刻整座万兽山脉都未知震战 而面前的赤炎狮王 面对近在咫尺的青叶 只感觉整个灵魂都在占领 随即连滚带爬的就像远处逃窜 卓凡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感受到额头传来的热度 他可以确定这必然与那神秘人有关 而这一幕也看傻而深厚的谢天阳 喂 你老实说 你到底是不是人 否则怎么可能 仅凭一个眼神就能吓跑六级灵兽 看他逃跑的样子 简直就像怕被你吃了一样 可卓凡文言也是一只半截 不知如何去解释 另一边 薛凡湘看着掩掩一息的雷云雀 心中不忍 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流 可雷滚落在雷云雀身上时 奇迹的一幕发生了 他竟然重新睁开了眼睛 始终盯着某个方向 正是他散落一地的蛋 不过却已经全被烧焦了 这时薛凡湘突然发现 本应该有五颗蛋抬盾 可这里却只有四颗 发音刚落 只见雷云雀缓缓抬起翅膀 第五颗蛋随之出现 一旁的卓凡顿时恍然 原来他在知道 无法保护所有的蛋后 便暗中把一颗蛋藏了下来 那么就算是亡胜利 这颗蛋也不会被发现 他用自己的生命 掩护了自己的孩子 就在这时 雷云雀突然强行起身体 对着卓凡悲悯一声 卓凡当即一证 你是说要把这颗蛋给我吗 雷云雀眼神坚定点了点头 随即卓凡见状捡起巨蛋 查看一番 这颗蛋被那烈焰灼伤了 即便孵出来 估计也活不长久 除非 说着 便凑到雷云雀的耳边 低语了几句 只见雷云雀对卓凡点了点头 显然是接受了什么 在把蛋拖付出去后 雷云雀终是坚持着 眼睛神采见面 而一旁卓凡看着 手中巨蛋若有所思 都说女人是水座的 这句话果然没错 这个女人触景生情 竟独自哭了半个时辰 眼泪也没干 卓凡实在想不到 薛凡香会对一只 毫无关系的灵兽 伤心这么久 如此富有爱心 我们顶多就是 对着雷云雀敬佩点 可做不到如此悲痛 不过再这么哭下去 也不是个事 于是出言安慰 银儿 鸟死不能复生 你就不要太难过了 谢早阳也闻声复合 是啊 想不到你跟着雷云雀 只是见了一遍 就如此投缘了 闻言薛凡香抹去眼角泪水 你们都误会 我哭是因为 看到雷云雀舍命 保护自己的孩子 一时触动 想到自己的爹爹 也是不顾一切地 保护我照顾 两人得知原因后 恳然 原来这丫头 是触景生情了 怪不得会奋不顾身 去保护雷云雀 卓凡这才开口道 既然如此 银儿你也不要太伤心 雷云雀的尸体 我就拿走了 说着便拿出储物戒指 将雷雀的尸体 收了起来 谢早阳见状 顿时就觉得很不公平 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喂 六级灵兽的尸体啊 为啥你一个人独吞了 卓凡偏眼看去 哎 刚刚你也看到了 那雷云雀将他的蛋托付给了我吧 他的尸体也一样 说着 脚下一蹬 朝着森林深处飞对而去 只留下一句 你在这照顾好名儿 我去去就来 看着卓凡离开的背影 谢早阳是真想跟上去 看看他到底要搞什么鬼 可想到一旁的薛宁香 突然觉得没有卓凡在这碍事也挺好 算了 将他独自一人留在这也不安全 另一边 卓凡找到一处僻静的位置 将雷云雀的尸体给拿了出来 然后默念了一段咒语 在拿出从皇室和乾隆阁那里 搞到的上等戒子时 他便开始炼制起了储存灵气的道征 之所以要这么做 是因为雷云雀的蛋已经受到重创 必须用雷云雀的灵气滋润 才能让他继续生长 否则就会胎死腹中 而想要用武器滋润 就必须要用可以向里面灌入灵气 储存灵气的东西 如今雷云雀已死 更要把蛋孵化出来 当自己进入落雷侠时抵挡嘴 为此 卓凡特意在雷云雀临死前向他说明 不过在得知 自己的残躯可以让孩子活下去后 雷云雀也就欣然答应 这也只算是对这位母亲的敬重罢了 最后不管他答不答应 我也一定会这么做 只见卓凡口念法诀 手中的灵气不断汇聚 随着他不断地积聚灵气 力补磅礴的门浪忽然升红而起 雷云雀尸体和戒子时逐渐融入其中 就当卓凡在这边忙活的时候 薛凡湘两人则无聊地待在原地 看着夜空中漫天星辰 谢早阳见四下无人十几一道 伸出了自己的猪蹄 想趁着这个机会与薛凡湘更进一步 可恰恰就在这时 卓凡正正好好赶了回来 落地的那一下脚步声 把谢早阳吓了个机灵 就像做坏事被抓个正正 慌忙站起身 随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雷云雀的尸体 你处理得怎么样 卓凡白白手 呵呵一笑 没怎么样 卓凡会这么做 有些于心不忍 什么 正想圣母飙累 谢早阳却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态度 强行打断了他的施法 明儿 没事的 灵兽的尸体大部分都这么处置 只是不知道他练出了什么好东西 卓凡文言看着他神秘一笑 想要啊 猜出来就送给你 这个男人表演了一段大型真相现场 上一秒还说不稀罕别人的东西 下一秒就直接跪求别人分自己一顶 原来 谢早阳好奇卓凡练制出了什么宝贝 卓凡文言表示猜对了东西送他 但看着其脸上渐渐的笑容 傲娇的谢早阳立马就不乐意 我堂堂见侯府的公子 才不稀罕你的东西 我告诉你 我谢早阳就算是死 死这里 死外边 也绝不会要你一件东西 卓凡文言转身就走 对对对 你谢大少爷最有骨气 说爸便静止来到薛凝香身前 明儿 我这个当大哥的送你一份礼物 便拿出一枚戒指给其带上 薛凝香顿时就被撩得不要不要了 这时戒指上突然出现一道紫电 见此薛凝香疑获道 这是什么 只见浊凡身出相同的戒指 这是我用雷云雀尸体 炼制的储物戒指 雷灵剑 可以储存活物 我一只 你一只 这种储物戒指与一般空间戒指不同 不但炼制手法复杂 且大多宗门不会外转 两只戒指本为一体 所以看到戒指有反应 就说明我在附近 这一幕让一扬的谢早阳瞬间酸了 戒指 你一只 他一只 什么意思 定情性物啊 想到这里 顿时就绷不住了 当即大喊 卓凡 你也给我一只 不给 卓凡直接回道 刚才某人不是说不稀罕了吗 此话一出 谢早阳顿时欲不无类 于是开始耍起无赖 不行 你必须给我一只 你要不给我可就抢了呀 话音未落 卓凡突然甩了个东西给他 谢早阳下意识接住 居然真是一只雷灵剑 我们三人一起患难与共 我怎么可能不给你练一只呢 谢早阳闻言当即一正 显然被这煽情感动到 不过很快他又恢复成傲娇公主 哼 看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本少就收下了 说爸也不管卓凡的无语 找雷灵香傻了去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山崖上 一名白发男子正观察着这一切 只见他嘴角勾起一米 便化作一只青色大鸟 向远处飞去 时间一晃来到一个多月后 卓凡三人终于回到了第一区域 接下来只要走出清明城 他们也就彻底安全了 虽然这次卓凡没能收复雷云雪 但是得到了他的蛋 还多了两个生死之交 倒也觉得算是不需此行了 这时谢宁香却有些担忧 我们得罪了七长王 他会不会设下陷阱抓我们 应该不会 卓凡分析着 当时他没有了解我们 说明是遇上了极度危险情况 这急忙慌就跑了 连他都害怕的东西 想必他也认为 我们已经被那东西弄死了 所以不会再抓我们 闻言谢天阳一破道 会是什么东西 卓凡表示 这我怎么知道 谢早阳顿时就无语了 说得这么神气 原来你也不知道 这时卓凡突然话锋一转 倒是明儿 出城后打算去哪里 谢宁香崇拜地看着卓凡 卓大哥 你去哪我就跟你去 一旁的谢天阳顿时就急了 赶紧给出建议 明儿 要不跟我去见侯府吧 在那里别说是你家人追来 就算是幽冥古的人来 也不能把你怎样 闻言谢宁香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随后看向卓凡 卓大哥 一起去见侯府瞧瞧吧 不 我还有其他事 以后若有机会 我们再见吧 卓凡转身便准备离开 见状谢早阳赶紧发话 喂 我还是挺欢迎你过来的 是兄弟就给个面子了 然而还没等卓凡回应 一道身影突然挡住三人去路 你们三个谁也别想走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边刚逃出凶兽老巢 那边又遇到来人堵 卓凡三人刚走出万寿山脉 就被一道流光挽住去路 只见一名老者往缓从中走 你们三个谁也别想走 卓凡定睛一瞧 来人竟然是天玄强者 难道是幽冥谷的长老吗 看他的眼神 简直是像要吃了我们一样 可以肯定显然是来者不善 正如临大敌的时候 只见薛凡香含泪向对方扑过去 口中还大喊爷爷 爷 闻言卓凡瞬间就反应了过来 这老头就是薛家唯一的天玄强者 薛家老祖薛定天 只见爷孙俩温情相拥 宁儿啊 你这几个月都跑哪里去了 爷爷可是漫山遍野的找你啊 薛凡香眼角含泪 对不起 爷爷让您担心了 从薛定天的样子可以看出 他还是很疼爱这个孙女 不过对于卓凡两人 他就没什么好脸色了 这几个月里 这两小子是不是都跟你在一块 他们没有对你做什么出格的事吧 此话一说 薛凡香顿时休得满脸通红 直接否认了他的猜测 爷爷您说什么呢 得知自己的孙女还是完毕之身 薛定天又质问道 你们两个是谁打伤我大孙子 薛刚的 发音刚落 谢早阳立马就跳出来指认卓凡 是他 是他 我是后来才遇到宁儿的 从来就没见过你孙子 卓凡见状暗骂一句 你这个贱人 随即抱拳诚恳地回答 当时我不知那位是宁儿的兄长 所以请前辈恕罪 然而薛定天听后 却仍然是目光灵力地盯着他 那么 就是你拉着宁儿私奔的 什么 此话一出 谢早阳瞬间就炸毛了 连忙抓住卓凡肩膀质问 卓凡 你给我说清楚 你和宁儿什么时候是那种关系 这一幕搞得薛定天都有些发毛 疑惑地望向薛凡香 这小子又是你什么人 怎么听说这事 比老夫还着急呢 见自己的爷爷直接当着两人的面 竟然问出这样的问题 薛凡香害羞地不行 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爷爷 这种事怎么能随便说出口 只听卓凡解释道 你们别误会 我只是让宁儿给我带个路 没有别的事了 听到这话 薛定天的脸色才渐渐缓和下来 好 那么既然如此 看在你们照顾我孙女这么多天的份上 我就不为难你们 说把抓起宁儿的手就要带她回家 这时卓凡却突然出声制止了他们 等等 薛定天文言脸色沉了下来 当即暮光一鸣 小鬼 你还有何事 你不能带宁儿回去 而且我劝你最好也不要再回去 听到卓凡这么说 薛定天满脸不解地看向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怕老实告诉你 我们三人得罪了幽鬼妻 宁儿也被她认出来 估计现在已经在抄你们薛家了 你和宁儿回去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 不如这 薛定天立刻转头看向自己的孙女 在见到薛宁香沉重的表情后 瞬间明白卓凡没有撒 顿时如遭五雷封顶 整个人直接贪软在地 薛宁香见状赶紧上前搀扶住她 知道自己给家族带来了麻烦 她不停地向自己爷爷道歉 薛定天望着这个让她疼爱的小孙女 最终还是没忍心去责怪 于是她将矛头全都指向了卓凡两人 是你们 都是你们才害的薛家带来灭顶之灾 只要把你们交给幽名七长老 她就会饶恕薛家的罪悟 于是瞬间闪身到卓凡面前 准备将两人拿下 作为大佬身边小弟一定要警报大德 万事跟着大佬走 切不可得罪 这个老头就是因为得罪了大佬 现在想着临时报火警 在得知自己孙女得罪了幽鬼七后 知道身为幽名古附属家族 必定会找到牵连 于是把一切都怪罪在卓凡两人身上 认为现在只要抓住两人交给幽鬼七 薛家就会平安无事 然而面对袭来的攻击 卓凡怎么会束手就擒呢 一个闪身躲避攻击 同时使用了迷宗幻影物 奋出树道分身 试图干扰薛定天的视线 然而 天玄境强者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瞬间击中两道身影 不过幸好 这两道分身都不是卓凡的本体 而此刻卓凡本尊 已经悄悄闪身到薛定天的身后 准备给他决胜一击 薛定天转头按道 这小子果然有点本事 怪不得我儿他们会败在这小子手上 然而 双方的境界实力差距太大 即便站进先机 卓凡这一击还是灰空了 被薛定天轻松闪开 可惜了小子 你与天玄境实力还有着云一之别 随即一掌击中卓凡 将他整个人拍飞出去 弱的撞在岩石上 锦衣机就将他打成重伤 失去再战之力 正当薛定天准备上前结束战斗时 谢早阳突然杀出 举剑向他劈去 这是很史书的最强一击 但依然没有伤到对方分毫 薛定天内心虽感到惊讶 居然是玄界武技 却是一个闪身来到其身后 下一年 谢早阳也像卓凡一样瘫倒在地 卓凡没想到天玄境的实力如此恐怖 看来天玄高手的实力 不是一个聚气镜 加一个断骨镜能硬汉的 之前面对优贿期的时候 如果不是靠着事先布置好的阵 根本不是天玄强者的义和之敌 如今面对同样是天玄境的薛定天 卓凡两人彻底陷入了绝境 见胜负已定 薛定天缓缓向两人走去 不要怪我 要怪就怪你们惹了不该惹 这时 薛凡湘站了出来 大喊住手 薛定天转头看去 瞪大了眼睛 凡儿 你在干什么傻事 只见薛凡湘用笔手抵住自己的咽喉 爷爷 求您放了他们吧 他们是我的朋友 否则凡儿就自裁在您面前 然而 薛凡湘高布了自己的分量 薛定天虽然疼爱这个孙女 但在他心里 家族才是第一位 如果老夫放了他们 那我们薛家 就万劫不复了 于是无视薛凡湘的威胁 继续朝两人走去 对不起 凡儿 七世家 我们真的不能得罪 文言浊凡却突然放上大笑 薛定天 你真是个老夫 你以为抓住我们就可以救薛家吗 其实只会让你们薛家更快灭亡罢了 一听此话 薛定天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只见浊凡冷哼一声 当即指着谢早梁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遇下七世家见侯府的公子 听你一个二流小家族 别敢抓七世家的人了 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炸老夫 见侯府的人来到清明城 老夫如何会不知道 可薛定天虽然嘴上说着不信 但心里已经开始泛起了嘀咕 只见浊凡文言不屑一笑 七世家子弟云游四海 去哪还用跟你通报吗 你也不擦亮自己昏花的老眼看看 这小子拿的是何种冰刃 使的是何种武器 你若不信 就动手试试看 幽冥谷会怎样我不知道 但见侯府一定会 灭你满门 听到这种话 薛定天顿时被吓得冷汗直冒 这个老头实在是太倒霉了 上一秒还气势汹汹 王者归来 下一秒静下的冷汗直冒 两腿发热 原来老头想凝视爆火箭 把面前两个愣头青抓去赎罪 结果发现对方居然是见侯府的人 和幽冥谷一样 红为玉下七世家 不是他一个二流家族能够得罪 而卓凡则开始屁忧起 你把我们抓去献给幽冥谷 先不说他们敢不敢收人 即便收下 但事后见侯府追究起来 替罪羊又会是谁呢 你自己好好想想清楚吧 老母吐 一听此话 薛定天顿时心头狂震 吓得他赶紧扑通一身跪地求饶 二位爷 先前是老妇鲁莽啊 不知二位公子身份 还请赎罪 趁着这个机会 卓凡悄悄给谢早阳传音 想要救宁儿 就给他拿出点王库子弟的架势来 不然可补不住这老头 文言谢早阳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暗暗点头 和一旁的薛宁香不忍见到爷爷这样 刚跑过来 正想拉他起身 却被卓凡伸手示意给拦了下来 只见他装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你知道我们谢公子在府内的地位吗 今天却被你这个老家伙打伤了 我们见侯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文言薛定天背下的大气都不敢怀 只能连声道歉 是 老夫不知 先前冒犯了二位公子还望恕罪 卓凡见状觉得也差不多了 不懈地冷哼一声 那我们把妮儿带走了 如果想要人 不管是你们薛家还是幽冥 都去见侯府要人吧 说着转身就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薛定天却一把抓住卓凡的土 等等 宁儿得罪过妻长老不要紧 但是万万不可带他走了 否则我们薛家就真玩完了 这件事 老夫即便是得罪见侯府的两位公子 也绝不答应 卓凡听此一惊 得罪幽鬼妻都没事 难道幽冥古令有所谓 随即想到了一种很糟糕的可能 但又不敢确定 于是咬牙一把夺过谢早阳的宝剑 直指薛定天的面门逼问道 你们这么执着让宁儿去幽冥 到底是让他去干什么 薛宁相见情况不对 立刻跑上去劝他 一旁的谢早阳也传音道 我以为你只是想吓唬他一下 没想到你来真的 真敢拔剑啊 这可是宁儿的爷爷 可卓凡却不保不顾 毕 听我了 这时薛定天见状只能无奈解释 哎 我知道两位少爷都喜欢我这孙女 可他已经与幽冥古的少爷有了婚约 在他16岁生辰之际就要送他去和亲 就因为此事 他不知偷跑多少次了 现在已经过了期限 若是他再不去 我们全家就都要遭殃了 说着 薛定天开始不停磕头 祈求他们不要为难薛家 两位少爷 请高抬跪手 放过宁儿吧 卓凡沉默片刻 见他的样子不像是在说谎 随即叹息一声 看来你也不清楚这件事情了 如果只是和亲还好 只可惜 这和亲是假的 转头望向薛定天 幽冥古的和亲知识应该由来已久吧 你可曾见过嫁过去的姑娘 有活着回来的吗 此话一出薛定天顿时一惊 可想了想又觉得合理 这是因为 像幽冥古这样的大家族规矩多 像我们这种二流家族 又怎敢有别的要求 闺女即嫁过去 就是人家的人了 我们也就不够问了 卓凡文言呵呵了 你们不够问 不正随了他们的心命 如果我说 嫁过去的女孩已经全都死了 你又会怎么样 还把宁儿送过去吗 这个老头太惨了 以为给自己孙女介绍了个好归宿 可其实是在把她往火坑里推 经过分析 卓凡告诉薛定天 所有嫁不去的姑娘 其实都已经死 薛定天文言激动道 那怎么可能 他们没有理由这么做 我们对幽冥古可是忠心耿耿 卓凡对此满是不屑 正因为你们忠心 所以才选你们养无敌 什么 卢顶 此话一出 在场三人军事振战不已 魔道之中 有一类是以搜集冤魂利鬼 作为攻击手段的功法 不过天下乃阴阳平衡 怨气太重 反而容易反噬自己 所以便需要世间最纯净的灵魂复修 而16岁的厨子正是最好的材料 谢早阳听后异常激动 已是说他们要拿宁儿练功 十有八九是这样 卓凡回道 你们还记得幽鬼七始初的那套武技吗 那本是玄阶武技 但是却并没有完全练成 威力也不算太大 想来就是卢顶不够用 他还没有分道的缘部 文言三人军事一阵打寒 没想到幽冥古如此歹读 竟拿人作为练功材料 片刻后 薛定天脸色慎重 宁儿 若是这位少爷所说非虚 你还是离开吧 爷爷会回去把这件事查清楚 若此事并非像这位少爷所说 爷爷一定会再来找你 到时候可别怪爷爷逼你去和亲了 说吧 不等薛宁香反应 纵身一跃便飞身离开 看着自己爷爷离开的背影 薛宁香感到一丝不安 转头询问卓凡 爷爷回去后不会有危险吧 沉默片刻后 卓凡还是决定如实相告 如果老爷子没回去的话 薛家众人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可是他一回去 全家绝对再无活口 此话一出 薛宁香直接呆了原地 见此谢早阳心中满是不忍 你又不是幽鬼七肚子里的蛔虫 凭什么说他爷爷回去后 全家都会死 要我说的话 回去一位天玄高手 反而能让那幽鬼七忌惮 卓凡淡淡说道 我虽不是那幽鬼七肚子的蛔虫 但我们是一路人 他的想法我大概能喘不一二 我们得罪了他 他已然断定薛家背叛了幽冥 所以一定会斩草出根 可那时老爷子出来找名了 如此 幽鬼七在没找到这位天玄高手前 还会留下其他人的命来作用 可老爷子一旦回去 他便在无故忌 第二 谢早阳却认为卓凡这是扯淡 天玄高手即便在七世家中 也是长老级别 幽鬼七敢买一个 有天玄高手作证的家族面 只见卓凡一脸认真 有一点你搞错 有牵挂的天玄高手并不强大 否则薛定天为何会怕我们 只是怕你身后的见侯抚灭了薛家霸 谢早阳文言无力反驳 这时 一直沉默的薛宁香开口 卓大哥 我知道你的分析一项都很有道了 你老实告诉我 若是我回去用卢顶的身份谈条件 能不能保下我全家性命 卓凡常叹一生 以幽鬼七长老身份 都没法把那门武器炼成 可见卢顶在幽冥谷相当缺乏 你的这个办法也许可行 只是 然而卓凡画到一半就被打断了 没什么指示 只要可以就行 卓大哥 天阳大哥 谢谢你们这几个月的照顾 我们就此分别吧 说着转身就要离开 谢早阳见状 当即就要上前阻拦 这时却听见薛宁香说道 你们不要阻止我 不然我会恨你们一辈子 听到这话 谢早阳只能停住脚步 眼睁睁地看着他步入深渊 这两个男人看着至交好友前去送命 自己却没有能力阻止 而面对此事 两人的态度也大为不可 在薛宁香独自离开后不久 卓凡便也转身打算离去 这时谢早阳发声问道 宁儿回去后真的能保住薛家吗 卓凡沉默片刻后一眼撇去 暂时吧 等宁儿作为卢顶生死之时 便是薛家一众老小被灭之时 谢早阳听后手都止不住颤抖 暂时 那你为何还让宁儿回去 让他回去送死吗 卓凡叹息一声 至少宁儿到死之后 也会认为家人被保住了 能够安心地去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谢早阳直接一拳砸了过来 把卓凡干非树米 无比愤怒地盯着他 你真是个混蛋了 又把宁儿卖了 说吧转身就要离开 卓凡抹去嘴角的鲜血 问他要去干什么 谢早阳头也不回 我去救宁儿 救平 卓凡文言不屑地笑了 你断骨八重的修为 凭什么跟人天玄高手打 刚刚你也看到了 断骨镜与天玄镜的差别之大 不只是天玄镜可以凌空飞行而已 还在于他们的速度 根本不是断骨镜能比的了 然而谢早阳对此却毫不在意 那又如何 总比你什么都不做好吧 上一次 我们明明有机会打倒那幽鬼的戏 不等他说完 卓凡直接打断他的话里 那次是我们埋伏在先 正法早就不知妥当 在正法中 无论天玄高手速度再快 我们都能跟得上 可是现在 我又如何不正 难道要在他眼皮子底下布吗 然后再请他入正式一室 听到卓凡的话 谢早阳恨的牙齿都咬出了血 虽然这些道理他全都明白 但是却无法忍受卓凡这样的态度 这种不作为的态度 实在令他感到厌恶 明明身边重要的人已经深陷险境 可他却毫不在意地分析 起这事情的力量 还说什么三人生死与共 真是可笑 想到此 谢早阳失望透顶 卓凡 我一直知道 你就是个不值得信任的混蛋 可是作为男人 无论好坏 总该履行自己的诺言吧 你可是答应待您而出城的 要是做不到 你就是个懦夫 说吧 便不再理会卓凡 直接转身离开 卓凡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你就算去了那里 也只能干看着 什么也做不了 可谢早阳的身影却越来越远 老子愿意 反正我宁愿去死也不会做懦夫 然而谢早阳不知道的是 他前脚刚离开 卓凡的眼神竟突然变得淋漓起来 谁说老子什么也不做 说吧 便找了一处山洞 用金刚流沙在地上布下阵法 紧接着又拿出雷云雀的翅膀 将其放在阵法上 等到一切准备妥当后 卓凡自嘲一声 想不到啊 我有一天 竟会被逼到去修炼这种危险的功夫 可是如今 这也是唯一能够在短时间内 迅速提高实力的办法 与幽鬼七那样心机叵测的老魔头战斗 没有绝对强过他的实力 便没有百分百的胜算 只见卓凡丹手下压阵法也随之起 只见所有金刚流沙在阵中缓缓剧 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 这便是卓凡最后的底牌 天魔大化绝中的炼体之术 不过此术凶险至极 修炼的过程中 不仅会感受私心的碎骨之痛 同时在粉碎体肤骨血后 还需要撕裂炼化元神 在此每一刻都有形神俱灭的威胁 最后卓凡能否炼体成功扭转乾坤 在圣域流传的《九幽秘录》中 记载着一部神奇的功夫 名为天魔大化绝 运用此功夫 可以将炼器材料融入身体之内 使人成为坚不可摧的不败金刚之身 此法一旦修炼成功 人的身体就会变得如同钢筋铁骨 无坚不摧 自然所向披靡 然而修炼的过程却是痛苦万分 将炼制魔宝的材料融入体内 就像是有千万把刀剑在切割肌肤 比凌迟还要更痛苦万倍 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会神行俱灭 万劫不复 可卓凡为了能有底气去救出薛宁香 决定冒险修炼这门功法 便开始了炼体第一种 炼击 只见当金刚流沙侵入肌肉的瞬间 卓凡痛苦瞬间收缩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疼痛 忍不住大喊出声 可下一秒便咬牙壁体 这部炼体之法就是要将他 全身上下的身体 从里到外的全部摧毁 再以金刚流沙代替 以达到内外间修金刚不破之深 然而 这个过程却异常痛苦 让人难以忍受 卓凡想着 如果不是为了救宁儿 情况紧急 就算明知道这门炼体之法再好 自己也不会去修炼 因为太痛苦了 经过第一种的痛苦煎熬后 没等休息片刻 卓凡便开始进行炼体第二种 炼武 这一过程的痛苦比炼机更甚百倍 金刚流沙所过之处 骨头寸寸碎碎 刚一开始就疼得差点叫出声 但他仍然强行压制住 因为他知道 如果现在叫出声 那么到第三重强化脏腹的时候 他可能会再也忍受不住这样的痛苦 到内时一定会原神溃散而亡 吴槽道 真不知道那九幽魔帝自己炼鼓没有 居然想出如此变态的炼体之法 等到炼鼓结束后 卓凡已经疼得几乎昏矩 身体已是破碎不堪 无力地躺到地上 进入炼体第三种 炼武脏 他完全是靠着一股意念在强撑 幸运的是 他最终成功挺过了这一关 然而 当他以为接下来要重组残区的时候 他竟然在开始炼化他的元神 这可把卓凡吓坏了 怎么回事 这炼体之法最后竟然是炼元神 这元神一旦破灭 他整个人也会跟着神行俱灭 死无葬身之地 在经过前三重的折磨后 卓凡已经无法再抵抗这样的痛苦 此刻 他感觉自己的意识逐渐变得不明 这是元神正在慢慢被消磨殆尽的记性 卓凡感觉自己挺不过去 自嘲万万没想到 自己这位魔皇的结局竟然如此潦草 竟是自己做死了自己 真是可笑至极 临死之际眼前开始浮现走马灯 从出入魔道开始 一路披荆斩棘 踏上胜于八皇之首的位置 成为圣者之下第一人 一路荣光 后来得到九幽秘露 心中更是大喜 可没想到却被自己的徒弟出卖 落了个生死盗销的下场 幸运的是 自己意外获得重生 成为了洛府的管家 就在卓凡回忆着曾经的一幕时 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薛宁香的身影 他正笑隐隐地望着他 口中轻易地喊着卓大哥 下一秒 卓凡突然猛地睁开双眼 目光中再次燃起斗志 他的意识逐渐变得清晰 想起来了 原来是这样 自己之所以要修炼这变态的功法 就是为了去救薛宁香 又怎么能在这倒下呢 随着卓凡意识苏醒 他的额头上突然出现了一团青艳 只见火光迅速蔓延 眨眼间就将卓凡整个人淹没其中 看这个豪华气派的门庭 乃是清凌城内第一家族薛家 可今日这个家族就要完了 薛定天在得知幽明骨和亲的目的后 内心已经开始有所怀疑 于是便迅速赶回薛谷 来到大门却发现连个守卫都没有 周围院落也一场冷清 薛定天心中感到不妙 但还是硬着头皮走得进去 只见幽鬼七已经带人在大厅等着他 见此情形 薛定天有些心理发怵 赶紧上前叩拜 不知七长老大驾光临 恕罪恕罪 两久 幽鬼七才沉生道 薛定天 你薛家脱避入门幽明 已有百年了吧 我们也没有亏待过你们吧 文言薛定天惶恐不安 连连称事 若非有幽明骨和七长老的扶持 我们薛家哪有今日的荣光 这是幽鬼七上前搭着他的肩膀 你说得很好 你能这么想自然很不错 随即话锋一准 可是你们为何要勾结外人 躲我幽明骨的金刚流沙呢 薛定天大惊 七长老 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们薛家对幽明骨忠心耿耿 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再说 我们也没有这个胆子 幽鬼七倍过身 说你们犯上作乱吃力爬外 放作以前我还真不信 但是现在 老夫是不得不信 我问你 你的孙女薛宁香呢 听到这个问题 薛定天冷汗直冒 但也无言以对 用武器拍桌子 那让老夫来告诉你 你的孙女薛宁香和两个臭小子 偷了老夫的金刚流沙 已经死在万寿山脉了 然后便转过身去思索了什么 只有薛定天还趴在原地抖个不停 想来 虽然没有亲手两戒他了 但当时三人已身受重伤 绝不可能从那个怪物手里逃出来 原本薛宁香还有不少用处 现在全没了 没了金刚流沙 也没了卢顶 老夫的损失 就让薛家老想拿命来抵偿吧 于是对着门外吩咐 来人 带他们上来 薛定天文言颤抖着转头看去 只见自己的儿子 以及薛家所有人 都被带了过来 此刻他们已是伤痕累累 显然是受到了不少毒打 薛定天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 七长老 我们薛家为幽明谷卖命百年 驻守清明城 一直尽忠之守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难道幽明谷就这样 对他的附属家族吗 谁知幽鬼七对此却毫不在意 在他眼中 薛家从来就不是什么附属家族 而是一群有点用处的看门狗 别看是个二流家族 但像这种货色 只要幽明谷愿赢 扶植一打出来都可以 给一根祖头就应该赶安带你 现在一条老狗 居然也敢跟主子改功劳 那这种狗不要也罢 文言薛定天万万没想到 他们薛家忠心耿狗 可在对方眼里如此不堪 最后换来的竟是如此下场 想到此 玄境高手的气势 不由地散发全场 幽鬼七见此淡淡道 看门狗终于要像主子张口 那也是时候该换条新狗 薛定天眼见已经撕破脸皮了 他便立声问幽鬼七 我来问你 宁儿的和亲之事 是不是要把他当作 炉顶练功的演示 此话一敷 幽鬼七的眼中闪过一丝意外 哈哈哈哈 老夫平日里怎么没看出来 你这老狗还挺精明啊 这件事我们运作了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一个附属家族发现 没想到却被你薛定天给发现了 难怪你们要反水 原来就是为了那个贱丫头 听到对方亲口承认 薛定天更是怒不可 王八蛋 老子跟你们拼了 当即便向幽鬼气冲了过去 准备和对方鱼死亡 这个老头想跟来人讲道理 却被对方一再羞辱 字字诛心 薛定天万万没有料到 自己家族一直忠心为幽冥谱 却被当作一条看门老狗 现在 他们甚至要被幽冥城灭阻 他愤怒了 幽鬼气冰的你死我 虽然薛定天的气势很到位 翻脸也是出师勇 但他的实力却不允许他这么装备 毕竟 幽鬼气多年前已经是天玄三重镜 而他只是一个刚刚突破天玄境的菜鱼 他们之间的差距巨大 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根本不是一盒之敌 薛定天连对方的衣角都没碰到 就被幽鬼气掌鸡飞 整个人撞进院墙之中 失去了在战之力 幽鬼气得一击了 去死吧 老家伙 等会就让你的儿孙一起去陪你 薛定天身受重伤已无力再战 心中却万分悲凉 想不到薛家 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不过幸好 幽鬼气以为宁儿死了 想必不会再追杀他了 就在幽鬼气准备打出最后一击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鹤声 助手 幽鬼气寻生转头望去 想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 结果下一秒他震惊了 竟然是本明该 在山脉中死去的薛宁香出现眼前 想不到 薛宁香居然能在那个怪物手中活下来 震惊之余却是一阵窃喜 不过这样也好啊 鲁鼎这不就回来了吗 可令幽鬼气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薛宁香突然用匕首抵住自己罗格 你们不是要拿我当练功鲁鼎吗 赶快放了我的家人 不然我就自尽在你们面前 幽鬼气见状一脸邪笑 宁儿 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我们虽然要把你当做鲁鼎练功 但你并非不可取代 你没资格跟老妇讨价还价 然而 薛宁香早就从卓房话中得知真相 七长老 你不用诈我 我知道幽冥谷练功的炉顶不够用 他对幽冥谷来说非常宝贵 若是你真的不在乎我的价值 那我现在就和我的家人一起去死 见此情形幽鬼气绷不住了 大喊住手 可以答应他的要求 文言薛宁香嘴角勾起一米弧度 看来七长老还是舍不得我死了 可幽鬼气却转移话题 那小子是不是也还没死 薛宁香文言一愣 知道对方是想套话 随即否认 他已经死在万寿山脉 你要找他 就去那里找他的尸体吧 优鬼气却精明地猜到了事情的真相 呵 你不必骗老夫 老夫平声喊同对手 唯一吃的最大的灰 就是在那小子手里 尽当流沙没拿回来 还搞得一身重伤 小丫头 不是老夫看不起你 以你的心智 猜不出老夫的底牌 一定是那小子教你 薛宁香没想到这老家伙竟如此精明 直言片语中便猜出了事情的真相 下一名 优鬼气却违反约定 立着把薛定添抓得昏死过去 薛宁香气愤不如 刚想发作 却被幽鬼气冷声打断 我答应过不要他们的命 可没说就这么算了 你爷爷毕竟是天玄高手 老夫不得不限制一下他的实力 等你到了幽冥 老夫自然会放了他们 说吧 转头招呼手下 来人 把宁儿小姐送回房间休息 我们明日启程回幽冥谷 这时来人中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赫然是消失许久的幽冥 只见他拱手摆出一脸恭敬 是 师父 弟子仅遵示命 原来他竟是这幽鬼气的清传弟子 这个女人真是太可怜了 为了自己的家族免于灾祸 决定牺牲自己 竟然心甘情愿地洋入补口 成为幽冥谷的练功奴底 就在他即将被带走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了幽鬼气师徒间的对话 只见幽冥拱手道 师父 不知您想出对付洛家的对策了吗 他们的管家卓凡 将来必定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薛宁香文言一惊 卓大哥 只听幽鬼气继续说道 他杀了我们两位长老的事 你没有对外说吧 没有 这是恐怕说出去连谷主都不信 幽鬼气呵呵已小 其实一开始我也不太信 一个聚气劲的小鬼 再有能耐也不可能干得过天旋高手 何况还是两个 可是几个月前 老夫也遇到了这么一个怪胎 在他手上吃了不少苦头啊 看来天地之大什么样的奇人都有 幽冥文言犹豫片刻 还是问道 师父 那您是打算 先解决面前这个小子吧 幽鬼气转头阴沉着脸 事后再想办法解决那个灼 然而幽鬼气不知道的是 他口中的妖孽少年 正是幽冥谷的心腹大患卓凡 两人的对话都被一旁的薛宁相听闻 而此时他心中已满是自责 糟糕 卓大哥被盯上了 觉得卓凡被针对都是自己的关系 可他自己现在也是砧板上的鱼肉 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默默祈祷卓凡一定要平安无事 而在某处煽动中 一个白发男子突然发出一声惊疑 因为察觉到了卓凡的轻验消失了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考案 要么是对方自己抹出了 要么就是对方已经把轻验占为己有 脱离了他的控制 不过随即 他便对自己产生的想法扑刺一笑 老夫真是糊涂 这轻验如果真被抹除 就已经算他逆天了 又怎么可能被他炼化呢 就算是圣级高手 都不可能得到老夫的轻验 更何况是一个聚气劲的小鬼 但细想后就是一阵无语 如果真被那小子抹除的话 那老夫以后该怎么找他呀 爱算了 反正他以后自会回来 随即 一阵大笑声响彻整片山脉 画面一转 来到另一处山洞 洞内充斥着诡异的紫色垫 只见一道身影从其中缓缓走出 只是轻轻触碰了一下身旁的洞壁 下一秒整个山洞竟然撤得开 可见其力量不如斯 而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先前差点生死到消的卓凡 不过最终他还是成功了 此刻已经是真正的拖胎放过 成就了金刚不坏之躯 现在这具由金刚流沙炼指的躯体 强度不在无品民兵之下 更加让卓凡意外的是 神秘人当初给他的青色火焰 自己并不能随意控制 没想到现在居然被一庭炼化 如今已和他的原神融为一体 成为原神之火 经过那鬼入阵势的变化后 现在不大可以充斥自如 更加保证了原神的安全 即便是天玄高手 也奈何不了其一分一毫 如此一来 他与天玄境之间唯一的不足 也得到了弥补 但卓凡的变化可不仅仅于此 只见卓凡纵身一跃而起 突然后背竞生出一对硕大的翅膀 正是他炼体时加入的雷云雀的双翅 在炼化重铸身体过程中合为一体 现已变成了卓凡身体的一部分 卓凡对此满意极了 呵 差点忘了正事 随即出天而起 方向直指清明城 这次卓凡下定决心要拯救薛家 幽鬼七 你差不多也该死了 自古红颜多薄命 无数势力证明 美女的命运总是坎坷 甚至是悲惨的 薛凡香终是披上了红装 在幽鬼七的护送下前往了幽明 可刚启程不久 薛凡香手中的雷鸣戒就似有感应 果然谢早阳现身了 为了自己心爱的姑娘 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结婚场 可惜却因为实力不济 很快就被幽鬼七拿下了 生死时刻 一柄聚见从天而降 见侯府八长老见随风闪亮登场 瞬间将其救下 反应过来的谢早阳似乎看到了希望 八长老 你来得正好 快帮我救救明儿 然而见随风看了看眼前的幽鬼七 却果断拒绝美其名曰 这是幽明谷的家世 他们不适合干涉 但事实却是这位八长老 在年轻时就吃过幽鬼七的一次大亏 被其算计 从而丢了三吨手指 非常巧合的事 见随风当年也是因为 心意幽明谷一个附属家族小姐的美貌 以至于兵败温柔香 最后还是扶主用三座城池 才把她给换了回去 不过丢失的三吨手指 却成了永远的痛 如今面对昔日仇人的挑衅 见随风虽然气得浑身发抖 却也不敢真的动手 反观幽鬼七却是一领悠哉 这见随风五十年前就不是自己对手 现在就更加上不了太妹 表示在她眼中 见猴甫的十三名长老中也就前七位 才有资格让她正眼瞧上一瞧 至于见随风这老八往后的几位 那就只能呵呵了 面对幽鬼七的当面羞辱 见随风简直快气炸了 可最终还是选择忍气吞声 转身就要带着谢天阳离开 谢天阳心不甘情不悦 八长老 就算宁不救宁了 也要为我们见猴甫的荣誉一战了 怎么能就这么走了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见随风打断 闭嘴 你没看出来对面是在祭我们出手吗 这里是幽冥谷的地盘 一旦开战 无论输赢都是我们吃亏 你记住了 以后遇见这幽鬼七要留十二个心眼 然而谢天阳却不管不顾 他虽然明白见随风说的话都是对的 可他更加明白自己的内心 如果今天不救下宁儿 我这一辈子都会后悔 这时 一直看戏的幽鬼七突然哈哈大笑 果然是年轻气盛了 不懂得世道显明 既然这位建猴甫的小公子 这么喜欢英雄就美了 那老夫就再多给你一个机会 说着 一旁突然升起水的铁架 上面正绑着薛家的一众老小 只见幽鬼七完心大发 要是你能把他全家都救走 想必他会更加感激你吧 如何 见到这一幕 薛宁香瞬间崩溃了 幽鬼七 你要干什么 然而幽鬼七却不搭理他 直接命令手下开始行刑 薛宁香本想再次用性命威胁对方 却被幽冥谷的弟子一把按住 无法动态 只听幽鬼七恶魔般的地狱传入耳中 你敢 你若死 我立马把他们全杀掉 这时薛宁香才明白 跟幽鬼七这种人谈条件 是多么愚蠢的行为 可惜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他本想用自己的命去换大家的命 但如今一切都被搞砸了 就当薛宁香无比绝望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落下几片紫色羽毛 两人手上的雷铭界似有所感 抬头看去 只见卓凡正凌空而立腐式沧桑 薛宁香完全呆愣在当场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听卓凡低头看着幽鬼七 幽 我们又见面了 幽鬼七 上一回合是我输了 而第二回合 现在开始 快来看大型装逼现场 正当薛宁香感到绝望时 卓凡在最后一刻出现 在空中俯视众人 幽鬼七早料到卓凡没死 可没想到 他居然突破到了断骨镜 旁边的剑随风也审视起这个少人 是利用飞行道具赶过来的吗 照理说明明是个断骨镜的小鬼 可为什么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却让他这个天旋镜感到莫名的压迫 不经奇怪此人究竟何方神圣 这是一旁的谢早阳笑 他是我朋友 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 见随风听后动感惊讶 能让早阳如此评价的人 我倒要看看清楚究竟如何 而幽鬼七这边则十分不熟 觉得卓凡不过就是在虚张声势 但话说回来 这恐怖的修炼速度 不得不让他起了忌惮之心 红氏也更坚定了要除掉卓凡的想法 便让幽冥带自己出手 宰了对方 谁知幽冥在看到卓凡后 早已被吓得魂不附体 红氏卓凡也注意到了他 随即露出玩味的笑容 原来是你啊 不过也好 上次让你跑掉还蛮后悔的 这次就让我们了结以前的恩怨 一听此话 幽鬼气疑惑地转过头 明儿 怎么你认识他吗 然而幽冥却好似失了魂斑 整个人都在止不住地颤怒 可见他此刻已经害怕到了何种地步 见到这一幕 见随风见此几笑一声 果然是明师出高徒啊 今天老朽算是见识到 幽冥谷的弟子是如何英雄 幽鬼气在听到这话后 立马就觉得面子挂不住了 直接一脚就踹在幽冥的脸上 没出息的东西 有师父在这罩着你 他境界也没拧高 有什么好怕的 可即便如此 幽冥看向卓凡的目光中 仍旧是充满恐惧 连滚带爬地来到幽鬼气身前 师父 他 他就是那个洛家的管家卓凡 云长老和监长老都是死在了他手上 什么 幽鬼气文言顿时一脸错愕 没想到眼前这个小鬼就是卓凡 难怪明儿见了他会如此害怕 看来是对他产生了畏惧 以至于生出了心魔 不过要想让这个徒弟摆脱心魔 就必须让他亲自手认卓凡才行 于是对着身后一众哈拉米挥声 来人谁愿为老夫拿下此人 必有重伤 话音刚落 一名卡拉米立马请你 长老 让属下去吧 其余小弟一看被抢先机 这事幽鬼气让幽明抬起头 明儿 你看好了 这小子只是阵法厉害 没有阵法他啥也不是 等会将他拿下后 你亲自手认他 心魔必蠢 幽明文言顿时觉得自己又行了 不得不说 上前的塔拉米实力确实不低 已达到断骨镜六重 正常情况下 对付刚突破到断骨镜的灼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就连旁边见随风都捏了一把汗 早阳 你这朋友可能要糟 然而谢天阳却一脸自信 你看那小子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一定没问题 只见那名卡拉米缓缓走到卓凡身前 已经在歪歪自己立功后人声蓬飞了 二话不说便一拳向前砸去 而卓凡却好似来不及反应 愣愣地站在原地 哈拉米也没打算流利 一拳下垂 地面四周碎石飞溅 可见这拳力量之恐怖 这一幕看得众人心头一惊 一旁的幽鬼气泽满脸堆笑 然而下一秒他却震惊了 一声哀嚎传来 只见哈拉米的右手已经变成了五股凤枕 而卓凡却没世人一样露出一脸纯真 随意等完了对方一拳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这一拳直接送卡拉米去了西北隐分 对此卓凡不懈道 就这 震惊全场 没想到卓凡随意的一拳 竟直接秒杀了断骨六中的壮汉 这一幕把在场人都看呆了 看他就好像在看怪物一般 可突然 卓凡的脚下突然伸出两条索面 瞬间将他牢牢捆住 原来幽鬼气早已留有后手 想不到吧 臭小鬼 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一份大能 见随风见状顿感明亮 这可是四品魔宝 一旦被锁住 就算他有通天的能耐也难逃一死 没想到这幽鬼气居然这么不要人 身为天玄境高手 竟然众目魁魁之下偷袭一个小贝 然而这时卓凡却一脸的耐人寻味 一开始就对晚辈耍这种手 不嫌失了幽冥谱的威名吗 幽鬼气文言满脸得意 你是聪明人 能够看穿老夫心思 整个天与帝国也没几个人 你这小鬼算一个 对付你 老夫还真不能大意 卓凡嘲讽道 呵呵 七长老的谨慎 卓凡着实佩服 可晚辈这次来没想过搞什么诡计 只想跟你老人家一决胜负 想着到 你老人家还是那么小心啊 看着卓凡这欠收拾的表情 幽鬼气也有点绷不住了 你再放肆 老夫让你立马死无全尸 可卓凡却如同看穿了他的把戏 以你的个性 仇敌出现自然想着尽早除掉 可是我出现 你非但没有动手 反而让你徒弟替你出手 结果那小子被我吓破了来 连你的命令都不听 便打着替他去除心魔的名义 让那个卡拉米来送死 他生了好说 但如果败了 也正好让你找到机会趁机偷袭 就像现在这样 对吗 此话一出 见随风顿时一震 没想到幽鬼气如此阴毒 竟能在一瞬就制定出如此无忌 而且是对付一个小贝 也如此滴水不漏 心迹百出 着实让人打寒 不愧为蹊跷鬼玲瓏之名 不够话说回来 这小子竟能一眼看穿 此子惩复之身 也丝毫不逊蹊跷鬼玲瓏 闻言幽鬼气突然狂笑 你看穿了老夫的打算又如何 还不是中了我的圈套 只要老夫手中一紧 你马上碎尸万段 谁知他的话音刚落 卓凡也跟着狂笑 刚夸你够阴性 怎么又变得这么笨 既然老子已经看穿了你的把戏 又怎会轻易中计 闻言幽鬼气心头一惊 可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只见一道嘴也被劈开的随便 定睛看去 卓凡后背再次伸出双翼 幽鬼气这才恍然 原来之前的并不是一次性飞行道具 而是六品飞行魔宝 可一个无名小费 怎么会有如此底蕴呢 看来还是太小看了 想到此 他冷吭一声 凭借飞行魔宝 的确能够在速度上 与天旋高手比见 可是天旋高手强于断骨近的 可不只是速度而已 说吧 便操控着两条锁链向前攻过去 然而卓凡却没有丝毫聚色 就在锁链即将击中他的时候 背后的双翼突然变化成一双大手 如同拍苍蝇般直接将锁链拍飞 见到这一幕 众人均是满脸震惊 这怎么可能 幽鬼气更是看得目瞪口呆 要知道魔宝是死亡 怎么会随意变形 可卓凡却是神秘一笑 谁说他是魔宝 看到对方如此装备 幽鬼气顿时被气得不行 小子 内命来 随即操控着更多的锁链向前攻去 一时间卓凡被无数锁链包围 可面对这365度无死角的攻击 却露出满脸不屑 这就是天玄高手的灵巧优势马 大家快看 这个男人他又要开始装杯了 而按照卓凡牙刺必报的行为 他装杯就意味着有人要倒退了 而这次的受害者竟是 幽冥谱的长老幽鬼气 面对幽鬼气的全面攻击 卓凡只是轻轻抖动势马 便轻易将其瓦解 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明明还只是个出入断骨镜的新手 简直太过逆天了 幽鬼气眼看攻击都被弹开 便操控两根锁链 关键时刻 卓凡的翅膀瞬间化为一双巨手 一把抓住了这两根锁链 然而 这些只是幽鬼气的集中剂 真正的杀招却是手中的三品魔宝 眼见卓凡无法躲避这致命一击 幽鬼气便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呵 臭小子 这次看你还有什么花招 便一剑往前刺去 但让他惊讶的是 眼前的卓凡竟只是一具残疑 而真正的卓凡早已移动到了后方 还没等幽鬼气有所反应 卓凡就操控着翅膀迎面刺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他顿时大吃一惊 此时在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他赶紧用锁链抵挡 幸运的是最后一刻 他成功挡下了这一击 看着李眼球只有毫厘的语刺 也是被吓得一身冷汗 卓凡见此却露出戏谑的表情 七长老 被人从身后偷袭的滋味不好受了 如果我现在手中有一件三品魔宝 向你刺过去的话 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可你曾经有这个机会了 现在我却还活着 暗戳戳嘲讽幽鬼七之前在万寿山脉 没下死手就仓皇逃了 这句话瞬间激怒了幽鬼七 他从未尝过这样的羞辱 你商标符号别太得意忘形了 在愤怒的驱使下 他全身的原力迸发 瞬间挣脱了卓凡的攻击 气势不可为不足 但卓凡看他的眼神却像在看傻星空 只见幽鬼七已极快的速度朝前刺取 但等待他的 仍旧是卓凡的一缕残瘾 又一记扑空 眼见自己无法奈何对方 幽鬼七气炸 又是这套步伐 难道你只会躲来躲去吗 然而卓凡依然气定神闲 你急什么 好戏这不是刚开始吗 说吧 两人开始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一旁关战的现场 完全无法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无奈之下 只好询问一旁的剑随风战况如何 剑随风长呼一口气 天阳 你的这位朋友真是可怕 老夫这辈子还从没见过 那幽鬼气被压制到这种程度 他明明已经全力进出 但你那小兄弟 单凭速度却依然吻压他一口 不过 却又并没有靠这点与幽鬼气决战 而是一边游走 一边在对方的眼皮之中 砸掉了他的那些地址 听到这些 谢早阳十分不紧 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剑随风呵呵一笑 这才是那小子的可怕之处 他这样做就是在狠狠打烂老鬼的脸 幽鬼气号称七笑鬼玲珑 今日却被一个断骨筋的小子 如猫系老鼠般玩弄于鼓掌之间 天天他又奈何不了对方分好 这让他的脸亡哪放 更可怕的是 卓凡跟幽鬼气势一路破色 得罪了这种人可是个大麻 他们复仇不仅要你死 还要把你最看重的全顾剥夺 让你死也要死得颜面无存 就在这时 卓凡眼见有点顽腻了 突然便不再躲闪 他一把抓住幽鬼气的三品魔宝 嘲笑对方 七长老 你这所谓的天玄高手 七笑鬼玲珑 我看也不过如此吗 一个出入断骨镜的小鬼 面对天玄镜大佬的攻击丝毫不惧 甚至反击对方不过如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与卓凡一番交战后 幽鬼七终于发现不对劲 对方的实力已经完全超越了自己 更棘手的是 这小鬼至谋上也丝毫不弱 这样的对手他生平还是第一次遇见 就当幽鬼七思索对策时 一旁的剑随风却哈哈大笑 果然是恶人自有恶人魔 幽鬼七你平生作恶多端 如今被另一个小恶魔 折磨到这种地步 真是大快人心啊 幽鬼七闻言气炸 不过甚至眼下必须冷静 再这么耗下去 铁定要被玩死 可突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决定出手试探一番 只见他再次朝着前方抛出锁链 卓凡见状满是不信 把你那两根破弹收起来了 然而就在快要击中卓凡的刹那 锁链却突然折磨 向着薛宁香急速飞去 好在卓凡眼击手快 及时感到挡下了这一击 可如此一来 幽鬼七仿佛找到了取胜的关键 不禁哈哈大笑 卓凡哪卓凡 现在老夫终于找到你的弱点了 当初在万寿山脉时 你的无情自私一直让老夫深深忌惮 所以今日你来 老夫也一直以为你是来找我报仇的 可现在我才知道 你原来是为他而来 是又如何 卓凡淡淡的 今日的结果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 你始终的死 听到这话 幽鬼七雀底气十足 哼 如果你像当日一样够无情 老夫还真对你忌惮三分 可是现在 你已经对这丫头动情 老夫反而胜劝在握 说霸脚下一灯 飞身来到卓凡两人的上方 随着他手中不断结印 一张古古的面具突然出现在腿中 见到这一幕 剑随风大呼不妙 这是幽冥古的玄阶武技鬼面印 与一般武技不同 是针对元神攻击 防不胜防 神照镜以下的修士遇到会非常及时 若是重招 轻则昏迷不醒 重则行神俱灭 只听幽鬼很笑道 臭小子 如果你躲开 这鬼面印就会直接打在那丫头身上 如果要想带着他一起跑 就别想躲过这鬼面印 一听此话 薛凌香连忙看向卓凡 卓大哥 你别管我 一会儿你一定要躲开 可卓凡却并没有回应 而是冷冷地看着幽鬼七 他是我的人 有我在你伤不了他 幽鬼七闻言不禁大笑 好 那我就伤你 随即操控的鬼面印向两人冲过去 危急时刻 卓凡一把将薛凌香推了出去 而他死 彻底被鬼面印吞噬 见到这一幕 谢凌香直接呆愣在当场 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一旁的谢早阳也惊慌地看向剑随风 想知道是否还有转机 然而剑随风却是摇了摇头 没救了 这时幽鬼七终于露出得逞之色 臭小子 色字头上一把刀 所以魔道无情 你动了琴 变成了致命弱的 说着瞥眼看向薛凡香 小丫头 这小子就是被你害死 本就心灰意冷的薛凡香 听到此话后顿时悲痛乱分 嚎啕大哭了起来 卓大哥 都是我害了你 就在这时 鬼面印中却突然传出卓凡的声音 傻丫头 别哭了 见到这一幕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地张大嘴巴 幽鬼七更是大呼不可能 他的元神应该被吞噬带进了才对 可下一秒 他就看到自己的鬼面印瞬间消散 卓凡的身影毫发无伤地出现在其中 只见他咧嘴一下 以你这雕虫小技就想杀我 是不是太天真了 蹊笑鬼灵梦 这个男人太嚣张了 天旋进强者的权力一击 竟被他捏成球放在手里把玩 直接震惊全场 只见卓凡邪笑着看着幽鬼七 没什么新玩意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的话 那我可要动真格了 幽鬼七虽然震惊其实力的强大 但听到如此装备的话 却也认为卓凡只是在故弄玄虚 要动真 说得好像之前自己没出权力一样 文言卓凡却突然一阵哈哈大笑 七长老 你还记得几个月前 在万寿山脉你跟我说的话吗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算计和手段都是徒劳 今天我把这句话 原宗不动地还给你 说着 卓凡竖起一根手指 表示只需一招就能拿下他的脑袋 此话一出 幽鬼七顿时怒不可 你放屁 但仔细一想 他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不对 如果这小子真有这样的实力 那就说明他一开始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击溃我一意为傲的智谋 为了让我自己也感受到 绝对的实力面前 我的智慧只不过是个玩笑吧 我的谋略 费尽心机也奈何不了他半分 让我这个蹊跷鬼玲珑显得如此无助 越想得明白 幽鬼七就越恐惧 想让我死不瞑目 看来他此次目的 真的是为了复仇 而一旁的剑随风也看出了其中端子 不禁感慨 真是个可怕的小鬼 比起那幽鬼七 这小子可要足得多呀 如是想到 恐怕这小子以后是比幽鬼七 甚至是那个诸葛长风更可怕的人 就在这时 卓凡突然脚下一蹬 竟然向前冲了过去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绝对的实力 幽鬼七见状 连忙操控阴阳双左发起攻击 然而这些根本就是徒劳 眼见卓凡几个闪身就来到身前 还不明白吗 同样的招数对我没用的 面对凸脸的卓凡 幽鬼七猛的一招手 随机一条白色索脸突然出现 上当了 没想到吧 这阴阳双子索一共三条 我一直留着一手 等的就是这一刻 见到这一幕 卓凡的脸上闪过一丝不信 呵 那又如何 在绝对实力面前 你的任何计谋都没有用 包括你最后的底牌 说罢便放出本命血运 由于金刚流沙的练花 此时的血印也已拖它放过 四品魔宝的 瞬间被击得粉碎 只见血印速度不减 顺势直接扯断了 幽鬼七的一条胳膊 与此同时 卓凡也已经杀到了 幽鬼七的面前 幽鬼七步步地断臂之痛 连忙拿出武器反击 臭小鬼 你当真以为能一招杀了老夫吗 幽鬼七已经知道 自己这回是灾了 可想着 就算是非死不可 也绝不能真让他一招致命 否则老夫真的死不瞑目 便已见向卓凡刺去 可他万万没想到 卓凡的身体竟也如此坚硬 自己的魔宝 并被开一拳灯的红碎 接着卓凡全是不解 直接洞穿了幽鬼七的身体 见到这一幕 在场的众人均是目瞪口呆 而幽鬼七更是满脸的难以置信 你他妈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卓凡在他耳边轻轻说道 老子现在的身体强度堪比五品魔宝 你那三品魔宝根本伤不了我很好 甚至连破防都做不到 至于为什么老子变成这样 都是拜你所赐啊 说吧 卓凡一把将他甩向地面 真被卓凡一招秒杀了 而经此一 卓凡之名也将响彻整个玉下七世家 这个长了翅膀的男人出力空中 他是天使吗 不对 原来是主角卓凡 在他一招秒杀了幽鬼七后 这一幕看待了在场所有人 没人想不到 卓凡竟然真的一招 就将幽冥谷的七笑鬼玲珑给杀了 而一众弟子见此情形 都被吓得屁鬼尿流 卓凡瞥了一眼这群逃跑的小卡拉 发现幽冥居然早已不见踪影 看来这小子真是个逃跑专家呀 但卓凡对此也没太放在心上 非生来到薛凡香面前 就在小丫头不明所以的情况下 居然就给他来了一个公主棒 谢早阳一看立马急了 喂 卓凡 你搞什么飞机 然而卓凡却没有搭理他 静止带着薛凡香非生离去 留下谢早阳只能在原地干瞪你 卓凡这个王八蛋 杀了幽鬼七就好了吗 干嘛还把宁儿给带走 这事件随风却指着薛家众人 早阳 把他们救下来 我们马上带他们回见侯府救治 以后薛家就是我见侯府的附属家族 一听此话 谢早阳立马兴奋极了 这不正和我一样 八长老想不到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宁儿的家人我自然要舍命去救他 谁知见随风厅后却泼了他一点冷水 谁跟你这臭小子想到一块去了 刚刚那小怪物的实力有多强 你也看到了 谁知道以后他还会强到何种地步 既然他是为了救这些人而来 我们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以后也好结交一番 否则的话 日后若是为敌 好对付那小子 此话一出 谢早阳一阵无语 原来救助薛家不是看老子的面子上 而是看在卓凡那臭小子的份上才做的 究竟谁才是件侯府的核心地子 这要是让宁儿知道 老子的面子该往哪个 与此同时 逃跑大师幽冥 正躲在城中的某个巷子里瑟瑟发抖 而卓凡也彻底成为 他心里抹不去的梦念 第三个 为什么老子走到哪他就杀到哪 到底什么仇什么怨啊 上次打了两个长老 这次竟然直接把老子师傅都打了 你到底是什么怪物 另一边 卓凡带着薛凡香火花带闪电 一路飞到城外 最终在一片空地上防缓落下 我们当初说好了 你给我带路 我带你出城 现在 我已经实现了我的诺言 看着这盼望已久的城外 薛凡香开心不已 我终于出城了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出来 谢谢你 卓大哥 没什么 这本来就是我们约定好的 卓凡淡淡道 银儿 也许现在 我们该正式说再见了 一听卓凡要离开 薛凡香顿时面入故事 你要走 卓大哥 你要去哪里 不知道 总之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听到这话 薛凡香随即弱弱地问道 卓大哥 那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去 不行 卓凡当即摇头 以你的实力跟着我会很危险 说着 他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瓜 傻孩子 你可还有家人要照顾 谢早阳那小子一直口气不醒 想来再见侯府地位肯定不低 现在薛家得罪了幽名 正需要一个靠山 他若替你们说话 你们庇护再见侯府之下 一定没问题 交代好一切后 卓凡已在无牵挂 转身表示要离开了 这时薛凡香连忙出声询问 卓大哥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 雷灵界再次闪耀之时 便是我们再次相见之客 而卓凡的身影也越来越远 直至渐渐消失在树林之中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但有时候太牛悲也会传千里 卓凡一招秒杀了幽鬼气候 很快他的事迹便不禁而走 传遍了整个天与地谷 最先收到消息便是卓凡的结拜兄弟 这个胖子一路狂奔 跑到后花园传父皇禀报 出大事了 见他一脸慌张的样子 哪有一点皇室的气派 老皇帝无奈地叹息一声 从而 朕不是早就告诉过你 御事要冷静 况且 你没看到朕正在和司马先生对异吗 听到这话 胖子才发现 自己刚刚确实有些失态了 是 父皇 儿臣知错 这时老皇帝才开口询问来世 欺禀父皇 出大事 幽名古 七长老一个月前被人杀了 文年轮到老皇帝不淡定 是谁干的 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那个 洛家管家卓凡 而且还爆出大萌料 连幽名古在封灵城的那两个长老 也都是他干掉的 乾隆阁根本就是在替他背黑锅 什么 一听此话 四柱之一的司马辉也坐不住了 一个小鬼连杀幽名古三大长老 其中还有一个是他们的智囊有鬼妻 真够有种的 说着便看向老皇帝 陛下 这件事该如何处置啊 谁知老皇帝却露出一母微笑 若是七世家之间的恩怨 朕还会头疼一下 可是对于这件事 那幽万山可没脸来朕这里告状 就由得他们去吧 不过洛家那头要安排好 不要让他们对洛家下手 朕的这颗明珠 马上就要大放光彩 同时另一边 赐住之手的诸葛长风 也收到了幽鬼七一死的消息 看着纷飞的主意 他沉默片刻 随即长叹一声 哎 看来七家的平衡要被打破了 老夫该尽早准备才是 毕竟对手可是您啊 我的陛下 帝都的祭祀台 一位老者也得到了消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看来这个天下要换主人吗 而此时乾隆阁的总部 阁主和众长老正在夸赞龙奎和阿杰 两人最近表现都还不错 决定送他们去大长老那里增强修为 可以旁三长老提醒道 两人虽然进步不行 但比起其他六家的天才弟子 只能算是中上水平 龙奎听后立马又觉得自己行了 哪有啊 三长老 别太小看我 我们可都快要突破到断骨境 而龙杰却是谦卑地接受了建议 三长老说的是 我们一定加倍努力 龙九文言玩耳一笑 小杰倒是谦虚不骄 日后必有作为 但话一转 若是你们这两个小鬼 有我那卓兄弟一半的才能 现在都可以修炼 我们乾隆阁的家传玄阶五界 听到卓凡 龙奎又傲娇的老亨 九叔 你干嘛又提他 那小子狂妄自大 还不愿加入我们乾隆阁 就算有点小才能 以后也必然没什么成就 我们俩迟早会超越他的 就在这时 门外的护卫突然跑进来城上急报 三长老接过来一看 随即直接瞪大了双眼 见他这副表情 龙九奇怪到底出了什么事 龙三没有多说 似笑非笑地将信件递了过去 结果下一秒 龙九也彻底被上面的内容震惊了 幽鬼七竟然被卓凡杀死在了青云城内 一时间 大厅内的所有人全都震惊不已 龙九按道一声好兄弟 我龙九又欠了你一份大人情 而反应过来的阁主也不禁哈哈大笑 干得漂亮 看来本阁主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这小子果然是人中龙凤 传我命令 立刻加大对洛家的远处 同时派人保护洛家的安危 这个老六不愧为逃跑大师 没多久就从清明城逃回了幽冥 只见幽冥双手趴地 面前正是谷主幽万山 而从他口中 幽万山知道了清明城内发生的一切 原来他们幽冥补的三位长老 都是被卓凡这个小子打掉了 瞬间气得火冒三丈 幽冥见状也只能连忙磕头 想到卓凡是洛家的管家 便准备直接去灭了洛家 这时 一旁的二长老却出声制止 谷主 不可 一听此话 幽万山瞥眼看向他 二长老此言何意 难道有人打了我们的脸 我们还不能找对方算账吗 那我们幽冥补颜面何存 谷主息怒 二长老解释道 老夫并非阻止谷主算账 只是谷主可曾记了一年前 皇帝已经对我们欺加下了禁令 不准我们踏入风铃城一步 现在我们若公开违抗 只会落下口石 给上面打击我们的机会 一旁的大长老也出声附和 老二所言有理 线下的确不宜公然与皇室畅反调 根据宪报 皇室与乾隆阁的高手都在风铃城 恐怕我们此去正中他们下怀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幽万山当即怒火中烧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要是七长老还在 又怎么会有这种烦心事 一想到此 对卓凡的恨意就更深了 可恶的小子 偏偏把老夫最重要的智囊给杀了 正在众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一直沉默的幽明开口 欺禀谷主 弟子都胆献上一记 幽万山文言都恨不得立马掐死他 还敢上来插嘴 幸好一旁的大长老出声劝努 才让幽明有机会把话说下去 我们完全可以不管洛家 这个小家族能崛起 全靠卓凡 因此只要除掉他 洛家便不足为惧 幽万山文言顿时眼前一亮 只听幽明继续说道 我们确实不能靠近风铃城 但现在卓凡却不在那里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理洛家 只要专心对付卓凡就行了 我们可以发下幽明追杀令 让他在整个帝国无处可逃 到时候我们知道了他的动向 在他逃回风铃城之前 埋伏除掉他就可以了 幽万山听话哈哈大响 觉得这办法可行 当即下令 只要提供卓凡的线索 一律可以成为幽明谷的附属家族 如果能拿下他的脑袋 立马成为第一附属家族 文言幽明内心狂笑 卓凡 这次看你死不死 而大长老却提出了顾虑 这卓凡既然能杀了幽狗妻 我们即便发出了追杀令 那些小家族也不一定能奈何他 我看最后出手解决他的 还得是我们自己 以幽明对他的描述来看 此人应该是魔道炼体修士 能与之一战的 只有我们古中排名前五的长老才行 说着便撇向一旁红发男 老五 你已赤眼母火断体 金刚不坏 跟那小子正好一战 谁知五长老听后却一口拒绝 你们可别找我 我要去参加花语楼的百单盛会 没功夫去追杀那小 幽万山文言顿时满脸的独屑 一群臭娘们站着七家之席 总有一天 老夫要把他们的地盘都夺过来 大长老没有接话 转头看向幽明 今天请你入我门下 先赞待老妻 为幽明鼓好好献祭 画面一转来到黑风山 一道黑影进入某处山洞 而里面一名壮汉正在打坐修炼 倒到黑气在他周身盘旋 当注意到一边的动静时 壮汉的嘴角勾起弧度 你的前影觉真是越来越厉害 到了身前我没有丝毫察觉 雷小姐 来人正是飞风山的雷宇婷 他看着对方 好奇道 你究竟在练什么邪功啊 庞统领 这个男人原本资质平平 但在修炼功法后短短一年 境界进步之大 竟让许多天才演员 原来庞统领在修炼了魔杀绝后 实力境界也很经非西 而一切都要归功于浊凡的传授 当雷宇婷来到山洞后 庞统领偏眼看向后方说道 你送来的这二十个小孩 只有一个勉强通关 你帮我再找几个吧 雷宇婷文言瞬间瞪大双眼 二十个修炼 只有一个活着 还要找 这已经算是很高的通过率了 然而庞统领一脸淡定 一开始五十个人修炼 无人存活的事也常常发生 但是为了落家 这一切都是直等 然而雷宇婷却没好气地冷哼一声 你们修炼得到勤快 看看卓凡最近都干了什么吧 老庞接过信件一看 顿时震惊当场 只见雷宇婷满脸严肃 那小子杀了幽冥谷的七长毛 现在幽冥谷对他发出了全程追杀令 可老庞听后却是一阵狂笑 卓兄弟不愧是干大事的人 走到哪都是惊天动地啊 以卓兄弟的本事 这小小追杀令可奈何不了他 反观雷宇婷却是咬牙切齿 呵 鬼才担心他 居然为了一个女孩去惹幽冥 他什么时候这么正义过了 老庞这才发现原来这丫头吃醋 只能装傻善想 其实有时候嘛 卓兄弟这人还是挺喜欢打抱不平的 闻言雷宇婷却根本不相信 当即回怼 他喜欢打抱不平 老娘还不了解他 说吧 他冷恨一声便静止离开了 可突然旁同龄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情 连忙出声大喊 这件事不要告诉小姐 尤其后面那段 然而雷宇婷早已不知所踪 与此同时 千里之外的卓凡突然打了个喷嚏 他不禁有些奇怪 是不是谁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 然后缓缓走向一座小山 脚下一灯便飞身跃入空中 只见他手动灵力不断聚集 同时大喝一声 魔煞三绝第一是 魔龙冲天 随着他手掌挥出 一条由灵力幻化而成的魔龙 被将前方窜了出去 瞬间将眼前的小山炸的四分五裂 紧接着 便是魔煞三绝的第二是魔龙爪 一掌挥出 空中的碎石直接化为了鸡粉 最后他又使出第三是幽龙鬼好 只见到道声波迅速向着四周扑散 眨眼间 整片区域所有的飞禽纷纷掉了 然而这三招虽然威力极大 但对卓凡造成的负担也非常大 此刻几乎已经消耗完了所有的原力 卓凡深知自己会遭到幽冥鼓报 所以这才提前修炼了保命的无忌 可自己也没想到 三招所需要的原力竟然如此之多 如此一来 除非是生死时刻 否则一旦使出来 对方如果没被干掉的话 死的那个就是自己 趁着打坐恢复原力的捆倒 卓凡取出雷灵确淡一阵观察 凭着雷灵界的滋养 但已经稳住了气息 但想要成功孵化 还需要能气死回生的天才地宝扶住 正想着去哪里搞点这种灵药 可不远处却突然传来一阵争吵 宋玉 识相地就将断体丹交出来 卓凡寻生走去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打扰自己想事 只见一群人正包围着一对年轻男女 只听其中的年轻男子怒吓 这断体丹乃是我们宋家不传秘制 我们还要拿它去参加百丹盛会 岂能白白给你 卓凡文言 断体丹 百丹盛会 随即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这可是你们自己送上门的 正所谓匹父无罪 怀必其罪 这两个年轻姐弟就是因为 身怀恋丹秘书而遭人为奖 为首的昆老头目光炙热地看着两人 宋玉 宋倩 你们年纪轻轻就能迈入断骨径 都是多亏了这丹药的功效 可凭你们这小小三流家族 也配霸占这四品丹药秘方 乖乖交出来 可这是他们宋家立足的根本 两姐弟又怎么会轻易交出去 正想上前拼个捏死我 然后喷老头一跳喷嘴过去 快就把两人打翻在地 然后一脸猥琐地看向宋倩 宋倩小姐 还是乖乖交出秘方吧 否则老夫就要亲自上手搜了 听到这话 宋倩明白了这老头的龌龊想法 当即接过弟弟手中的剑 为了保住秘方 也为了不受欺辱 这对姐弟宁愿自裁也不愿对方得逞 可就在这时 一片树叶急速飞来 击落了他手中的剑 喷老头剑装 连忙向身后看去 是谁只见一名男子从黑暗中缓缓走出 原来是卓帆路见不平 只是一枚四品丹药而已 何必非要导出人命不可能 可当坤老头看清来人的修为后 原本一脸慎重 现却不禁哈哈大笑 我当时谁这么有种 原来也是个刚刚突破断骨镜的小骨 看你的样子 应该是磨到修士吧 论很多 你们磨修罪很绝 现在居然有脸跑来跟老子讲仁慈 我不讲仁慈 只讲实力 文言卓帆淡定看着老头 我要让他们活 你就杀不了他们 白发老者不屑冷坑 呵 就凭你 这时一旁的宋家姐弟赶紧出声劝力 小兄弟 赶快跑吧 你不是他的对手 千万别为我们姐弟俩白白送命 然而坤老头却没打算放过卓帆 跑不了了 既然来都来了 就留下吧 话因为落变已经飞身来到他面前 就当所有人以为卓帆要引恨西北 结果下一秒 卓帆只是一个轻聊淡写 便取下了对方的向上人口 这一幕把所有人吓得愣在当场 一众小弟更是感觉遇到了怪物 直接吓得落芳而逃 见此卓帆二话不说转身直接离开 而宋家姐弟一看恩公要走 急忙追了上去 等等 卓帆文声转过头一脸淡漠 有什么事 而这下直接把宋倩给摔到了 在这个舔狗满天飞的年代 哪个少女不喜欢高冷型男呢 只见她小脸一红 瞬间变成一副小女人的名 不知道兄台尊姓大名 今日救命之恩 我们宋家来日一定报答 谁知卓帆文言想都不想便直接拒绝 不需要 这副态势让宋倩颇感意外 自己在家族中也算是方圆百里的美 想追我的人从这里都排到了国外 可现在却被对方荡成了空气 越想越气的他 再一次上前挡住卓帆去路 这位小兄弟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可卓帆却是一副关你屁事的态力 根本不想给他搭话的机会 但他越是这样 宋倩就越发地想要玩意 于是主动告诉卓帆 我们要去花语城参加百丹盛会 不知小兄弟是不是也顺路 卓帆文言嘴中念叨 花语城 心里却乐开了花 终于上钩了 原来之前他做这么多 就是为了去参加这百丹盛会 这样他就可以在那 寻找让雷云雀弹复苏的天台地堡 而要进入七世家的势力范围 最好的方法就是混进宋家 只见卓帆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好啊 正好我也去那个方向 顺路去见识一下百丹盛会吧 这对傻姐弟去参加百丹盛会 不终欲险被卓帆所救 便热情邀请一同前往 然而他们想不到的是 卓帆真正目的就是混进这百丹盛会 因先前英雄救命 一路上宋茜像花痴一样盯着他 还一边黑黑笑一边脸 搞得卓帆修炼都没心情了 好不容易熬过半个月 等于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结果一看 他们却来到了兰陵城 卓帆当即愤怒地向宋玉咆哮 这是花语城吗 气暗地在逗我吗 洛帆兄弟 别急 原来卓帆应被幽民鼓通缉 告诉两姐弟自己名叫洛帆 只见宋玉呵呵一笑 这兰陵城中有我爹的事叫 我们先去兰陵城里 采办些珍稀药材 然后再去百丹盛会 这样才能有更大的机会 博得花语楼的青睐 听到这话 卓帆差点崩溃 哎 遭老罪了 看来还得跟那花痴呆一段时间 宋茜见他这副样子 一脸委屈 难道跟我在一起很不好受吗 听到这话 卓帆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时宋玉却露出一副 我都懂的表情 洛帆兄弟 我知道你的心思 我跟你一样 也很想马上赶到花语城去 听说花语楼的十五位楼主 各个美若天仙 尤其是总楼主处青城小姐 更是薄色天香 被称为天语第一美人 像我姐虽然也算是难得的美人 但是男人嘛 怎能为了一棵树 就放弃整片森林吧 然而话音未落 宋茜便过来一把掐住了这个地点 你再给我说一句 卓帆见状一阵无语 他现在只想离这对姐弟远点 否则也不知道 智商会不会受影响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他们 切儿 宋茜寻声望去 顿时心里咯噔一下 天 天磊哥 一旁的宋玉跟卓帆解释 齐天磊是兰陵城第一世家 齐家的少爷 齐家跟我宋家是世交 不过他们是二流家族 我们只是三流 所以他们一直瞧不起我们 不过这齐天磊 每次见到我姐都是色眯眯的 卓帆文言心中不惊感慨 这宋家与洛家是何等相似 如果洛家没有误 估计也是看人脸色的三流家族境地 不过是同人不同命 这时 齐天磊也注意到了后面的卓帆 切儿 他是谁 宋玉见状 急忙善笑解释 这位是洛帆兄弟 是我们的朋友 宋茜也岔开话题 对了 天磊哥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达的 我接到了宋伯父的书 归算时日就知道了 说着 齐天磊缓缓向卓帆走了过去 露出一副吊炸天的样子 喂 你跟切儿是什么关系 宋玉担心卓帆会被这个地头蛇盯上 连忙站出来打圆场 齐大哥 他是我朋友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齐天磊一个笔斗直接扇飞 给我滚一边去 老子没问他 随即又嚣张地问道 说 你跟切儿是什么关系 殊不知这部装杯已经惹怒了卓帆 只见他一脸坏笑 这一路上 我跟切儿吃在一起睡在一起 从来就没有出过那辆马车 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 此话一回 齐天磊顿时被气得清惊暴起 一旁的宋茜见状顿感不妙 不好 这样会彻底激怒他的 果不其然 齐天磊当即便挥拳向前砸去 就在这时 卓帆突然怒目而逝 周身散发出无尽的杀气 下一秒 周身三人都惊恐地僵在原地 面前的齐天磊更是直接下滩在地 卓帆缓缓走上前 沉声道 你压再给老子装逼 咋了你 说吧便不再搭理他静置离开了 这个男人原本狂拽裤炫炸天 结果仅被一个眼神就吓成了白痴 这时 男子的父亲匆匆打开 一看自己儿子竟然变成这副鬼样 顿时火冒三丈 这是谁干的 一旁的宋前联盟站出来解释 对不起 伯父 这都是因我而起 您千万别怪其他人 其他人 一听这话 中年男子又瞥眼看向其余两人 可当看到卓帆的身影时 他整个人瞬间显得惊讶不容易 可很快又换上一副笑盈盈的嘴脸 原来是气儿啊 我说这臭小子怎么一大早就跑出来 感情是有归客到火 看来一切都是误会 说吧便扶着齐天磊在前面带路 走 跟伯伯回家 你们好不容易来一次兰陵城 我不肯定要好好静静地主之意才是 文言宋茜却觉得事情反常 他可是齐家家主 齐刚烈 平时从没有对我们有不好脸色 一旁的宋语也出声复合 对啊 今天不知怎么了 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那齐天磊是他的独子 他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今天他儿子出事 居然完全不追究 这里面一定有鬼 卓帆则是淡漠望着齐家父子的背影 是啊 肯定有鬼 当三人进入齐家大院后 宋家姐弟便暂时与卓帆分开 去找齐家叙旧 而卓帆自己也正好落个情境 趁着这个机会安心修炼 可不多时 宋家姐弟便找了过来 洛兄弟 齐家主已经摆好了宴席 要为我们接风 卓帆文言一口回绝 我跟他不熟 就不去了 谁知话音刚落 宋玉就大喊 不行 这反常的表现全看在卓帆眼里 宋玉也发现自己的反应过于激烈 别忙解释 别误会 这里毕竟是齐家 我们不去岂不是太不给面子 卓帆文言缓缓站起身 这样啊 那就去吧 家主宴请 就算是鸿门宴也得去 当三人来到大厅 齐家主和重长老已经在此等过多时 看着现场的布局 卓帆一阵无语 这是要把我围在中间方便围攻吗 压得还能不能再明显一点 不过也无所谓了 反正这群人也不过一群蝼蚁 这时齐家主端起酒杯客套 小兄弟 是叫洛帆吧 我听切儿他们提起过 这一路上还多亏了有你照顾 我先干了 你随意 然而卓帆却是摇了摇头 酒奶穿肠毒药 我戒酒已经很多年了 而且我劝其家主也少喝点味妙 免得稀里糊涂下做出错误的决定 惹上不该惹的人 给家族招来灭顶之灾 此话一出 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 齐刚烈目光淋漓地望向卓帆 你什么意思 不必再装了 你应该早就知道我是谁 否则也不会布下这么大一个阵场 来请我入瓮 一边说着 卓帆将杯中的酒盘捕出来 只见桌子瞬间被酒水俯视出一个洞 齐刚烈见状也不装了 摊牌了 卓帆 你竟敢得罪幽冥 现在幽补竹已经对你下了追杀令 与其让别人得手 倒不如 老夫带着你的脑袋去幽冥古灵上 说吧 所有的长老也默契地蜂拥而上 一时间 四面八方的人一起向卓帆发起攻击 只见卓帆原来的位置 瞬间被炸得碎势纷飞沉烟滚滚 可当硝烟散去后 众人却发现卓帆不见了 而与旁突然传出一阵惨叫声 所有人寻声望去 只见卓帆抓着一名长老的头颅 疯狂吸收血气 这是第一个 这个男人深知富贵险中求 博一博单车变摩托的道路 然而最后他却翻车了 虽然卓帆已经给出提醒 但被利益冲昏头脑的其家主 还是决定博一把大人 在面对几十人的围攻 卓帆不仅毫发无伤 还瞬间反杀了一名长老 这个场景让齐刚烈感到非常震惊 看来传言是真的 你果然是个怪物 卓帆文言满脸堆笑 既然知道我的实力 你们还敢对我出手 连幽名鼓都奈何不得我 难道你们就可以吗 只见齐刚烈目光中充满决局 越是危险的事情 回报才越大 说罢剑步向前 一拳打出 如恒猛虎下山 但这在卓帆面前根本不够看 对碰一拳就把他打飞了出去 连带着整根手臂都以粉碎性骨折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无比 他的身体强度竟如此霸道 真的是人吗 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卓帆又迅速秒杀了在场三人 然后一把抓住齐刚烈的脖子 将他死死地按在墙上 后者见状立刻慌了 卓帆 之前当我自不量力得罪了你 现在请你看在切儿和小玉的份上 放我一马 今后我保证再不与你为敌了 卓帆文言咧嘴邪笑 齐家主 我一开始就提醒过你 千万不要狐利狐徒做出错误的决定 但既然你已经做了 那就该承担相应的后悔 至于他们姐弟 背叛过我的人 还有什么情面可解 齐刚烈 你是小看了我 还是高看了他们俩呀 文言此话 身后的宋家姐弟都不禁惶恐起来 想着要如何狡辩一下 齐刚烈眼看局面已经无法挽回 只能选择拼此一战 于是下令让所有长老一起上 不用顾忌自己 然而 面对众人的围攻 卓帆却没有丝毫惧惧怕 最后到感觉病光突然冲天而起 下一命 子雷双翼出现在了卓帆的后背 而在场的所有人已经全部倒下 卓帆不禁冷哼一声 太弱了 可这时 身后突然射来一只飞镖 原来这才是齐刚烈真正的杀招 他一直在等卓帆放松警惕 但他却不知道 对方的身体已经堪比无品龙丁 又岂是普通暗器能够伤到的 可宋倩哪知道这些 眼见飞镖即将击中卓帆 毅然决然地便挡在了前面 虽然他的行动多少有些多余 但还是让卓帆不禁有些感动 宋倩一脸歉意地看向他 对不起 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只怪我们太弱小 身不由己 看到自己的计划被这个女人破坏了 齐刚烈愤怒地想要过去攒了他 结果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 直接就被卓帆当场秒杀 随即转头赶紧查看宋倩的伤势 发现暗器上居然被人吓了剧 一旁宋云见状面露急切 这一定是齐家的秘制毒药999 我去药房找解药 姐 你一定要挺住啊 便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卓帆本想叫住他 不用这么麻烦 可奈何这小子跑得太快了 区区毒素原理就可以逼出来 正要去帮宋倩解决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种毒竟然能避开灵力的探测 根本无法锁定 更别说逼出来 于是就只剩下最原始的方法 用嘴吸出来 而宋倩本就对卓帆有意思 自然不会拒绝 此刻他只觉得 伤口如果是伤在海那里就更好吧 正当卓帆大口吸引着宋倩的毒素时 后方的门廊角落 正有一道人影在关注着一切 看到卓帆如此行为 他的脸上不禁露出黑黑的笑容 这个男人上来就是一顿允烯 在帮宋倩把毒吸出来后 过完嘴瘾的卓帆告诉他 大部分毒液已经被他吸出来 现在没事 不过卓帆心里却一直纳闷 一般毒血入口都不有辛辣质感 可为何宋倩的毒血除了颜色以外 其他都与一般血液无二 正当他摸不着头脑之际 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 这是中毒的迹象 此时的宋倩见状抬手事宜 下一命 一口金色的大钟从天而降 直接将卓帆完全笼罩在其中 竟然是一件四品防御灵灵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笑声 只见一名老者带着宋玉等人走进来 呵 早就听闻你是个专为女人出头的情种 看来真是名不虚传了 是不是很奇怪自己是如何中毒呢 其实先前摄像切儿的那只暗器上 根本没毒 只是涂了线能让血液变色的药物吧 而真正的毒药是在切儿的肩膀上 你刚刚一定吸得很开心吧 说着 一群人开始红堂大笑 而此时齐天磊却大喝为家父报仇 着凡文言满是不屑 天下无耻的人老子见多了 可像你们齐家这么不要脸的 老子还是头一次见 如果我没猜错 那齐刚烈从开始 就是用来赢我上钩的炮灰 他的死 你们早就料到 现在还好意思说为父报仇 听到这话 白发老者的脸上露出疯狂之色 是又如何 老夫舍了儿子还有孙子 只要拿到你的人头 齐家就能成为优名比第一附属家族 一家之下万家之上 之后 要多少长老有多少长老 齐家只会越来越强 比起未来的家族荣誉 现在的一点点损失算得了什么 卓凡文言乐了 不错够无情 可惜眼光太狭隘了 牺牲了那么多 就是为了当一条狗 白发老者文言也没有生气 呵 等杀了你成为优名比第一附属 齐家就真正腾飞了 杀我你也没 只见卓凡额头上 突然出现一团青宴 随即看着众人邪笑 老子杀幽鬼 气势送给他一句话 现在也完全可以送给你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手段都无济于事 见到这一幕 老者的脸上满是震惊 怎么可能 这是我们齐家祖传的是神赛 连神照进高手中了都几手 为他就这样解 而其余人的心里也是慌的一批 老者健壮 赶紧出身安 别担心 那小子还困在老夫的四体民兵里 然而话还没说完 卓凡就已经出现在他后面 再看那四体民兵 已经被破开了一个大洞 下一幕 这位齐家的天玄强者 已然隐恨西北 两名长老健壮 连忙挡在齐天磊身前 少爷先走 我们拖住他 齐天磊和宋家姐弟闻言 直接转身就跑 不过这两名长老显然也是白饼 很快就嫁贺西卷 另一边 三人疯了似的不停狂奔 忽然一道流光出现 瞬间洞穿了齐天磊的胸膛 只见卓房缓缓从空中落下 拦住了去路 宋倩健壮扑通就跪了 卓兄弟 我们也是逼于无奈 你要是有怨恨就杀了我 但请你放过小玉 他是我们宋家唯一的男丁 见到这一幕 卓房不经党恺 一样的形势所获 家族为难 你们跟他们还真像 听到此话 宋倩疑惑地抬起头 你是说洛家 没错 你们跟他们太像了 让我不忍心下手 宋家姐弟闻言以为稳了 谁知下一秒 一道流光瞬间 洞穿两人的身体 只听卓房冷声否定 但有一点不像 你们两个 比他们精明多了 春宗拂面杨柳岸 我驾马车寻灵丹 不识高人真面目 只因狗眼太低端 卓房解决掉姐弟两人后 毕容成宋玉的样子 继续向花雨城进发 几日后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可刚准备进城 周围突然就冲出一群人 将他拦了下来 红穿着上布 难看出是幽冥谷的弟子 而他们的目 就是为了盘查过往的行人 卓房疑惑到 这里不是花雨城管辖之地 幽冥谷怎么的 少他压得废话 快报上名来 不然宰了你 为首的头子怒喝 好在卓房早有准备 当即拿出了宋玉的身份令牌 在夏夜宇成宋家 宋玉领头地接过令牌 思索的片段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于是便准备离开 不过在离开前 他递给卓房一张画报 你可以走了 不过 你要是见过这个人 要马上向我们通报 卓房打开一看 果然是幽冥谷的追杀令 不过这上面画的人像 有点一言难尽就是了 哼 果然是一群低端狗眼 老子就在你们面前 你们都不认识 还上哪去抓 进城后 卓房准备先找监客栈住下 可结果店老板却根本不搭理他 见对方如此态度 卓房顿时怒不可 拍桌子一声大喝 到底有没有工房啊 你当我给不起零食吗 还没等老板回话 旁边却突然传来一阵大笑 宋玉 你这小子真是个土包子 连花雨城的规矩都没弄懂 就敢跑来参加百单圣会 见此情形 卓房立刻警觉起来 没想到这个地方 居然会有人认识宋玉 对方看面前的宋玉不说话 还以为他跟以前一样 当即讥笑一声 难怪当初我妹妹看不上 呵呵 兄台说得极是 卓房挠头善笑 然后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准备开溜 哎 等等 谁知他这反常的举动 却引起了对方的怀里 你不对劲 今天怎么看着这么奇怪啊 什么兄台兄台的 为何突然叫得这么声书啊 文言卓房顿感不妙 糟糕 马上就要瞒不住 身份一旦暴露 幽名鼓的人就会追上来 那还怎么参加百丹盛会啊 就在卓房纠结要不要干掉他时 只见那名公子哥突然强行脑补 对 你是不是还在愿玩当日巨昆之事 令你颜面受损 没想到你这么小气 到现在还耿耿迷滑呀 听到这话 卓房瞬间就有了周旋的余地 于是装出一副王不子弟的样子 知道还说 从今开始 我们断交 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了 文言对方果然上套 立刻摇头 哎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和我妹妹的事干嘛要扯上我来 再说 别忘了 咱们可是连金兄弟 一起扛过枪的 一听此话 卓房立刻明白宋玉跟眼前家伙的关系 一对酒肉朋友 于是黑黑笑道 好汉不提当年勇 这种事 你可是不如我呀 听假宋玉这么一说 年轻公子当即表示不服 那往我七次 你才五次 不过话说回来 那三天三夜 真让人流连忘返了 就这样没一会的功夫 两人有说有笑就如同多年的老远 聊得那叫一个火热 卓房想着事情已经忙过去 看他们的穿着气质 至少也是个二流世家吧 借此机会 反而可以在这二愣子身上套点情报 于是他看向对方招手邀请 大哥 这么久没见 不如今天兄弟我做东 你我兄弟二人好好畅聊一番如何 卓房伪装成宋玉混进花语城 没想到却碰上了宋玉的酒肉朋友 幸好最后有惊无险没被看穿身份 还取得了对方的信任 靠着他们那点男人间的秘密爱好 很快就聊得热火朝天 卓房在谈话中得知 面前这个人的名叫董天霸 乃一个中等城池内的第一家族 放眼整个天与帝国也算是二流之列 而董天霸是在一次办事的途中 欲然结识到了宋玉这个存影 宋玉非常懂得如何迎合他 投其所好 很快就成为了他的酒肉之己 董天霸甚至于 打算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宋玉 但是董小婉是董家的伯女 掌上明珠 就凭宋玉这副德行 上门提亲的结果 就是被董老太爷轰了出来 还把董天霸也训斥了一顿 尽管在所有人眼里都是驼祥的宋玉 但在董天霸看来 宋玉却是他难得的知音秘影 一想到此就一难平 什么灯涂浪子 咱们这叫真性情 玩的就是真实 文言身边的长老都感到无地自容 这时 董天霸突然看向面前 宋玉 你姐怎么没来 卓凡答道 路上奔波劳碌 半路我就送他离开了 并且建议董天霸何必单恋一枝花 在这花雨城中寻找家人何不美哉 但文言董天霸却摇了摇头 花雨城的女人不能碰 你知道的 花雨楼是七世家中唯一女权的家族 这里女人的地位很高 是通过招揽个大家族的男子陆坠 繁衍至今 卓凡不紧 难道追求心意的女子也不行吗 可董天霸文言却有着自己的理解 难道追求和调戏不是一个意思吗 卓凡当即愣 董兄真是大才啊 然后询问起这里的规矩 比如这个客栈 董天霸告诉他 在百单盛会期间 因为来的世家太多 所以花雨楼定下了住宿的规矩 三流世家只能住在偏远的平坞 二流世家可以住宿在客栈里 一流世家由花雨楼的十五个楼主招待 至于七世家 询问钟卓凡才知道 花雨楼属于中立派 七世家的各大代表都可以来 而幽冥谷更是最早来的 卓凡正想细问幽冥谷 来人是哪位 可突然一名部位打断了谈话 公子不好了 小姐出事 当他们赶到时 发现董小婉正忙费地跪在地上 旁边则站着一个傲慢的女人 董天爸连忙上前扶起妹妹 小婉 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谁干的 然而董小婉却战战兢兢 对此闭口不打 只想拉着哥哥赶紧离开 可这时身后的女人 却突然叫住她 谁让你走了 刚才本小姐说过 让你自删一百个耳光 现在才三十路 你就想走 不管你是谁 只要被我找出来 就让你全家不得好死 此话一出 董小婉的脸上瞬间布满惊苦 屈辱的眼泪瞬间滑落 但她清楚对方背景通天 于是继续蒙扇自己耳光 董天爸见状赶紧拦住妹妹 询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董小婉哭诉 我看上了一件首饰 正想要买下来 可是她却 听到这里 董天爸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原文 她当即愤怒地看向傲娇女 这东西明明是我妹妹先看上了 你从她手中抢走也就算了 凭什么还如此虐待她 傲娇女文言呵呵一笑 我问她要她不给 天天要本小姐动粗才肯乖乖交出来 搞得本小姐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对她小事承接一番 难道不应该吗 文言这嚣张的态度 董家人都气炸了 连一旁看热闹的卓凡都不惊论你 这个女人太过分了 抢了别人看上的东西就算了 还要别人自扇一百个耳光才能离开 眼见自己的妹妹被如此羞辱 董天爸当即就要飞身上去 教训教训这个贱女 可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还没等董天爸有所反应 直接一脚将气踹飞出去 定睛一看 一个手持扇子的年轻男子潇洒了 单单发生什么事了 而一旁的卓凡看出 此人的修为已达断骨进七重 如此实力 即便放在七世家中也是天之骄子 而扇子男在得知事情后 喷一声 居然敢得罪我们牡丹楼的萧大小姐 还真是不开眼 话语十五楼中的牡丹楼 董天爸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妹妹得罪的竟然是话语楼的人 于是赶紧低头认错 先前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小姐 还望小姐恕罪 恕罪 你哪里有罪 傲娇女不由计笑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 是我先抢了你妹妹的东西 还质辱于她 以为她出头不是应该的吗 可是 你有那个实力吗 一听此话 董天爸顿时冷汗直流 她知道自己再不做点什么的话 事情就难办了 于是开始不停地扇自己耳光 小姐教训的是 小人不自量力 实在该打 见到这一幕 周围的人也只能默默叹息 敢怒不敢言 傲娇女见状不屑冷哼 废物 一点也不好玩 连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可说着 却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着身旁的扇子男说道 天宇哥 要不你陪他们玩啊 扇子男文言咧嘴一笑 单单 你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我看这小子对他妹妹还不错 要不然这样 你的身法好又善解人意 不如就便宜你了 要是你能在他们几个 段谷高手的保护下 把那姑娘的衣服扒光 那姑娘就归你玩乐了 而且我们花雨楼 也不会追究此事 此话一出董家众人怒 董天爸更是怒入言真 这已经不只是欺负人 而是根本没把他们当人看 即便是欺世家 如此行为也太 可扇子男却突然摆手拒绝 单单 你实在是太误会为凶了 我们快活龄 虽喜欢快活 但并非银血之辈 你这要求真是太为难我了 嘿嘿 话虽如此 可明眼人一看他满脸猥琐 就知道刚刚说的话不过是放屁 傲娇女更是对他翻了个白眼 得了吧 看你高兴成那副样子 我都不介意 你还有什么担心呢 反正明年七月我照样是你的人 你依然会入坠我们花雨了 又不会改变什么 见傲娇女不像是在开玩笑 擅自男眼神变得放肆起来 既然单单如此要求 我也没办法 舔着舌头说道 不过单单 记住可不能秋后算账 说爸便缓入上前 当即就要动手 对着董家众人携笑 你们也听到 不是我林某好色 实在是你们得罪我夫人在先 这时董天爸突然喝倒 等等 林公子 刚刚这位小姐的游戏龟子 我听得很清楚 只是不知 我们若侥幸阻止了您一次的话 该当如何 如果你们能倒派一次 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本小姐永远也不会再追究 听到这话 董天爸便决定放手一搏 好 那我们就得罪了 然而话音刚日 只听身后传来一声尖叫 董小婉身上的外套瞬间就消失 只见扇子男正拿着那件衣服稀稀索索 明笑着看着董天爸众人 眼神不错 可惜啊 你没那个实力 这个男人身法快如闪电 迅捷如风 然而一旁看戏的浊帆却看出 他其实须有其表 这小子断骨七重的修为 但出手的力道只有断骨六重 看来修炼都修到身法上去 然而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速度再快 但手上没有足够的力道也伤不了人 随着日后修为提升 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看似潇洒 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修炼废人 只是 仅凭董天爸和那三个老头 也完全顶不住他呀 这边董天爸在见识到对方的速度后 变得非常谨慎 立马命令众人将董小婉围在中间 小胡子见此更加兴奋 没用的 听你们几个 可怜我的身影都看不到 只见他身影突然从原地消失 下一秒 随着董小婉一声尖叫 一件贴身衣物出现在小胡子手中 被他细细锁锁了起来 第二件已经让在下如此迷醉了 不知小姐最后一件如何呢 看着身后妹妹如此凄怜 董天爸内心十分难受 虽然明知道对方的目标是小婉 自己却无法阻止这一切 这时 傲娇女有点不耐烦了 还有完没完 快点扒光她 文言小胡子也不打算浪费时间 再次飞升过去 眼看着董小婉最后一件衣服即将不改 董天爸也只能歇斯底里大喊 婉儿对不起 大哥没能力保护你 可突然伸出的一只手 将小胡子牢牢抓住 只见卓凡咧嘴笑道 这最后一次 吓我一个怎样 面对这个不知哪里杀出的不速之客 小胡子立马谨慎地退了回去 一旁的傲娇女见状以致问道 你是什么人 只见卓凡嘴角勾起一米 一指身后的董小婉 我是她相对 文言一旁的吃瓜群众都惊呆了 但她又继续补充道 不对了 应该说她是我妻子 以前去她家提亲被她拒绝了 所以算潜伏 看卓凡傻里傻气的样子 傲娇女也没在意 反正修为不够断肤初期 不碍事 而且她也想看看 当一个痴情汉子 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扒光时 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一旁的小胡子在探亲来人修为后 也欣然表示同意 故作潇洒道 反正即便来再多人 结果也一样 反观董天爸 却是露出满脸担忧 兄弟 这件事你不该参与进来 卓凡呵呵一想 董兄这就见外了 我们可是连金啊 自然有难一起扛了 说着 转头看向董小婉 放心吧 他不会再拿走你一件衣服 感受到这强大的安全感 一时间董小婉都不禁有些心神失手 只见卓凡对着小胡子勾了勾手指 来吧 看到对方如此嚣张 小胡子瞬间暴怒 等老子收拾完他 下一个就收拾呢 这一幕可把董家兄妹吓坏 卓凡却满不在意 一个挑良小丑而已 董兄不用太在意 听到此话 傲娇女不禁扑斥一笑 天宇哥 竟然让一个愣头轻嘲笑 胡子难闻眼嘴上说着不在意 可抽搐的嘴脸已经说明他气炸了 飞机脚下一灯 静止向董小婉冲了过去 最后一见 让本公子好好欣赏一番姑娘的美景吧 眼看着董婉即将针戒不保 就在胡子难以为要爽时 耳边却飘来一句 想得美 只见卓凡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一拳就将他揍飞出去 在场的所有人都猛了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 众人都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见小胡子已经倒在了地上 而对面的卓凡却一脸凝淡风轻 有些人 就是欠造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残忍了 居然拿自己的脸去打别人的拳头 就在董天爸满脸惊恶之时 卓凡却一脸善笑巧先出声 哎呀 我的手好疼啊 刚刚有什么东西撞到我的手上了 看到这一幕 董天爸非常兴奋 兄弟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可是连他半个身影都看不到啊 卓凡翻了个白眼 需要看他的身法吧 只要盯着他的目标就可以了 众人文言都眼前一亮 对啊 就算他身法再快 最终目标只有小婉一个 只要盯着他就可以了 反应过来的众人满脸夸赞之色 这次要不是有兄弟们 我们就麻烦大了 可卓凡却提醒众人 不要高兴得太早 这件事能否作罢 不是董兄说了算的 听到这话 董天爸当即回过神来 只见小婉子正满脸阴沉 仿佛随时都要抱走 董天爸顿感不妙 小人们恰巧挡了林公子一回 望萧小姐高抬跪手 我们就此离开 崩围了两句就准备带妹妹开溜 可当即就被傲娇女给拦了下来 这件事本姑娘是不追究了 不过可惜 天宇哥似乎不想放过你们了 小胡子也表示 不会轻易让众人离开 要继续陪他玩 玩到他满意为止 此话一出 董家众人全都傻眼了 这不就是没完没了了吗 董天爸暗暗咬牙 非要将我们家 最后一点尊严都扒光为止 说凡见状感觉没有必要在客前 属实是给脸不要脸 于是便再次走上前 表示也要加入这个好玩的游戏 然后对着身后的董天爸窃笑 以前我和董兄也玩过类似的游戏 不是吗 随即说道 现在你要撕我的女人 那我没得撕 好像有欠公平吧 小胡子文言不屑见笑 你刚刚只是碰巧打到我一拳 就以为真的可以跟本公子对抗 真是白日做梦 卓凡却是继续欺负 林公子 你是没信心还是怕老婆呀 听到此话 小胡子顿时被气得清惊报气 刚准备发飙 和一旁的傲娇女却突然开口 最近出了个卓凡 敢挑战七世家威严的愣头青 倒真是越来越多了 不过 你有那个实力吗 然而他话锋一准 今天你若是能在天语哥的面前 剥掉我一件衣衫的话 我就把他踹了招你入坠 此话一出 周围的吃瓜群众 琪琪张大了嘴巴 卓凡却呵呵一笑 丹丹姑娘 话可不能说得太满 游戏虽然刺激 但小心被玩扑了 傲娇女文言更是得意 哎呀 你扑我都不会扑 而一旁的小胡子 早已经听不下去了 当即大喝一声 好了 废话少说 你们都准备好 本公子要出手了 这时卓凡却突然抬手打断 既然说好了要公平公正公开 便转头看向董家众人 你们先退下 留我一人足矣 脸的日后又拿人多当借口耍赖 然后深情地看向董瓦 董小姐 你相信我吗 然而面对着海皇级的辽媚技巧 这丫头早已身陷其中无法自拔了 话音刚落 小胡子已经飞身来到他们的身后 自信这次百分百能够得手 这最后一件衣裳 本公子就笑那 结果下一刻又被卓凡一拳揍飞 就在他震惊对方的速度 居然能跟上自己之计 卓凡用讯为不及而知识 瞬间撕烂了傲娇女的外衣 然后转过头对着小胡子不屑冷笑 论速度 你还差得远呢 这个男人速度有多快 即使是你单身二十年的手速 在他面前也只是个弟弟 仅用一秒就撕去了美女身上的衣服 他的速度之快 就连专修身法的小胡子都被磨压 董家众人更是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没想到这个三流世家的小胡子 竟然有这么一手 居然超越了七世家的弟子 只见卓凡拿起手中衣裳 轻轻秀了秀 随即歪嘴一笑 单单小姐不愧是花雨楼的弟子 与世界那些雍之俗坟果然不同 这股体相本公子是永远不会忘记 一听此话 傲娇女顿时满脸潮 有点被撩倒 小胡子一看 竟然当着老子的面调戏我老婆 也太不把我快活灵放在眼里了 但他并不知道 卓凡的骚操作还远远不止于此 只见他一个剑步飞身上前 直接一把老婆傲娇女 海王雨露不要前师地往外图 夸赞对方的同时 还不忘对小胡子一顿数落 面对如此强功的男人 傲娇女显然有点把持不住了 而一旁看着这一幕的小胡子 气得差点原地爆炸 臭小子 放开你的脏手 不然老子不客气了 闻眼卓凡手上反而搂得更紧 然后瞥眼看向胡子男 林兄这是干什么 这个游戏不是你先提出来的吗 自古以来 败者一无所有 如果林兄能胜出 两个女人都是你的 否则的话 你这个没用的男人 就要被萧小姐踹出后选 然后凑近其耳边使出魅惑之术 让在下成为你的入目之宾如何 傲娇女文言鬼使神差地点头答应 这一幕 把胡子男气得吐了两斤半的血 小子 你气人太甚 结果下一秒灼烦肆意狂笑 气你又如何 辱人者人横辱之 有本事赢了再说 胡子男文言全速冲上前 打算把董小婉的衣服扒个金光 可这速度在卓凡这里还是不够看 又又又一次将她一拳揍飞 等小胡子滚了七七三十八圈 重新站起身的时候 卓凡已经回到傲娇女身边继续挑逗 单单小姐 你那没用的男人又输了 这次我又要扒掉你一件衣服 而此时的傲娇女 完全被卓凡给溺住了 已经彻底沦陷 讨厌 你就不能温柔一点了 小胡子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感觉自己地位不保 痛骂两人肩肤淫腹 可话音刚落 就被一巴掌扇在了脸上 无留看一人猛逼当场 这时卓凡居高临下 林兄 你还有最后一次击辅 要是还失败 单单小姐可就要归我 这时的小胡子已经明显起了杀心 而卓凡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更加肆意地与傲娇女暧昧起来 各种情话让她无法自拔 胡子男终于忍无可忍了 打算一招送这对狗男女去西天取经 傲娇女眼看疯狗开始乱养人 当即大喝 林天宇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我花语楼地盘队伍处杀招 然而小胡子哪里还管什么花语楼 现在最重要的是挽回男人的尊严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面对自己的权力一击 卓凡竟然没有丝毫要躲闪的意思 这让胡子男都感到有些猝不及防 听一声巨响 现场瞬间被一股强大的气流淹没 然而下一秒 小胡子收脚定睛一看 彻底傻了 满脸的难以置信 只见面前卓凡毫发无伤 星红的斜眼盯着前方的小胡子 这就是你的最后一搏吗 真是弱得可以 这个男人被吓成了一只蟑螂 自己最强一击竟让人单手倒下 这让他看对方的眼神都变得回去 是 练体修折可是你的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 谁说练体之人不能修炼速度 卓凡文言呵呵笑道 像你这样为了追求速度 而荒废自身实力的愚蠢之人 已经跟废物没什么两样了 话音刚落 卓凡突然抱起 一脚踹向小胡子的小小胡子 看了个犀利残忍的荫物 拱天霸等人都震惊不已 一个断骨一重的修者 竟然将断骨七重的高手一脚背掉 而这个高手还是玉下七世家的弟子 而此时卓凡转而对傲娇女开口 丹丹小姐 你也看到了 你的未婚夫就算不死 以后也不能人道 你该不会怪我吧 此时的傲娇女已被迷得神魂颠倒 没有丝毫生气 还直呼好吧 然而卓凡却是话锋一转 只不过这么一来 你那位婚夫可就算输了 按理我该除去你这最后一件衣衫 听到这会儿 傲娇女顿时一惊 随即干大善笑 哥哥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难道你想让人家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出丑吗 卓凡听后却是一阵哈哈大笑 我说过辱人者 人横辱之 可不单单是讲给你那非人丈夫听的 伸手就要把她扒个金光 助手 这时一声娇和传来 飞来的绸缎将卓凡的手死死缠住 见此情形卓凡也没有反抗 毕竟身段还不能暴露 转头看去 只见一位身穿轻衣气质脱俗的女子 逢天而降 周围众人见到她 无疑不拱手扣败 轻衣女子将手轻扶傲娇女的额头 下一秒 傲娇女才如梦初醒 不明白自己刚刚为什么会发烧 轻衣女子暗叹一声 傻丫头 着了别人的道具还不自知 转而目光伶俐地看向卓凡 小兄弟 若是你有意追求我们花语楼的姑娘 自可凭本事来 用魔音射魂这样的手段 不嫌太龌龊了吗 卓凡文言解释 姑娘说的是 可惜在下并无追求丹丹小姐的意思 这么做 不过是想给她一个教训吧 听到这话 傲娇女羞愤不已 师伯 别听这臭小子的 她敢当众羞辱弟子 显然是不把我们花语楼放在眼里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就被轻衣女子瞪了一眼 闭嘴 你还嫌不够丢人吗 随即 又看向卓凡 若非知你事出有因 就单在花语城使出媚妇之术这顶 本作便早已将你绳制衣服 然后轻衣女子拿出一件衣服 缓缓走向董小婉 姑娘 单单这孩子被她师父惯坏 回去之后本作一定严惩 就请你不要计较 此话一出 董小婉受宠若金端连连败谢 见此事已了 轻衣女子也不打算继续逗留 立刻带着傲娇女飞身离去 只是在离开前 意味深长地看了卓凡一眼 卓凡暗自分析着 自己的身份难道已经暴露 而董家众人却一股兴奋地跑了过来 贤弟 这次多亏有你啊 要不然我们董家可就颜面无存了 但卓凡此时却无心与他寒暄 董兄 那轻衣女子是谁 董天霸告诉他 那人是花语十五楼 第一楼 清华楼楼主 秦采青 卓凡文言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难怪修为如此身后 竟然是楼主 只是若那秦采青已经知道我的身份 为何不揭穿呢 还是说怕打不过回去叫人呢 想到此 便决定亲自去验证一番 于是便向董家众人告辞离开 卓凡看着缠在手上的断袋 花语十五 有点意思 正所谓牡丹花吓死 坐鬼也风流 面前的美女正是花语楼的牡丹楼主 看着如此游误 一旁快活灵的长老都快压不住枪了 但还是疑惑道 为何此次前来不见董楼主出面招待 听见此话 牡丹楼主没有正面回应 而是摆出一副娇魅欲滴的样子撒娇 谈笑之间便将其疑问打消了 一旁幽冥谷的五长老对此满脸不屑 他可不像坏活灵的人那样 就会用下半身思考 质问百丹盛会为什么还不开始 文言牡丹楼主五妹一笑 各大世家还没到齐 哪里能够开始的 坏活灵的林长老也出生复合 不用搭理他 反正幽冥谷早已焦头烂了 被一个矛头小子连杀三个长老 所以五长老才会如此心服气躁 生怕自家长老什么时候会又少一个 而此番话瞬间激起了五长老的怒目 正遇上前和林长老动手 闻口却突然缠来一阵笑声 来人正是要王殿的严松和清传弟子 两位长老要打架 也算老夫一个吧 见两人都不吭声 严松的徒弟趁机嘲讽他们都是耸包 虽然话是嚣张了点 但严松的确也是凶名在外 丝毫不弱于在场任何一位 即便是冲动如五长老 也只能默默忍下这口恶气 不敢与其正面硬刚 林长老本想奉承两句 谁知同样遭到了严松的蔑视 林自天 你不必阳奉阴违 我知道你们都见不得老夫 可这百单盛会 没有老夫这独守药王出场 又怎配得上百单二字呢 林自天文言虽然气愤 却也不敢与之发生冲突 同样不欢迎严松的 还有这次的主办方花雨楼 他们从一开始就没邀请药王店参加 可严松横行无忌惯了 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老夫今天就来了 难道你还要把老夫赶走不成 面对如此嚣张的仕途 性格火爆的牡丹楼主立马炸 就当现场剑拔弩张的时候 低楼楼主秦彩青出现了 看到来人 牡丹楼主瞬间转目为喜 师姐 你终于回来了 这里来了不速之客 妹妹我可完全没有办法 还不是给你的宝贝徒弟收拾烂摊子 我早告诉过你 对弟子要严加管教 莫要辱没了我花雨楼的威名 文言牡丹一脸迷惑 是谁 他犯了什么事 话落 门外的丹丹便被人带了进来 果辣的身材立刻吸引了严松的徒弟 可看到后方昏迷不醒的林天宇 林长老瞬间暴命 是谁 岂敢伤我爱徒 严松的徒弟则趁机说起了风凉话 嘲笑什么师父教出什么样的徒弟 秦彩青却出声否定 打伤林天宇 即便你是严老门生 也未必能讨得了半分好处 一旁的牡丹则十分不挤 但师姐为何不将那人抓来 然而秦彩青却表示 对方战略 出事无名的事情 他是不会做的 随即便让丹丹将来龙去脉说出 幽名鼓的五长老文言冷吼一声 这场子必须找回来 和弟子间的矛盾 如若长老出面本地 岂不是更丢妻世家的颜面 接着积笑道 可心里林自天没再带个徒弟来 否则让你的弟子去给天宇报仇 也能给丹丹这丫头找回点脸面不适 听见此话 严松的徒弟却眼前一亮 知道表现的机会来了 一把抓过丹丹就往外走 你跟我来 我替你报仇 然而没人注意到此时的五长老 嘴角却悄然勾起了一门一度 正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 这个男人一眼就看上面前的游物 在得知其被欺负后 二话不说 拉起女人的手就要去报仇 严松默默看着两人离开 片刻后偷偷跟了上去 而紧随其后的便是幽名鼓舞长老 原来一众长老都在猜疑 这个能越阶打败林天宇 显得来历不明的小子 是否是传说中的恶魔灼烦 而这正中了秦彩青的下怀 可依旧不见有任何追兵前来 这让卓凡都自律是否过于一神一鬼 就这样走了一路 两久便来到了一片贫民窟 这里便是三流世家临时落脚的地方 可眼前到处是互相争斗的场合 而他们大打出手的原因 竟然是为了争夺更好的居住环境 卓凡剑辞忍不住暗谷 这些人真是没出息 简直烂泥扶不上墙 难怪会安排在贫民窟 正感慨之际 远方一座看起来不错的房子 引起了他的注意 但奇怪的是 那里周边竟然空无一人 林林环境比外面的好很多 这时一名路人好心提醒 如果想找个地方落脚 可以到他那里去 给他挪个位置出来 但千万不要进入那座房子 卓凡文言十分不解 路人告诉他 那里住着一个瘟女 全身上下都有毒 之前那些不明就里的人住进去 即便没有跟他接触 也在三天内全部死亡 所以就连当地的乞丐 都不敢来这里落脚 也就是百甘圣会期间人满名坏 花雨楼才把我们安排在这鬼地方 这话虽有抱怨 但也引起了周围人群的不愤 哄递花雨楼为什么不把这瘟女解决 可卓凡此时心中却满是不屑 心想那瘟女再可怕也是他先来的 而这些外来的施家不仅纠战雀巢 还想要赶走他 甚至想弄死他 与此为无减直脏了自己 便头也不回地往更深处走去 周围的人见状经过他不要命 卓凡却满不在乎的白白手 表示没关系他 自己命很硬 想着天魔大化绝恋化事件一切 还用怕小小的毒物疾病 可当他越往里走的时候 发现周围的温度越低 发觉到这绝不是什么毒物或瘟疫 是一种阵法 就在这时 前方出现一个全身裹着绷带的女 她的眼睛灵气十足 非常漂亮 看得卓凡一时都不禁有些失神 当女子贴头不再与其对视后 卓凡才回过神 立马谎报自己送欲身份 是因找不到落脚之地才会贸然前来 温女文言指向一旁小货物 让卓凡以后睡那里 警告他晚上不要随便走动 否则必死无疑 卓凡当躬身保证不会乱走 可当他在抬起头时 温女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让卓凡都不禁感到有些意外 从对方身上没有探查到任何修为 本以为是个普通人 但看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既然温女不让他晚上出门 卓凡偏要夜里去看看 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男人趁着夜色 打算偷窥隔壁美女的小秘密 于是便操控血阴前去 结果发现温女在借助月光疗伤 而她下方赫然是三级阵势 阴阅阵 这也是周边人离起死亡的原因 一般人被这阴力入体瞬间就会暴毙 经过卓凡一番分析 发现温女吸收月阴之力 竟是为了压制体内某种剧毒 但这种做法是引咎止渴 无数一直积聚 终会爆发身亡 见此卓凡决定探究一番 看看这温女究竟身中何毒 于是经过一番刻意讨好和跪体 卓凡和温女之间 已经打破了陌生人的关系 再一次谈话中 趁着对方放松警惕 卓凡趁机一把握住了她的手 盼查发现 温女体内竟有七种剧毒缠绕 而压制体内毒性的不知有原因之力 还有能令人起死回生的菩提玉叶 瞬间让卓凡内心激动万分 这不就是自己要找的天才地宝吗 但表面却不动声色 打算用美男计套出菩提玉叶的下落 而第一步便是博取信任 于是谎称自己宋家乃炼丹世家 能为他炼治疗伤丹药 接着一把拉起温女的手便往外跑去 温女虽知道自己的伤天下难治 但看在卓凡一片赤诚也没有拒绝 兄妹借药材 经过一顿翻箱倒柜 接下来便到了装杯时刻 只见卓凡从容地开着一面火炼丹 紧着精准的把控能力 就已经得到了温女的认可 但卓凡深知仅此并不能让他震惊 于是在炼治的关键时刻 直接一把掐灭了火焰 没等温女发话 董天爸就抢先发飙 宋帝 你搞什么飞机 突然中断炼治 这药材不是全毁了吗 温女也是叹了口气 暗自想着 充其量究竟还是个小分 心性不定 如何炼丹 身为一名炼丹师 我的丹会没火 我还不知道呢 只见卓凡缓缓张开手 掌心处赫然是一颗极品二品丹药 这让在场中人均是震惊不已 原来这招一掌乾坤出自九优秘录 是连圣玉都无人知晓的秘书 可见为博取信任卓凡也是下了血的 如此炼治手法虽令温女十分震惊 但其实他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毕竟一颗二品丹药如何解得了天下质品 但在卓凡渴求的目光中 他还是吃了下去 瞬间 如果上一秒他只是十分震惊 那现在就是万分震撼 丹药入体居然没有被制毒吞噬 而是化为太阳之气在修复自己的经脉 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转头不可置信地盯着卓凡 见此情形 卓凡知道是时候了 表面关心道 怎么样 楚楚姐 我的丹药不一般吧 如果身上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和我说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 但其实内心已经在抓狂了 你呀的 快点把菩提玉叶交出来 手中没有也给我纸条明路了 大姐 瘟女文言陷入沉思 的确 我急需一个炼药师为我去除毒 于是开口道 好吧 我可以告诉你 你小子终于出现了 关键时刻 一道声音突然出现打断了瘟女 来人正是严松的弟子和萧丹丹 找死 卓凡气得五脏六五专语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时候来捣乱 差点就把菩提玉叶套出来 散发的杀意令萧丹丹止不住的战力 胆敢欺辱气势家子弟 国药王殿 独守药王清传弟子 严妇 来会议会女 话音刚落 萧丹丹耳边变成了又真惊天诈醒 回过神来才发现 身边的严妇已然被瞬间抱起了卓凡 一脚踢飞白蜜 只见卓凡眼中杀意未解分毫 恶狠狠的 你很能用毒是吗 男人因为别人说话时插了一句嘴 直接被踹飞了几百米 硝烟散尽 卓凡缓走过萧丹丹 心裂其只会靠男人上位 而此时严妇也从废墟中走了出来 可让卓凡惊讶的是对方居然在笑 原来是因为严妇有必胜的信心 只见他向前打出药王变玄机攻法 七煞云裸掌 卓凡见此饶有兴致 操控毒物攻击的同时围绕自己防守 算得上是攻防一体 但毒修身体强度极弱 毒一旦被攻破 就成了案板上的鱼肉 正想上前一战 可突然心里一紧 八语楼的是哪轮得到别的世家出头 看来这愣头是被引来试探我的 想必现在好几个玄境高手盯着这里 彻底暴露便决定此战炸败 可看到严妇一脸欠揍的表情后 还是瞬间怒 想着即便装书也要给他一点教训 于是闪身冲进毒物就是一顿爆打 严妇也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碰上这么个不要命的疯子 竟敢直接跑进毒物 但回应他的则是一顿狂风暴露 这一幕在旁人看来 就是拿命去拼对方重伤 根本是疯子才会做出来的事情 而一旁观战的严松长老 眼看着自己的爱徒快被打死 终于憋不住 上前一脚踹飞卓凡救下了严妇 而卓凡也趁势假装晕死过去 见此情形 躲在暗处观战的个世家长老 也不再怀疑他的真实身份 认为真正的卓凡不会这么莽撞 也不会这么轻易败脸 于是纷纷失望地离开了 可这正中卓凡下怀 他就是想借此百分 各家对自己身份的怀疑 谁也想不到 这点毒对炼铁后的卓凡 根本毫无威胁 整个过程就是他个人的独角戏 但接下来的事就有点意料之外 只见为严妇疗伤后 严嵩满眼杀疑不移顿向卓凡走去 似乎想打算亲自出手两劫 面前这个打伤自己徒弟的人 卓凡心里顿时警钟大响 玄境高手的奋力一击自己可挡不住 感觉装不下去 正准备摊牌 可这时雷云界突然肆有感应 我当药王变毒手药王是怎样人物 原来只会以大气小马 真是见面不如闻名 原来见侯府也派人来参加百般盛会 而来人正是谢早阳和见巴掌老 严嵩文言也感觉面子有些挂不住 想着 反正这小子所中之毒无药可治 已是必死之人 于是转身便带着萧丹丹和严妇离开 见此 一直站在角落的董家兄妹才赶上前 当看到中毒不省人事的浊凡 董家兄妹深感无力 但说到底浊凡也是应救他们 才落得如此下场 于是董妹跪下央求道 两位是见侯府的大人 宋玉哥哥中了药王殿的毒 求你们救救他吧 谢早阳文言看向巴掌老 人还能救吗 可见巴掌老却摇摇头 药王殿的毒 天下谁能解决 听此谢早阳也只能宽慰两句节哀 便转身离开了 文言董家兄妹感到绝望无语 他中的是药王殿的七煞云罗掌 一身剧毒 非常人能治 这时绷带女悄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把他交给我 我能治好他 还没等兄妹们回过神 他就带着浊凡离开了 回到之前的贫民窟 绷带女取出一瓶顾民液体 只是往卓帆嘴里滴了一滴 其中蕴含的生命能量 直接让卓帆震惊 没错 就是我苦苦寻找的菩提玉叶 只见此时装晕的卓帆眼角含泪 大姐 那滴菩提玉叶应该递我蛋上了 完了完了 天狗卓帆失锤了 本想着杀人越货 但看到对方是个大美女后 竟直接秒变暖男 原来卓帆中了药王殿的剧毒后 楚楚为了救他 竟拿出了至宝菩提玉叶为他服下 然而事实上 卓帆早已通过天魔大化绝 化解了身上的剧毒 但还是决定做戏做全套 为了表演得更加真实 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时辰 计算着要笑过了也差不多该醒 于是在看到守在身前的楚楚后 立刻装出一副惊喜的样子 楚楚姐姐 你终于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生我的气不离我 还别说 这招果然有用 楚楚没想到这傻小子私利逃生后 第一句话不是庆幸自己还活着 而是高兴又重新见到了他 虽然让人感动 但他也并不打算因此就原谅卓帆 在此之前 卓帆一直都在自己面前装雷露 但实际上却是实力强大 新手狠辣 明明连要王清传弟子都被他揍了 怎么可能是个普通少年 这很难不让楚楚怀疑他的动机 然而卓帆却铁了心装傻充愣 声称自己不过是想和他交朋友 听到如此不走心的回答 楚楚冷吼一声 刚刚那一盏 你出手狠辣 板嘴粗语 绝不是个想要寻求慰藉的翩翩公主 你会主动跟一个陌生人交朋友吗 见忽悠不住对方 卓帆决定再次使用海王语录 只见他呵呵一笑 楚楚姐姐说的对 我的确不会主动交朋友 不过美女除外 听到这话 楚楚的脸上瞬间羞红一片 不好意思的趁怒道 你又没见过我的样子 怎么知道我是美女 见主动权又回到自己手上 卓帆趁热打铁 楚楚姐姐 我早就说过 你的眼睛特别漂亮 我娘说 眼睛越漂亮的女人长得越好 楚楚文言连忙背过身 你娘瞎说的 眼睛好不好看 与长得怎样没有关系 是吗 那你让我看一下 发壁卓帆就要伸手摘掉 对方的面纱 然而楚楚却瞬间后跳 躲过卓帆的咸猪手 警告道 你别动我 我长得很丑 怕吓着你 要是你再这么毛手毛脚 当心我对你不客气 卓帆没想到 她的反应会这么激烈 随即装出一副 皮软无力的模样 楚楚姐姐 我又打不过你 你怕什么 见到这一幕 楚楚也觉得 刚刚自己反了过鸡 于是柔声道 好 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 不管你接近我有什么目的 反正很快我就要离开 我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 也就没有什么关系 卓帆一听她要离开 心想你走了 我去拿找不提侣 于是赶紧追问去向 然而楚楚却不打算告诉她 道别一声便准备离开 眼见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 卓帆心里急得不行 如今之计 也只能硬抢 但是对方是玄尽高手 打起来动静太大 必须一招制敌 只见卓帆装出一脸不舍追了上去 鸭子你不要走 没了你我怎么活呀 可脚下突然一个亮枪 随即整个人重心不稳就要摔倒 楚楚闻眼转头恰好看到这一幕 于是连忙冲上去想要扶住 可却不知道这其实是卓帆的计谋 在这0.0001秒 卓帆已经想了一万种方法杀她 然而下一秒 卓帆却想到了一万种方法娶她 原来楚楚别过头去的瞬间 面纱被卓帆的掌风刮落 而面纱后竟是一位绝美的女子 一时间卓帆彻底看单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干嘛 这是反应过来的初 关击一个耳光将其抽飞 随即便哭着离开了这里 而倒地的卓帆仍处于一片恍惚 怎么回事 我是谁 我在哪 这个男人仅用0.0001秒 就能想出一万种杀人手法 然而这么狠辣的一个男人 在看到目标是个角色美女后 竟然连自己要来干嘛都不记得 等回过神 楚楚已经离开 线索中断 卓帆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懊恼为什么一看到美女就走不动到了 就在这时 董家兄妹找过来 希望带上卓帆一起去青花楼 请秦采青出面 了解董宋两家与萧丹丹的恩怨 卓帆文言乐 反正天台地堡线索中断 正好去挥一挥这秦采青 看看经过严妇一战后 他们对我的身份还有多少猜忌 然而来到青花楼大海 守门的女弟子却狗眼看人低 根本不愿意帮他们通报 这时 卓帆突然走上前 两位姑娘 你们认识萧丹丹吗 守门女弟子文言以为卓帆想要套进我 直言孝丹丹虽然是他们的尸体 但并不属于青花楼 所以不会看在他的面子上帮忙通报 谁知卓帆听后连连摆手 我可不是来走后门的 只不过你们没有听说吗 他在大街上被一个男人扒光了衣服 最后只剩下一件遮羞布了 听到这里 女弟子们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下一秒 只见卓帆露出诡异的笑容 没错 那个男人就是我 你们信不信 要是你们两个再不去通报 老子分分钟把你们扒光 扔街上晒太阳 此话一出 两名女弟子顿时满脸惊苦 也不敢再瞎逼逼 立马进去通报楼主 见到这一幕 董天爸都无语了 他此刻只希望青花楼主能大度一点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很快 负责通报的女弟子走了出来 通报楼主有请 等他们进去哄 另一名女弟子表示不能理解 为什么楼主会同意见这么粗比的家伙 负责通报的弟子告诉他 楼主当时只说了七个字 他是疯子 少惹他 不多时 三人进入了大厅 见到青花楼主 董天爸连忙绷进的上前拜见 而秦彩青仍旧是一脸和善的笑容 不必多礼 三位请上座 话虽这么说 可董天爸却卑躬屈膝不敢真的落座 而卓凡却是缓缓走了上去 一脸淡定的坐在秦彩青的旁边 见到这一幕 董家兄妹差点被吓得原地升天 连忙下跪替卓凡求情 谁知秦彩青不但不介意 还让董家兄妹也一起入座 两人这才颤颤巍巍地坐向旁边的座位 看他们如此紧张 秦彩青忍不住扑吃一下笑了出来 董公子 我这里又不是阎罗地狱 你不必那么紧张 像你身旁的宋公子那样就很好 董天爸这才发现 卓凡竟津津有味地吃着桌上的水骨 你妈 兄弟 敢在青花楼这么放肆 你这是不害死我们不罢休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 即便是如此 这位青花楼主依然没有丝毫生气 这让董天爸对接下来的事充满了信心 只见他鼓足勇气到处目 希望请求秦彩青能出面调解 他们两家与萧丹丹之间的恩怨 秦彩青文言却爽快答应了 认为只是举手之劳 不过现在更感兴趣的是 卓凡明明中了药王殿的距离 为何能痊愈 见对方终于提到了重点 卓凡呵呵一笑 在下得到一位蒙面女子的搭救 很快就把毒杯解了 秦彩青听后眉头微醋 蒙面女子 没错 就是在贫民窟那里遇到的 名为楚楚 那里的人都叫他瘟女 听到此话 秦彩青瞬间瞪大双眼 看到对方的神情大变 卓凡的嘴角勾起一米 不 他知道 菩提玉叶的线索又回来了 这是一壶珍稀的鲜酒 喝上一点就能对修炼大有好处 可这对兄妹刚喝一口 竟直接昏死了过去 原来在卓凡解释 自己为何能中毒痊愈时 故意在秦彩青面前提到了瘟女 虽然只是一刹那的反应 可卓凡却捕捉到他与楚楚之间认识 不过看对方似乎并不想表现出来 所以也没有立刻戳穿 而一旁的董天霸 眼见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连忙拿出事先准备的好礼谢过 然而秦彩青对此却委婉拒绝 可董天霸却一再恳求对方一定收下 否则自己会寝室难安 见此情形 秦彩青也只能无奈接受 不过随即便让人拿上来一份回礼 这股百花穷将是我们花雨楼的毒酿 对修炼大有好处 说着便让侍女为他们美人挡了一杯 见到这一幕 董天霸兄妹顿感受宠落惊 当即便捧弃酒杯一饮而尽 我真是好酒啊 然而话音刚落 下一秒 兄妹两人就一头栽倒在桌子上 不省人事 而卓凡早就看出了这酒中有问题 轻笑道 楼主有什么事要跟在下单独说的吗 聪明 秦彩青文言不禁投来赞赏的目光 本楼主的确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办 办好了 你们两家可以安全走出花雨城 若是办不好 不但你们不能活着出去 连你们的家族也要跟着陪葬 然而面对这才在脸上的威胁 卓凡却显得一脸轻松 什么事说来听听 如果我办不到的话 你还是把我们两家都灭了 听到这么雷人的话 秦彩青不禁案子敌 果然是个疯子 连家族姓名都可以不管不顾 威王之时居然还能表现得如此淡然 这种人真不好控制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怀柔归劝 宋公子 我不是让你去送死 你去做贼 帮忙偷一件东西 卓凡听到是偷东西后顿打木去 打了个哈欠问道 什么东西 我们花雨楼的镇楼之宝 菩提须根 什么 菩提须根 此话一出 卓凡瞬间瞪大了双眼 要知道 菩提玉叶就是由菩提须根上所获 他没想到先前丢了菩提玉叶 如今却有了菩提须根的线索 当真是天助我也啊 但同时卓凡也提出疑问 楼主贵为花雨楼高层 为何要这么做呢 关于这点 秦采清却不打算解释 而是让他不必多问 只管去做就行 并且为了方便行事 还拿出了一份卷轴交给卓凡 上面清楚地标注着花雨楼的地形 以及巡逻队的路线和放岛时间 可谓是无比详尽 然而 这好事来得太强 让卓凡不得不怀疑是否 是一个陷阱 不会是想请君入卧 到时候十几个天旋高手来服 我差事也难逃 就在卓凡思考是否答应时 秦采清发话 只见他冷声道 宋公子 丑话说在前头 既然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要是你不肯做的话 为避免事情泄露 你要留下双眼 舌头和四肢 卓凡文言却呵呵一笑 那我还有得选吗 但考虑到机会的确千代安否 最终还是决定冒险一把 毕竟这份机缘实在是太大了 就此错过实在可惜 见卓凡答应下来 秦采清也松了口气 那就说定了 你今晚就动手 卓凡听后略微有些诧异 这么快 宋公子有所不知 秦采清解释道 这菩提须根只有每年音乐时 才会寄放在互宝歌中 而平时则有专人贴身保管 那就是我们花语楼总楼主 天语第一枚女储青城 这个黑不溜秋的东西 名为本命血鹰 不仅可以杀人于无形 还能操控去偷听别人的小秘密 原来探似和善的青花楼主 是个叛徒 作为花语楼的一楼楼主 他竟让卓凡去盗窃自家的 镇楼之板 菩提须根 经过一番攀谈 最终卓凡答应合作 但为了安全起见 便询问起原因 秦采清文言 却只是随便找了个借口 想搪塞过去 这不得不让卓凡多留一个心意 于是在离开的路上 卓凡操控本命血鹰 悄悄折返回去 果然发现了惊天秘密 原来真正要偷菩提须根的 是独守药王严松 而秦采清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 不仅如此 严松还想要吞并整个花语楼 为此他已经用毒药 控制了十五楼中一半以上的楼主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秦采清 秦采清提醒他 刚刚你也听到那小子说了 花语城中有人能解开你的剧毒 若此人真的出现了 那些楼主就不会再被你要挟 别做白日梦了 严松文言狂笑不止 那个小子走运 碰到的是我徒弟 他只练成了含三种剧毒的毒长 要是老夫亲自出手 就算会及天下练丹师 也绝对救不了那个小子的狗命 然后警报道 等那小子得手后就把他做掉 否则 你们这些楼主就没有活着的必要 一群娘们鸡鸡还望普和男人争天下 简直搞笑 说罢便扬长而去 而一旁偷听的卓凡得知一切后 依然决定放手一骨 反正到时候拿到菩提续根 直接拍拍屁股一走两只就好了 至于秦采清的威胁 他根本不在意 到时候就有董宋两家杯杯锅 于是当晚 卓凡就潜入了花语楼 当他来到花园附近时 发现这里竟然被布下了天地挪移阵 各个角落都会随阵法运转改变方位 所以只能一个个区域搜索 于是便放出本命血鹰四处寻整 经过一间屋子时 发现里面居然有天旋强者的气息 凑近一看 竟然是见侯府巴掌老剑随风 这时谢天阳也从门外走了进来 看着他大汗淋漓的样子 明显是刚修炼完 剑随风奇怪 这位小少爷最近怎么突然转性了 没日没夜的都在修炼 一番询问后得知 原来自从清明城一战后 谢早阳就受到了刺激 后悔自己平时没有努力修炼 在灵儿最绝望的时候 没能帮上一点忙 而见随风文言却提醒起谢天阳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府主是不会允许他 娶一个二流世家的女子 然而谢天阳却不以为然 表示他从卓凡身上懂得一个道 只要实力够强 天下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所以只要老子够强 我的婚事没人可以去我做主 罢必 转身出去继续投身修炼 而偷听的卓凡一脸欣慰 觉得当初把灵儿托付给他是对的 接着继续搜寻起步保留的位置 这时一房间里传出了萧丹丹的声音 凑近一看 发现先前被揍得半死的严妇 竟然满血不活 而且想要强行和萧丹丹打扑克牌游戏 卓凡对这些鸡毛蒜皮可没兴趣 正打算当没看见直接离开 却听到萧丹丹带着哭腔说 自己每晚还要去给师父请安 请言公子自重 听到这话 卓凡瞬间就来兴趣了 也就是说 跟着他不就能找到牡丹楼了 牡丹楼可距离护宝格不远了 卓凡露出一脸坏笑 那这样一来 我可不能装作没看见了 这个男人想和美女玩德州扑克 很殊不知 背后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一切 下一秒他便合上了眼睛 原来卓凡寻找护宝格的过程中 无意间看到严妇对萧丹丹行步 而在反抗过程中 萧丹丹道出自己还要去牡丹楼 向师父请安 卓凡文言感觉简直是瞌睡来枕头 郑愁找不到路 于是便出现开头一幕 卓凡操控血影向严妇射去 随着一声惨叫 严妇便晕死了过去 但担心会把严嵩引来 所以并没有下死手 萧丹丹见此不明所谓 但也步步的这么多 直接转身逃离 不多时 卓凡便跟着萧丹丹来到了牡丹楼 然而他刚准备敲门 却突然愣住 他这是怎么了 卓凡疑迫地向前探去 结果发现林子天居然隐在 而牡丹楼主正对着这老色批放地 林长老 你喜欢我吗 喜欢 当然喜欢 林子天眼睛都看直了 见到这一幕 卓凡一阵无语 怎么老子走到哪都是这种场面 只见林子天猴急地向前扑去 却被牡丹楼主一个闪身给躲开 随即妩媚一笑 林长老 你还没答应吴家的条件呢 一听这话 林子天顿时就冷 哎 牡丹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七十家中 谁不知那独守要王严松的可怕 你让我去对付他 那岂不是让我去送死 见这个老六刚刚还和自己山盟海誓 现在一听说要对付严松就秒损 牡丹楼主顿时被气得不行 当即便让他滚 见对方离开 萧丹丹这才从门外走进来 师傅 牡丹楼主闻眼转头看去 却发现萧丹丹衣蓝绿眼角含泪 立刻猜到 是严父那个小混蛋丹的好事 然而碍于严松的淫威 他却无法替徒弟出头 只能语重心长地叮嘱 丹丹你要记住 这世间男子没一个好东西 嘴上说着爱你 但事到临头 想到的只有自己 所以 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花言巧语 谁知萧丹丹对此却心存唤醒 也许还有例外呢 大闹清明城的灼烦 为了一名女子斩杀幽鬼妻 得罪整个幽冥女 难道这还不算真爱吗 牡丹文言也不知该如何评价 或许吧 不过听说对方试杀成性 也许他并非为了女人 只是单纯的与幽鬼妻有过节罢 可萧丹丹并不这么认为 传言都是幽冥谱传出来的 分明是在不一母飞 听到这话 武丹楼主不刺一笑 你是喜欢上灼烦了吧 暗中观察的灼烦也颇为意外 怎么也想不到 那个刁蛮任性的萧丹丹 居然会喜欢自己 原来正是因为自己 她才会对未婚妇不满 从而乱发小姐脾气出去闯破 这不禁让灼烦有些飘了 哎 如果帅气是一种罪 那我便是罪上加罪 而两人经过一番攀谈后 牡丹楼主感觉乏了 便让萧丹丹替自己去巡视护宝阁 这可把卓凡高兴坏了 正愁如何寻访 便有人带路 于是卓凡一路尾随 很快就进入了护宝阁 就当萧丹丹刚检查完菩提蓄根时 卓凡现身一程将其积晕 可当接过木盒后 卓凡直接傻眼 这菩提蓄根是假的 看着与正品无异 但唯独缺少了最重要的生命 这是为了防盗所做出来的赝品 卓凡不禁感到疑惑 秦彩卿为何让自己来偷一个赝品 难道是为了糊弄那毒手要亡 不过既然是假的 那就交出去吧 看看这青花楼主卖的什么样 可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娇喝 什么人擅闯我花与楼不宝 卓凡大姐 天玄强者 这是能令万家争抢的天才弟子 不仅可以促修为 至百令 还能活死人 肉白骨 然而卓凡却发现这菩提蓄根是艳品 思索之际 一位天玄强者突然杀出 来不及多想 只能边打边退 卓凡一个闪身躲开气攻击后 突然转身抓住女子的手 准备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可手中突然传来一股极致的寒冷 紧接着一道月音之力 瞬间将两人弹开 这熟悉的一幕 让卓凡瞬间意识到此人正是瘟疫 随即脱口而出 楚楚姐姐 听到这熟悉的称呼 楚楚也是一惊 卓凡脚下一蹬 迅速向远处逃离 很快 他就来到了与秦彩卿约定的地点 与此同时 楚楚也悄悄地跟了过来 不过卓凡早就发现了这一笔 之所以没有揭穿 是因为想借着这个机会 看看秦彩卿有什么目的 同时也能弄清楚楚楚的真正身份 不多时 秦彩卿便如约来到了这里 卓凡没有多说 直接将锦盒递了过去 第二 秦彩卿看后眼神变化了一瞬 但很快就恢复了平常 没错 这就是我们花雨楼的镇楼之宝 菩提须根 宋公子你干得非常不错 见到这一幕 卓凡心中也猜出了大概 明知道是假货还说是真的 看来这秦彩卿从一开始 就并没有真的想让他偷菩提须根 为的就是用这假货 去骗毒手药王那个脑鬼 思索之际 旁边突然传来一阵笑声 闻言卓凡立刻警觉 什么人 只见严松缓缓从后方走出 臭小子 你和我徒弟打斗 还爱了老夫一记弹指 这么快就不记得 我被你打伤过吗 卓凡装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知道了 老子狠揍颜夫那小兔崽子的时候 出手偷袭老子的 就是你这个老王八蛋 此话一出 严松顿时感觉被冒犯到 放屁 上次老夫只是出手教训你 算不得偷袭 老不要脸的 偷袭就偷袭了 还不敢承认 这么大把年纪 打架还跟徒弟一起上阵 两人合伙欺负人 听到此话 严松简直都要气炸了 可偏偏自己还没办法反驳 于是索性也就不再争论了 废话少说 把东西拿出来 打算先看看菩提蓄根 回头再收拾这小本 然而 当他打开锦盒后 一眼就看出里面的菩提蓄根是燕体 当即砸了个稀碎 转头愤怒地看向秦彩青 这是怎么回事 想糊弄老夫吗 谁知秦彩青听后也露出惊讶之色 这是假的 怎么可能 这菩提蓄根一直在不宝盒中存放 没理由被人调包 难道是 说着他亦有所指的看向着法 宋公子 我以为你即便在不知好歹 也是知进退之人 没想到竟会干出偷梁换柱的事情 此时 卓凡终于捋清楚 原来秦彩青早就想好了退路 若是这假的菩提蓄根能瞒过严松还好 要是瞒不过 他就顺势将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如此一来 菩提蓄根保住了 他也免于严松地逼迫 只不过是牺牲了 一个三流家族的愣小子而已 真是打得一手好牌啊 不过他却算漏了一件事 无论是什么青花楼主 还是什么毒手药王 我卓凡要解决你们两人虽不是一事 但也不会太难 这时 秦彩青发难 率先一掌向卓凡打去 然而下一秒 这一掌竟拍在了严松的心口 这完全出顾了所有人的意料 怎么回事 女人上一秒还千一百顺 转个头工夫竟直接翻脸不认人 谁也想不到 秦彩青那一掌会打向严松 看到这一幕 卓凡都只顾女人心海底针 原来从始至终 秦彩青都没想过背叛花月 一直隐忍为的就是四季干掉严松 然而回应她的只有一副阴冷的笑容 臭娘们 你也不想想老夫是谁 哼 看看你的手掌吧 这时 秦彩青才发现 自己的掌心黑文浮现 原来在击中严松的同时 自己也中了剧组 见此严松得意大笑 老夫全身皆赌 你以为用寒冰掌封住我心脉 就能杀我 就算用不了七杀云罗掌 你也不是对手 说罢便一掌袭去 危机关头 一直藏在暗处的楚楚突然出现 严松对我公益者 就下了秦彩青 玄界武技 玄月卷 这时只听严松突然冷声笑道 花语楼总楼主 楚清城 你终于肯出现了 不知你现在的伤势是否有所好转 需不需要老夫帮忙啊 此话一出 卓凡顿时满脸惊讶 什么 楚楚姐姐 你就是楚清城 卓凡万万没想到平民窟里的瘟秘 竟然就是堂堂花语楼的总楼主 难怪能拥有如此绝世容颜 这一点自己早该想到了 卓凡不禁懊恼 自己的智商是不是下降了 可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难道是在看到楚清城容貌那可 即便是现在 想起当时的情景 自己依然会觉得心晃神移 这时 楚清城为了给秦彩青姐 再次拿出了菩提玉叶 一看到这宝贝 卓凡和严松也都直了 看到其内部蕴含的庞大生命令 两人竟升起了相同的心思 要不要现在就把那瓶子抢过来 只听严松黑黑笑道 这菩提玉叶真乃千古灵样 楚楼主 我们打个商量如何 现今那老太婆已经不在 整个花语楼有你做主 不如你将菩提蓄根交给老夫 老夫将解药给你 这样 你们花语楼也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楚清城闻言不屑冷哼 菩提蓄根是我们花语楼的根本所在 没了他 你们要王殿就可以横行无际 我们花语楼也无法再立足于七世家 严松 你当我是三岁孩童吗 会上你的当 这时 已经恢复过来的秦彩青说道 清城 这混蛋已经被我寒冰掌封住了心脉 不可能使出玄界武器 现在和我二人之力一定能干掉他 楚清城闻言却露出为难之色 因为他知道秦彩青以及很多楼主 都中了七煞云罗掌 没有解药就是死路一条 然而 秦彩青却依旧目光坚定 在他看来 只有灭了这严松 花语楼才能有未来可怜 为此他们十五楼主即便全部牺牲 也在所不惜 看到秦彩青如此决心 楚清城终于有所觉悟 势必要将严松这个老贼斩于今日 而一旁卓凡则借机躲到角落观战 现两人一副吃定自己的架势 严松缓缓将手搭在腰间的葫芦上 随即面露争鸣 楚楼主 你可要想清楚地再动手 千万别厚 不载了你这老鬼 我楚清城才会后悔终身 说吧 两人脚下一灯 当即向严松冲过去 可突然空中落下一道紫雷 打断了决战 只见龙九等人从烟雾中缓缓走出 楚清城两人见状均露出喜色 九书 反观一旁卓凡则是有些无语 不明白怎么会这么多熟人 看着眼前的一路 严松面色稍显凝重 神眼龙九 想不到你那只神眼又回来了 这个老头是个独眼瞎 而他缺失的那颗眼球 竟出现在了肩膀的乌鸦身上 原来此也名为紫雷神眼 威力一群 看到来人正是乾隆阁的神眼龙九 严松脸色渐渐凝重 没想到他竟找回了丢失的神眼 见此情形 严松紧了紧腰间的葫芦 龙九 你是打算跟两个小姑娘 一起对付老婆吗 两女文言也是一正 眼神中都充满盼望 而龙九斜眼瞥了 瞥对方腰间的葫芦 随即摇了摇头 你别误会 我这次来是劝架的 我们都是花雨楼的客人 那客人就该有个客人的样子 与正主打成一团像什么话 严松文言呵呵一笑 酒长老说得在里 看到龙九出来当何事了 楚清城狠狠地咬了咬牙 只好作罢 严松 这次就先放你一马 我警告你给我老实点 别再花雨楼乱来 那就要看看楚楼主 你如何待客 严松见状也没有在做纠缠 撂下一句便飞身离开 看着他远离的背影 秦彩青眼神中有些抱怨 酒叔 你为何要阻止我们 难道你忘了姥姥的仇了 龙九文言无奈摇头 神情满是凝重之色 这独守要望严松 是我们这一辈的人 老夫太了解他了 作为比优鬼妻还可怕的人物 你们这次贸然出手 很可能 只是白白送命 秦彩青文言反了 可是他都已经被我打伤了 只见龙九不仅不过一脸平和 清二 你有留意他腰间的那只葫芦吗 听闻此言 秦彩青不犹疑症 老夫与他见过树面 都未曾见他生蛋葫芦 这次他腰间突然多出一个补衣物 其中必有猫腻 你们今天莽撞出手 实在是太冒险了 秦彩青似乎还有些不甘 难道真的没办法对付这老贼了吗 龙九轻抚了一下胡须 要是我那兄弟在的话 应该会有些办法 一旁的卓芦文言瞬间无语 他嘴中说的兄弟不会是老人 果然 此话一出 龙葵便不高兴了 九叔 干嘛又提到那小 不就干掉了幽鬼妻吗 你这几个月都把他吹到天上去吗 龙九见状轻笑一声 小葵 你是不是嫉妒他呀 你们这一代有谁能把那老王八蛋干掉 别说是让我龙九跟他做兄弟 就算拜他为祖宗也没问题啊 这时楚清澄眉头一皱 九叔 你们说的可是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恶魔卓芦 龙九点了点头 随即一脸感叹 即便在七世家中 像楚楚你这样的绝世天才 也属凤毛铃角了 不过我那兄弟 绝对能与你们这样的天才比肩 此时龙姐也出生富贺岛 如今的卓芦 无论潜力还是实力都在我和小葵之上 虽然为人是嚣张了点 但绝对称得上是 可媲美七世家六龙一皱的天才人物 一旁的卓芦文言暗岛 老子明明很低调 来花雨城这么多天都没路过真容 什么时候嚣张了 这时 楚清澄一脸严肃地看向龙九 九叔 你说这卓芦真的有能力杀了严松吗 龙九成因片刻 若是以后严松真的死在一个人手里 那这人多棒会是我卓芦兄弟 楚清澄文言顿时一惊 没想到龙九对恶魔卓芦的评价这么高 听九叔这么一说 那我倒真想见见这位旷世器材了 众人说着便向着花雨城走去 卓芦见状准备趁机开溜 起料楚清澄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你也给我 二话不说直接滴溜着他的脖子就走 男人被四个美女团团围住 可他却没有半点欣喜 反而慌得一批 原来他的身份是假冒的 一旦被发现 后果可想而知 而身旁的萧丹丹 更是从开始就寒情默默地盯着他 忍无可忍之下 卓芦直接大吼 看什么 再看把你戳瞎 见自己徒弟被欺负 牡丹楼主不干吗 臭小子敢在我花雨楼撒一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我管你什么地方 总不能让一个小丫头是奸老的吧 文言众人一脸茫然 什么事件 这时卓芬指着萧丹丹满脸不愤 你看他那双眼睛都快把我拢了 我又不是没穿衣服 这么色眯眯的盯着老子不叫事件 牡丹楼主大怒 胆敢羞辱我花雨楼女子 看老娘不拍死你 可关键时刻却被萧丹丹拉住 牡丹转头看去 丹丹 他如此羞辱你 还替他求情 然而萧丹丹却满脸羞涩 你不会是看上这小子了吧 发音刚弱 卓芬立刻跳出来反驳 喂喂喂 话不能乱说呀 别随意造谣 损害本公子名誉 你还有名誉 牡丹刚准备发飙 却再次被萧丹丹拦下 师父 我只是觉得 他肯为一个姑娘得罪我们花雨楼 也算是个好男人 不想世上再少一个这样的人 牡丹文言瞥瞥言 就他也算好男人 一根筋的愣头青 上次若飞总楼主出手相救 他早就被严妇弄死 这时楚清晨开口道 好了 我今天将你们聚在这里 是为了不保和失窃之事 随即 便让青花楼主将事情经过告诉众人 原来早在三个月前 秦采青在外出时就被严松用毒暗算 而且据他所知 现在整个花雨楼除了母蛋 其余十四个楼主都中了毒被控制者 文言的众人均满脸惊惧 只听秦采青继续说道 所以我一直趋于尾蛇 直到他让我偷菩提蓄根才有了对策 这时卓凡出生打断 所以你才让我去偷假菩提蓄根 让他圣怒之下将注意力都放在我这 你好偷袭 青花楼主果然好算计 还是失败了 正当众人不知道如何是好时 楚清成发话 看来如今之际只有借助外力 相信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众人文言齐声道 谁 只听楚清成缓缓说出四个字 七家之首 文言 众人顿时眼前一亮 而一旁的卓凡也立刻会 说的正是帝王门 遇下七世家中 可以说谁也不服谁 但却有一个公认最强 那便是千年来都居于七家守备 帝王门 卓凡没想到他们竟然也会来 那就必须更加小心了 毕竟现在的花语成强者如云 一旦疏忽就有可能万劫不复 想到此 卓凡决心必须尽快拿到菩提玉叶 否则到后面就危险 这时 楚清成突然转头 宋玉 你也住下来了 一听此话 卓凡心里乐开了花 如此一来 就更方便行事了 只见楚清成接着说 我知道你担心言松道 但只要有我在 他便不能拿你怎么样 说吧便和众人离开 看着对方的身影 卓凡一时间犹豫不决 我时刻想着偷他的菩提玉叶 甚至已经想好要杀人夺宝 但是他却是在处处为我着想 这菩提玉叶我究竟还夺不夺 但经过一夜思考 卓凡最终还是决定出手 今晚就找机会与楚清成独处 夺下菩提玉叶 自己身为魔皇 不能让一个女人阻碍自己前进 能够顺利夺得自然最好 要是有什么变化 那我也只能对不起了 这个男人是天与大陆最强魔皇 但却差点因为一个女子乱了道心 原来因为楚清成一再的关心 卓凡对于杀人越过这件事 已经开始产生动摇 但经过一夜的思考 卓凡下定决心在今天晚上出手 不能让一个女人阻碍自己前进 走在路上正思索着此事 不然一面就和萧丹丹撞了个马 被撞倒在地的萧丹丹 刚准备破口大骂 哪个不长眼的敢挡本姑娘的倒 抬头却看见卓凡的冷脸 一瞬间 萧丹丹小脸羞的通口 不敢与对方直视 见到这一幕 卓凡还觉得奇怪 这萧丹丹平日里幸福破烂 这次怎么转性了 想着便黄凡走上前 搭着他肩膀问道 你急匆匆的要去哪 为何今日这花雨楼如此冷清 除了几个守门的 其他人都不见了 那是因为他们都去看皇甫公子 卓凡文言略显诧异 难道是帝王门的人来了 怎么会这么快 没错 而且这次来的是帝王门的二公子 皇甫青云 听说他跟我们总楼主少年相识 算是青梅竹马 他一来 估计那毒手药王也不敢放肆了 一听这话 卓凡顿感不妙 刚下定决心要动手 就又来了个七世家的高手 而且还是那处京城的青梅竹马 那老子怎么办 到时他俩整个日在一起迷惯 老子还动个屁的手 想到此 卓凡拉着萧丹丹就往外跑去 走 我也想去看看 这位皇甫公子究竟是什么货色 当两人来到门外时 眼前的一幕不禁让卓凡感到意外 只见帝王门的人还没到跟前 所有世家便开始居身攻影了 而七世家以外的人更是跪地迎接 这样他们 若非有绝对的实力 这帝王门绝不可能能让其余六家 做出如此没有颜面的事情 卓凡不禁好奇 这七家之手究竟强到何种地理 竟然能震慑六家到这般境地 然而下 卓凡直接惊讶地瞪大双眼 仅是抬轿子的四人 修为就已经达到了天玄境 虽然四人都是出入天玄 但放在其余世家都可以当长老了 以此可见 帝王门的实力的确惊人 恐怕已经超出了外界传言 估计实力高于其余六家一半以上 眼看帝王门的队伍来到众人的身前 这时轿子里突然传出一阵原力之音 晚辈不过一黄毛小 怎劳烦得起六大世家长老亲自相迎 听到声音 卓凡立刻察觉到这是原神压制 此子说话看似谦虚 但是做法却是狂傲的 敢当这个世家长老的念 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原神 分明就是在示威 这时处青城缓缓向前走去 青云 十年不见 想不到你的实力以真挚如此精进 恐怕我再不是你敌手 皇甫青云闻言从轿子里走不出来 青城 你就别取笑我 在你面前我可不敢动手了 而此时 卓凡也终于看清了对方修为 竟然是天玄二重炼体修者 这样的话应付起来就更麻烦了 关键是这炼体修者还不止一个 看着卓凡一脸愁容 萧丹丹还以为 他是为花雨楼的是繁星 于是出声安慰 宋公子 放心吧 现在有皇甫公子给我们撑腰 那炎松肯定会乖乖交出解药的 文言卓凡心里一阵无语 谁在为你们的事发愁啊 我只是看那小子不像省油的灯 男人微笑地搭着别人的肩膀 对方却浑身颤抖不止 身上还传出一阵古徒碎裂声 原来风雨飘摇的花雨楼 打算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帝王门 然而卓凡却看出 这位与楚青城青梅竹马的二公子 并不是什么好女 而皇甫青云也注意到了卓凡 楚青城见状借口说 她是花雨楼的女婿 皇甫青云文言轻笑 花雨楼招续极言 能入坠花雨楼 想来应该是人中龙凤 只是不知我什么时候有此东西 楚青城文言一愣 明白这话是冲着自己来的 但有求于人又不能表现出不满 而谢早阳却满脸无愤 太狂妄了 居然将我们晾在一边 于是转身便要离开 有这时间 本公子还不如去练剑 这时间随风赶紧上前阻拦 试一期别一期用事 然而 这边的动静还是引起了皇甫青云的注意 只见他缓缓走到两人面前 这位想必是见侯府的二公子吧 试镜试镜 见随风剑撞连忙拱手致歉 二公子恕罪 天阳这孩子骄纵惯了 老夫疏于管教 还望寒 哪里 谢公子也是性情中人 在下也想要多交谢这样的朋友 说着顺势将手搭在谢天阳的肩膀 下一个 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传出 而皇甫青云仍旧挂着一副和善的笑脸 我最喜欢谢公子这样的爽快人 否则周围的拍马蒙银之辈 本公子早已厌倦了 说罢转身大笑着向花玉楼走去 而谢早阳则在原地腾得冷汗直流 见随风叹息一声 哎 早阳 你这又是隔壁呢 只听谢早阳咬牙道 八长老 现在我知道宁儿当时的感受了 想不到我们见侯府也会有这一天 皇甫青云这笔仗我记下 总有一天我要你加倍奉还 另一边 萧丹丹突然发现卓凡的脸色无比阴沉 你怎么了 脸色好可怕 卓凡沉默片刻 突然反问 要是你的兄弟姐妹受到欺辱 你会怎么办 这要看谁了 萧丹丹闻言应道 要是一般人 我自会带人去出气 要是欺世家的话 那我会禀明师父由他做主 卓凡听后当机冷吼一声 那有什么用 如果有人感谢我兄弟 我要让他满门灭祖 永不超生 看着对方满含杀意的眼神 萧丹丹既害怕又行上 内心没来由的一阵悸动 画面一转 各个世家随着帝王们进入大厅后 纷纷开始入座 可见侯府的座位却始终没有人 见此一幕 黄府青云面色稍显不悦 这时严嵩趁机提议 既然人不来就把位置给撤 此话一出 立刻就得到了黄府青云的赞偿 严嵩长老所言即逝 这桌子空站地方实在碍影 撤了吧 然而话因为落龙九就站了出来 二公子见侯府毕竟是七家之一 就算人位置 也该留有席位 明如此做法实在有侮辱之嫌 恐怕会引起见侯府的故买 见此情形黄府青云也不好直接翻领 于是转而看向楚青云 这里是花雨楼 这张桌子是去世刘海应由楼主决定 楚青云闻言缓缓出声 见侯府是花雨楼的客人 理应占有一席 闻言黄府青云的眼中闪过失望之色 接着却又呵呵笑道 一切以青城所言为事 在这里 青城才是真正的主人啊 这时黄府青云突然注意到 卓凡从门口经过 随即嘴角微微上扬 不过话虽如此 桌子空着总归不好 说着便指向门外的卓凡和萧丹丹 你们进来与我们同饮一杯 如何 听到这话 卓凡眼中不仅闪过一丝红麻 男人只是随意地往桌子上一坐 竟直接吓得在场众人惊恐万分 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座位 而是七世家之一见侯府的席位 普通人敢坐上去跟找死没什么区别 原来因为谢早娘的意气用事 导致黄府青云对见侯府产生了不允 于是在七家齐聚的宴会上有意羞辱 直接提出 让门口经过的卓凡和萧丹丹两人 入座见侯府的席位和大家共拟一杯 闻言处青城立刻出生反 毕竟作为东道主万不能得罪客人 青云 不可 那个位置是给见侯府留的 岂能让他们两个小辈入座 而身旁的牡丹楼主也打圆场附和道 是啊 二公子 他们二人还没这个资格 看着萧丹丹被架在火上烤还不自知 立即吼道 你们两个还在发呆 快到我身后来 谁知此事 黄甫青云的脸色却逐渐阴沉 青城 我已经答应不撤见侯府的桌子了 难道你还不准我请两个客人入座吗 这就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楚青城顿时心下一惊 没想到对方的态度如此强硬 而一旁的卓凡却很清楚缘由 黄甫青云故意侮辱见侯府 就是想用各家的态度来分辨 哪些市家可收府 哪些不可收 如此看来 帝王门的胃口比其他六家要大得多 明显是想要一桶七市家 那必须尽快找寻掌老人去 提高洛家实力才行 否则七家归一 那真的是连天允王氏 都难以撼动的庞然大物 就在现场众人够怀鬼胎的时候 卓凡大大咧咧地走向见侯府的位置 竟一屁股坐了前 这一路直接震惊了在场众人 这小子好大的胆子 竟真敢坐上去 这不是纯属给见侯府难堪吗 这时龙九连忙出声提醒 小子不该坐的位置别随便坐 小心招来杀身之祸 谁知浊凡文言却是微微一笑 九爷 因此话一出当心有灭族之祸 听到这话龙九瞬间打了一个机灵 呆愣当场 这一幕放在别人眼里 只当作是一个傻愣头青在威胁龙九 不过皇甫青云却露出一母心声 没想到 一个三流世家的少龙 竟能在一瞬间猜透我的心思 只见这时龙九防犯起身 众人都以为他要出手教训这个小鬼 可龙九却是对其公公静静静拘了一躬 多谢公子出言提醒 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傻眼了 堂堂乾隆阁九长老 居然被一个无名小子给吓退了 这怎么可能 而此时在看龙九 已是眼角勤累 所谓悟通人心 原来嗜血鬼压早已感应到卓凡了 那龙九自然也已经认出面前之人的身份 卓凡暗自想着 九爷这个称呼 是我第一次与龙九见面时 对他的尊称 虽然如此称呼他的人很多 但敢用如此桀骜的语气叫出九爷的人 大概就只有自己一个 然而这怪异的行为 却引起了皇甫青云的怀疑 其 实在是其 一个三流家族的小 敢对乾隆阁长老口出妄论 此乃一其 乾隆阁长老对此不怒反而怂 此乃二其 且看两人的样子 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这真乃三其 就在这时 谢早阳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花语楼还真是待客周到啊 连一些不入流的角色都能有一席之位 而卓凡这边看到来人 却禁不住嘴角上扬 看来都到其了 来人是三流家族的一个小少爷 可面对一群顶级世家的大佬 态度却嚣张至极 这让众人不禁以为此人是个愣头青 可他的真实身份 竟是明镇江湖的恶魔卓凡 原来在卓凡落作没多久后 谢早阳便怒气冲冲地走得进来 质问花语为 为何让一个不入流的小 占他们见侯府的位置 处清城见爪 连忙让卓凡和萧丹丹起身离开 谁知却遭到了黄浦青云的阻难 清城 是本公子请他们入席的 公摆一桌岂不浪费 他本就有一打压见侯府 又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个机会 见此情形 谢早阳更加愤怒 当即就要告辞离开 处清城暗道糟糕 他如此屈辱地回去 见侯府一定会把所有的罪物 都怪在花语楼头上 想到此 立马出声劝阻 谢公子留步 这次是花语楼安排不周 本座愿为谢公子再摆一桌 当面谢罪 闻言谢天阳停住了脚步 他知道 处清城作为花语楼总楼主 能够放地姿态亲自道歉 已经是给足了件侯府面子 按理说不该在强人所难 可这帝王门实在欺人太甚 花语楼作为东道主 却对其如此放纵 于是谢早阳冷声道 处楼主 既然您已经有帝王门 这座大靠山了 又何必御尊降贵 给我们这小小件侯府 赔礼道歉 在下可万万受不起 说罢便禁止向门外走去 处清城自然也听出了 这话外之意 可如今花语楼正处 在危急关头 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帝王门 如此一来 却是冷落了其余世家 他也不知道 这样的决定到底是否正确 一旁的龙九见诏暗暗摇头 哎 作为主人 在自己地盘都不能保证 冰克的颜面 微信尽失 日后谁又会来支持你呢 而卓凡看到这鹦鹿 却顿党不亮 这是黄浦青云的离间之计 以此孤立花语楼 等到花语楼消失 下一个就是建侯府 乾隆阁 这些不买他账的世家 届时七家一统 洛家也就不好再出头了 于是卓凡立刻出声喊道 谢兄弟 我这里还有些位置 如蒙不弃 就在兄弟这里挤一起 一起入宴如何 谁知谢早阳闻言 却更加恼怒 没想到一个三流小啰啰 也敢跟老子称兄道弟 这明显是不把建侯府 放在眼里 而卓凡见他迟迟未懂 无奈之下只能大声呵斥 懦夫 就这么怕与本公子同桌吗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全都傻眼 傻情况 这小子究竟是傻子还是疯子 之前威胁乾隆阁长老 现在又侮辱见侯府公子 这小子不怕死吗 而此刻傻清城都快气疯了 之前九长老没出手是不计备的 可谢早阳却是个热血青年 被当众侮辱 又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这小子 果然 见随风这个老六当即发飙 眼看着就要开启暴走模式 傻清城知道事情闹大 立马要求卓凡道歉 这时却见谢早阳突然转身走了过去 很快便来到卓凡面前 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动手 萧丹丹更是急得跳出来表示 他是我的夫君 八语楼坠血 请公子勿要动目 而谢早阳却拿起杯酒一饮而尽 紧接着像没事人一般入席而坐 在场所有人见此惊的张大的嘴巴 满脸难以置信 见随风更是彻底猛逼了 天 天阳 你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 然而 谢早阳听后却一把老婆灼反 八长老你也坐 和这位兄弟同桌 不会辱没我们见猴妃 与此同时 他手上的雷灵戒也认为散情变光 男人是三流小家族的公子 竟大骂豪门大少师懦夫 可对方文言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搂着他的肩膀称胸道地 在场众人看到这一幕都猛逼了 什么情况 原来就在刚刚 谢早阳感应到手上的雷灵戒有所反应 便知晓眼前的愣头青 就是自己的兄弟着反假扮的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然而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却打乱了黄浦青云的计划 就当他准备再次发难的时候 楚清城突然打断了他 青云 这次借着百丹盛会之机 我才好不容易将七十家人 都招来做个见证 你就不要再为难谢公子 见此情形 黄浦青云也不好再发作 只能呵呵笑道 我怎么会为难他们 毕竟我可是为你而来的 开始吧 趁着七家人都在 彻底解决你们花雨楼和药王殿的事情 听到这话 楚清城心中大喜 有了帝王门的支持 他终于可以逼严颂的老贼交出解料 想到此 他转身看向众人 今日及此七家聚首之机 本座有一事想让大家做个见证 说着 便突然转头立声喝道 严松 你与我们花雨楼的恩怨 今日也该做个了段 呵 楚楼主说什么 老夫可不明白 与你们花雨楼有什么恩怨 莫非是因为老夫不请自来吗 见对方揣着明白装糊 楚清城怒道 严松 你不必在这演戏 今月有七家各位长老在场 又有帝王门二公主做见证 容不得你狡辩 你若是不把七彩云罗掌的解药交出来 今天就休想活着离开这里 说吧 秦彩青和牡丹也一起上前 大友马上就要动手的架势 这是黄浦青云黄缓开头 严长老 若是您真的对花雨楼的弟子下了语 不妨交出解药 以免伤了两家和气 二公子所言有理 严松黑黑笑道 老夫的确伤了贵楼楼主 但是这解药 却是万不能交 一听这话 三女瞬间释放出强大的威压 严松 你好大的胆子 连帝王们的面子都不给 是否一定要本座闹到陛下那里 让他做个评判才罢休 谁知话音刚落 黄浦青云却突然出声打断 陛下日理万机 哪有功夫管我们七家的闲事 此时还是不要去惊动他为好 楚清城文言心里咯噔一下 只见他接着说道 上次乾隆阁和幽冥 不就因为封灵城的事 被陛下个打了五十大板吗 话虽说得漂亮 可卓凡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 帝王们这是要把七家的事物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以此来巩固七家之手的地位 要是七家的恩怨都跑去找皇帝解决 他这七家之手就成空架子 夺权倒是挺会的 可不管怎么说 眼下的事情还是要解决的 只见黄浦青云瞥眼看向严松 严长老 连这个面子都不给 你是不把帝王门放在眼里 还是不把本公子放在眼里 严松文言却淡定的拱手 二公子误会 实在是解药不能给啊 哪有人被偷了东西 还给一群小偷送礼物 哦 此话怎讲 黄浦青云事实露出不解之色 这时严松却转身看向楚清澄 楚楼主 你该不会忘了楚清天那个小鬼吧 可谁知当楚清澄听到这话的瞬间 他周身顿时散发出无尽的杀意 这一幕看得现场众人均是一惊 就连着返也是第一次 看到楚清澄如此失控 这个女人原本温柔似水 但竟被一句话逼成了泼妇 原来当年花雨柔 为了得到七彩云罗长的解药 害楚清天败入严松门下 成功偷取了丹方 可最后因为实力不济 导致破解丹方失败而亡 并且还让不少楼主也中了名 而这楚清天正是楚清澄的亲弟弟 一旁的严父也出生姬妇 他算是我的师兄 原本能够继承师父一波 可惜不懂知恩图报 还狂妄自大 竟想凭一己之力破解丹方 最后误了性命怪不得别人 如今再次就是重提 楚清澄直接进入了暴怒状态 然而严松却是不以为意 转头对着黄浦清云笑道 二公子 这要是放在你们帝王门 你们会给一个戏作解药吗 谁知黄浦清云文言不仅不反驳 反而表示觉得严松说得很有道理 这下其余几家都猛了 在他们看来 帝王门是花语楼请来的帮手 可现在怎么会帮着药王殿说话 秦彩秦见势不妙 连忙站出来解释其中并不是如此 可还没让他把话说完 黄浦清云就出声打断 好了 既然本公子和朱家长老都在这儿 那就让本公子做个评判 朱家长老做个见证 霸解两家恩怨可好 严松立刻抱拳表示 全凭二公子评断 楚清澄也点头表示同意 因为他始终坚信 对方一定会帮他们花语楼 只听黄浦清云朗声大喝 好 本公子评判 严长老将七彩云罗掌的解药 交给花语楼 听到这话 楚清澄顿时一喜 可还没高兴多久 只听黄浦清云接着补充道 不过花语楼有错在先 为了公平起见 严长老可在花语楼任选一物 作为补偿 此话一出 如同一道惊雷落下 在场所有人闻言均是露出震惊之色 要知道 这花语楼就是不愿交出震楼之宝 才迟迟得不到解药 否则的话 他们早就跟严松交换了 而黄浦清云如此平淡 看似公平 但显然是在偏袒药王殿 这时楚清澄也反应过来了 自己中圈套 这两人分明就是在唱双簧 其实早已串通好了 只见严松装如作样的抱拳作依 二公子判得公平公正公开 老夫心服口 那老夫就要那菩提续根 此话一出 立刻遭到了楚清澄的反对 不可以 我花语楼的震楼之宝 绝对不能交给你 然而这却彻底激怒了黄浦清云 清澄 是你请我来当评判的 只听他当即怒吼 我已经为你们做出了最公正的评判 你现在竟然又烦我 是在戏耍我吗 见到这一幕在场 所有人全都火烦 这黄浦清云并非是为楚清澄而来 只是借着这个油桶 能成功插入药王殿与花语楼的纷争 如此一来 其他世家也没有人再敢帮花语楼了 楚清澄也万万没想到 他给予全部希望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带来的竟然是最无情的背叛 什么从小的青梅竹马 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叛徒 这时牡丹也怒气冲冲地站了出来 表示绝不可能交出菩提须根 这下黄浦清云彻底失去了耐心 先前已经说好了 有本公子评判 现在已经评判过了 就要照着做 不然帝王门的怒火你们承受不起 就在这时现场突然传出一声倾笑 呵 皇甫公子 如果在下刚刚没听错的话 您说的是您来评断 在场的长老们做个见证 现在您已经评断过 该轮到的家长老见证是非了 男人轻轻咳嗽了一声 但他并不是感冒 而是警告对方投票要慎重 满击大佬见此一幕 竟真被吓得改变了主意 原来在浊凡的提醒下 本已绝望的楚清澄幡然醒悟 认为皇甫清云的评判 需要个长老投票才能判定是否公正 但毫无意外 七家之首势力之大 谁也不想得罪 很快幽冥 要王殿 快活灵 三家都到向了帝王门 就当龙九也打算顺势而畏时 卓凡轻咳一声提醒他要慎重考虑 于是便有了开头一幕 在冒着彻底得罪帝王门的后果下 龙九还是把票投给了花月 认为先前的评判不公 这让皇甫清云不得不重新审视卓凡 一句话便改变了乾隆阁长老的想法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 于是皇甫清云把他们列入了必处名单 转而继续询问见侯府的意见 正当见随风不知事好时 谢早阳站了出来 八长老 这件事让我来决定 只见他静止走向了卓凡一脸见效 小子 我跟你很合拍 但想让我支持你 那就亲一下你的媳妇 文言卓凡杀人的心都有了 你这个小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找打是吗 谢早阳却不打算善罢甘休 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 我就不知道该投给谁了 好好好 你这么完事吧 于是在卓凡一脸的问候下 最终还是亲了萧丹丹一口 萧丹丹也如愿以偿地爽晕了过去 对此谢早阳脸都笑麻了 别怕 你也会有惊天 我会将这件事告诉您了 让他彻底对你失望 在场的人们也察觉到 他们似乎早就认识 只见谢天阳一脸严肃地看向皇甫清云 二公子 我是绝对不会支持你 所以我们见侯府认为你评判不公 如此公然地挑衅帝王门 这让皇甫清云亲近冒起 你小子有种 给本公子等着 这时楚清城赶紧开口 既然二公子的评判得不到七家认同 那这次评判无效 谁说评判无效 皇甫清云吼道 难道你忘了还有我们帝王门吗 话音刚落 一旁的卓凡英策策补了一句 还第一次听说评判还能参与投票 帝王门一开始就是无效票 皇甫清云一听 又是这个臭哈 如果不是他 八语楼早就投降了 此刻他已经把卓凡列入了必杀名单 就在这时 卓凡再次开口 若是二公子对此结果不满的话 在下还有一个提议 不如个退一步 严长老交出解套 八语楼内除菩提须根以外 任何东西都可挑选一样 严松文言当即白手拒绝 不行 老夫除了菩提须根 其他一律看不上 谁知卓凡画风一准 你要菩提须根也不是不行 但这阵楼至宝你不能白拿 得凭本事来读 什么意思 很简单 马上就要摆单盛会了 就把这菩提须根作为奖品 冠军自然可以名正言顺得到 一听这话 要王严松顿时哈哈大笑 他自信在炼单上自己无人能及 立刻就答应下来 皇甫清云也同样对严松的炼单水平 很有信心 于是当即宣布 好 就这么干 楚清澄见状根本不想同意 谁人不知严松炼单无敌 可皇甫清云根本就不给机会 直接宣布宴会结束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楚清澄准备追上去问个清楚 可严松的声音却从身后传来 楚楼主 你可是彻底压错宝 比起我们要王殿 真正想要菩提蓄根的 是帝王门 听到这里 楚清澄难以置信瞪大了双眼 男人只是亲了美女一口 没想到对方就从此无法自拔 甚至还要给他生猴子 原来在宴会结束后 卓凡出门便看见谢早阳一干人 正在前方等待他 很明显是有事要谈 可是萧丹丹却一直黏着卓凡 想着如果就这么过去交谈 那自己的真实身份势必会暴露 于是便转头对着萧丹丹说道 你别跟着我了 自己一边玩去 可文言萧丹丹却并不打算离开 你刚刚对人家做了那么过分的事 我现在都是你的人了 当然你去哪里 人家就要跟到哪里啊 卓凡听后一阵无奈 什么我的人 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 明明只是轻轻吻了一下他 又不是做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说到底 还不是为了拯救你们的花语楼吗 现在反倒赖上老子了 越想越气之下 卓凡指着萧丹丹就威胁道 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 老子跟你可没有任何关系 以后离我远一点 说完便丢下他 自顾自朝着谢早阳那边走去 看着卓凡决绝的背影 萧丹丹若有所思的沉默片刻后 转身就跑开了 而没有了萧丹丹在身边 卓凡重新带上雷灵剑 向众人投去微笑 各位 好久不见了 文言谢早阳脸上却显露出 早已知晓一切的表情 果然是你小子 要不是你骂我一句懦夫 我都真不敢相信是你 可还没正经多久 话风一转便开口调侃 对了 怎么没见嫂 卓凡文言都不想搭理他 这事不提也罢 这时一旁的龙九开口打断了他们 兄弟 我想知道你刚刚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是彻底得罪帝王门了 可还没等卓凡开口 身后的龙葵就惊讶大喊 九叔你喊他什么 兄弟 难道你是卓凡 地狱惊起千层浪 剑随风和龙杰也瞬间露出了震惊之色 而卓凡则是看着龙九和谢早阳开口 两位都是我最信任的人 其实若非必要 我绝不会让你们卷入这种危险之中 听到这里 两人都露出诧异的表情 不知何意 见此情形 卓凡道出自己的看法 难道你们看不出来 帝王门有一统七家吗 你们已经被花入被排除的名单了 听到这里 在场之人的脸上均露出惊骇之色 什么 一统七家 你怎么会知道的 可卓凡文言却只是笑笑 黄土青云来到花宇城后 所做的一系列行为就足够证明了 他刚下车轿 便给不服他的谢早阳一个下马威 若这姑且算是一个嚣张子弟的品情的话 那后来对一张桌子的探讨 就是真正的帝王心术 接着分析 表面上他是借题发挥 故意羞辱见侯府 替自己出气 但实际上他达到了两个目的 其一 削弱花宇楼主人的地位 挑拨见侯府与花宇楼的关系 其二便是将在场家族分成三类人 顺从的 不顺从的河墙头草 很显然 幽冥古药王殿算是顺从的一方 而花宇楼 见侯府和乾隆阁 多次对他的决定提出反对 自然就是不顺从的 至于快火林则墙头草失足了 所以我们已经被划入 其家中必须消灭的名单 听闻此言 在场众人都后己发凉面露惊恐之色 反观卓凡则是看着众人 眼中已然满是战意 那与其站着被动挨打 还不如现在就划清界限 跟他反抗到底 所谓帝王之术 又称人君之术 刀阔识人 选人 御人 善用者必成就为古往今来的王者 经过卓凡的一番分析 谢天阳等人如梦初醒 原来黄浦青云正是用了真正的帝王心术 把他们几家划分到了必除的名单 以实现七家一统的伟业 这时 龙奎突然提出了质疑 表示这只是卓凡自己的分析 如果事实并非如此 那他们就无缘无故地与帝王们交恶 卓凡文言并没有反驳 反而表示的确如此 随即却画风一准 但是你们认为 比起到时候被他们打得措手不及 跟他们交了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换成树 只要有一点点苗头出现 我就会把他彻底掐灭 听到这话 龙九和剑随风相互看了看 心中不禁感叹 此子做事果真狠辣果断 真乃霸主之才 这时谢天阳突然表示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花语楼这个烂摊子也没必要 因为现在选择支持花语楼 相当于提前与帝王门开战 可卓凡文言却并不认同 花语楼的确是七家最弱的一环 甚至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所以帝王门才拿他下手 可是 花语楼是你们的一扇门 这道门被破开 帝王门就可以长驱止入 青通个大世家 况且有花语楼在 我们还能清楚帝王门的进攻方向 花语楼若散了 但他接下来的目标 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听到这里 所有人都认同的点点头 唯独谢早阳不置可否地审视起卓凡 依我对你的了解 卓凡却是转而看向龙奎 我想龙小姐会知道我这么做的原因 文言龙奎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是让洛家超过七十家的十年之约吗 没错 我要的好处就算拖慢帝王门 让洛家能及此崛起 可龙九却突然想到一个关键问题 即便他们愿意齐力保住花语楼 可现在花语楼跟药王店已经达成协议 他们根本没理由进去插手 一旁的谢早阳也复合 你这小子提什么建议不好 非要比单夺宝 这不是症状那毒手药王的枪口上吗 卓凡听后却满脸自信 这次的事情不需要你们操心 只要你们日后帮衬着点就行 不用我们操心 听到这话 两人顿感差异 难道他已经也不对策了 只见卓凡咧嘴一笑 炼丹而已 我去挥挥那个毒手药王 此话一出 两人顿时被惊得张大度 要知道那毒手药王乃是弃品炼丹师 恐怕整个天语没人比得过他 我看卓凡的样子 似乎并非忘年 难道说他如此宁静 丹术已经有如此造诣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怪物 炼丹阵法皆是独步天下 还有这么强的实力 年轻一代中也先有人打 虽然知道这小子炼丹手法不简单 但也没想到 他如此年轻就已经是弃品炼丹师了 不过龙九还是有点不放心 那万一你比试输了怎么办 只见卓凡目光一鸣 那就只能明抢了 不提须跟到了我手里 帝王们一定会把视线转移到我身上 那花雨楼也有个喘息的机会 龙九文言连忙出声提醒 可到时候你要面对的将是三大世家的追杀 那又如何 卓凡不惧返效 反正迟早要为敌 不如趁早打乱他们的计划 只要有我吸引他们的视线 你们三家都可以好好部署一番了 听到这话 龙九和谢早阳顿时心头一震 卓凡这么做 无异于是拿自己一人的性命 换来三家的准备时间 想到此 谢早阳一把抓住卓凡肩膀 感激之情已无法言说 唯有做兄弟 在心中了 这件尸体被存放在干冰上好几年 躯体都动硬帮了 可见到有人前来张口 这是一句不错 原来卓凡与龙九众人分开后 打算找楚清城摊牌 索取谱体御印 还没等他开口 楚清城二话不说 领着他就往花雨楼的后院山崖去 见此情形 卓凡也想看看是怎么个事 便默默跟了过去 很快他们就走到了一个神秘山洞前 刚进入洞内 卓凡就不禁打了个喷嚏 连自己的金刚之躯也感受到了寒意 看来此地必定有吉英至宝阵神 活不其然 在走到山洞深处后 卓凡看到了一块万年悬地 可上面镜盘放着一位老者 身体依然僵硬 更让他惊讶的是 老者全身不满距离 普通人沾上一点都会请个暴毙 但老者似乎还有一口气 忽然一道声音喘出 臭小子 也东张西望了 文言卓凡震惊不已 想不到花雨楼还有如此高手 身体被限制如此 竟还能发出声音 结果啪啪打脸来得太快 原来说话的另有其人 傻小子 那是个活死人 而不能听 口不能言 动都动不了 如何发出声音 这时楚清城见状连忙上前解释 陶姑姑 他修为低得很 只有一股蛮劲 没发现你也正常 还请别责怪他 身后的陶姑姑文言不禁一笑 独楚丫头 老生还从未见你如此维护过一个男子 莫非你给他看过 听到这话 楚清城一愣 随即一片羞红飞上两家 而一旁的卓凡则是一头雾水 看过 看过什么宝贝吗 可还来不及多些 楚清城突然把他往前一推 宋玉 这位是我们花语楼首席炼丹师陶姑姑 快去拜见 卓凡一阵郁闷 好端端带我见你们的炼丹师做什么 难道是让我跟他学炼丹 算了吧 老子教他炼丹 还得看他资质够不够 虽然心里这么想 但表面上还是得装装样子 就在卓凡抱拳行李的时候 以前的一幕却让他心头一紧 原来这位陶姑姑的脸上遍布七色独斑 分明就是七彩云罗掌所致 不过仔细一看就发现了不对 这虽然像是七彩云罗掌的杰作 但似乎又不是 听到这话 陶姑姑不禁赞叹出声 陶小儿 看来你对这单独还颇有建树 实不相瞒 这并非七彩云罗掌所致 说着陶姑姑瞥眼看着某方向 独手要往 你果然有一手 老神真是自愧不如啊 卓凡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下一秒直接瞪大了双眼 因为那里正悬挂着一张人皮 而上面写 居然是七彩云罗掌的脚单方 直译 卓凡便看出这张单方是真的 不过里面确实有些猫腻 陶姑姑见他盯着单方出神呵呵笑道 行了 小子 这单方乃是药王殿的不传之秘 老神苦言树仔 依然未能参透 你这小子就算在炼丹树上有些造力 又启能知晓其中奥妙 说着他突然看向楚清城 谷谷丫头今日前来 该不会就是让老神 替你把一下这小子的官吧 一听这话 楚清城顿时露出一脸娇羞 随即便把今天发生的事复述了一遍 当陶姑姑得知帝王门也插祸进来后 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看来这次花雨楼真的是在劫难逃了 那么楚楚你打算怎么办 难道任由花雨楼被他们毁了 楚清城文言目光灼灼 我想要请出供奉 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供奉 是家族竞争中必须持有的一张底牌 其中有怪力乱神 可通神鬼者 有五行八卦 西门顿甲修士 而花雨楼生死存亡之际 楚清城打算请出供奉 与帝王门拼个鱼死网破 听到这 卓凡目光一鸣 如此他来 花雨楼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之处 不过面对几个神赵敬高手的拼死一拟 就算是帝王门也要大伤元气 这样一来 同样是拖慢了他们征战的步伐 想到此 卓凡立刻开始煽风点五 好啊 楚楚姐姐 我们就把供奉请出来 让他们知道我们花雨楼 不是那么好欺负 谁知楚楚却迟疑起来 请出供奉恐怕会引起七家之战 到时候必将天下大乱 而且一旦开战 花雨楼必败 到时候楼中子弟的下场可想而知 自己作为总楼主 不能不为他们的日后考虑 逃不顾闻言感叹 难怪当初姥姥立牌重义 让资历最浅的你做总楼主 然而卓凡却认为这是妇人之人 如果是他 会把这股势力化整为零 游名入案 四处杀戮 挑拨离间 搞得天下大乱在趁机反复 不过话又说回 这处清城毕竟不是魔道 而且又是一位女子 这时楚清城提出 希望陶姑姑出山参加百丹圣会 饱下菩提须根 谁知陶姑姑一阵自嘲 为了破解那老鬼的七彩云罗掌 现在搞得不仁不谷 我这点本事 如何跟他比动 可楚清城似乎早有打算 便凑到齐尔潘低语了几句 陶姑姑听后瞬间恍然 现在我知道你为何带着小子来 说着转头看向卓凡 让其对着一旁的活死人磕三个小头 卓凡一阵郁闷 好端端为什么要跪 不过想了想 觉得还是算了 毕竟死者为大 然而楚清城突然也跟着一起跪拜 对此卓凡却有些猛 这时陶姑姑朗声道 好了 李承 过来吧 接着开始给他讲述花语罗的祖训 原来在几百年前 花语罗和妖王殿是交好的 而那时七彩云罗掌也并没有这么强 是在花语罗提供了菩提御业后 才得以改善 最后成了如今威舍格家的独门武技 直到后来 两家和亲的一对夫妻因为半祖 大打出手 丈夫用七彩云罗掌将妻子打伤 妻子一怒之下访回花语罗 可到疗伤时却发现 能解百毒妻死为生的菩提御业竟无效了 花语罗高层意识到 药王殿的毒义不可控制 便不再对他们提供菩提御业 两家也因此结下仇恨 直至近百年 药王殿开始不断袭击涉护花语罗 但皇室需要药王殿供供丹药 所以也默认了两家恩怨 可就在花语罗最危急的百年间 铁娘子楚碧君横空出世 他实力强横 楚氏干练强硬 竟然药王殿数次惨败 损失惨重 楼中弟子们尊称他为老了 虽不是总楼主 但却辅佐三代总楼主 将花语罗维持至今 若是没有他 花语罗早就完蛋了 可惜即便是铁娘子也抵不过暗算 楚碧君为救三位楼主中了七彩云罗掌 最终强撑着逃了回来 临终前 将花语罗总楼主之位 传给当时年仅13岁的楚清澄 由青花 牡丹两人辅佐 之后所有人都以为姥姥已死 但其实存于这万年悬兵之上 成了活死人 说完逃不顾突然抓住两人的手 好吧 这些以后由你把他传下去 不多时 楚清澄便带着着房回到洞外 到此刻 他还是一头雾水 楚楚姐姐 这是怎么回事 然而楚清澄却并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默默摘下面纱 把姐姐两个字去掉 叫我楚楚或者清澄 这个男孩才刚晚八岁 就被指派混入敌对势力 最后为了把情报带出 竟生生把一切都刻在了身上 成为了一张人皮资料 原来在楚清澄摘下面纱后 已经认定卓凡是花雨楼的人 于是提出要带他去见见自己的家人 但不通男女至情的卓凡 对此仍然一脸懵逼 很快两人便跟着他来到了一处坟墓前 只见一块空着的墓碑上挂着一件披风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一旦青天 卓凡看到这四个字 心想这口气真大 即使是独守要王也不敢有这样的口气 这时楚清澄徐徐问道 连你也觉得很狂妄 对不对 这是我弟弟楚清天之墓 而这件披风是我亲手为他做的 楚清天 听到这个名字 卓凡瞬间响起 这不就是花雨楼派去要王殿的戏作吗 没想到竟然是他亲弟弟 只见楚清澄继续说道 宋玉 你可知道 自从你在那平民窟送我水果 替我跟那些人打架 我便觉得你跟清天很像 尤其是你与严妇决战时 那古不顾一切的愣进 简直跟他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卓凡听此一言 尴尬到扣脚 本以为能接近楚清澄 是因为自己的泡妞技术高超 现在发现 原来是被当成了弟弟的替代品 但接着楚清澄解释道 也许一开始我的确把你当弟弟看 但是现在你已经不是我弟弟 接着便向卓凡讲述起了曾经的过往 原来当年为偷取七彩云罗掌的解药单方 姥姥特意安排楚清天假意背叛花雨楼 败在严松的门下 不过因为药王殿看管太严 最后他只能用特殊手段 把单方刻在身上才成功带了回来 到这里 卓凡顿势恍然大悟 原来那山洞内的人皮就是楚清天的 为了花雨楼也真够拼的 居然为了带出单方做到这种程度 只见楚清澄继续说道 清天的回归令整个花雨楼心顺不已 于是在所有人的期待中 他和陶姑姑开始了解药的炼制 可是那张单方却太古怪 他们炼成的解药被中毒的楼主服用 结果楼主却当场不发而亡 连他们自己也中了与七彩云罗掌相似的毒 最后姐妹们怀疑他是要王殿的奸细 故意用假的单方来毒害大家 所以便趁我和清花牡丹两位师姐不在 将他活活打死 等我们回来 一切都晚了 不过这是花雨楼的丑闻 我们只能对外宣称他是中毒而亡 也只有陶姑姑 依然在奸细那张单方是真的 还在古古钻研 同时因为清天的身份关系 无法入恋花雨楼的目的 我便把他埋在了这里 但担心有人侮辱他 甚至连名字也不敢刻上去 之后楚清澄突然牵起卓凡的水 宋玉若是哪天我死 希望你能找回我的海骨将我埋于他身旁 听到这话 卓凡心中有些奇怪 他这是要干什么的 怎么像在说一言一样 想到此 出生安慰道 傻丫头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楚清澄听后焦怒道 只是让你把姐姐二字去掉了 没有叫你喊我丫头 卓凡顿时无语 心想把自己当成了弟弟的替代品 还不允许叫姐姐 这时楚清澄缓缓拉起他的手 好了 接下来去最后一个地方 画面一转 两人又重新回到了贫民窟 见此卓凡不禁响起 两人刚见面时的场景 对了 为何你贵为花语楼楼主 还要在这里办问你呢 这个男人白捡了一个老婆 而且对方还是公认的绝世美人 但他自己对此却毫不知情 甚至还把对方当自己姐姐 原来当年因为楚清天的事情 楚清澄一路之下 直接去找严松算账 结果不敌也被七彩云罗掌所伤 但害怕这件事会影响花语楼的稳定 所以便哄成闭关 实则是在贫民窟 借着月音压制毒伤 于是后来便有了瘟女的传言 可楚清澄画风一转 宋玉 我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现在希望你们代替青天 让我重温一下家的温暖 卓凡文言谎人 原来还是要我扮你弟弟 可下一刻楚清澄便抱住了他 我说过 你不是我弟弟 我只想重温一下少时的生活 看着这个美丽的女子在他怀里 显得如此可爱和柔弱 即使他是堂堂魔皇 此刻也忘记了雄心壮志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 两人在贫民窟里 过起了男耕女之的生活 这给卓凡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平静感 是他以前从未敢想象的生活 尽管他享受着这种宁静的日子 但想着这种平庸的时光 对他这个魔皇来说 是不是略显庸俗了 只是看着如此家人陪伴 他却生不出任何的仇怨 仿佛他们已经远离了世俗的纷争 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 然而他们的宁静生活 很快就要回归现实了 原来帝王门的随从 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并迅速向皇谷清云 报告了此事 当得知楚清晨为 卓凡摘下面杀时 皇谷清云顿时感到 异常愤怒和嫉妒 控制不住的一拳砸烂石桌 这个剑 他深知这意味着什么 一旁的严肃见此情形 忍不住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皇谷清云牙齿都咬碎了 也没有作答 下一刻竟直接夺门而出 准备前去杀了两人 然而这边 危险正在逼近 在过去的几天里 他与楚清晨一起 回忆着儿时的生活 白天如常人般一起工作 晚上则相依而眠 虽然并没有真正的肌肤之亲 但两人互相彼此依靠着 这让他感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安宁 这种感觉 对于这个没有亲人的魔头来说 确实是从未有过的 看着楚清晨这招 美丽的足以祸国殃民的爵士容颜 卓凡都感到自己过去 可以不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 管他什么千秋大叶 又岂能比得上美影像 想着即使就这么堕落下去 也无妨了 情不自禁间 他们的嘴唇开始慢慢接近 可楚清晨突然睁开了眼睛 一把薅住了卓凡的火 卓凡还以为是自己被抓住了现行 占卓凡却一把将他拽到了空中 而他们身后的房屋 瞬间被炸成了碎片 硝烟散去 黄谱清云从废墟中走出来 看到自己辛辛苦苦不好的小屋被 卓凡被彻底激怒了 自己都还没住几天 越想越气之下 当即就准备去和这个狗星的拼命 真当老子没脾气是不是 但这时楚清晨却是挡在了前方 宋玉 躲在我身后 这才让卓凡微微冷静下来 他知道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 否则会让帝王门友借口对花雨楼出手 因此 强压着心中怒气道 清晨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 但他的话却让黄府清云更加暴怒 清晨 叫得好亲热呀 一对肩夫淫妇 本公子今天就要你们不得好死 男人明明是个单身但却被掠了 甚至气得当场爆炸 原来他从小就有个青梅竹马 但现在竟为了别人直接把他甩 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完全的耻辱 只见黄府清云大声喝倒 楚清晨 我们曾经誓言 你的面纱要为我揭开 但现在你却先给这小子看了真容 楚清晨听到后立即反 是你背信弃意在先 我怎么会为你揭开面纱 听着两人的争吵 卓凡感到一阵困惑 你们等等 我怎么觉得有点糊涂 就算清晨是你的青梅竹马 那你也不能不让人看 老子又没抢你老婆 然而这番话在黄府清云听来 就像是在说 我用完了 现在还给你一样 揣着明白装虎 愤怒之下 他抬手就拍出一掌 一道如实质的气静直奔其面门 然而卓凡对此却丝毫不慌 毕竟他的身体强度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可见此一幕 男人被律证要暴揍对方 结果下一秒就被人群殴 于是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 原来在卓凡身份就要暴露的瞬间 龙九 见随风等几家长老及时赶到 纷纷使出大招往黄府清云身上招 结果烟雾散去对方毛是没有 而要王殿等敌对势力也后一步赶到 就在剑把弩张七家准备动手时 黄府清云在局势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 却主动提出了撤离 回去后 严松不解地问道 二公子 刚刚为何要放了他 以我们的实力 他们几个绝对没命 糊涂 杀那几个人容易 但是杀了之后呢 到时必然会引起七家大战 最后就算赢了 也绝对死路一条 听到这话 众人更加糊涂 二公子此话怎讲 只见黄府清云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这天雨之内可不只有御下七世家 还有皇室和四柱 文言三人顿时到夕一口凉气 险些注成大错 只听黄府清云继续说道 总之花与楼现在已经是分崩离析 至于乾隆阁和剑侯府 没必要逼得他们狗急跳墙 本公子这次也算看明白了 他们都是刺头 迟早也要收拾 一天过去 着凡走出房门一阵感慨 若非那黄府清云捣乱 现在应该还在与楚清云里蒙我们吧 不过即便没有昨天的事 再有一日便是百丹圣 也该行动了 就在这时 楚清云朝他走了过来 卓凡见状刚准备打招 可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被对方给强行拖走 画面一准 楚清云带着卓凡又重新回到平民屋 就当他不明所以的时候 却发现萧丹丹和董家兄妹竟然也在 这让他心中更加疑惑 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这时楚清云突然转身看向他 你已经见过姥姥和我的家人 按理说我该去见令尊令堂 但是路途遥远 只能先见见你的朋友 说吧 便不由分说地拽着其静止走去 见到这一幕 萧丹丹心中思绪万千 没想到 师父让他带董家兄妹来这里 结果要见他们的竟然是总楼主 而一旁的董天爸完全看傻眼 自己这位屌丝兄弟 竟然勾搭上了花语楼总楼主 天宇第一美人楚清云 他总感觉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然后看向一旁的董小婉 妹妹 我早就跟你说要早点下手 看吧 没机会 董小婉也是满脸奥虎的哥 我哪知道 宋宇哥哥会跟花语楼总楼主 牵扯到一块 然而比他更郁闷的是 萧丹丹好不容易看上一个男人 结果情敌居然是顶头上司的上司 一时间 三人却都感到深深的挫满 当他们跟着楚清澄进入屋内后 便被招待一起吃了一顿便饭 不知不觉间 时间很快来到了深夜 这时楚清澄突然开口 时间不早了 也该是分别的时候 分别 文言卓凡疑获道 明天不正是百丹盛会吗 这时候分什么别 然而楚清澄却并未作答 而是让他们跟着自己去一个地 不多时 几人来到林间的一条小道上 让人没想到的是 秦采清和牡丹以及董家的长老 正在这里等他们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见楚清澄指着马车对众人说道 你们连夜离开这里 再也不要回来了 怎么 听到这话 众人均是一惊 好端端的 为什么突然要离开 女人明明还活着 却给自己立了块墓碑 甚至还帮丈夫物色好了心欢 可她却并不是不小心 而是决定跟仇家同归于尽 原来得知楚清澄是要送众人离开后 文言的几人完全猛逼了 董天爸还以为是哪里得罪的花雨龙 谁知楚清澄却告诉他 这跟你们没有关系 本来不想把你们牵扯进来 可是那黄埔青云心胸狭隘 我怕他会对你们下手 董天爸一听是帝王门 差点没吓尿了 这时卓凡看向楚清澄问道 你是要干什么吗 千万别做傻事 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 只见楚清澄倾诉着他的脸颊柔声道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是有些事 要请你帮我去做 说吧突然将萧丹丹的手递了过去 以后请你照顾丹丹 也许他是我们花雨龙唯一的血脉 一听此话 两人顿时露出惊讶之色 刚准备开口说话 却被楚清澄伸手打断了 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你一定要帮我完成 说着将一枚储物戒指交到萧丹丹手里 丹丹 拿着他陪宋玉回家吧 不过要到了宋家 才可以看里面的东西 以后要好好照顾夫君 不要再任性了 萧丹丹强忍着泪水不停点头 见到这一幕 卓凡知道 楚清澄这是想为花雨龙 留下最后一丝血脉 所以决定先顺着他的意 等把几人送远了自己再反馈 于是当即转身喝道 我们走 看着几人的马车扬长而去 牡丹突然有些不愤 呵 我就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听说要逃命 他娘的二话不说 萨丹子就跑了 楚清澄也没想到 在最后生离死别之际 对方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 哪怕是一点点 也不枉他们相处一场 可他不知道的是 卓凡根本就没打算走 当马车行驶出一百多里后 他突然停了下来 随即让几人自己驾车离开 而他则准备返回 萧丹丹见状 连忙叫住他 夫君 等等 你不能回去 要不然岂不枉费了清澄姐的一片五星 不许叫我夫君 卓凡怒喝道 还有楚清澄不是你们总楼主吗 有你这么当弟子吗 没大没小 萧丹丹闻言弱弱地回答 那还不是因为夫君的关系 奴家是总楼主亲自交到夫君手里 自然是夫君的人 而总楼主又是夫君妻子 自然要称姐姐 不得不说 这小绿茶对自己的定位还是蛮准确的 可卓凡却是听得一头雾水 一直认为楚清澄是把他当作弟弟 可现在姐姐怎么突然变成妻子 这是萧丹丹拿出那枚储物界说道 夫君 你要是还不信的话 那就看看这些 于是将戒指中的东西全部拿了住 而那菩提玉业赫然就在其中 卓凡顿时眼前一亮 老子飞那么大劲都没弄到手 没想到自己送上门了 与此同时 还有一块木牌也引起了他的注意 翻开一看 卓凡瞬间瞪大双眼 只见木牌上写的 竟是王七楚清澄之木几个字 见此萧丹丹长叹一声 这件事我本不该知道 但是有一次听师父他老人家提及 他们准备跟独守药王同归于静 话音未录 卓凡突然暴露 都知道了的计划 他们还怎么跟那老鬼同归于静 哼 一群傻娘们只是送死罢 虽然嘴上这么说 可看着手里的两样东西 还是脚下一灯 以极快的速度朝花雨楼飞驰而去 老子可绝不欠人情 这三个角色美女合蒙想干一票大了 但因走漏风生 计划毁于一旦 就在这危机时刻支援到了 可来人竟是一个老太子 原来卓凡从萧丹丹口中得知 楚清澄他们准备和严松同归于静后 他直接气炸了 就连一个局外人都知道这计划 还可能实现吗 于是扭头直接就朝花雨楼赶去 另一边 花雨楼的摆单盛会即将开始 楚清澄他们已经提前在展台周围 布下了囚龙阵 只要严松进去 就必定会被困在里面 并且 为了防止帝王们在关键时刻 伸出援手 他们对黄浦青云所在的探台 也设下了禁止 眼见所有的工作全都准备就绪 楚清澄这才松了口气 这样必能将那严松击杀 只不过到时候 估计他们也会被堵死 虽说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可楚清澄却又不忍看到 自己的两位师姐跟着一起陪葬 秦采清健壮柔声安慰道 清澄 你不必如此 当初我们两姐妹 答应姥姥要辅佐你的时候 就起过事 一切以你马首是斩 如今花雨楼既然要亡 不如就让他亡得轰轰烈烈一把 要告诉世人金国不让须眉 听此一言 楚清澄感动不已 毕竟两人本可以对此置身事外 可现在却要陪着一起以身殉母楼 这时楚清澄突然想起 其他楼主为何还没当 然而话音刚落 一阵极为嚣张的笑声从轮外传来 只见严松缓缓步入大殿 楚楼主 你是在找人吗 而他身后 赫然就是花雨楼的其余楼主 见到这一幕 三人均是一脸差异 虽然知道他们受制于严松的不要 但是也万万没想到 他们会明目张胆地站在对方身边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背叛 可即便事情都走到了这一步 楚清澄却没有任何要责怪的意思 我知道各位的难处 只希望你们好好珍重 谁知严松却是冷哼一声 古楼主 不知见到这几个 你是否还能宽容地起来 说着他突然拍了拍手 随即门外又走进来三位楼主 见到来人牡丹彻底不淡定 春雨楼主 你在花雨楼的资历最老 你怎么可以 闻言春雨楼主一脸淡漠 花雨楼大势已去 本楼主只是为自己 再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罢 我劝你们也该为自己找个好归宿 不要再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情 听到这话牡丹难以置信地望着对方 目光中竟露出些许慌张 楚清澄也看出了不对劲 只见牡丹神色复杂地咬牙道 清澄 不正的事 我是让春雨楼主去做的 此话一出 楚清澄如遭雷击 彻底陷入了绝望 只听严松节节讥笑 老夫早告诉过你 这花雨楼竟在老夫掌控之中 你们做任何事都是徒劳 接着一把丢出几颗灵石 就连二公子那边的阵法我也解开了 你就看老夫如何名正言顺的 取走你们的阵楼之宝 妇替须根吧 见此一幕 楚清澄气得银牙井咬 可是到如今 已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对方了 牡丹此事无比自责 他没想到因自己一事大义 竟破坏了整个计划 一旁的秦彩青也忍不住骂他糊涂 这种是怎么能让第四个人知道了 不过现在说这些已然迟了 可就在三人都深感绝望的时刻 一道声音突然传来 严松老贼 想拿走我们花语楼的宝贝 可没那么容易 只见陶姑姑不知何时 已站在了高楼之上俯瞰一切 三个极品美女经常被骗 只因为他们把智商都点在了外貌 上一秒刚遭被判而陷入绝境 下一秒又被来人发大饼吃都吃不完 原来楚清澄精心安排的计划 被严松提前发现 危急时刻陶姑姑赶过来 三人见此顿时眼前一亮 目光中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因为陶姑姑正是花语楼炼丹水平的巅峰 有他出马 也许有翻盘的机会 然而严松却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早在二十年前 陶姑姑刚成为六品干尸的时候 严松就已是七品干尸 而如今两人的差距更是犹如云泥之笔 不过陶姑姑对此却是不以为然 俗话说是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当即自信满满地表示 今日只要有老身在 你就休想拿走不提须根的一丝一片 闻言严松也不想多做无意义的争论 留下一句咱们走着瞧就离开了 就在这时 楚清澄连忙出声询问 陶姑姑 你真的有办法赢他吗 谁知对方却叹息一声 傻丫头 老生刚只是给你壮壮声势 在练丹方面 独守药王可以说 真的是天与国无人可出其用 听闻此言 楚清澄心里再一次跌入谷底 看来 我们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看到他这个样子 陶姑姑顿时有些不忍 于是话风一转 那倒不然 无论是在墙的练丹师 都有失败一说 只要练丹中有一丝分神 那此丹大半就要被 纵使他独守药王练了数十年丹 也决逃不出这个礼 闻言三女眼里又有了光 那么说 您还有赢他的希望 陶姑姑默默地点了点头 见此他们当即喜笑连开 没了先前的愁容 可只有陶姑姑清楚 这独守药王有数十年的炼丹经验 心性何其稳物 又岂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现在只不过是给这群年轻姑娘 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善意谎言罢 他们寄予厚望的对象 也不过是一个抱着必死之心前来的老狱 而与台下暗流涌动不同 台上的观众席则是一片热闹 大大小小的炼丹师都聚集在了这里 其中一名老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有人认出 他就是昌平城西门家的首席炼丹师 刘德华 一年前 在帝都的竞丹大赛中 曾荣获第二名 只是落后了几秒 才惜败给药王殿的天才弟子严 听着周围人的吹跑 刘德华也是满年享受 他呵呵一笑 刘某虽然在炼丹上小有名气 但是学无止境 此次前来 也不过是跟诸位同仁切磋一番 绝无关名利之事 听到这话 周围人顿时罪了 得了吧 你就装逼 分明就是冲着花雨楼来的 而这时 台中央也响起了裁判的声音 宣布百丹盛会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 所有人都注意到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分别摆着20个炼丹炉 裁判介绍道 这是专门为最优秀的20个炼丹师准备的 顺序从左到右 也代表着名次的先后 参赛者自行选择对应的位置 刘德华立刻就明白了这背后的含义 炼丹师表面上是炼丹 但终究炼的是星星 若是连一点自信都没有 还能炼出什么好丹来 周围人文言纷纷附和 对 您说的都对 我们这些人姑且不知该排第几 但刘大师一定是排第一啊 听到这话 刘德华也是挺挑 真就朝着一号炼丹如去了 那么这第一老夫就当仁不让了 然而他刚迈出脚步 身后却传来一道鹤声 我开 别挡本公子的道 这个男人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因为比他强的人 一下子就出现了三个 原来在花语楼的百丹盛会上 各地的炼丹师齐聚一堂 其中 刘德华大师无疑是备受主入的中心 因为他曾与严松的徒弟严甫交手 虽然败 但也只是败了一点 正当他自信满满地走向一号炼丹如时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报告 滚开 别挡本公子的道 刘大师回头一看 竟然是他的老对手严妇 他不是要王殿的吗 来花语楼的百丹盛会是几个意思 这时 显然这个第一的位置已经轮不到刘德华了 见此他只能干大的一声善笑 严妇 这小子的确是百年难得的炼丹器材 上次也算上老夫一筹 这第一的位置让给他也就罢了 老夫去第二 观众闻言赶紧封上彩虹屁 刘大师果然蓄怀入 佩服佩服 就在此时 陶姑姑也没好气地推了他一把 你还走不走 不走就让开刀 刘德华下意识地瞥眼看过去 结果整个人彻底震惊当场 观众也在奇怪 这老夫是谁 难道也是炼丹师吗 只见刘德华浑身颤抖的味道 此人就是传说中的圣首当后陶丹娘 三十年前 老夫还是个二品炼丹师 他就已然凭着五品炼丹师的身份 享誉整个天与帝国了 与独守要王严嵩齐名 有南丹北独之称 听完刘德华的讲述 观众也是满脸震惊 没想到对方这么大来头 这样一来 刘大师的第二也保不住了 只能屈居第三 不过要说这刘德华也是个乐观的人 即便这样 他依然很看得开 老夫就算不是第一 第二 但世上有三甲之说 就算是第三 那也是头猎存在 跟第一第二并排着 不比他们差 周围众人闻言都是一阵无语 这位刘大师还真会自我安慰啊 能屈能伸 可这事 又是一声爆喝从身后传来 滚开 而同时几人也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转头一看 他们瞬间麻了 居然是天与第一恋丹师严嵩 吓得几人赶紧缩头退到一边 连大气都不敢喘不下 只见严嵩静止走到一号炼丹炉旁 如此一来 前三的位置都已有人占地 这下刘德华再怎么看得开也绷不住 都他娘已经是成名的人物 还跑到这里来参赛装逼 实在是太他妈欺负人了 围观群众文言差点忍不住笑出声 你呀还不是一样 而等到所有参赛者全部占定后 主持人便开始解说静丹规则 此次百丹盛会共分三轮比试 每一轮都会淘汰相应数量的炼丹者 而每一轮前二十名的炼丹者 则能够占据相应名次的炼丹台 直到最后决出冠军 发毕 主持人便让人将冠军奖品成了上人 正是花语楼的镇楼至宝菩提须根 现到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淡定 而严嵩一眼便看出 这次的菩提须根是真的 随即目光中不加掩饰地透露出贪婪之色 一旁的陶姑姑见证怒喝一声 老贼 有老身在 你休想得逞 见此情形 刘德华才终于恍然过来 原来这些大佬之所以会参加这百丹盛会 都是奔着这天台地堡来的 这时主持人开始宣布第一轮的进丹题目 炼至最低级的一品丹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均是满脸震惊 就连严嵩等人也露出诧异之色 男人得罪了招惹不起的人 转头就把队友卖了 自己却一走了之 就在众人绝望之际 他竟换了个造型王者归来 原来百丹盛会开始后 谢早阳等个世家一行人赶到 询问楚清城他身边那小人的下落 可在得知对方已经离开花宇城后 感觉被卖了的众人均是惊得肝胆剧烈 可这时萧丹丹等人赶了回来 一番解释后众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着返没有离开 而是折返回了花宇城 文言谢早阳等人这才放下心来 但现在问题是不知道 这小子究竟藏哪去了 而另一边 被赋予厚望的陶姑姑根本不是药王对手 虽然比得只是炼制一级丹药的速度 众人刚平复的心情瞬间又黯淡了下去 没想到 连着最后的希望都要逝去了 可这时 一声惊恶的铃铛声打破了沉闷 居然有人抢在严松的前面完成了炼制 众人寻声望寻 一丹青天寺的大字直戳眼球 而身披此袍的正是王者归来的灼凡 见此一幕 龙九和谢天阳 也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 楚清城目睹这一切后感到惊恶不已 仿佛置身梦境 然而随着比赛公布 叶宇城送家 宋女 一品单炼制成功 观众席上已然炸开了锅 所有人都对这位不起眼的少年 能在第一轮比试中超越严松感到惊讶 傻小子 不是让他离开吗 怎么又回来了 可对于危难关头仍愿意共度生死的他 楚清城也不由得心里一暖 感动不已 另一边 高台之上的黄浦青云却是气得发抖 恨不得立即下去给卓凡一记重击 身旁的五长老看出了他的想法 表示董狐提须跟到手后 愿意替二公子代劳解决那小子 黄浦青云对此自然是求之不得 既可不失身份的保重面 又不会招来楚清城的怨恨 只见完成炼丹的灼返 静止来到严松身边 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严松眼神对视后 立刻加快炼丹速度 直至炼制完成 严松终于再也无法忍耐 怒气冲冲地质问其盯着自己作甚 没想到灼返更变本加厉地嚣张起来 费什么话 给老子装活 看到这一幕 众人惊恶不已 这小子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敢对毒手药王出言不逊 闻言严松强压怒 提醒卓凡要讲出个中原有 卓凡却不屑一步 你还好意思 赶紧让位 老子现在才是第一 这个丹炉现在归我 这一举动让裁判也感到干大不了 只能坦言确实是按照排名安排丹炉位置 听到裁判的话好 卓凡更加狂妄嚣张 直接踩在炼丹炉上叫嚣 严松气得几乎无法呼吸 但意识到对方在故意激怒他后 便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并自信满满地表示下一轮定能重回首位 卓凡文言却嘲讽道 刚刚还没输呢就哭丧着脸 真是输不起 听到这话 严松险些再次爆发 不得不重新调整心态 年轻人不留口德 我劝你好自为之 留下一句话后便转身走开 随着主持人宣布入围的前100名炼丹者 第一轮进丹结束 就在准备开始第二轮比试之际 严松却突然打断主持人的话 且慢 老夫有话要说 老夫很难想象 有谁的炼丹速度能超过老夫 我怀疑这小幅作弊 男人参加炼丹比赛被怀疑作弊 只因他的态度太过嚣张 炼制的速度也太过惊人 原来在炼丹大会上 作为一个三流家族少爷的灼饭 竟超越了帝国第一炼丹是严松 这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 可严松立即表示不服 认为这个年轻人作弊 否则不可能比自己更快 于是在严松的煽动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他产生怀疑 要求裁判对他进行检验 无奈之下 裁判只能让卓凡重新练一次 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是卓凡文言却是一口回绝 见此情形 现场的人更加确定他就是作弊 否则为什么不敢 当着所有人的面重新练丹呢 一旁的陶姑姑心中也摇头叹息 虽然知道这小子有心帮花雨楼 但是练丹作弊这种事被当场抓住 连花雨楼都保不了他呀 于是他开口说道 小子 心要正 不要老想邪的歪的 不然吃苦的就是你自己 接着便让裁判取消他的资格 让后来的人抵替 然而严嵩这事却突然开口 慢着 百单盛会上出现作弊行为 居然只是取消资格就完事了 花雨楼的规矩什么时候如此松懈了 他的话对得陶姑姑哑口无言 本想得大事化想 却没想到被严嵩抓着不放 楚清城也万万没想到这小子会作弊 这下想不办他都难了 不过一旁的龙九对此却感到奇怪 照理说这小子比猴都惊 不应该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只见这事卓凡突然咧嘴笑道 谁告诉你们我作弊 老子只是说不用再练而已 严父文言讥笑一声 你不练就代表你心虚 众人见状也纷纷起步 刚刚的练单情况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老子身边站一枚女监视着 怎么作弊 而且只要听到我练成的单药 你们就知道 为何我能在如此短时间内练好 说着 便让那名女弟子爆出刚刚练成的单药名称 让他们见识一下 结果文言女弟子却慌了 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最后迫于压力 女弟子只能硬着头皮出声道 宋公子所练单药为 开胃完 此话一出 众人军事一愣 随即便是开始哄堂大笑 这个女弟子见状更加慌了 要知道这可是他下的评判 如果被追究起来 自己可是要被问责的 这时高台上的秦彩青看出了端倪 断言这小子肯定是用了魔音射魂 这才让那小妮子稀里糊涂地点他通语 可是如此一来 这第一轮的冠军明摆着就失笑了 只听裁判朗生宣布道 抱歉 这是我们花语楼弟子的失误 所以第一轮进丹大赛的名次要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卓凡直接开口打了 慢着 平派 难道我的开胃完不是一品丹吗 话音刚落 只听严妇得意大笑 那开胃完也能算丹药 谁知卓凡却闻言微微一笑 那就请独守药王的得意门生 严妇公子 告诉我这开胃完是个什么玩意儿 严妇闻言想都没想直接脱口而出 那当然是可说到这里 他却突然一正 不知该如何回答 卓凡见状则呵呵笑道 怎么 说不出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吗 那我就来告诉你 随即便向着众人解释 临丹十二品最低一品丹 只要老子将药材扔进原力之火中炼制 这颗丹药没有炼失败 它就属于一品丹行列 所以 老子就是第一 男人在比赛中钻空子取得第一 于是遭到众人的道德绑架 谴责他投机取巧 没有脚踏实地 对此他却毫不在意 认为他们都是极度自己太过优秀 原来卓凡在练丹比试中 练出的丹药毫无作用 是一个劣等品质的开胃丸 这种丹药连个赤脚医师都会 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 都属于比试练底端 但卓凡对此却一脸无懈 劣等品也是一品丹药 刚刚规则说得很清楚 比的是练制一品丹的速度 是你们一个个白痴 没听明白规则 非要去练上文品 输了能怪谁 这让众人十分不服 却也无话可说 为什么自己早没发现这个漏洞啊 真是太他妈气人了 见此卓凡接着凡尔赛道 俗话说 不招人度是庸才 看来我实在是太优秀了 听此一样 现场的裁判都看不下去 宋公子 无耻的人我见多了 但像你这么无耻的 我还是头一次见 然而卓凡听后却显得无所谓 什么叫无耻 我这叫心性沉稳 你们刚刚不是考心性吗 老子绝对是这里面 心性最沉稳的一个 裁判文言也是一阵无语 老娘真是醉了 你可真是个奇葩 然而就在所有人觉得 这小子只是运气好的时候 唯有刘德华面色临重 他一眼便看出 卓凡绝非表面这么简单 能看穿考题真正的含义 还瞬间炼制出 最符合金丹题目的丹药 能有这等水平 显然是一位 深藏不露的炼丹器材 这下别说前三 老夫连前五都可能保不住了 另一点 裁判虽然极不情愿 但还是不得不宣布 卓凡为第一轮的金丹冠军 一时间全场响起一片虚声 纷纷对其表示不服 然而 卓凡对此却毫不在意 依旧选择一笑了之 而严松突然瞥眼看了过来 这次让你减个便宜 下一轮老夫让你直接滚出这里 你有那个本事吗 卓凡指着后背说道 看好 你只是独守药王 老子可是一单青天 你以为背个死人的披风 他就会保佑你了吗 严松文言哈哈大笑 楚青天那小子虽有天赋 但是在炼丹上永远超不过老夫 说出这种话 只能证明他还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小 活该死在老夫的单方上 听到这话 高台上的楚青城戏得浑身颤抖 他无法忍受弟弟冤死后 还要被仇人羞辱 正当他怒不可遏的时候 却见卓凡微微一笑 可是现在 我带着他的披风站在了你的面前 这轻飘飘的一句话 瞬间让严松面色铁青 对他来说 这就是赤裸裸的挑战 是想要代替楚青天挑战他 成为最强烈单师 楚青城也没想到 卓凡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一时间无比感动 在他看来 这个男人虽然只是三流家族的公主 但是对他却付出了可以付出的所有 此刻他只觉得 能在最后将明节托付给这样的男人 此生无可 而另一边 当皇甫青云见到这一幕后 却是开心极了 他本就想要把卓凡置于死地 这下好了 不用自己操心了 这独守妖王就不会放过对方 只见严松恶狠狠地盯着前方 臭小子 你想代替楚青天挑战老夫是吗 谁知卓凡听后却反而露出不屑笑容 老家伙 你没搞错吧 我挑战你 揍着他突然猛的一跺脚 整个人如同一把利剑般助力在原地 你看好了 老子才是站在第一位置上的 你才是那个挑战者 男人输掉比赛就会人头落地 只因他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 并扬言不是针对某一个 而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原来在面对天语第一恋单诗严松时 卓凡直言 老子是站在第一位的呢 而你才是那个挑战者 这话落在严松耳朵里 无疑是羞辱 他没想到眼前的臭小子 竟然比那楚青天还要狂 暴怒之下 他当即出声警告 小子做人太狂妄 大都没什么好下场 可没想到对方听后却更加嚣张 对其勾了勾手指 若是你今天能把我从这个台子上打下去 老子的向上人头双手奉上 全场顿时一片哗然 楚青城等人更是满脸震惊 不明白他为何会如此狂傲 又是哪里来的底气 而严松在听到这番话后 则直接被气笑 小子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可别下的跪地求饶 逃姑姑见状 连忙站出来打圆场 小子 别大言不惭 这严松长老毕竟是长辈 你向他认个错 收回刚当的妄议 想来他也不会跟你计较 然而卓凡文言却毫不在意 只听他霸气开口 老子说话向来一言九鼎 而且不只是这老家伙 在场所有人有一个算影 只要有人能让老子离开这个位置 老子的人头就双手奉上 而他的这番话也成功引起了全场惊呼 这明摆着 就是在向天语所有的恋丹师挑衅 见此严松不懈的冷笑 觉得对方就是在自寻死路 逃姑姑也看不下去 就这德行 不就也罢 而楚清澄却是面露疑惑 虽说这小子平时也会目中无人 可并不像今日这般嚣张的毫无底线 与此同时 卓凡也注意到了高台上的楚清澄 随即他亦有所指的点向背后的四个字 见到这一幕 楚清澄彻底绷不住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 原来这一切 都是在帮他弟弟完成一丹青天的心愿 文言牡丹两人更是震惊不已 只感觉自己的三观彻底被颠覆 常说男人靠不住 但是此时此刻就有一位男子为了心爱的女人 赶犯天下众目 这样的男人难道还靠不住吗 只是这小子如此做法 虽然在见清楚清澄的心愿 但却是凶多吉少 就当牡丹感慨万千的时候 突然发现谢早阳等人正一脸悠闲 你们说这小子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龙奎认为 他炼丹比不过独守药王 一定会趁严松炼丹时下手要了他的命 这样也算他炼丹没输 保全了自己的灵面 这个观点瞬间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认同 毕竟着返给他们的印象 一直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卑鄙无耻的事也不是干不出来 见此情形牡丹再也忍不下去 我们花雨楼的人在下面生死相搏 你们还在这幸灾乐乎 谢早阳知道对方是误会 连忙出声解释 别看那家伙在你们面前是个乖宝 其实他才是真正的魔王 独守药王 在他面前可不要太善良 然而这番话却听得处清澄他们一脸茫然 而这时 练丹场上已经开始了第二轮的禁丹 裁判告诉众人 第二轮的题目是练制三品丹药 不过只能用花雨楼提供的药材练制 并且只有前50名能入为第三轮 其余的全部淘汰 可当众人拿到药材后却傻眼了 因为这花雨楼给他们的是二品药材 又怎么可能练出三品丹药呢 对此卓凡也同样感到苦恼 不同的是单方太多 他不知该选择哪一个 才能让那独守药王输得心服恐服 男人输掉比赛就会人头落地 但却丝毫不慌 当众人都以为是翻车现场时 他竟使出远古秘法震惊八方 原来在练丹大赛中 主办方竟要求所有的参赛者 用二品药材练制出三品丹药 文言几乎所有练丹师都为之郁闷 认为根本无法练制出来 然而卓凡却因为单方太多 在苦恼该练制哪种丹药 真是妥妥的凡尔赛了 而裁判小姐姐见他一直未动 以为卓凡是练不出三品 一旁的严松也趁机嘲讽 估计他现在还在奇怪 为何给他的是二品药材吧 此话一出 全场顿时哄堂大笑 见此情形 陶姑姑心中不惊叹息 与独守药王一较高下 看来还得靠我这个老太婆呀 可卓凡却是呵呵一笑 老子本来觉得身为第一轮的冠军 应该大度点让让你们这些菜鸟 不过既然有人急着想输的话 那老子就让你们好好见识一下 同时手上也开始结印 下一秒 灵火竞逐渐放化成一条金龙 将所有的药材全部包裹在其中 这幕看得在场所有人全都傻眼 这尼玛是炼丹术 太夸张了吧 看着如此拉风的画面 严松也是震惊不已 怎么会这样 这么一个平日里愣头愣脑的小夫 竟然有这么一手炼丹奇术 连老夫这个天语第一丹诗都看不明白 然而这时严父却撞上了枪宝 师父 这究竟是什么手法 严松无语了 这猎徒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炼你的丹 哪那么多废话 而严松此时 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威胁 为了保住天语第一练干尸的位置 对方必不能苦 而卓凡却是一脸欠打 炎长老 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练你的丹 老子可就不等了 第二轮的冠军依然是老子的 连松文言一正 高傲如他 此刻也是无力反驳 见此一怒 楚清诚难以置信的邓大双眼 这独守妖王面对挑衅居然承诺了 那就只能证明 他心里已经认输了 只是嘴上不承认罢 而一旁的秦采倾也是满脸不可思议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那小子竟然让独守妖王望尘莫及 牡丹也硬喝倒 是啊 以前还真小看这小子了 师姐你掐我一下 看看是不是梦 这小子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本事 清诚 你是不是早就看出他飞驰中物了 楚清诚文言满脸娇羞 当时我心灰意冷 也怕孤魂无所寄托 见他与青天相似 便才尾身于他 不过至少现在 我们可以把花语楼的存亡 再寄托到一个人的身上 希望能够凭他和陶姑姑二人 挽救花语楼鱼为难之中 这便是依靠吧 另一边 黄浦清语被弃的火帽三丈 不明白一个无名小子 怎么会在炼丹上压言松一头 这事五长老开口道 二公子请放心 以言长老的本事 岂能容这狂妄小子嚣张跋扈 想必心中已有盘分 等到此局过剩后 他又怎能让这么一个心腹大患留在人间 恐怕倒是动起手来比我们还心急 听此黄浦清云也是暗暗点头 而眼前的一幕却让林子天看得心惊 怕奶奶了 这里真是没有一个好人 这五长老看似替黄浦清云宽心 但其实是把责任全都推给了严松 办得好应该 办砸了背锅 跟这帮人混在一起 以后一定要多留个心念 否则被人卖了都不知道为啥 男人输掉比赛就会人头落地 但却丝毫不慌 还与旁人谈笑风生 可下一秒竟直接变脸 借机羞辱了对方一顿 原来卓凡在百丹盛会中 使出逆天的炼丹术 这一幕令全场中人都满脸震惊 就连天宇第一炼丹师都不得不避其锋芒 看着一开始嚣张无限的严松 此刻却沉默不已 卓凡不禁赞叹其心性的德 于是决定再加一把 哼 你炼化药材的速度如此缓慢 不如等你炼化好后 我再让你三心如何 听到如此挑衅的话语 严松顿时瞪大双眼 心态差一点就被搞磨 而身后陶姑姑突然出声提醒 小子 趁着现在领先 赶紧练好丹要夺取冠军 免得夜长梦多 而刚刚阴阳怪气卓凡的裁判也附和 是啊 宋大师 这进丹场上瞬息万变 还望您抓紧机遇 卓凡文言确实微微一笑 评判小姐 你知道我这练的是什么丹吗 大师这是要考我 评判小姐文言也来的兴趣 见大师刚刚所练化的药材 大多是温和的阳性药材 想来应该是温阳丹 主要作用是驱除体内邪气温润经脉 聚气静修折可提高一级修为 呵 评判小姐果然见多识广 卓凡微微一笑 但你知道 我这颗丹药炼出来是要送人的吗 就当评判小姐一过得摇头时 卓凡瞬间变了脸色 突然恶狠狠地盯着她 是送给你 八婆 因为你嘴太呛了 想必是体内邪气太多 所以我帮你调理调理 听到这话 评判小姐顿时被气得抖成筛糠 而高台上的楚清澄也是无语 这小子怎么如此显心意 对一个小姑娘都能如此羞辱 楚楼主说的是 这小子的心眼确实不大 刚才这小姑娘竟敢嘲讽轻视她 她可不会惯着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忍她 当心遭到暴力 听这些早粮的评价 一口的萧丹丹无比自豪地点了点头 却把牡丹看得一阵无语 卫卫 你骄傲个什么鬼啊 然而就当众人说笑之际 意外却发生了 严嵩趁其不备 将一滴青莽灵液 扔进了卓凡即将成型的丹药内 要知道这青莽灵液乃至寒之物 与温羊丹药性相斥 如此一来 卓凡的丹药就彻底废了 只见严嵩缓缓走来 不好意思 刚刚不小心把药物剑出了几滴 不过我这边快炼成了 小子 还记得你刚刚的誓言吧 一旦你离开这个位置 就要把脑袋交出来 老夫可是在这里好好等着呢 一旁的桃姑姑见状不经叹息 这小子通有一身炼丹绝技 但还是太狂妄 可惜了 而在高抬之上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乳丹没好气的大骂 这小子太嘚瑟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优势 现在全没了 这样一来 别说让他拯救花语楼 估计一会儿我们还得想办法救他 说着他看向龙九等人 想看看他们有什么应对之策 谁知己人却是一副势不关己的样子 就 就什么 那小子需要我们去救吗 我估计那小子现在已经气得费都快炸了 像他那么精明计算的人 这次居然被别人阴了 他能忍得下去才怪 就当牡丹不明所以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跌倒响动 只见董天霸此刻正满脸惊惧地瘫倒在地 那人 那人不是我兄弟宋明 听到这话 三女连忙向下看去 惊讶地发现其周身已经充满了煞气 此等气势 哪里是一个三流家族的少爷能语 男人不停往丹炉里面吐痰 可他不是想搞破坏 反而是为了炼制出丹药 原来卓凡的丹药被严松破坏后 他周身竟蹦发出无尽的杀气 而这一幕秦彩卿却是看得一身冷汗 这等气势别说一般人 就连天玄境高手都做不到 一直以为他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 可现在才明白他一直在伴猪吃虎 牡丹三人立刻就意识到 眼前的宋玉并非本人 那么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为何要乔装成宋玉的模样 出现在我花雨楼 就当秦彩卿疑惑之际 龙九捋了捋胡子一脸淡定 放心吧 楚楚丫头 这小子的出现对花雨楼绝对是福不是祸 而一旁的龙葵也出声附和 是啊 楚楚姐姐 这小子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现在能救你们花雨楼的 恐怕也只有他了 此话一出 龙九和龙杰都不可思议地望着他 没想到龙葵有一天也会夸卓凡 这时龙葵也反应过来 顿时有些脸红羞涩 你们看我干什么 我只是说个事实 这小子的确是有几分能耐的 龙九见此情形心里又夸起了卓凡 我这卓兄弟真乃其人 其实力就算在讨厌他的人 都不得不由衷赞叹他 而闻言的楚清城三人这才放下心来 这时谢早阳突然黑黑一笑 那小子已经忍不住马上就要动手了 闻言的几人连忙看过去 发现卓凡手中正不断聚集灵力 就当所有人以为 他马上就要大杀四方的时 卓凡却长呼一口气 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这一幕让谢早阳惊讶不已 怎么回事 这小子怎么忍住了 完全不是他的风格呀 只见卓凡突然双指下压 将药液投入丹炉之中 看这架势 这是准备要用丹炉炼 可言松见状却是满脸的讥笑 小子 你的这炉药已经废了 用不用炉顶都炼不出三品炼 你还是乖乖认输吧 哼 老子炼炼的本事 哪是你这凡夫俗子所能猜得了的 你给我看好了 你只是独守药王 老子可是一丹青天 你我的实力就是天壤之别 说着卓凡突然将双手按在丹炉之上 见到这一幕 在场众人均是平住呼吸 看来宋大师要放大招 大家一定要看仔细了 结果下一刻 卓凡蓄力半天 却是朝丹炉里吐了口老谈 我靠 所有人全都看得目瞪口呆 我没看错吧 宋大师他居然在往丹炉中涂口水 而且还在不停狂吐 这小子在干什么 是向着丹药泄愤 还是向咱们示威呢 看到这些早阳也是满脑子问号 这闹的是哪一出 难道他想先羞辱在场所有人 然后再把所有人杀光吗 一旁的平派也看猛了 宋大师你这是干嘛 当然是炼丹了 这时卓凡突然转头看着严嵩露出笑容 老不死了 老子现在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炼丹树上的差距 说吧 手中快速结印 随着手指向上抬起 丹炉中突然窜出冲天的火光 鹰转阳 蛇化龙 扶摇直上灯仙门 这一幕看得刘德华都猛逼了 自己炼丹炼了几十年 头一次见有人能 炼得如此惊天地气鬼神的 另一边严嵩顿时感觉大事不妙 连忙加快炼丹速度 卓凡健壮 轻笑一声 老家伙 已经晚了 第二轮的冠军依然是老子的 说吧 他缓缓将手打开 三品丹药龙阳丹炼制完成 男人用自己的陈年老坛炼制丹药 转头把炼成的小泥丸子 塞给一旁的女平尾服下 把对方感动得差点没哭出来 原来在卓凡一通花里胡哨的操作下 最终炼出来了丹药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宋大师的丹药不是已经被毁了吗 怎么还可能练出三品丹 评判小姐也难以置信 宋大师 您确定这是磕三品丹吗 卓凡文言将丹药递过去 你是评判 当然是你来鉴定了 如果用肉眼看不出来的话 你就尝尝看吧 评判小姐听后一阵尴尬 光是看到这练丹的配方 自己就绝对不会吃 可周围的观众却不惯着他 不断催促给出评判 无奈之下 他只能接过丹药查看 然而入手的瞬间就感到意外 这丹药不但没有刚出炉的炽热 连丹香都没有 仿佛是用泥土揉成的泥丸一般 根本看不出品贱 想到此他有些为难的看向卓凡 那个抱歉 宋大师 您这枚龙羊丹 恕我眼拙 看不出品贱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纷纷开始质疑 但凡丹药皆有品贱 哪里有无品贱的丹药 还是说这只不过是一堆药渣 所以才看不出品贱 然而卓凡对此却毫不在意 要不然你吃了它 看它是鸡品贱 听到这话评判小姐都快哭了 可身后人群却一个劲地起步吃下去 这丹药若是真的还好 若不是的话那不等于吃它口水 说在它纠结时 刘德华突然开口 其实不服用也可以评断 只要将这丹药一分为二 自然能分辨其品贱 只不过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评判小姐直接打断 没什么不过 就按刘大师您说的半 就当丹药被破开的一瞬间 里面竟突然迸发出磅礴的药力 所有人均是目瞪口呆 与此同时 他们体内的灵力开始躁动 那要是完全服下去还得呢 只见评判满脸震惊地看着手中的丹药 这 这是五品丹 听到这话 刘德华心中更是惊骇不已 竟用二品药才炼出了五品丹 这位宋大师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然而就在众人震惊之际 眼前的一幕再一次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 只见那颗丹药竟然开始自降品级 从五品变成了四品再到三品二品 最终在众人的眼前直接消失不见 现场顿时一片寂静 他们何曾见过如此诡异的画面 竟然有丹药会凭空消失 而这时颜松也完成了炼丹 当看到丹药后 与平盼再一次被震惊了 不愧是独守药王 这颗丹药竟然是准四品一丹 能够将二品药才炼成准四品丹药 可见颜老的炼丹术简直神乎奇迹 然而话说完后 却发现周围的人全都不为所动 他不禁奇怪众人这是怎么了 宋大师那颗丹药究竟是极品 现在还尚无定论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刘德华打断 尚无定论 就算别人不清楚 但在这里的前世名炼丹师 恐怕都清楚那丹药的厉害 小姑娘你还太年轻 就算姑且能当我们的评判 但也绝对评判不了 宋大师那颗丹药的价值 评判小姐没想到 刘大师竟然对那颗丹药 给出如此高的评价 随即他又看了看其他炼丹师 结果所有人都表示赞同刘大师的观点 最终就连颜颂也点头表示肯定 评判完全不赢 他和那颂大师不是对头吗 怎么向着他说话 而这一幕 也让高台之上的楚清城震惊不已 居然能让这老家伙心出口 这假颂玉究竟是何方神圣 女孩应拒绝吃别人口水 竟被当众要求跪下认错 而周围群众对此却表示赞同 原来卓凡用二品药才炼制出五品丹药 但丹药剖开后竟自己消失了 这让裁判小姐姐感到很头疼 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让他说出这丹药神奇在哪里 他也说不出来 如果判卓凡取胜 他觉得不公平 如果判独守药王胜出 这又说不过去 这让他都不知该如何判定 于是便向一旁的刘德华求助 刘大师 您能否给大家讲解一下 宋大师那颗丹药的奥妙之处 刘德华听到后 却是先向卓凡行了个大 这一幕让裁判小姐姐惊讶至极 没想到 刘大师对其的尊敬 到了这种地步 当征得卓凡同意后 德华便开始为大家解释 小姑娘 我来告诉你 刚刚宋大师用的那招有多厉害 那招是上古失传的炼丹秘法 神龙影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什么 上古秘法 而且还是一个这么年轻的炼丹士 文言裁判小姐姐终于明白了 难怪连一直桀骜的独守药王都要认输 在上古秘书之下 每个炼丹师比得上他 但他还是不明白那丹药为什么会消失 刘德华继续解释道 那丹药并不是消失了 而是被我们所有人服下 众人一听 都被吓了一跳 通常炼丹 即便是集体丹 也不过是将药材中的五成药力 提炼出来罢了 但是上古秘书神龙影 传说可以将药材中所有药力都提炼出来 原一旦服下 便瞬间化入体内 所以先前那泄露出来的金色气体 便是整个丹药的全顾药力 如果一个人服用 恐怕效果堪比无品名丹 只是发散出来后被众人吸食 便也就不及一品丹的疗效了 所以当老夫说出化开丹药时 心中也是一阵惋惜 大家听完后 才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难怪他们吸到那丹香之后 会感到神清气爽 这时裁判小姐姐又问道 那为什么那丹药的品质 会逐渐下降呢 然而这次的华也解释不出来 毕竟神龙影这等上古秘书 他也只是在一些古籍中 见过记载罢 至于其中的关键 恐怕只有宋大师才知道 这时众人都看向宋大师着返 可他却卖浅关子 想知道吗 那就跪下求我吧 裁判小姐姐一听 瞬间呆住了 还以为是在开玩笑吗 但下一秒 卓凡的脸色突然变得很严肃 快点跪下 这时的表情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裁判小姐姐彻底傻眼了 意识到对方竟然是认真的 不仅如此 观众也帮着宋大师说话 纷纷要求他跪下 看到这一幕 皇甫青云气得清清直冒 他感到非常妒忌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有手官 竟然能在短时间内协重于私 这简直就是最高明的帝王之术 这让皇甫青云 更加坚定了要除掉宋玉的想法 而另一边 裁判小姐姐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即便她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 但在这种情况下 她也别无选择 可就在这个时候 高台上的楚清澄看不下去 大声喝倒 宋玉 闹够了吧 话音刚落 宋玉就秒变乖宝宝 那个 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 你看我像是这么狠心的人吗 接着转身看向严松 其实呢 我之所以会用这种秘术 还要感谢严长老的那边 不小心见过来的青蟒一念 男人明明是个菜鸟 却能玩爆大了 不是因为别人让着他 而是他开挂 凭着一手上古秘术一路碾压 原来卓凡连续在前两个比赛中 获得了第一名 甚至让身为天羽第一的独守药王 也黯然失色 然而 严松对此却并没有任何担忧 因为他发现对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下一轮竞丹比赛必败无遗 不久之后 评委小姐开始宣布第三轮的竞丹停留 那就是在现场用五种药材练制 五品龙丹 速度越快就越娴熟 谁先完成就可以入围最后的丹王决赛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后 立即开始抓紧时间练丹 然而 只有卓凡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作 这时 龙九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不好 这小子遇到难关了 牡丹等人也一脸迷惑 九叔怎样 那小子先前不是所向无敌的吗 这会怎么不动 原来卓凡虽然在前两轮中能获胜 但那是因为 西昂仗着一手通天彻地的炼丹秘书 然而 他使用的火焰只是最普通的原力之火 而且修为也才断骨二重镜 这样的修为 对于一般人来说 只能成为三品炼丹师 他却能使用二品药材 将丹药提高到接近五品的水平 不过这已经是极限了 如果让他用五品药材炼丹 他的火焰原力不足 修为不够 肯定会炼制失败 听到这些 楚清澄和其他人纷纷露出担忧 而在炼丹场上 卓凡也正在考虑是否要使用轻燕 但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这可是自己最后的底牌 不能轻易使用 这样一来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直接他张开手掌 一团火焰缓缓出现在掌心 他的举动立刻吸引了所有炼丹师的目光 可他们看到的却是 如此普通的炼丹手法 如此普通的火焰 这时 严松突然冷笑起来 看来他的炼丹术已经到头了 他只能炼制低阶丹药 根本炼不出高阶灵丹 接着解释 炼丹一般分为纹火和乌 在炼制高品阶药材时 要以乌火为主 但是这个年轻人秀为不够 无法长时间使用爆裂的乌 所以便无法炼制无品以上的灵丹 评委小姐听到这些后表示疑惑 刚刚宋大师不是已经炼制出 无品的龙阳丹了吗 严松文言窃想 但是他将二品药力强行提炼制无品 不能算真正的无品龙丹 如果他能炼制无品丹药的话 估计可以将丹药提高到气瓶水平 但他做不到这一点 听到这些话 现场的观众都感到非常惋惜 他们知道 这个年轻人拥有举世无双的炼丹技术 但因为修为不足而无法继续前进 看着他落寞的背影 众人心中感到一丝不忍 就在这时 有人突然大喊一声 送大师加油 随后 其他观众也纷纷不自觉为他加油助威 甚至母星星还表示要给他生猴子 看到这一幕 卓凡立刻切换到标信楼市 举手示意 多谢你们的支持 我作为一介三流家族的子弟 能够来到这花语楼 展示我所学的炼丹技巧 让人人所共知 已经心愿已了 死而无怨 但是炼丹不仅需要技巧 更需要心境 我心第一 便是第一 只请大家看我 炼完这最后一枚丹药 那么在下崔拜尤荣 听着如此豪言壮语 台下的观众都被这番话深深打动 他们高喊 为宋大师加油助威的声音 不天盖地的喜爱 响彻整个炼丹场 男人因为打了个喷嚏 差点被宰了 只因他是不以为之 直接毁了别人的宝贝 原来卓凡不仅擅长炼丹 演技更是一流 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讲后 立刻赢得了现场所有观众的支持 看到这一幕 严松不屑冷笑 小子 这种携中鱼丝的雕虫小技对我没用 就算你补动那帮废物来救 他们也帮不了你什么 而且我已经大功告成了 说着 严松拿出已经炼好的丹药 一脸得意大笑 冠军和你小子的脑袋都是我们 然而 卓凡文言却神秘地善笑一声 那可不见得 接着他突然就是打出一个喷嚏 下一秒 严松刚炼好的药液就爆了 周围的吃瓜群众全都看呆 严松也傻眼了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空空如也的手心 这时只听卓凡笑呵呵地摸着鼻子 哎呦 不好意思啊 严长老 最近偶感风寒了 听到这话 暴怒的严松气得立刻就要冲过来拍死他 但是这一击被楚清城挡了下来 硝烟散尽他信誓旦旦地对严松怒呵 严松 这里是百丹盛会 若是你想惹事 请立刻离开这里 严松文言指着卓凡就是一顿狂喷 是你这小破坏规矩 扰乱我炼丹在先 可不是老夫要捣乱 这时卓凡却是满脸唏嘘 捣乱 我怎么捣乱了 全场上下都看到了 老夫那五品名单马上就要炼成 就是被你那一喷嚏给弄得功亏一亏 然而卓凡听后却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今日偶感疯寒 那是个意外来的 严松当即气得大吼 放你娘的狗屁 有断骨镜高手感冒的吗 你才放屁 准你七品炼丹大师见出丹页 不准老子偶感疯寒是吧 此话一出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事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严松瞬间背对得哑口无言 也只能泄泼下鱼 好小子 你有种 不过那把鼻涕喷得也太准 正好喷在我炼好的丹药上 不愧是炼丹器材 佩服佩服 文言卓凡得意地笑了笑 哪里哪里 你我都是高手 所以特别有默契也不一定了 而严松再也受不了卓凡在他面前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只能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 楚清城突然开口 夫君 能告诉我你究竟是谁吗 卓凡对此有些意外 你都知道了楚清城柔声回道 等你给我老实交代的夫君 听到这声称 卓凡瞬间慌了 别这么叫 楚楼主这里面有误 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等我先把那老家伙踢出去 楚清城都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搞错了 这个男人怎么对自己 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卓凡此刻则是冷汗直流 在他心里 节操和女人是 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另一边 严松看着卓凡 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 虽然自己的单要被破坏 但在他看来 对方也不可能入围 如此的话 不管是谁首先完成了炼丹 他都将会失去第一的位置 到时候自己就可以 正大光明地宰了对方 这时楚清城等人也反应过来 他们都顿感大事不妙 反观卓凡却依旧泰然自若 老家伙 既然老子说了 会一直站在这个位置上 就根本没人有机会燃指他 说着他手中火焰突然变得狂暴起来 你不行 其他人也不行 这个男人在炼丹 关键时刻却强行打断施法 所有人见此都嘲笑其余不可及 可当手掌打开 丹已炼成 原来卓凡因为修为低微 众人都认为他无法炼制出无品名丹 就在严嵩坐等他淘汰的时候 卓凡手工的灵火却突然变得极端狂暴 只见他单手托起熊熊的火焰 直接将药材全部包裹在内 而脸色则愈加疯狂 老子今天就让你看看 你我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说吧 卓凡手中的灵火突然猛涨 瞬间形成一团巨大的火球 然而下一秒 火球又以极快的速度四散爆开 紧接着 他突然猛地一抓 强行将所有的火焰全部掐灭 众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搞得有些猛 看着雷声大雨点小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而严嵩则是哈哈大笑起来 老夫以为你要干什么 结果还不是把药材全毁了 可卓凡文言咧嘴一笑 老家伙 别拿你的常识来判断 说着便将手高高举起 各位 无品灵丹炼制完成 话音刚落 一颗金光璀璨的丹药赫然出现在气掌心 见到这一幕 在场所有人都沸腾了 怎么可能 这哪里是炼丹 简直就是无中生有了 严嵩的脸上也满是难以置信 什么 这是什么炼丹事实 卓凡缓缓开头 老家伙 上古秘术 一掌乾坤 听过吗 严嵩文言彻底愣住 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 卓凡说罢便向评判走过去 将丹药扔给对方 道歉 我修为不够 只能炼个无品上品名单了 极品恐怕达不到 不会影响我的名字吧 评判不可思议地望着手中的丹药 随即赶紧宣布 宋大师炼制无品上品名单成功 为本轮冠军 晋级最终单王决赛 话音刚落 卓凡顺势对着全场就摆了个po 只要老子站在这个位子上 就没人能再站上来 一时间 所有的观众都被他意气风发的样子点燃 纷纷举手呐喊 这比博人转然多了 见此一幕 谢天早阳不经感慨 这小子真是走到哪里都是个人物 若是在乱世 必为一方霸主 呵呵 即便是太平盛世 这小子的崛起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龙九也赞叹道 早知他非等闲之辈 但是每次见到 还是让老夫忍不住大吃一惊 真不知这小家 究竟有多大的潜力 听到周围人不断夸赞自己的夫君 楚清城心中也是春潮涌动 另一边 炼丹场上所有的观众 都在高扑送大师的名字 评判小姐想制止都无可奈何 可卓凡只是打出一个手势 下一秒全场竟瞬间安静 各位给我一个面子 别的炼丹师还在炼丹呢 麻烦安静一点 这一举动看得评判小姐一阵郁闷 这号召力也太强了 究竟是在谁的地盘啊 而在高扒之上 黄浦清云看着眼前的荧幕 气得牙齿都快咬碎了 这臭小子声望越高 对他下手便越困难 这样的结果绝不可出现 要降下他的声望 只能在炼丹树上打败他 而要做到这一点 在场所有人中只能靠独守药王啊 可他却不知道 此刻的严松心态已经全崩 即便场上不断传出 选手完成炼丹的消息 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卓凡过来准备给他再加一把 言老 你不是说这一轮静丹要夺下第一名吗 可现在看来你连前三位都保住了 老子今天就是要彻底把你这个老家伙 踢出局 男人往脑袋扎针 把自己打到吐息 可他并不是自残 而是为了炼丹 原来严松眼看自己就要被淘汰 竟靠着银针风学 心血炼丹 在最后关头抢到了入围的名义 然而就当评判小姐 准备宣布进入下一轮的时候 一名炼丹师突然站出来表示不服 等等 我和言老只差毫厘之间 可是我炼成的是五品上品丹丹 而他只是五品猎品丹 按理说第十个入围的人应该是我才对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却被卓凡怒生生打断 闭嘴 你刚刚没听清规则吗 这次比的是速度 不是质量 连要求都没搞清楚就动手炼丹 输了活该 还有什么脸面在这像疯狗一样叫嚣 别说你们是以前以后炼出了灵丹 就算你们同时炼成 这老家伙先叫出了声 就是他胜 此话一出 现场的众人都震惊了 之前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这位宋大师 恨不得把这老头一脚踢出去 可是现在怎么会帮对方说话呢 卓凡则是望了望四周 朗声道 你们心里想什么 老子都清楚 没错 老子的确是要把这老家伙给踢出去 不过这老家伙连用两口心血炼丹 已经丢了小半条性命 终是留了下来 那就算老子阴谋泡汤了 我无话可说 可是下一轮决赛老子依然会赢 但在此期间 老子绝不允许 这老头在口舌之便下被迫离开 若是那样的话 只能是老子身为炼丹师的耻辱 听到这话 严嵩整个人顿时一正 与此同时 全场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所有人都在为他的这份气度而高呼 此时此刻 众人心中宋大师的形象 又提升了一个高度 一代宗师宋大师虚怀若骨威武霸气 见到这一幕 谢早阳心中也不免感慨 卓凡虽然卑鄙无耻 但也不能算是小人 只能说是恶人 而这份恶却是恶的大气 恶的英雄 就连黄埔青云都被灼烦这份气魄动摇 此子真乃枭雄 我不如耳 一旁的林子天剑爽 还以为他看上了对方 想收尾己用 谁知却被黄埔青云果断否决 他有一种预感 如果这个小子不尽快除掉 必将成为他们帝王门的心腹大患 所以决定无论如何 即便今天得不到菩提蓄根 也要将对方干掉 而炼丹场上 此时入围的十个人 已经最终确定即将进入 最后一轮的丹王决赛 这时陶丹娘还不忘过来挖苦一下严嵩 老家伙 该你让位了吧 严嵩闻言不屑的老亨 你急什么 又不是你这老太婆把老夫赶下去了 说着又转头看向卓凡 小子 老夫纵横大陆数十年 没佩服过任何人 不过今天 说到此便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接下来就让我们大战一场 看看谁才是天语第一恋丹师吧 见到这一幕 陶丹娘顿时露出意外之色 随即他看向卓凡 小 那老家伙已经完全将你 当成了他的毕生对手 这是对你的认同 听闻此人 卓凡一脸无语 想他堂堂模黄 还需要这个凡夫俗子的认同 不过还是出声提醒严嵩 先前心血炼丹你已经丢了半条命 再炼下去 整条老命就该没了 谁知严嵩却无所谓的笑了 老夫的命由老夫自己决定 总之今日必要赢你一次 这一幕 不禁让卓凡都对其声出些许敬畏 倒有点真正练丹大师的意味 男人为了装逼开局就亮出绝招 然而下一秒却被啪啪打脸 原本引以为傲的底牌 在别人眼里却连底部都不算 原来在百丹盛会的最后阶段 来到了丹王的总决赛 所有入围的参赛者都拿出看家本领 首先留的华一生大喝 祭出的火焰 竟然化作一条巨蟒 看到这一幕 四周众人惊呆了 只见他反尔赛道 不好意思 毕竟到了决赛 老夫要开始装逼了 而评判小姐一眼就认出 这是曲子四季灵兽 窜天烈焰蟒的内担心 用他来炼丹药 将会有更高的成功率 而文言留等华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哪里哪里 技法的精妙也至关重要 技出火焰也不过想多一分把握而已 而旁人都看出这摆明就是炫耀 就在他得意之际 严父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 区区一条臭蟒蛇的火焰 有什么可拿出来的色 接着他也展示了自己的火焰 气势似乎比得滑的还要强大 刚一出现 得滑的火就受到了压制 瞬间变小了很多 刘老头 上次帝都炼丹大会 你就不是我对手 现在还敢再次装逼 可笑之极 评判小姐满脸惊讶 这是五级灵兽 炎羽燕的兽火吗 炎父笑道 没错 这正是炎羽燕的兽 火中有水 水中有火 水火相继 阴阳双生 这才是最适合炼丹的火焰 也只有我们要王殿 才懂得去寻找这样的火 然而她的话还没说完 突然感受到身后 传来一股强大的威压 转身看去 只见陶姑姑的周身 正笼罩着一团 极为恐怖的紫色火焰 陶丹娘直声说道 哼 小子 你说你的火焰 才是最适合炼丹呢 那你有没有问过 我这苍越炎鹰的兽火 搭不搭 这是炎父目瞪口呆 什么 竟然是六级灵兽 评判小姐眼前一亮 敢问陶姑姑 不知您这六级灵兽的火焰 是如何得到 这是我们花语楼祖上传下的火焰 只传历代首席炼丹师 陶丹娘自豪道 这苍越炎鹰飞翔于万丈高空 夜间出没 夕月鹰金华 是高山灵药 所以这火焰中本身就带着灵气 用于炼制丹药 更是可以提高丹药品质 丹王只能出在药王殿 小子 牛可不要吹得太过 小心风大闪着舌头 连父一看自己拼不过这老太婆 连忙搬出了自己的师父 老太婆 别高兴得太早 我只是个晚辈 王殿的第一链丹师不数 而是我的师父 独守药王 师父 是该让这帮人 看看你老人家的真正实力 然而严松却没时间 搭理这些小菜鸡 此刻在他眼中 对面的人才是他唯一的对手 严松突然发问 小子 这最后的丹王决赛 你是否还留有后手 卓凡文言偏眼看去 老子有没有准备后手 关你屁事 这当然关老夫的事 老夫要与你一决雌雄 自然要公平竞争 若是你还有手段未曾使出 那老夫就要祭出珍藏多年的火焰 全力以赴 可是你若已经前驴技穷了 那老夫也不占你便宜 我仍然不会留守 但只用普通的原力之火来对付你 听到严松的话 卓凡突然一震 没想到这老小子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有点意思 男人为了装逼开局就亮出绝招 然而下一秒却被啪啪打脸 原本引以为傲的底牌 在别人眼里却连边脚料都不算 想不到小丑竟是自己 原来丹王决赛开始后 所有炼丹师都拿出了压箱底的手段 各种特殊火焰层出不穷 一个比一个凶猛 可严松对此却毫不关心 他此刻只想与面前的少人 堂堂正正地来一场巅峰两千分赛 坦言如果对方没有什么更强的手段 自己就只用普通的原力之火应战 文言卓凡表面呵呵一笑 心里却不由地产生些许敬佩 老子的确还有手段没出 你就放心地使出全力吧 反正最后的丹王得主 依旧是我 听到这话 严松不禁放声大笑 好小子你能得说出这番话 那老夫也就放心了 数十年来 你还是第一个能够在练丹术上 让老夫想要拼尽全力一战的对手 说吧 便让卓凡先出手练丹 为什么要我先出手 不是所有人一起吗 严松文言摇了摇头 年轻人不是老夫自夸 即便你练丹术了得 但只要老夫的丹火一出现 你可就连练丹都不好练了 为了让你能使出真本事 跟你真正尊个高下 老夫就在你丹成之后再练也不迟 反正这轮值比丹的品质 卓凡忍不住扑斥一下笑了出来 心想这老头对自己的火焰还蛮自信的 还让我先出手 就是不知对我的轻言比 是强势弱呢 想到此顿时也来了兴趣 既然严老如此自信 那不如将您珍藏的丹火拿出来 让我们开开眼 好让在下看看是否应该就此缴械投降 既然你真的想见识一下 那老夫就让你开开眼界 只见严松请客召唤出一团白色火焰 看上去犹如恶鬼 自出现的那一刻起 所有炼丹师手中的丹火全部为你 似乎受到了血脉压制 见此一幕灼烦也颇为意外 没想到这老家伙还藏着这等好货子 炎富健壮 不禁得意讥笑 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师父独守药王 十年前偶然得到的天地灵火 古灵真言 什么 竟然是天地灵火 一听此话 陶丹娘满脸震惊 这天地灵火乃是集天地灵气 孕育千万年才生的火之精灵 本身的火焰之中已有生命存在 可以说是火中至尊 独守药王本就是天宇第一的炼丹大师 再有如此至尊火焰相助 看来即便是这个小子 也无能为力 另一边 皇甫青云再看到这一幕后 整个人兴奋不已 没想到这老家伙 居然还有这样的宝贝 这是深藏不露啊 如此一来 真是想输都难 此刻他仿佛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 当即开始发号施令 林长老 带那小子一输 就立刻取了他首级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卓凡对此不但没有丝毫慌张 反而耐人寻味地让对方先炼丹 这让严松不惊心头一挤 难道他有比古灵真言更强的丹火 所以怕他的丹火 会影响到老夫这古灵真言 但瞬间便否定了这个想法 以他的年纪和身份 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敌韵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小子在装枪做事 想以此来扰乱自己的心境 哼 这种小把戏前两轮你已经用过了 老夫可不会再上当 卓凡文言咧嘴一笑 独守药王啊 独守药王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的计谋 可不止如此 男人面对强敌直接祭出天地灵火 然而对方只是轻轻打出个小火苗 他引以为傲的火中至尊就直接尾了 原来在竞丹决赛中 卓凡面对独守药王的古灵真言 竟露出满脸轻松 甚至扬言自己的丹火太强 怕影响到对方 让严松先出手炼制 此言一出 全场怀然 只认为他在装枪做事 严松也讥笑他实在大言不惭 这世间怎可能有那么霸道的故事 断言 如果你真能拿出这种火焰 老夫愿意当场刻三个小偷 然而话音未落 只见卓凡手中升起一缕火苗 刹那间 微压瞬间充斥整个炼丹场 而严松手中的古灵真言请客单 其他炼丹师甚至无法换出单 看到这一幕 严松惊住了 万万没想到 这世间竟有碾压天地灵火的火焰 见此卓凡大笑 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吧 那么 谁是小人之心 现在还要跟我一同炼丹吗 严松脸都麻了 老夫先前不自量力 颇大了 还是我先来吧 文言卓凡收起火焰 周遭的威压也跟着请客消失 见此一幕 高台上的谢早阳金的张大嘴巴 转头瞥眼身旁的龙九 感叹着小子手上的宝贝真不少 恐怕底蕴丝毫不属于七世家 龙九同样赢 因为关于卓凡的来历 乾隆阁早已查清 他从小在洛家长大 从未离开过山门 然而洛家被灭逐那一夜后 几乎所有都变了 原本忠厚老是胆小懦弱的小家民 变成了阴险狠阿运筹帷幄的大管家 可那个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恐怕也只有卓凡自己清楚 另一边 王普轻云面色铁青 看来想靠严嵩获胜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决定亲自动手杀了这小子 此人不除 心甚难安 而这边由于两人的端口实在太变态 直接影响到了其他选手的炼制 评判不得不恳求严嵩先收回灵 让其余人先炼丹 然而却被一口归决 凭他们这点歪刮裂枣的实力 也配老夫让道 但这时卓凡蹦出一句 得饶人触且饶人 严嵩文言虽百般不情愿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还是选择耸一次 见此一幕 身旁的严妇直接经得木凳口呆 作为徒弟的骄傲被狠狠打击到 而幽冥古的五长老更是一头雾水 不明白严嵩为何会突然转性 只有皇甫青云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权威 与其不同的事 林子天等人在自己面前只是口服心不服 而这个人 却能够将明星都凝聚到他身上 一步步地让所有人产生静命 王虎青云明白对方在蚕食自己的威信 清楚他们之间唯有不死不休 画面一转 刘德华看着身旁的严妇 表示这次将灰衣血前耻 文言严妇却不以为意 认为对方只是在大放厥词 然而下一秒他震惊了 这老家伙竟用心血炼单 最终炼制出了六品上品名单 不得不说 给华真是够拼的 可这一举动压力就给到了严妇 只见严妇不甘示弱地喷出一口老血 最终竟然成功炼制出了一枚 七品鸣丹 见到这一幕 北华是彻底没了脾气 他知道此生已经无法超越眼前的少年了 而这颗七品丹的出事却犹如惊雷 代表着严妇已然成为了 一名真正的七品鸣丹师 除了独守药王严松之外 药王殿竟然又出了一名少年药王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提名 陶丹娘也着手开始炼丹 只见她跟风地向丹炉里 喷出一口毛血旺 最终一颗七彩鸣丹赫然浮现掌中 男人锤打胸口让自己吐息 并且一次不够还要再来一次 但她这么做不是想不开 而是为了炼丹 原来陶丹娘掌心的七彩鸣丹 竟是七品中品鸣丹 比严妇的下品更胜一筹 对此所有人都被惊到了 陶姑姑正想集次机会 敲打一下严妇 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然而就在这时 严松的古灵真言 瞬间释放出威压震撼场 所有人不禁转头望去 只见严松再次抡拳 砸向自己胸口 喷出心头老血与药材完全交融 众人震惊 严松这是第三次喷出心头血 原一旦连出五口心头之血 必定暴毙 但严松对此却全然不顾 只要能赢 他什么都不在乎 于是不顾严妇的跪地劝阻 仍然再次喷出第四口心血 见此一幕 龙九众人虽知严松不是什么好人 但其对丹药的这份执着 却不由始至敬佩 不愧天宇第一练丹师的名号 而严松用古灵真言控制着药物炼化 不多时就出现了丹药的雏形 下一秒 这枚丹药镜突然冲天而起 想要挣脱束缚 众人都惊饿了 没想到严松居然赋予了丹药灵性 天宇建国千年来 可从未有人做到过 看着这散发悠悠冷光的灵丹 评判小姐想不明白 这丹药显然超过七品 但似乎又没到八品 浊凡文言吐出一口浊气 这是七品中最完美的丹药 如果一定要定义的话 算是超品丹 听到这个解释 所有人都不由神色骇然 对此卓凡也深感佩服 暗自想着 对于修行者来说 心头血是极其重要的 一次性连出五口心血必定会丧命 然而 为了炼制出更高品质的丹药 严松竟然连喷四口心血 最终才炼制出了七品完美灵丹 见到这老头如此拼命 卓凡也决定尊重对手 展示一下真正实力 于是缓不来到丹庐前 见此众人都以为他要开始炼丹了 可卓凡却是撒下树颗灵石 摆出一道阵法 炼丹好好的 怎么突然开始布阵了 而随着卓凡念动法觉 场中的阵法立刻开始运转起来 下一秒 炼丹场周围竟出现许多灰影 以及快的速度向阵法中心汇聚 紧接着 丹炉中的炉火化作数条火 横空飞起 这一幕看得众人目瞪狗呆 只见卓凡寄出一缕青年弹入丹炉 瞬间火龙变成了青燕龙 下一秒九条燕龙便将药材吞噬殆尽 如此壮观的景象瞬间震撼了所有人 严松难以置信 没有想到对方炼化药液的同时 还能将不同的药液给区分开来 见到这一幕 评判小姐忍不住大叫 宋大师 不知您刚刚这又是什么秘密 竟然如此惊天动地 卓凡文言呵呵一笑 此乃丹阵 只是一个辅助炼丹的小镇扫吧 赋予丹药灵性也不见得一定靠心血 但实属不至 来下下之策 听到这里 评判小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那么 宋大师 您这也是复灵吗 莫非刚刚的灰色东西 没错 我们周围都有灵体寄存 复灵就是把天地灵性赋予丹药之中 天地灵火便是灵性的来源之一 尤其是玉下七家的所在 皆是灵气充沛之地 这样的地方生出的灵体更多 只是一般人找不到而已 而我今日所顾的 就是上古阵法 化龙阵 见过跳舞比赛上打篮球的吗 这个男人就是 炼丹比赛上他进不起了阵团 原来着凡施展的化龙阵虽然炫零 但在场众人惊叹的同时又一头雾水 好好地炼丹 不什么阵 只见粘团两手一摊 古时候丹阵本为一家 但随着门派得利 丹阵才分道扬镳 而自己今天所顾的化龙阵 能将周围灵体引牌 化为龙灵 虽不是真的神龙灵体 但也并不假 勉强带着一点龙灵威视 绝不比那些 千万年才出现的天地灵火的灵体差 这话一出 周围众人全都满脸惊骇 刘德华更是瞳孔微缩 这丹阵之术即便在上古典籍中 他也从未听说过 这位宋大师别说是天语了 就算整个大陆上 也没人能在炼丹术上超过他吧 一代炼丹宗师毫无疑问了 对此言怂也是无比震惊 什么丹阵之术 他这个毒手要望连听都没听过 这个宋御是哪里冒出来的呀 心知在炼丹树上 自己已经完全败给了这个宋御 不过他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毕竟修为上要超出对方一大截 认为还是有获胜机会的 而这时卓凡嘴角一翘 手中快速掐绝 九条火龙竟迅速融合到了一起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又重新分开 放化成为九九四十七条小火龙 这一幕让的华等人再一次惊呆 宋大师又是瞬间埋药液炼化了 而严嵩这才意识到 世界之磅礴 宇宙之浩瀚 天空中的所有火龙慢慢环绕巨额 随着一阵刺眼强光便是一声爆响 见此一幕 卓凡抬头轻笑 也是时候收尾了 接着缓缓取出一个小玉瓶 当一打开 磅礴的生命力就迸发而出席卷全场 所有人立刻意识到 瓶子里装的竟是菩提玉叶 这样的华不禁奇怪 花雨楼的镇楼之宝 怎么会出现在这位宋大师手里 难道说他是花雨楼请来 对付药王殿的炼丹高手 花雨楼举办这次百丹盛会 就是向药王殿示威 要向药王殿反攻了吗 尘归尘 虎归土 今晚上山打捞虎 只见菩提玉叶在灼烦的操控下 分别飞入每一条火龙之中 不多时 所有火龙逐渐消散 露出了其中的丹药 而每一颗丹药都如同一颗流星锤 见此全场静谜 这些丹药无论是品级还是灵性 甚至是外形 都要远超严松的七品超土丹 这完美的一幕 看得严松彻底傻 他拼死拼活才炼制出的丹药 人家一出手就瞬间炼制了十八颗 此刻他的心态已经完全崩盘 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炼丹术 在此人面前是那么的不值一提 而卓凡这边则在不紧不慢地收集丹药 评判小姐见此忍不住上前询问 宋大师 恕我眼拙 敢问您炼制的到底是机品丹 卓凡文言缓缓开口 十八颗八品超品丹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 如此逆天的事情 这位少年究竟是什么人啊 那么我宣布 本次摆丹盛会的丹王 就是 可评判小姐话都还未说完 卓凡却以默默地走向领奖台 见此评判小姐一脸茫然 宋大师 您这是要干什么 我还没宣布完呢 呵 除了我自己 没人有资格宣布我是丹王 男人耗费半条命换来的宝贝 他随手就能练出来 而且一出手就是十八个 甚至品牵还要更高 原来在竞丹大赛的总决赛上 卓凡以碾压的态势 轻松完爆了独守药王严松 见到这一幕 众人都唏嘘不已 而陶丹娘也不由地生出 吐死不悲之感 长江后浪推前浪 独守药王严松的败 也代表着他们这一代炼丹师的落幕 新一代的强者将会踏着他们的诗海 开创全新的时代 同时也对卓凡是花语楼的人感到庆幸 而这边高台上的谢早阳不由感叹 看着这独守药王的惨象 我都有些可怜他 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被人碾压 绝对不好受 旁边的龙九文言也惊骇不已 他看出卓凡更深层次的用意 这小子的却出招够狠 丝毫不留半分情练 他本可以练一颗八品超品单 就可以轻松完胜 可是却偏偏练至十八颗 就是为了在严松最引以为豪的练单树上 彻底击溃对方 如此打击 恐怕这老头今生今世都走不出阴影 你是说他会产生心魔 谢早阳文言大惊 就算没有 更高阶的丹药了 画面回到炼丹场上 卓凡将一丹青天的披风挂在了赛场中央 也算是完成了楚青天的遗愿 这样你解的赠药之情 我也算凡青了 见此一幕 观众纷纷不由为气高呼呐喊 以表达心中的崇拜之情 下一刻 一丹青天的声音响遍赛场 见到这一幕 楚青城的眼眶再一次湿润了 他望着这宏伟的身影 心中默默到了声谢谢 而在全场的高呼声中 严松也颓然地抬起头 看着飘扬起的披风 他不禁自嘲一笑 一丹青天 想不到世上真有人能做到这四个字 楚青天啊 你说老夫今日究竟是败在他手里 还是败在了你的手上 对此严松不禁仰头放声大笑 另一边 卓凡在做完这些后 心中也在无牵挂 该做的都做了 该还的人情也都还了 接下来也终于该去做他自己的事了 卓凡伸手就准备去拿菩提蓄根 可这时一声突变 身后一道黑影猛然向他飞驰而来 仔细看去 原来是皇甫青云 想趁着对方背对之际发起偷袭 小子 想拿菩提蓄根 你还不配 楚青城见状当即惊呼出声 小心 可卓凡对此却没有要躲避的意思 反倒是目光中透着一股肃穆的杀意 就在皇甫青云准备向起挥拳的时候 冷不丁突然出现一道流光 擦着他的脸庞飞队而过 顿时将他惊出一身冷汗 可还没等他缓口气 卓凡的身影已然来到他的面前 一拳挥出 皇甫青云整个人直接到飞了出去树工里 巨大的力道使得他重重地砸进墙壁之中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看得在场众人全都傻眼 尤其是五长老心里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以皇甫青云的实力 出手偷袭不但没有成功 还被人给反击了回来 这怎么可能 而且对方还只是一个断骨镜的小子 想到此 他转头看向赛场那边 结果却看到的却是 那无比熟悉的紫雷双翼 这一刻 五长老终于恍然 这哪是什么三流世家的公子 分明就是卓凡 而这边卓凡也不打算继续折服下去 面部的伪装开始寸寸崩立 男人是个练体高手却喜欢搞偷袭 而且对方还是个秀为低微的哈拉姆 但结果却是自己被一拳干碎 原来在皇甫青云出手那一刻起 卓凡便决定不装了 摊派了 而五长老看到那对紫雷双翼时 立刻就反应过来 这个大闹花雨螺的小鬼正是卓凡本番 楚清成等人也没想到 眼前的这个少女 竟然就是传说中的恶魔卓凡 牡丹楼主也满脸惊恶地转头 看向身后龙九几人 你们早就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就是卓凡 不错 而且我们跟这小子交情不起 文言秦彩清抛出自己的疑问 那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 是要跟着卓凡一起 对付幽冥谷和帝王门 而这时 楚清成心里也默默盘算着什么 金月一旦开战 就等同于七家开战了 为了不连累花雨楼 他打算一个人立场 独自下去帮助卓凡 谁知谢早阳这时却非非一笑 哎呦 楚楼主还真是真烈 不枉我叫你一声嫂子 不过我们今天谁也不用去 放心吧 这时那小子早就一手安排好了 他还千叮万主不要让我们插手 相信他自会料理 听到这话 秦彩清却不经怀疑 意思是他要一个人扛下嘴 可他只是一个断骨镜 就算再厉害 又如何能应付四大高手 还能从他们手中逃脱呢 说着便看向龙九一干人 若是他真的陷入危难 你们会不会出手相助 龙九闻言想都没想 便直接了当地回答 一定会 毕竟他是老夫认准的兄弟 没错 真到那一刻 我也会出手 一旁的谢早阳出声附和 本公子欠他的琴 还没还完 说到这里 他突然话锋一转 不过也许我们是多虑了 他大概早有把握了吧 毕竟他可不是什么毛夫 只要他决定要做的事 一定是有绝对把握才去做的 另一边 画面回到炼丹场上 被灼烦拍飞的黄鼠青云 从废墟中走了出来 他不可思议的盯着对方 原本以为这小子 不过断骨尽实力 但没想到 起步只是速度达到了天旋径 竟连一身横练筋骨也如此强硬 真不敢想象 世上居然还有比帝王门的 黄极霸体绝 更强的练体功法 这时幽名鼓的五长老爷赶过来 他看向卓凡当即一声怒吓 小子 你就是杀了老七的卓凡 清明成中 可是有很多人 见过你背后的那对雷翼 别想否认 只见卓凡身上的伪装逐渐退去 啊 我有说过我要否认吗 再说了 除了老子以外 谁还敢如此光明正大 抢你们七十家盯上的东西 见到这一幕 台上的观众瞬间恐慌起来 一听到恶魔卓凡的名号 所有人都纷纷开始逃命 而五长老见到卓凡如此嚣张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当即就要冲上去拍死这小 然而面对这个天旋五重的练体强者 卓凡却丝毫不慌 不等对方近身 直接操控着双翼刺了过去 速度之快让五长老顿时心头一惊 随即一个极限后仰才堪堪躲过这一击 可还不等他缓口气 子雷双翼就再一次拍了过来 只听一声乍响 现场瞬间沉烟滚滚 碎石纷飞 下一秒 五长老的身影从沉烟中倒飞了出来 他不可思议地望着对面 此刻他终于明白为什么 幽鬼七会被眼前的少年轻易地干掉 这小子根本就是个怪物 男人士的菜鸡却一拳干飞舞到大楼 等对方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时 才发现他们眼中的菜鸡 其实身份并不简单 原来卓凡展现的战力实在高得离谱 令幽名古武长老都感到为之震惊 难怪这小子能干掉幽鬼七 这段古镜实力完全不输天选了 但被击退的武长老没有因此漏气 反而再一次冲了上去 可见此阴雾 卓凡却不打算跟他们继续耗下去 毕竟自己的目的已达到 于是收起菩提须根 当即就要飞身离开这里 老子没空陪你们玩 到此武长老一看想逃 立刻就跟了上去 毕竟是天玄境的修为实力 他很快就追了上去 卓凡健壮在一次用紫雷双翼 向其面门刺了过去 给老子滚一边去 可这一次武长老却早有防备 你以为只有你有魔宝 下一秒 直接掏出一把二百米的大锤子抡了过来 尼亚有种就接下这招试试 卓凡一看是无品魔宝 连忙用紫雷双翼护在身前 可饶是如此 却还是被武长老一记中锤给砸进地里 见到这一幕 楚清澄等人顿时一惊 纷纷为卓凡捏了一把冷汗 这时皇甫青云大笑着走了过来 武长老 不愧是幽名古鼠一鼠二的炼体高手 就算比起我们帝王门的皇纪霸体决 恐怕也不慌多让 文言武长老却是拧头笑道 二公子过誉了 以武长老的实力 那小子现在估计不死也是重伤难动 不知武长老可否答应本公子一个请求 听到这话 武长老目光疑惑地看向他 只听皇甫青云继续说道 若是那小子没死 请武长老让出为贵谷七长老报仇的权利 让本公子亲手两劫了他 文言武长老自然不会反对 毕竟对方是帝王门的二公子 您尽管动手便是 不过他的脑袋我得带走 拿回谷中交差 于是在两人达成协议后 皇祖青云便向浊凡坠落的深坑走了过去 武长老声明大意 本公子记下 日后必有重心 说着一步步地向前方深坑走去 楚清澄见状连忙看向一旁的龙九 九叔 还不动手啊 然而龙九却并没有答复 目光依旧死死地盯着下方 见此情形 楚清澄再也忍不了了 当即就要冲下去救他的狼军 你们不去我去 可就在这时 废墟之中突然抱起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顿时让众人一惊 就在皇祖青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只脚已经踹在了他的脸上 只见卓凡突然从废墟中窜了出来 一脚将他给踢飞 与此同时 脚下一灯再次飞身上前 还没等皇祖青云落地 卓凡已经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 此为双翼狠狠朝前刺去 准备给予他致命一击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五长老却挡在了中间 二公子小心 再次抡起大锤将卓凡击退 见此情形 卓凡不甘地添了一口血水 千 差一点就能要了这小子的命 和另一点 皇祖青云则是满脸惊俊 刚刚若非五长老及时赶到 他肯定就要稀里糊涂地交代在这里 没想到这小子 居然一直在废墟里装死埋伏 就等着自己接近 才突然抱起杀出 以此打个措手不及 此时 皇普青云才真正意识到 这传说中的恶魔灼凡有多可怕 男人被一脚踢飞白鸣 可他却毫发无损 甚至询问对方有没有吃饭 原来皇普青云在差点丢了性命后 终于见识到了 传说中的恶魔灼凡有多恐怖 而灼凡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让看台上的龙九大为震撼 竟然是真的 坊间一直流传 这小子是个怪物 老夫只当时开玩笑 可没想到只是两年不见而已 这种地步 要知道 幽冥古武长老的肉身强横 就算是他们乾隆阁的三长老 也极为忌惮 两人争斗都是平局收场 但这个小子 却硬生生扛住了一记铁锤而安然无恙 真是太变态了 于是转头询问谢早阳 想知道卓凡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毕竟最近见过卓凡的只有他了 可听到回答 龙九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什么 一夜之间 你说他一夜之间 就从一个聚气劲 变成了秒杀幽鬼七的高手 兄弟啊 你身上究竟有多少秘密没告诉老兄我呀 而另一边 只见卓凡一脸戏谑的看向五长老 你那一锤差点敲断老子一根肋骨 不过也不算你毫无见数 至少让老子的五脏六腑 似乎受到了点轻微挫伤 五长老闻言顿时一惊 这小子确实是个怪物啊 没想到自己的权力一锤 只是轻轻震伤了他 不过转念一想 幸好他还不是天玄境 发挥不出这强硬体魄的优势 不然就惨了 就在五长老愣神之际 卓凡脚下一蹬 又准备飞身逃离 见状五长老连忙追赶上去 对于卓凡这样的妖逆 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虎归山 否则日后必成大患 当他准备再次上前轮出大锤的时候 卓凡却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五长老挥拳迎击 结果打中的却只是一个幻影 而卓凡本体早已经飞到远处 眼看着就要逃出生天的时候 黄浦青云却不知什么时候拦在了前面 见状卓凡没有丝毫犹豫 静止向对方飞了过去 随即再次施展出迷宗幻影幕 黄浦青云被眼前的画面整猛了 等他反应过来时 卓凡早已经飞出老远 看着谢早阳等人的身影 他心中暗暗到了声再见 然而他刚想转头离去 就看见一条腿飞速抽了过来 下一步 卓凡直接被一脚踹回了地面 龙九等人见此顿时心中一脸 而黄浦青云则笑开了花 定睛看去 挡下卓凡的不是别人 正是以速度著称的林子天 这时 卓凡从沉烟中缓缓走出 我当这一脚虽然很快 但为何免软无力 原来是快火灵的林长老啊 林子天一看自己竟然被鄙视了 当即让黄浦青云他们都不要动手 他要一个人对付这个狂妄的小 五长老文言猛了 心想连老子对付卓凡都要小心谨慎 你呀凭什么感觉能一个人对付他 谁知黄浦青云却同意了林子天的请求 并且承诺会记下他的这份人情 以后定会答谢 五长老不解这二公子 为何做出这样的角逐 当准备询问却发现 黄浦青云脸上露出阴厉的笑容 这时五长老才恍然大悟 这黄浦青云哪里是真的依仗林子天 只想让他去试试卓凡的实力而已 想到此他立刻换上一副全靠你的表情 林长老那就有劳了 与此同时 卓凡也看出了他们的心思 不懈地冷哼一声 跟一只小白鼠缠抱 简直是浪费时间 男人是个渺男 却能让人欲罢不能 不是因为有实力 而是他实在太快 对方都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结束了 万万想不到 黄浦青云和幽冥补武长老 两大恋体高手都奈何不了的卓凡 却偏偏被林长老制住 原来快火灵的修炼的就是一个身法 速度气快 电光火石 所以三人中也只有林子天能与其周旋 可卓凡压根不想鸟着墙头草 转身就继续逃 回头的瞬间还不忘拉一下仇恨 见此音乐 林长老果然急了 你跑了 我还怎么装逼 怎么证明自己并非疲软无力 当即就上前与其继续纠缠 一通狂轰烂炸 静静出出之后 卓凡慢慢发现自己是小看着脆皮 开始只觉得他空有速度 却确实力量 可即使在刮沙 蚂蚁成群也不容小觑 一个分神 卓凡便被一脚击飞 刚想站起身 迎面而来又是凸脸一击 开始只当是收垃圾的黄浦青云 见到这林子天原来这么能干 别提多高兴了 当即开始给他花大笔 林长老果真够硬 拿下卓凡 帝王门不会亏待你 可这时严嵩却发现了端倪 这小子有点不对劲 感觉像是故意装作打不过 他的杀气并没有消失 而是隐藏起来 就像毒蛇一般蛰伏 伺机而动 立马出声提醒众人注意 我想到 那小子的真正目标是你徒弟 只见卓凡撇开嘴角 眼神满是暴露 林子天 刚刚打得很爽吗 老子现在就弄了你的宝贝徒弟 林子天见状大惊 有种跟我大干一场 别动我的人 生死他了 林长老的爱徒最终却安然无恙 可反应过来之后 死的居然是林子天 不知何时卓凡手中 已经捏爆了一颗心脏 原来卓凡根本不屑杀他的废物徒弟 折服到这一刻 目标至始至终都是林子天 假意要弄他徒弟都是为了 确认这脆皮的移动方向 因为即便速度再快 只要知道了行进方向也是白搭 而这边刚高兴凉凉的黄浦青云 又开始了他的伤心 心里暗响 一直憋着就是为了这一刻的一招绝杀嘛 那运筹帷幄的眼神 如果我的战力算五千 那他的战力至少在一万以上 而一旁的严松也冷汗狂飙 老夫猜错了 将对手的生命牢牢掌握在手中 真是恐怖如斯 而观光台上的花语楼三姐妹 也是震惊不已 这小子可比独手药王可怕多了 青花楼主也适时地提醒楚清城 这个恶魔可不是好的归宿 可闻言的楚清城眼神法更加坚定 但救了我们花语楼的 不正是这恶魔吗 果然 恋爱脑的女人无疑了 这下轮到卓凡开始装逼了 林子天那林子天 你一直以为是自己主动发起攻击 其实每次的攻击路线 都是我谋划好的 但其实真正把它推向深渊的却是 你黄谱青云 一个处处茅庐的精神小谷 以为读了几本帝王之术就能揣测人心了 你就跟我手指上的鼻屎一样不堪 根本不是当老大的料 原本你们三人联手可以留下我 可你却让唯一能克制我身法的林子天 脱离了自己的掌控范围 而且在我羞辱他的时候 你竟在后方偷笑 导致他羞愧难当 所以他的死是你的过失 你根本就不适合当大哥 经过这么一番解释后 五长老看黄谱青云的眼神都变了 这混蛋根本没拿我们当回事 而见此一幕 卓凡却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表情 一见 奏效了 X-1病毒是一种传染性病毒 传闻病原体是出自蝙蝠身上 而这个男人抬手就召唤出上百质蝙蝠 简直是恐怖如斯 不愧为毒王的称号 原来在卓凡对着黄谱青云一痛左顿后 这个精神少年已经不敢那么嚣张了 而离间也失误 长老对气产生了隔阂 可两人心中却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想法 卓凡 今日必除 否则日后定无人能敌 可卓凡哪管他们想什么 反正追得上我的被我弄死了 眨眼就要溜之大吉 正当他凡尔赛 对着两人说不用送了的时候 后方却阴侧侧一声 你是不是忘了还有老夫 下一秒 卓凡便被击落在地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只见漫天的巨大血色蝙蝠 正出自严松手中那神秘的葫芦 三级灵兽为狐王 拥有专门针对神魂的圣波攻击 如此庞大的数量 一般的五级灵兽预见都得退避三射 见此情形 卓凡都不禁暗看这老头有点东西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超出了自己预料 而一旁观战的龙九众人 心里都跌到了谷底 面对这么大的阵仗 就算是神兆进来了 也只能逃不能战 可卓凡对此却想着拼一把身 毕竟他们不是一体 如此庞大的数量 操控起来总会有纰漏 届时便能脱身而出 但他却忘了操控者是独守药王 由于常年炼丹 严松对于灵力的把控原极致 使得这群为父王配合的敬严丝和缝 找不出一丝破绽 反而是卓凡这边 由于修为太低 很快便中招了 一道声波风制 他躲闪不及 只能选择硬吃 可威力却大地超出了想象 直接被打得一口老血喷出 严松剑辞也不放过这个机会 趁你兵要拧命 立马操控为父王连番攻击 形成声波助把气困在了里面 即使是金刚之躯 可面对原神攻击 卓凡也扛不了太久 他不由懊恼自己明明还有手段 早知道就不藏了 接着嘶吼道 这群混蛋 让老子挺过去 你们都得死 就在这冰死之时 卓凡的额头却突然燃起青燕 而外围看戏的精神小伙黄埔青云 又开始作妖了 严老 这小子怎么现在都还活着 而且现在也不喊 反而很享受一样 你不愧是看他是炼丹器材 放水了吧 严松闻炎气地抖成了V8发动机 我要王殿一直忠心辅佐你们帝王门 二公子 请你慎严 而一旁的幽名补武长老 这时却提议声波做复工 他和黄埔青云近战收割 毕竟实则生变 于是在黄埔青云的事宜下 严松暂停了声波攻击 映入眼帘的则是一动不动的卓凡 见此一目 黄埔青云感觉自己又行了 立马上前打算捡人头 可没走两步 前方便是一声乍响 只见卓凡摸着脖子缓缓站起身 过来老子保证不打死你 这可把两人吓坏 上百只为福王的声波攻击下居然没事 而确认过眼神 谢早阳知道有好戏看了 因为卓凡的这副神情 他之前只见过一次 那就是玩虐忧鬼妻的那次 可精神小伙黄埔青云对此还浑然不知 感觉自己还是猎人身份 嘲讽卓凡已经被他们包围 已无路可逃 可殊不知 身份早已转换 现在是卓凡一人包围了他们 好 随便吧 只见一道气息瞬间席卷全场 随着气势的扩散 众人都傻了 居然是元神压制 怎么可能 这是他们才发现 卓凡眼里一簇青雁栩栩燃烧 男人刚刚觉醒了见闻色霸气 面对眼前雨点般的攻击 他犹如上街买菜 轻松躲开 很快对方的心态就被他搞崩了 表示有种就别躲 男人对此却依旧嚣张 那要不站着让你们打得了 原来在卓凡觉醒元神之危那一刻起 他的想法就已经彻底改变 既然逃不了 那干脆不逃了 只见他缓缓掏出怀中小药瓶 到处五颗神秘药丸一股脑子吞了下去 下一秒 境界境同断骨二度 节节攀升至天玄境 这可把面前几人吓坏了 差点没忍住跑回家找妈妈 而眼尖的严松这才明白过 能瞬间提高秀为至此 这小子刚刚磕的要是胸药抱元丹 而且还是一次性吞下五颗 这不要命的操作让严松惊恐不已 通常情况下 抱元丹吞服一颗已经是人体极限 超出了便会暴体而亡 一次性吞下五颗竟承受住了 这小子是怪物吗 他的身体究竟强韧到何种程度 只见着凡勾勾勾手指 满脸轻灭 傻愣着干嘛 不是要和我正面一战吗 现在怎么跟缩头乌龟似的 闻言黄埔青云率先动不住了 感觉自尊被狠狠地揉搓 当即冲上去就使出了权力一击 威力直感 连周围人群都被嫌飞 可一声巨响过后烟尘散尽 卓凡竟单手接住了这一拳 实在是太乱 话还没说完 五长老闪身偷袭到身后 抡起锯锤就是一杂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还是要出意外 即使是偷袭卓凡依然轻松挡下 下一秒就被大鼻斗扇飞 而面前的黄埔青云就更惨 直接被踩在脚底下蹂躏 卓凡满脸轻蔑 自欲为领袖王者 其实就是个精神小伙 闻言身为帝皇门二公子 哪受得了这气 当即暴起就是一套左和拳 被打飞的五长老也回身加入战斗 这时再次变成了当初二打一的局面 可形势早已不如 卓凡根本不躲不闪 完全压制了两人 围观的谢早阳等人都不由感到震撼 实在是太强太变态 而黄埔青云则是越打越心慌 有没有搞错 嗑药也不能这么猛吧 可卓凡对此却一脸淡定 感觉两人的攻击就跟小孩一样 完全威胁不了一点 转念一想 吊效也快到了 便冷不丁地看着两人 打够了没 接下来轮到我了 只一拳 黄埔青云的心窝都被干凹陷了 看到这恐怖的力量 五长老慌的一批 然而下一秒 回应他的又是一个大鼻斗 等他从深坑爬出来时 才发现自己肋骨已经断了五分 身后的黄埔青云则是狂吐不止 连昨晚喝的红酒都吼出来 只见浊坊缓缓逼近 自作孽不可 现在我娶你们性命也怪不得我 而四周的吃瓜群众听闻此言 进军是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原来人性就是这样 能看到七亚他们的七世家子弟被杀 却是觉得喜闻乐见 就当两人濒临绝望之时 七煞云罗掌瞬间将浊坊笼罩 是严松出手 二公子不要被捕住了 他的变态实力是有时间限制 虽然不知道 他的肉身为何能承受五颗抱怨单部崩坏 但现已被我困在毒物 只要拖住等要笑过去 他便是砧板上的鱼肉 文言黄埔青云刚露出开心的表情 可下一秒他又伤心了 只听浊坊恶魔般的声音徐徐传来 这区区毒物可困不住我 而剩下的时间 解决你们也够用了 这是帝国第一单毒师制造出的毒物 只要吸入或者触碰必定全身会亡 至今仍无人能解 但这个男人被困在其中 竟然丝毫不慌甚至还开心的不得脸 因为他的单毒造诣更加牛叉 抬手间竟然就把毒杯解开 原来磕药后的浊坊实力实在太变态 三人连手镜都不是奇异和之敌 所以他们决定拖延时间 想等到要笑过后再出手杀之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一幕 严嵩使出七彩云罗掌将其围困 可令人意外的是 浊坊静一脸轻松像个没事人 因为他早已研制出了解药 下一刻随手就删灭了毒物 眼看这尊杀神越走越近 危急时刻严嵩掏出暴园单交给两人 本一是希望他们服用激发潜力 可黄浦青云见此却误会 以为是要用自暴来拖延时间 立马转头看着五长老 这个任务交给你 放心去吧 你自我牺牲豪气甘云的事迹 我会在两家会议上表彰的 而且还会追加对你的风光大葬 文言五长老感到难以置信 想着谁的命不是命 而且自暴后毛都没了 你葬什么 葬我的毛吗 看着发乱的两人 严嵩当即大声提醒 不是让你们拿来自暴 是让你们学那小子服下激发潜力 你们都是体修 肉身强横 那小鬼一次吃五颗都没事 你们吃一颗也不会撑爆 两人文言觉得有辱 生死关头 也只能搏一把 果然 服下后两人都爽斑了 从未感到过自己如此的坚挺强大 而这也让黄浦青云感觉自己又行了 当即暴起 使出帝王霸体绝对着前方就是一拳 而卓凡也不甘示弱 使出一招魔龙冲天 就对轰过去 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后 金组的鹦鹉发生了 只见黄浦青云半边身体竟寸寸军裂 看到这恐怖的场景 五长老忍不住咽了口泼 服下报员 当后黄浦青云竟还是被秒杀 这个恶魔不是自己能解决的 想着找机会就溜 然而这时卓凡却突然一个量抢 接着一反常态转头就飞奔而去 见此鹦鹉 五长老瞬间精神 做事狠辣决绝的卓凡竟想跑 看来是大线将至 当即兴奋地追了上去 想着给对方来个被刺 可突然他看到的却是卓凡漠视的神情 下一瞬用来被刺的手臂直接消掉 原来竟是为了引他主动上前的圈套 言松见此虽然精锯 但还是出手 因为作为炼丹师 他深知卓凡已经到极限了 当即操控为服王包围了上去 而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料撑不了多久 但好在还留有后手 面对环绕周身的声波攻击 只见卓凡发出一声震天剧火后 所有为服王纷纷掉落在地 连在场普通群众都无一幸运 竟然是玄阶声波武器 整个天与帝国都没有过 卓凡究竟是怎么得到的 龙九等人对此震惊不已 而见识到如此实力 言松已无计可施 只能傻傻呆愣原地 这时卓凡没有犹豫 瞬间来到他跟前 对着心我就抛了过去 只见言松一口老血喷出两眼翻白 足 此情此景 卓凡不由地轻烈大笑 我说过 剩下的时间解决你们足够了 接着放声狂笑 遇下七家 以七敌一 尚不能胜 图具虚名 真是一笑天下 接着直接一跃而起 飞向远方 只留下一声声讥讽的大笑回荡现场 男人喜欢偷窥 却被称赞是个好人 因为他只是想做好事不留名 于是便一直在暗中偷偷观察 看到别人受到帮助 这才满意的离开 原来卓凡与黄浦青云等人一站接木后 他便把花语楼的阵楼制宝黄了回去 还把破解的单方解药一并留了下来 这样深重剧毒的花语楼众人便已救 甚至连花语楼的铁娘子也能复活 众人对此都感到欣喜无法 虽然留下礼物后 卓凡留有字条 表示这下他们之间便互不向前 可楚清澄却想要抱住这根大头 心里暗自想到 只要受了你的礼 我们便还是有瓜葛 而另一边则有人欢喜有人愁 严是师徒两人一路也算是磨难颇多 严复在着其师父的尸体打到回坊 路上心中暗暗发誓 下次碰见卓凡一定要弄死他 以慰及师父的在天之灵 然而下一秒卓凡真就从天而降 一路朝着这边的方向飞来 等严复绑过神来看清来人时 浑身不由抖得跟个筛康似的 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嚣张 你们必要这么快就碰见吧 至少也给我一点成长的时间了 但看到卓凡要抱走严松的尸体时 还是急得大喊 卓 卓凡 你抢我师父的尸体坐肾 拉回去 颠尸 撂下这句 卓凡便头也不回地走 独留严复一人垂胸顿足 带到了一个僻静的小树林 卓凡放下严松 在其嘴里塞下一颗残虫 然后双手结音一声铜下后 尸体竟离奇地活了 复活后严松震惊卓凡为何要救他 而且自己不是应该死了吗 只见卓凡善笑地抛出橄榄枝 表示之前的杀招是故意留守 只是让其进入了假死状态 否则他早就见阎王 而且很欣赏他 希望严松跟自己混 可对方闻言却是哈哈大笑 想招揽老人 你想得美 我乃要王殿第一练丹师 岂会屈尊将棍 然而率不过两秒 卓凡转头就教他做人 竖起手指便让其痛得满地打滚 你到底对老夫做了什么 对此卓凡满脸轻面 原来先前未下的残虫就是为了此刻 愿意跟我混的就是自己人 你若不愿意那就是敌人吗 我杀一个敌人可是天经地义的 但闻言言松非但没有胆怯 反而打算自爆原神来同归于尽 然而下一秒他就愣住 反倒是卓凡露出看戏一般的轻松 因为血残入体 现在严松连自杀都要经过他同意 但看着严松死活不肯低头的态势 卓凡决定软硬兼施 虽说你是要王殿第一练丹师很风光 但别以为我不知道 里面想你死的人一定更多 大家族的明争暗斗你应该比我清楚 严松闻言则是罕见的没有辩驳 看到这一幕 卓凡决定再加巴 再者说 你口口声声说终于要王殿 那为什么会把丹方交给楚青天 别告诉我一个细作 能轻易拿到你们要王殿的核心丹方 闻言严松大惊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不是忠于要王殿 你是忠于丹道 严松听闻当场愣住 没想到这小鬼居然说出了他的心声 卓凡则趁热打体 而且你也没什么好步虑 大家都以为你死 没人会追究 现在你是我亲手救活的 也就是说 现在你的命跟要王殿没有关系 最后在卓凡这位人生导师的策划下 只见严松一把握住他的手 好 老夫就愿意跟随卓大师这样的消息 再次搅动天与风云 各位宝贝们 有没有想过在武侠的世界里 如果遭遇了毒素困扰怎么办 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 来自神秘洛家 号称能瞬间进化余毒的超品丹药 这个老头只是吃了这样一粒丹药 下一秒进从老毕灯直接摔过无厌体 原来在这场人性的纷争中 这位魔皇实在不愧是当大哥的 随手便掏出一枚八品的超级好丹药 当作打招呼结交小弟的小礼物 瞬间就帮老严松解了身体里的余毒 真的非常礼物 只见经过一番淬炼凝聚的毒王严松 现在让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要演独目 看着欺义脸癫狂的盯着卓凡 感激替灵的赞美卓大师的神丹妙药 感慨要不是这枚丹药 他那些年累积的毒素 大概得跟他过一辈子 文言卓凡随意的挥了挥手 露出一丝微笑 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 别再卓大师卓大师的叫了 你现在是洛家的一份子 我呢就是洛家的看家管家 以后就叫我卓管家得了 洛家一听这话 他没放在言里 不过既然能出个卓管家这样的人物 这洛家家族 或许也是个暗藏风云的大家族 严松的脑海里开始狂想 卓凡暂时也没心思去逼逼 虽然目前的洛家还没多少勇气 但只要有他这位挂臂仔 早晚都是要飞黄腾大腾 于是便自豪地对严松保证 洛家绝对是天语最牛的家族 不接受反驳 这番话一出 严松有点目瞪口呆 这话夸得连帝王们都没这胆说 不过看卓凡的表情 不及待想要回去看看新家族 卓凡当即感到一阵尴尬 赶紧转移话题 觉得还是别破坏老头的美梦 让他再幻想一会 这时候严松突然想到了帝王们 因为他们的二公子被卓凡干掉 帝王们肯定会找洛家算账 在严松眼里 到时候 洛家肯定能给帝王们点颜色看看 听卓凡这么一说 皇室已经对风铃城下了风城令 七家的人怎么可能进得去 但他话还没说完 就突然心中一紧 难道七家在试探皇室的底线 确实如此 严松倾笑着表示 七家一直在试探皇室的忍耐极限 而且因为皇帝太过温柔 一次次地退让 使得七家虽然表面上尊敬 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一次 帝王们肯定会故意来聊一聊这根神经 看看皇室到底还剩多少威严 男主听了这话 立刻感到一阵心慌 急忙拉着严松 飞快地往洛家赶 这下腾到大条了 如果自己不及时返回旧场 洛家恐怕就要成为历史 另一边在帝都的皇城里 老皇帝正在和司马先生 这位四柱之一斗嘴的 宇文聪急匆匆地冲了过来 父皇啊 出大事 老皇帝闻言冷哼一声 有什么大不了的 难道天要他下来了吗 我天与帝国百年来 一直是风平浪静 国泰民安的 最糟糕的事 也就是那次幽北七被杀 还有什么事能比那还要惊天动地 宇文聪一脸严肃地说 这次是快火灵的六长老林子天挂 老皇帝撇了撇嘴 虽然这人算得上市的角色 但对于这种三心两意的家伙 他也没放在心上 不过还是随口问了一句 是谁干的 宇文聪一本正经的回答 是洛家的管家卓凡 听到这个名字 老皇帝眼睛瞪得跟同龄似的 他就不能猥琐发育吗 一直尽给我惹麻烦 之前只是巧合意外地干掉忧鬼七 现在真觉得自己无敌于事件了 这个男人为了拉对手下马 竟无所不用其极 手段尽出 直接派手下放出四个精神病 还自信表示 即使是神经病自己也能加以利用 但手下文言却更慌了 奉劝男人小心忙 毕竟神经病会做什么没人知道 于是这场权力的较量与阴谋 便吞噬了这天与帝国中的每个角度 而卓凡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 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 当得知卓凡大闹花雨楼后 老皇帝愤愤不语 而司马辉的眼睛里 却突然闪过一抹石货的亮光 他心想 这个卓凡小伙子可是个人中龙凤 不由的心动想把他收入麾下 这边老皇帝也乐呵呵地看着这一幕 决定让司马辉本人走一遭快火灵 以探探虚实 宇文聪这时候有点不好意思的差 那啥司马大侠 不如你顺道也去幽冥谷转一圈怎样 文言司马辉有点懵逼 去幽冥谷干嘛 其实那个卓凡小子 不仅在快火灵掀起了一场风波 幽冥谷的五长老手臂也给拆了个金光 目前他们那边肯定是火冒三丈 平要是咖位够高 说不定能压一压这股怒 这方虎狼之词一说出来 文言的两人都是一惊 幽冥谷的老五那可是个断体高手 和乾隆阁的老三是同一档次 现在竟然被个无名小族给打败了 两人都哑口无言 这个卓凡 现在在天宇城可谓是名声大噪 在花语楼的百三盛会上大放一彩 独斗群雄 大胜而归 让七大家族面子掉了一地 三家遭殃一家受损 他的行为让人嘖嘖称奇 老皇帝听后心里不是滋味 三家遭难一家受创 名字天已挂 幽冥谷老五受伤 那另外两位又会是谁吗 宇文通接着说出了 药王殿的严松的名字 两人再次被震撼 严松那可是个了不得的角色 他也死在了卓凡手上 药王殿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老皇帝此时真是心神不忍 原本想依靠卓凡给天宇带来春天 谁知却搅得一团糟 他的计划也全乱套了 这时候司马会出言安慰 要是实在不行 他愿意亲自出马就卓凡一命 只要卓凡以后别再惹祸 而这三个世家家族 他们断然不会公然违抗王权 敢无视风铃城禁令 只是还没说完 宇文通又按撮撮补了一刀 那三家或许不敢 但帝王门那边就难说了 卓凡还顺手把帝王门的二公子给弄死 听闻此言 两人的心情直接跌入谷底 连司马会也不再帮卓凡说好话 反而建议老皇帝放弃卓凡这个烫手山芋 谁知老皇帝却说 这小子和洛家他要一保到底 于是他坚定帝下了命令 让独孤元帅立刻回京听令 司马会听后大吃一惊 独孤占天那可是四柱之二的战神 一只手在边锤 这要是召唤 边疆局势怕是要乱套 但老皇帝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多年的忍耐让他决心告诉世人 这天下还是宇文家的 就在老皇帝下达命令的同时 丞相府里的诸葛长风已经听到了风声 他不由自主地冷笑了一声 终于把老皇帝逼到墙角 连独孤老将军都要召唤 看来离七家摊牌的日子不远 于是他决定再加一个助攻 命令阴阳双老前往积雷山 放出那四个被关的老家伙 阴阳双老一听这命令都吓唤 那四个老家伙可都是魔道的传奇 虽然实力惊人 但要控制他们可不容易 即使给他们自由 也不一定能听他的 但诸葛长风文言只是淡淡勾了勾嘴角 让他们放心大胆去做 自己自有高招 这个男人已经年过半百 在外人眼中是不怒自威的龙爷 但暗地里却十分重一八卦 只要哪里有风吹草动 他都能立刻收到消息 于是今天他便给乾隆阁种人 带来一些热辣辣的八卦 在这个喧嚣的时刻 龙九像是一个小灵通的使者一样 把最新的八卦新闻带到了乾隆阁 就像石块掉进了水中 果然引起了一番不小的骚动 那个体秀金刚元幽鬼舞的手臂 居然被卓凡给拆了 然后龙九接着补充道 但卓凡之所以能如此横行无忌 全是因为他吞了豹元丹 可龙三对此不屑一步 嘲笑道 幽冥古老五也不是没吃爆元丹啊 不还是给卸载了一只胳膊吗 文言龙九摊了摊手 那怪物卓凡一口气塞了五颗 你吃你也行 龙三的话到嘴边 直接被他老大哥硬生生给打扮 要是自己一次干五颗下去 那不是当场崩坏炸裂吗 想着这小子才出入境界 龙三心里简直是五味杂陈 觉得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 简直跟个混子差不多 然而大家在诧异之余 也开始琢磨起来 帝王门都已经插手了 那自己作为七家里的一家 是不是还应该和卓凡保持朋友之情呢 大家心知肚明 得罪了天羽七家之首帝皇门 那简直就是自掘坟墓 但尽管如此 还是有些意外的声音 他们觉得若没有卓凡这小子 那帝王门的大吃小的野心 早就成为现实了 就算和卓凡断了来往界线 也只不过是暂时躲过一劫 众人争执不下 这是乾隆阁阁主说出几件 让大家安静下来 我当初点头答应和卓凡结盟 现在我依旧坚持这个决定 这位小伙子实在是太能打 将来肯定能给乾隆阁带来巨大帮助 我要再次强调 只要卓凡还活着 我们和洛家的盟约就不会变 但是嘛 我们可以名修战道 暗度陈仓 对外我们仍然得把帝王门放在第一位 这样只要他们找不到我们的马脚 我们就能稳坐钓鱼台 这番言论一说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 但突然之间 只见一个士兵气喘吁吁的送来文件 阁主一看信 不由的眼睛一亮 原来是帝王门发来的传信 要求其他六家两周后聚集 计划着怎样联手对付卓凡这个大麻烦 而画面一转 卓凡和严嵩正风风火火的往风铃城赶 突然 男主像是闻到了什么烧焦的味道 停下了脚步 独王严嵩则一脸盲染 不知道出了啥子事情 卓凡解释说前面有人埋伏 西侧的两个家伙气息阴森森的 肯定是幽民谷的小弟 东面那俩走路轻飘飘的 肯定是快火灵的人 至于北面那俩 气势宏大的跟泰山压顶似的 那是帝王门的长老 而且这六个家伙都是实打实的玄阶 修为都不低 闻此一番话 严嵩简直要给卓凡贵了 能在八百米开外就察觉敌人的动静 这本事真的是太犀利了 本以为两人可以悄悄绕过敌人 谁知卓凡却露出一丝坏笑 干嘛要躲开啊 既然人家都送上门 咱们还是要去打个招呼 可严嵩觉得这样做不太明智 毕竟对方有六个高手 显然是蹲点很久了 即便卓凡决定拨出去用药 敌人稍微拖一拖 也能轻易将决 可卓凡听了 只是轻轻拉了拉嘴角 开始刚来的时候 我是孤家寡人 可现在不是还有你这位老六成妖吗 独王听了 只好露出职业假笑 感叹好像羞世都怕他 其实全因为他那七彩独长太出名 但一次打六个敌人 如果个不怕死的敢拼命牵制他 他肯定是赢不了的 男人原本凭借一首赌掌独步天下 可正所谓喜白若三分定律 自从他弃名投案后 便开始一直被人追着打 原来当看到被人蹲点后 严嵩描索 打算绕路 可这时卓凡却兴奋善笑 非非 想象一下如果你这赌掌 能令六人团团转中招会如何 卓凡的豪言壮语让 严嵩目瞪口呆 这根本不现实吧 他们又没脑子进水 而且加上是玄境五重修士 咱们的气息还未飘过去 他们的鼻子就可以嗅出来 我们连影子都别想路 可卓凡却是诡异的表情 如果六人发现不了 咱俩的存在又会如虎 竟随手抛给独王一枚神奇的碗子 借可是顶级珍惜的一阶丹药 以西丹 一旦下毒 整整全日 可以令神心隐匿 神不知鬼不觉 他随即在严嵩眼前 炫耀一番丹药的神奇 严嵩闻言瞠目接舌 这世上居然藏有这等 令人瞠目接舌的东西 卓凡倾笑着说 把几个碍事的家伙一网打尽 严嵩欲看着这番景象 心想跟随卓凡混迹江湖 确实是光明的前程 一点都不会划铁路 与此同时在快火林的这里 两位长老正自得其乐地蹲点卓凡送上门 可一直没发觉有动静 两人开始觉得无聊 然而他们浑然察觉不到 一个老六正悄无声息地接近两人 转瞬间 一双雷一横扫而过直击他们的心口 待两人看到身后来人 满脸不可思议 正正对上卓凡得意的冷笑 两人瞪大了眼睛僵硬的扭转脑袋 只见卓凡毅立在他们背侧 脸上挂着一丝得逞的讥笑 哎呀优伟 为了躲避你们这帮老伙计的探查 我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前影诀 结果你们竟然在这儿眼睛一闭一睁地度假 他的话音未落 便迅速把两位长老的头颅握在掌心 开始施展那套只有天魔秘书 片刻之后 快火林的两人就因为装逼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然后卓凡又如同一道春风掠火 静止向西吉池 此时在幽冥谷 排行三四二位长老摩拳擦掌等待着 他们比先前的那对哈比更为机智 对四面八方的风吹草动都充满警觉 着烦见壮 心里也在打鼓 这就有点棘手了 可情况突变 深处的一个位置无端的轰隆声传来 两位长老急忙扭头一望 诧异居然是要王殿的成名的赌掌招式 这链丹世家是何事悄悄参战的 尽管心里百思不得其解 但这时也顾不上思考 看那架势 蹲点的目标可能出现在那个地方 正当他们打算立马前去天八 下一刻从阉城中闪出一对身影 定睛望去 不就是七家之手派出的人吗 怎么被要王殿的人给派得七婚八素 两位长老顿时被这奇观弄得头晕脑胀 但竟没意识到 背策的大麻烦正缓缓到来 只一瞬间 幽冥谷的排行第四的长老 就跟着先前的两位一样走了狗屎运 当老三察觉到不对劲那一刻 只来得及转头一瞥 竟瞧见卓凡那双充满杀气的眼睛 如凶兽般的凝视他 可三长老丝毫不虚 毕竟自己是秀为非凡的玄阶 就算要应该一决雌雄 胜败也是五五开 这时卓凡脑海中快速打转 望着邦邦应尼体 半开玩笑地问道 露出这副欲哭无泪的样子 莫非躺枪的是你至交好友 看来平时应该是挺铁的 是又怎样呢 三长老愤怒地咆哮到 你杀了老七和老四 把老五爷给弄残了 今儿个我是不可能放过你了 可卓凡冷不丁 把地上帮帮硬一炮 突然地举动让三长老咯噔一下 想做啥 男人原本是个舞蹈高手 但下一秒却直接请全村吃席 因为他是空有修为 却不用大脑 所以直到最后一刻 都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原来卓凡在解决又老四后 便开始对又老三开始了嘴顿 只见卓凡淡淡地常态 换成别人跟我作对 我不仅要了他的小命 还得让他死得没得安生 可是你俩的豪气云天令我动容 就不对继续下黑手 回想起过去一个肝胆相照的守护 可惜那家伙再到了幽鬼七手上 要不是因为这事 我跟你们也没啥瓜 文此一言 三长老总算明白了 这位会与幽冥古叫板的理由 但就算是这样 自己也不可能手下留情 而卓凡将地上的一体扔回去 都是守护之恨 引发了今天的这场浩劫 我心甘情愿 今儿都遇到你也有相似的历程 我就不再对其下手了 一体你领回去吧 咱俩就公平公开地决出胜负 我们结为守护 一决胜负吧 三长老也被这份真挚感染 好咱们就今天公正较量一番 但话刚要落地 突然赤光就贯穿了其心脏 幽鬼三不敢置信地望着胸前的透洞 一头雾水 这时卓凡才定缓缓道 这便是我独门的魔道秘书 我早就将其埋鱼在邦邦印之内 扔给你的时候 正是想着给你个措手不及 至于那个关于我为守护报仇 也不过是我急性发挥的说唱罢 我之所以对付幽鬼妻 只是因为他左鼻孔的鼻毛太长 令我不爽 听到这些 三长老露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神色 最后带着一枪不甘 倒在了地上一命呜呼 在那片混战的土地上 独王洛家长老目前实在不妙 让两个王级霸体玄境追得跑断气 目睹过程 卓凡偷窃喜 记得那位在花雨楼前不可一世 如同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独孤要王八 如今面对帝王门的两位老者 却犹如梭头乌龟一般 看到卓凡一亮相 他便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急匆匆藏身卓凡一侧 凡大爹你怎么才露面 快来护我周全 发现那段古镜的静静 以及令人深刻的雷霆一刺 两位高手便认出 这正是角的丹王赛风雨飘摇的恶魔 扬言上前给卓凡来个彻底的拿捏 卓凡却轻轻一哼 你们这是要把牛皮给吹上云霄啊 两个小哈拉米要娶我性命 我看你们还是先把他打发 再来吹嘘吧 话音落下 卓凡将丹松轻轻一推 两位高手凭本能将他拦下 谁料那本命血鹰突然从丹松体内窜出 直奔一位幸运而去 煞内间 那长老犹如被抽干精华 身体立刻枯萎 另一位长老下的拔腿就逃 卓凡讥讽的笑说看见他的竖法 有自信能轻易拿下我和他两人性命吗 然后走向丹松 偷偷将血鹰收回 那位蒙在鼓里的炼体高手 还误以为丹松才是真正的大师 便立马绕开这个神秘老者 打算优先对付卓凡 然后大笑起来 好小子 竟让你觅得这样的靠山 今日就放你一马 话还没说完便只向申方叫道 哎呦那是什么 卓凡和丹松本能地回看 下一秒他便立马展开攻势 全力集中于拳头 打算给卓凡一个痛快的收尾 关键时刻 一抹赤影窜出卓凡背后 那长老失措的表情下 便被刺透过心脏 这时卓凡满脸疾风 连智障都不会上当的套路 哥这里玩闹吗 你简直就是活生生的证明了 有的人只会练肌肉不练脑筋 话必反手便将其踢飞 严松见此还在那里发愣 不知如何是好 于是卓凡耐心地向他解释 原来最终原因是两位高手自视太高 才导致这般结局 这个男人太强了 凭着智商碾压 自己一人直接解决了六个五道高手 原来卓凡的一切行动 实际上都是精巧设置的圈套 轻而易举地让敌人落马 这即是事前的巧妙部署 也是他随机应变 透视敌人内心 又使他们自现灵敏 这样的策略实在闻所未闻 严松赞叹到卓大管家 您真乃智勇双全 谋略无人能及 真乃人中龙凤 只是以您的才华紧做管家 卓是有些诸欲在前 卓凡挥手表示谦虚说别夸我 心里自有根策 如果我想要脚踏百官 或者一腿四海 那都不在话下 但他话还没说完 就回忆起令人头疼的诅咒 也是他甘愿屈身世家的原因 严松却误解了此话 觉得他年少有为 且满足于做个管家 不禁对卓家的非凡之处 肃然起敬 想到即将拜见 那位掌控卓凡的卓家家主 他心中兴奋地 差点跳出胸口 卓凡看着他激动的名字 内心却是五味杂陈 而为了保持隐秘 两人打算步行继续前进 突然卓凡回想起 之前快火灵里两人提及 途机计划 竟是名为冷先生的人所布置 闻言这名字 严松不禁后怕连连 怪不得从花雨楼回来 四通八达 可却选了中此处来设服 果然为冷无常的熟 卓凡惊奇地询问 冷无常的来头 严松紧接着讲起 他和卓大管家 差不多都出身管家 正是帝王门的大管家 接着继续补充道 在这普天之下 有三位仁静皆知的超级丞相 诸葛长宗自不必多言 其心思深思海 决策总是一针见细 这是众所周知的 这几个世纪间 国家历经磨难多多 怪敌屡屡清洗 直至他登上伯手 至此 国运才重归繁荣 担当着帝国四大神柱之手的他 皇上对他的心情 犹如过山车般起步不定 而七世家对他也是寂静又怕 这一系列却也是呼和情和理 接着这普天之下的第二智囊 就轮到帝王门的文正 七才冷先生 帝王门身为皇室的血脉 代代相传的是王者之学 所以冷无常 同样是相当于宰相的人物 因此虽名为管家 真正的地位却是举不轻重 与诸葛长风在世人眼中的威望旗鼓相当 至于他的智慧 据说两人也不相上下 两人未曾真刀真枪地鄙视过 但冷先生的策略一出 众人都要顶礼膜拜 而另外那位第三智囊 就那给你弄死的幽名古七窍鬼玲珑 他手段狠辣心机深沉 可跟他们相比 这简直是小儿科 幽鬼七善于暗中搞鬼 但与前两位的光明磊落大相径庭 他们会堂而皇之地表示这是个坑 你却还是欣然先前跳 强者与弱者的差距一目了 现在冷先生亲自操刀 看来未来的行动就得更加谨慎 卓凡一听 脑洞大开 如若敌人是比优鬼七还要厉害的角色 正面硬碰硬就不是明智之举 还需在战斗力上见真章 常言到拳头落下实际魔拳尸 到那时候再聪明也无济于事 眼下最关键的是找到强力盟友撑腰落家 正陷入沉思之际 卓凡震撼一道可怕的气息飞速逼近 那股灵力之大 并是神照镜的力量波动 二人下一瞬间便毫不犹豫地提速逃跑 但在那股神秘力量下 这点速度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转眼间 神照镜的修折已经到了此处 一见这张脸 严松立马神情巨变 竟是那位生命王级的疯子 看他这表情 卓凡诧异对此人的来头好奇万分 下一刻 严松声音颤抖地叫出了天罡狂尊丽惊天的名号 而丽惊天已经走到了他们前方 笑嘻嘻地开口 不就是要王殿那小东西吗 差点认不出你来 这个小伙子应该是卓凡吧 现在给我站住 我找你俩有点事 男人因为不想自我吹跑 于是命令别人夸他 但对方口中说出来的赞赏 反而更像是一部强盗发家事 原来在见到来人是严松已经吓得魂飞魄散 卓凡从未见过他这么怕我 丽惊天的名号果然不是吹的 想到这里 他马上抓住严松就逃 丽惊天看到这一幕 不悦地讥笑了一声 随即身上金光一闪 下一瞬 一道可怕的神识突如其来地奔弃他们 危急关头 额头轻言动发抵挡 卓凡被吓得冷汗直冒 这家伙的神识之强 几乎能伤害到灵魂本质 如果不是轻言自主抵挡 他们可能已经陷入失神 历经天也感到不可思议 看不出来卓凡已经掌握了神照镜的神通 等到他继续下去 将是何等恐怖的角色 可能会超越三百年前的传奇 面对这样的资质 绝不能留 但是现在 得先把这小伙的绝学弄到手 思索片刻他便猛地向前扑去 电光火石之间 卓凡还未有所回应 就瞬间被他抓个正着 再次证明了 在这种不同维度的情况下 任何的计策也是徒劳 历经天看着颜松笑道 我留意过林子里的痕迹 看来你小子反水药王殿了 现在是跟随了卓凡吧 颜松文言菊花一锦 这老头竟一针见血 但世上也没有不透风的墙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他不是那种宗相雕 既然药王殿已经不是他的归宿 现在让他在反水 那实在是太没有逼格了 于是闭上眼 坦诚承认 没错 我已不是药王殿的独守药王 现在跟随卓大管家加入洛家 想怎么样 尽管来吧 卓凡看到这一幕 内心不由一颤 不愧是自己看中的人选 正是这种忠诚不虞的品牌 令人赞叹 丽今天看到这一幕 反而开怀大笑 觉得这小家伙还真有点气负 便打算饶过一命 然后转头望向卓凡 可话还没说出口 卓凡就先一步发言 我干掉了你们的二公子 你肯定应该前来来找我算账 但我知道的是 你只是帝王门的特邀供奉 并不是他们血脉中的一份子 卓凡一番话刚落地 丽今天的面色暗沉得连夜空 都要自愧不如 他那冷门冻结空气的声音响起 那又能怎样 我们何不来聊聊一桩美妙的交易呢 卓凡随即正经微作地 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倘若你愿意加入我的阵营 帝王门给予你的优待 我卓凡愿意慷慨加码 至于卓凡是否真能如此熟 丽今天根本就不用考虑 毕竟这位年轻人的武艺已经证明 然而他并不打算马上同意 反倒是轻烈地哼了一声 暗示自己不是那种随便就能被买通的人 你可曾了解我是如何成为帝王门中人 他们对我可是礼于非凡 卓凡听后心中窃笑 看来丽老正试图抬高自己的身价 卓凡便顺势询问其他昔日的英雄故事 丽今天自然乐于炫耀自己的辉煌岁月 在吹嘘自己时 还不忘爱抚自己的不须流露出一丝自恋 于是他让严嵩这位资深的谜弟来替他抒情 严嵩立刻摆出一副恭敬的姿态 心可一声便开始盛赞 诸位听着 这位丽老在普天之下的名头响亮得很 那时候他只是个默默无名的游侠 却对武道有着无穷的热爱 因为缺少功法 他便四处抢掠 从低级功法修到高级功法 丽老简直就是行走的武道百科 这时卓凡突然插话 你是在说 丽老过去是个道上的劫匪 这番直白的话让严嵩守不无措 还没来得及开枪 丽今天已经赏过去一个响亮的耳光 或从口出你不知道吗 然后猥琐地挤出一丝笑容 以前时代的往事 也就是被封城掩埋的记忆 没想到卓凡却轻轻摆摆上 认同大自然的法则就是掠夺自愿的 男人由一个任人鱼肉的平民 一步步走到受众膜拜的武道宗师 但掠夺式的发家史却令他不堪回首 可卓凡反倒觉得这是枭雄之姿 文言得利今天当场开怀盛赞 难怪能在天与帝国掀起如此波澜 卓凡真是个与众不同的英雄豪杰 接着他就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为了追求更高的武学境界 他四处探求 只要听说哪有名的功夫 他就毫不犹豫地前去挑战 由掠夺到提升 最终达到了如今的境界 过程中无人能打 然后帝王门的皇级霸体被他盯上 他便前去一世身手 帝王门三位长老联合都不是对手 最终被大长老黄埔封为任务 邀请他成为帝王门的贵宾供奉 卓凡听罢心中有了数 原来利今天是用这种方式 来展示自己的实力 这位练体高手 竟然拥有这样的心思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想到这里 卓凡更是坚定了拉拢利今天的决心 转头坚定地看着利今天 如今我明白了利老你的向往 老实说 我这里的功法多的是 但我不理解 利老已经是七世家的贵宾供奉 更是已经得到了皇级霸体 但现在何故却向我讨要秘籍 利今天假装糊涂 秘籍 老夫来此为取你性命 但话还没想好怎么编下去 就被卓凡大声中断 如果利老还打算继续这样 如此即便结果 亦难以得到你心中所求 文言利今天十分意外 这年轻人看得竟然如此透彻 目睹这一幕 利今天干脆摊牌 毫不掩饰地宣称 是的老朽前来 正是打算抢夺你的绝血 接着向卓凡透露 看着明面为帝王门的荣誉供奉 但那皇级霸体的最终两重功夫 他们就是死活不肯传授 愈发愤怒的利今天 下一秒爆发出一声长笑 一股磅礴的气势 如飓风般突起体内澎湃击倒 卓凡见此情形 不由地感叹 利今天当之无愧为一代大师 天资卓绝 若是让其将自家密法修到极点 帝王门又岂能将他树之高阁 心思转念间 卓凡更加坚信要将其耐入几方 但这位前辈实在过于自负 看来得出气至圣 才能让其俯首称臣 这时候利今天目光如炬的望向卓凡 既然老朽已经开成布公 你也就快点将你的炼体秘法交出来 谁料卓凡却侃侃而谈 这副逆天身躯的炼酒 并不是单凭秘法 而更多依赖家中流传的炼体神单方 一力入口 便能将身体强度增长五倍之多 答完 这还有王法吗 利今天一脸错了 世人皆明炼体修者之强大 在于他们辛勤的修行 如果借助药物可以增强体质 那炼体又有何用 但卓凡的例子却又无话敢说 如果不是确实服用过此等神单 则这菜积境界 又如何远胜黄埔青云 心中一动 利今天立刻高声报喝 马上将神单奉上 不然今日就让你当场毕命 怎料卓凡却回应神单早好光了 利今天闻言 当即即如心腹 催促他立即炼制神单 此刻卓凡如炬的一扫身旁 严松会议 只见卓凡故作轻松 炼制此弹 得以三级灵兽伪兵符的鲜血作为催化剂 需要入灵桌一只再说 可激情的利今天根本不愿放行 直截了当表明桌一只三级灵兽 让严松小子去足矣 这番话一出 卓凡便从怀里掏出个葫芦 严长老 这葫芦里的小虫 正是那伪兵符的挚爱 将其作耳量 必能一举不破 可利今天瞬间把手伸向那神秘葫芦 结果便探查了起来 意外地发现其中竟是一只血色小虫 男人原本是个武道宗师 却因轻信了谎言而跌落神坛 最终成为任人鱼肉的家女 原来在卓凡拿出葫芦后 利今天发现了里面的虫子 虽然这灵兽的口味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但他并未觉察出任何端倪 于是便毫无顾虑地将东西归还严松 卓凡看着了这一切 心中默默点听 这位利今天真算细心到家 每一步都算计的严丝合同 但正是这份谨慎 让他稳稳地踏入了自己部下的网中 日头正要落山 这时严松携带着那只至关重要的零售坊 于此之间 他还把血残偷偷置入了冰服体内 就在卓凡着手练至丹药的关头 忽然利今天挡住去路 习轻飘飘地挥了挥手 这位冰服立刻支离破碎 然后又在尸体中仔细搜寻 居然找到了严松事先置入的血虫 这一切半妥之后 他才允许卓凡开始置药 这时候严松已经是守不无措 而卓凡仍旧波澜不经地面对一切 好吧 既然利老把我看得这么重 那我便练出一枚丹药来 以正我言之不虚 没曾想利老突然指出药十颗 卓凡文言耐心地表示 人生暂时只需一颗足语 多出来的完全没必要 但利老还是坚持要求十颗 卓凡无奈也只能顺着 把药材汇聚在手心的灵气中 又凝联出伪冰服的精绪 两者混合之后 没多久 一颗颗润泽透盲的药丸便诞生了 利老看到这一幕 兴奋的地想要尝试 但他的手刚要伸出 煞内间又停了下来 然后要求卓凡把另外九粒药丸交出 然后又递给卓凡一颗 示意他先自行服用 卓凡又提醒了一番 多吃丹药并无益处 文言利老却回答 我心里有数 但你若不服下 就说明有猫腻 我会立刻让你源头落地 对此卓凡只能勉为其难将其眼下 紧接着 利老又让他挑一粒给严松 于是一来一回 直至最后三粒 利老才将一颗塞进自己嘴里 紧接着 便感觉到冰爽感变不经脉 随后是一种无比舒适的力量脸动 他立刻盘坐修炼 三个时辰后 他才睁开了眼 卓凡上前关心地问道 利老感觉如何 利老点头感觉不赖 但满是疑惑 为何没察觉到力量有所提升 卓凡文言勾起一抹无辜的微笑 我就没给你真正的担药 利老一听 眼中立刻露出凶狠的杀影 追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时卓凡突然笑出声 戏弄你又如何 你以为我是谁 想要从我这儿捞好处 简直是一响天态 这可把利老气得七笑声烟 一跺脚 便向卓凡扑去 他决定金飞见血不可 要将这滑头扶住 但突然 卓凡的双眼突然闪烁出一道赤光 利老顿时感到一股巨头 而且遍布全身 严松在一旁则不知所措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卓凡笑道 严老 这功劳权归你 我得向你深深鞠躬 严松听了 心里顿时乐 这个自以为是的利老头 在卓凡面前耍花招 最终还是要吃亏 这时的利老已经痛不欲生 但还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卓凡看着飞飞直笑 您这位老油条 没人告诉你 不要随便吃陌生人地的东西 利老这才反映过来 室内丹药的问题 但这怎么可能 他不是也吃了吗 卓凡表示 这丹药本身就是养生丹 不但无害 反而能够增强体质 说吧从葫芦里取出一只血虫 真正让你受苦 是这个小家伙 一旦入体就会控制你的经脉 能让你痛不痛看 即使你实力再强 也难以驱除 利老更加迷惑 可自己明明已经将那虫子杀死 并且仔细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卓凡诡诀的一笑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否则我怎会让你去找伪兵 男人开心地吃下一颗大利丸 结果下一秒就根骨寸断疼的喊妈妈 因为药丸里布满寄生虫 而他却以为吃进去的是骨体 原来这一切都在卓凡的计划之中 看着这一幕 卓凡感觉奸济得逞 悲非直笑 看着利今天满脸痛苦开口道 这位老油条 没人告诉你 不要随便吃陌生人地的东西 利老这才反映过来 是那丹药的问题 但却怎么也想不通 对方不是也吃了吗 为什么他们啥事也没有 卓凡表示 这丹药本身就是养生丹 不但无害 反而能够增强体质 说罢从葫芦里取出一只血虫 真正让你受苦的 是这个小家伙 一旦入体就会控制你的经脉 能让你痛苦不堪 即使你实力再强 也难以驱除 利老更加迷惑 可自己明明已经将那虫子杀死 并且仔细检查过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着方诡诀的一笑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否则我怎会让你去找伪冰蝠呢 我的血虫乃是寒冷地带的产物 而伪冰蝠的血液冰冷刺骨 因此我让丹老将血虫喂给了他 并不是直接将血虫作为炼药的原料 因为感受到冰冷的环境 血虫就会开始缠乱 所以哪怕你将血虫除去 那些在冰壶血液中的卵 仍旧能够孵化出新的血虫 严嵩这回猛的一拍脑 心头一亮 那些神兆修饰其精神查测 仅能寻觅到那些成形的性命 那些为成形而出的残宝宝们 还没资格称作性命 便使利金天的查测自然地下了眼 这一语道破 利金天就像是被天雷给劈了一样 辉煌半辈子的大名 竟然让这滑头耍得团团转 正为人心不足啊 所以才会摊上这般狼狈局面 只见卓凡随心所欲地扔出秘籍 老利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这里的功法多得练不完 这块预检里头的内容啊 为玄阶功法里的侨蜂魔煞绝 伤害大的初期 修炼到家 比玄阶顶峰的功法还要强上几筹 那黄极霸体绝在他面前就弱豹 现在在送你三套搭档的玄阶武艺 如果你愿意跟我投奔洛家 那就把他们珍藏好 从此你就是洛家的贵宾长老 或者你也能选择潇洒的扬长而去 返回你那帝王门 仍旧当你尊贵的供奉 一定不会拉着你不放 历经天满脸疑惑地捡起欲剪 一片里面的秘籍 差点没把下巴惊掉 我的老天爷 这三套技之中 居然搭配了一套玄机声波武技 在普天之下简直是稀释珍宝 如此洛家到底何方神圣 这么随意便抛出如此神气 身侧严松见此轻横 得意洋洋地摇头晃脑 心里嘀咕 这老不死的得意个啥 只见卓凡盯着历经天 轻轻地抛出一句 你想如何去 那还用想吗 历经天立马笑得何不拢嘴 你要是早些展示这些秘籍 我早和你站在一条船上 何苦整那么多曲折 是吗 卓凡轻轻一笑 如果我早就把这功法取出 你不就得琢磨着怎么把我给弄死 然后取我的脑袋去立个大功吗 历经天被戳中心事 一时说不出话 只能用豪爽的笑声来遮羞 默默对此位青年的敬意又添了几分 这卓凡还真是同传说中的精明 世上没啥能瞒过他的意义 所以能连坎私家长老 还能四处飘逸 这小子绝对是个潜力 他的家族也并然是个剧情 真是个值得败入的好东家 心里这么想着 他卓卓地对卓凡说 请多多指点卓管家大人 卓凡健壮 也是笑着回了一句 欢迎你成为洛家的长老 帝国最强妻世家齐聚一堂 参加名为屠龙大会的会议 本以为会是商讨什么世纪话题 可谓的竟是研究如何对付那个男人 天语第二智囊冷无常则守明门前 只见乾隆阁与幽冥率先抵达 他们相遇犹如火星撞地球 两位家主互不相让气势对碰 连帝王门的长老都感到震撼人心 看来这两位的名声绝非空穴来风 就算在帝王门中也属于佼佼者 当剑拔弩张之际 一语飘来却如中千金 此地乃帝王门 冷无常的话语虽轻 却有着让人心寒的力量 两位家主闻言立刻变得唯唯诺诺 毕竟是帝王门的领地 他们身为尊贵的来宾 若在此地挥刀见血 冷无常怕是要生气了 于是两位家主便不敢再吭声 很快要王殿和快火灵也如期到来 快火灵的林如风一入门便急不敢待 向冷无常打提那位卓含的下落 冷无常眼神阴逸 心中暗叹林如风实在是个哈佛 就不担心私下交易被曝光于众吗 于是急忙转移话题 此次巨手就是筹划联手对抗那个捣乱分子 然而龙一飞闻言已经秀出了端倪 帝王门似乎在背后有所布局 而乾隆阁似乎被踢出局外 事情愈发扑朔迷离 若帝王门真有一同其家的眼望 乾隆阁必是首当其冲的目标 龙一飞不由担心起卓凡 卓凡啊卓凡 你得安然无恙 老夫还盼着你将来扶我上马呢 就在龙一飞感到孤立无援之时 见侯府的谢孝风及时赶了 见终于有盟友的到来 龙一飞面带微笑上前迎接 老吴长在一旁则默默记下了这一切 接着缓缓开口 七家人也差不多都到齐了 考虑到花语楼最近的遭遇 可能无暇分身那么多 可话音刚落 一声轻一划破沉默 谁说花语楼没空来 便见秦彩青和牡丹 随着一位气势灰魂的女子勃勃而来 众人瞧见这位女子的容颜 无不惊讶地目瞪可待 竟是传说中的铁娘子楚必君 居然还在人世 尤其是要王殿 对这位声名显赫的女子 既敬畏又忌惮 只听楚必君轻哼一声 颜伯公 你要王殿这些年对花语楼的恩怨 我将一笔一笔算清 而颜伯公还沉浸在震惊之中 一是静哑口无言 冷无常则镇定地走前 祝贺楚楼主重回花语楼的掌舵位置 楚必君礼貌回应 花语楼主倾城才是我们的中流砥柱 只不过百家争名即将拉开序幕 我让他暂且闭关修行 冷无常点头示意 引领众人向会议室行去 然而楚必君却故意走慢了鸡派 与乾隆 见侯府等人走到了一起 在此无声中传递着千言万语 很快众人步入大殿 却见宽敞的空间中 仅设有七个座椅 显然仅家主有资格坐上这席位 家族中的长老们虽位高权重 在此却没有一个落脚之地 正当他们欲要发生抗议时 冷无常已经抢先一步发声 各位请先就坐 我这就去请闻主大驾光临 严霸不等众人回神 已是身影匆匆离去 众家族代表 只好无奈地先坐下 唯独乾隆阁与见侯府的代表 仍打算要为族内的长老争口气 这时只见帝王门 门主黄浦天元 正大不留心地走入场内 各家的代表立马起身行了个拱手 黄浦天元找了个座位坐下后 目光转向楚必君 楚楼主您能平安归来真是太好了 话语楼与帝王门向来是亲如守服 楚楼主您的安危自然是我们的牵挂 然后伸出手去想要握住楚必君的手 见此 楚必君心中虽压着一股子木 表面上却是波澜不惊地将手轻轻挪开 黄浦天元轻轻一撇走 随后目光转向谢孝风两位 两位扶主 你们怎么还站着 是否位置有什么问题 男人是被公认的天才之心之一 然而却连基本的算术都出错 几十人的会议 却只安排了七张板凳子 原来竟是七家家主的专门座位 但龙一飞和谢孝风却俊足 见此一幕 帝皇门主出声询问何苦 龙一飞急忙挥手示意 然后转向冷管家 装出一副迷惑的表情 冷管家作为普天公认至心之一 您怎么能在这次盛会上没得座位呢 我这座位就让给您吧 谢孝风见状也是连忙站起 争先恐后的要把座位让给冷无常 冷无常却是晚年谢绝了他们的热情 感激两位扶主的美 但无规矩不成方圆 天子脚下启能与臣子并肩而坐 这七个座位是为各个家主预留的 作为帝王门的看门人哪有资格坐下 龙一飞和谢孝风听后顿时会议 这明面上是会晤解决卓凡的方法 但却是个谎 真正的想要达到的是 让六大家族向帝王门俯首称臣 帝王门以打击恶魔卓凡之名 这是黄浦天元徐徐道出了其想法 我想位置上的各位都明白我的打算 近来有个不法之徒卓凡 一直在挑战帝王门的权威 幽冥古的幽鬼七起开始 到最近的花语楼经典 七世家帝王门的威名已变为谱天孝 若任其胡作非为 恐怕有一天他会指导黄龙 因此建议我们各家联合颁布图魔令 将此子终结 图魔令一词一出 为一个家皆是睁大了眼睛 这图魔令已是三百年未曾启动 他是七家最为严苛的圣旨 比皇室的御旨还要害人听闻 图魔令已经发动 将对被标记之人展开无休无止地追杀 各家的完全的力量 包括所有的佣兵将会全力绞杀 任何被目标所到之处 无疑幸免于毁灭之命运 若目标踏足城市 无论城市大小如何 都将被移为屏蔽 但是启动图魔令 一定要得到七世家的全票通过 一旦有家族不参加 就表示对皇家的故忠 即便卓凡真的弄了四家的人 也不能因此轻易启用图魔令 因为图魔令下的多数都是无辜之人 三百年前若非那个小怪物难以制服 七家也不会一直同意启动图魔令 但是这次只是一个卓凡 真的有必要使用这等残酷手段吗 见众人未有回应 皇普天元再度发话 各位你们怎么看 幽明山 药王殿和快火灵三家相识一眼 随后齐声赞同了这个提议 然而龙一飞却是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认为现在就动用图魔令未免有些过 这么一来整个天宇都将陷入动荡 皇室那边也难以交代清楚 而且三百年前那只小怪物的恐怖长度 与目前的灼烦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他们为了灼烦而动用图魔令 实在是有些言过其时 但此话音还未落地 幽明山便满脸讥笑 直言乾隆阁偏袒的原因 无非只因他们与灼烦有着不可告人的勾结 但这是事情 不过龙一飞自然不会当众承认 他立即与幽明山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两人看似随时会动手 皇普天元立刻立声警告 两位这里是帝王门 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下风度 这一刻 皇普天元的气息宛落一座山岳降临 令两位家主瞬间乖顿如志同入学堂 他们心底暗自则舌 皇普天元何时修为静如此高深莫测 与之相比 他们虽境界相当却相差甚大 而皇普天元的目光随即转向花与楼 帝君你对此有什么见解 楚楼主对此只是轻轻一笑 对帝王门主的建议 我必须是举起双脚同意 那个恶魔灼烦 打破了我们花与楼的安女 她早就应该被送去见仙人 美女上一秒还和你嬉皮笑脸 可突然就选择了背叛 甚至无条件同意加入敌营 这高端的操作直接让队友无忧 原来这只是她的缓兵之计 当她表示对帝王门主的建议 必须是举起双脚同意时 闻言围观众人均是一脸错误 龙一飞等众人更是一头雾水 甚至困惑花与楼是否将会背叛 可事实处楼主却是画风突变 不过想来门主有意启动涂魔令 那我们就得双倍努力 要迅速解决这桩麻烦 毕竟那滑头鬼手里 还握着我们的阵楼之谱 如果他被逼到绝路 把菩提蓄跟一口昏了 那花与楼的损失就太惨烈了 可黄埔天元听后却是心头一紧 随即呼的长叹 本门主经过反复考虑 觉得图魔令不在意 毕竟确实是太索明毒 文言的药王殿三家相互对视 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到底是什么戏码 这黄埔天元也不再多做说明 转而打着夜色一身 建议大家先行歇息 图魔大会留待下次继续谈 凝望楚必君离去的身影逐渐消失 黄埔天元自言自语 这位楚姑娘真是越老越辣 简单几句让让您收回发动图魔令的念头 真是罕见 然后接着说 花与楼虽实力平平 可楚必君确实是个棘手的任务 相较之下龙一飞和谢孝风他们 更显得不在一个级别上 说话之间 帝皇门主敏锐察觉到 幽冥古几家又杀了个鬼马枪 但其中的神色似乎有些不对劲 感觉出来对先前的情形心有瘾祸 见此一目冷无常微笑开口 诸为我理解大家内心的迷惘 但把心放宽 帝皇门的行为绝无害处 刚才的变故 不过是门主分析完利弊的选择罢 几人听后微微微愣神 没料到这神算子早已看穿了几人的想法 幽万山连连赞叹 文管家真是令人钦佩 在您面前几人简直不敢藏私心 但文管家 接下来咱们又应怎样才能解决目标 可话音未落 帝皇门主便放生狂笑 幽谷主作为七世家之一的领头人 竟对那着凡小辈这干忧心 真是辜负了大家族两面 幽万山依旧忧心忡忡 可最终为了这个才要启动图魔令 文言黄谷天元露出一脸轻蔑的表情 才出入修为境界的想法 不值得如此费心大动干戈 卓凡这滑头只算得上小儿科 图魔令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只见神算子冷管家信心满满出声 虽然对那小子我不甚了解 可总共出动的六位天玄境长老 如此大的阵仗 对付卓凡应该是轻而易举 看来我们是迎面十足了 文言黄谷天元感到有些疑惑 为何冷卢长如此自信 冷卢长表示 因为刚获悉 我们的神兆供风历经天以自愿出马 他肯定是听闻了花雨城的战士 想要掠夺对方身上的秘籍 按他的一贯作风 得到秘籍之后 必定会将卓凡灭脱 所以那小滑头注定是死路一条了 然后转头通知幽万山等人开始行动 可对方却满脸疑惑地提出质疑 此次前去风陵城不是以卓凡为目标吗 可既然卓凡的命运已注定 为何还要费心风陵城了 可这时黄浦天元忽然提高了嗓门 那小子正是从风陵城出现的 难道你们就能确保 不会再冒出第二个或第三个灼烦吗 届时还会害得自己一番头疼 倒不如趁此凉机 把那个位置从地图上抹去吧 男人明知道是火坑 却依旧往里跳 只因现在他已骑虎南下 因为先前没看清形势认错了大哥 即使知道自己被当作炮灰 却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面 原来遇下七家的大哥大黄浦天元 正和小弟们谋划如何搞定魔皇灼烦 决心激活手底三十个附庸的力量 决定把洛家变成一片废墟 等神算子冷无常布置完毕后 几位家主前脚刚离开大门府邸 既案已久如天雷的幽冥谷主 下一秒一嘎巴打向石壁 谴责说这冷无常只将几人当作炮灰 眼下颜伯公却敏锐观察到洛家 其实是老皇帝早几年画下的禁区 明摆着这帝皇门早有想法 打算把他们当作检测皇家实力的小丑 帝皇门那鼓鼓鼓鼓鼓的心里满是狡诈 这群不吐骨头的混蛋 只是想把他们当傻 这时愁眉苦脸的快火灵家主却开口 可若我们选择反采雷去不听指令 一定会招来帝皇门的雷霆暴露 但如果我们选择了执行行动 亦会引来天与皇帝的仇恨清算 现在覆水难收的困境就似走钢丝斑几手 当选择全处于濒临绝望的境地之时 幽鬼五长老却拍二期给出自己的建议 老杰常说破釜沉舟中调小灾必大难 若咱们选择了对洛家置之不宜 便绝对招来帝王门制裁 如果我们对洛家执行灭杀 老皇帝只是可能会有所反 那此刻只能听天由命 选择一场赌一把鬼走起来 听老皇帝此时权力已经逐渐枯竭 不能腾出手对付我们 听闻这出其不意的策略 马上引发了大家的震惊与思考 幽明谷主就立马在权衡关系立比 希望最后能骑士达勇士一样实现逆准 决定了赌一把 于是旁边三位家族立即取出狱警 飞向苍穹 直指目的地封灵城 另一边看着天空三只狱警 神算子鸡笑着 黄埔天元眼神淡然 灰测得不错 这三位家族已经洞察了我的阴谋 却又不得不耍硬着头皮上 他们还是承载了上位者荣耀了 怎能看不懂门主营的计谋呢 所以在卧谈间歇斩酌间 最终站对了帝皇门的鼎盛之巅 现在老皇帝被我们当作是空气 那些日子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后 七世家日渐壮大 老皇帝却日渐衰退 现在这代的皇更是文书小生 像极了妄想家 所以颠覆皇室的机会千载难逢啊 只需洛家内赌一搏 如果老皇帝内人风平浪静 我们便是稳稳坐上主位了 适时在发布图谋的指令 一一灭掉那些不爽的世家 逐一合并齐家 便可如日中天进卧江山 让个家家主尽数归入帝皇门 壮大到那时 四驻都无法阻止我们的步伐 陈现在就先恭贺门主登基为王 哪里哪里 冷居士出类拔萃 怎能尾身只做七家里的谋士管家呢 等我一统这片天下 当朝丞相首座便是你的 陈当全力支持门主的伟业 带立惊天处去酌坊后 把菩提蓄根收入帝王门中 我会立即携门主修成九龙金刚之躯 届是皇室的五大宝龙威都无法撼动 只是唯一值得注意 立惊天是五道大师 若对菩提之术毫无了解 那个时候怎么处理呢 菩提蓄根繁衍也能看出是宝贝 那立惊天虽只懂研究武学 但不是一个蠢人 绝不会看不出这么价值连城的宝贝 况且在立惊天的保护下 卓凡对宝贝造不成任何伤害 听到这回答 皇室天员 私下里早已黑黑了 男人只是因为开会让座给别人 便被列入了必杀名单 可他对此还全然不知 甚至对自己的乐于助人感到高兴 却疑惑不解地询问楚碧君 皇宝天员的起步为何 楚碧君文言温和地开导 我往日和六家诸位都走得近 各位的性格和特点 我都摸明白了 就你们当初踏进大厅之时 都觉得那神算子是在屁他二位 看个家的层级关系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帝皇门只是在确认诸位能否顺从 皇权谋略算计就是操纵人的游戏 最后的同胞都是围绕顺从 置不入会议厅开始 没有一个不再揭示服从的含义 就像你们初踏入大厅的座位前 只是作为机警才智的展示 可帝皇门眼中 却已判定二位是刺头 并被列入帝皇门清算的册子里 这番言论让众人大吃一惊的 所以楚碧君才会捧着帝皇门的话 使得花语楼在刺头排行上变低 这时楚碧君铿锵有力 斥则声如霹雳约 清醒点吧 现在咱三个大族是同传的 只要任何一个落水 其他两家也必定水深火热 见识到楚碧君过人的眼光 众人才如梦初醒 说得没错 必须真心实意地共同对抗帝皇门的阴谋 是才听黄埔天元说 他们貌似有些打算推出图摩令 可能并不但指向卓凡 更多可能打算偷偷破坏当朝的秩序 适时地吃掉其他六个大士家 我肯定帝皇 门心里在打菩提须根的主意 所以才一花揭幕到卓凡身上 这才阻止帝皇门发动图摩令行动 但他们不可能一直隐忍 当卓凡一失去色彩变成黑白 胡摩令就会重新翻出 必须保住风铃成洛家 借此抵挡黄埔天元的计划 避免他们将六十家族合一独大 同时使帝皇门明白三个大家族联手的能量 于是三家变报团一起赶往洛家 龙谢二人还在发呆时 楚碧君早已经一六烟出发了 他们待探这位传奇已好一段时间不参政 可依然保持着清澈熟路 现在的场景已经来到了洛家 卓凡和他的两个得力干将 已经到了洛家外的下方 卓凡感叹说自从各奔东西已经两年半 洛家如今过得怎么样了 庞统领不会真把自己练没了吧 严嵩嘴巴则是水枪般提问利劳整日 他们对洛家到底真的开启了图摩令吗 反观利劳现在可是怒火中烧 我已经说了无数次 抓你们的行动是我暗地进行的 那时帝王门仍然风平浪静 我行动前他们是这样的 如果你在避避赖赖 小心我直接翻脸 而现在卓凡也明白 图摩令却是可怕 所以严嵩有所胆气也理所应当 但利老应该没有说假 他那个战斗风阻 与世家中的规规毫无关系 不然他看到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动手 完全不留希望让我有拉他入魄的可能 接着卓凡开始慰问严松 如若七家真的开启了图摩令肯定已是之后 现在完全可以预防 可突然一声突变 是灵力震战 图摩令不会已经开始了 不失冷剑吗 现在咱们可以保全自己 可是洛家绝对会有影响 于是利今天和卓凡同一时间 开启了神识探查 瞬间清除了风铃城的风光 利今天见此发出概谈 卓凡简直就是一个是杀狂 无时不再找杀人机会 他甚至把神识藏于我的神识下面 来使之隐匿 等到大战即将 到发 他便能承虚而入 当他们在忙着神识探测时 严松突然有种迷茫柔然而生 心情都要崩溃 神诏竟能展示神识探查我可以接受 但是比我境界还低的也能展示神识探查 我真是气得魂飞魄散了 只见利老回过神来 神情认真的说有三个神诏好手 两人神诏三重 一个四重 和一些天玄境 等一下 里面竟是他们了 我早料到这两人不能幸运 先前动手借口不冲转 现在看老夫能如何结果你 男人随手布置的阵法便可阻挡天神 随手赠予的功法便因百家争抢 可这甚至只是其中冰山一角 多年后他带领两位干将王者归来 只见这边立金天王里一瞧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洛家真是了不得 竟有如此完美的保护阵 每一个小细节都布置得妥妥贴贴 比帝皇门保护阵型要强大得多 我觉得即使是神兆之力深入期间 想解决这个阵估计也会非常困难 可现在严嵩却在恐慌中瑟瑟发抖 突然冒出三个神兆好手 以为这肯定是七家开启图魔令 严老你可别太慌 并没有启动图魔令 否则这阵型怎么会这般完好 保护阵早不存在了 如此这般 他们可能还在等待信号开始 当若不是的话 这三个神兆的好手是卫服了 只是为了更安心 这是要铁的心斩杀我的 在过程里会被乾隆阁强者所影响 因此他们设下了必杀之局 如此强大的阵容 一旦步入洛家半步 我就已经被非白照了 只是他们没想到 我这里站着一位神兆好手 并且他是一个神兆六重的筋肉大师 丽老正恶此不疲地施展他的才华 这些愚蠢的家伙 洗干净屁股等着老夫过去收拾 此刻负责保护的丽惊天 公开而决绝地宣誓 决心一脚踏入风铃城中 消灭三名神兆进高手 卓凡听后只是摇头表示不置可否 见此丽惊天一律翻滚 莫非管家在质疑我 无敌的武道 对付这几个哈拉哨简直不值一提 别说才这点人数 就算跟我等量奇观的神兆高手 我都有满腹肯定将其一网打尽 可要丽老把人留在这里面 仅仅把同等级别的对手全灭不难 可要把人继续留在这就难了 丽长老 你目前仍有帝王门高级参事的身份 闻言的丽惊天心急如焚的 为自己辩解 卓先生我对您绝对的忠诚并战力可达 想要证实自己忠诚的丽老此刻似乎误了 卓凡得意洋洋说道就是这样 你已贴心跟着我 可外界却无从得知 此时正好 于是在丽惊天朝耳边低于叮嘱 进城后讲道理没用 首先就赏几个响亮的耳光 跟着山洞几人扑向山脉大阵 黑黑我已经做好准备 装大尾巴郎的好事 我驾轻就熟 紧接着丽惊天话便飞身前去 而卓凡则握住严松 直接冲向枫林城 镜头切换 现在孙家内 蔡氏二人愤怒满腹 诅咒着孙家和幽明 明明也看透了黑风山的情况 只是舒适了山脉林镇 就被一气角落 可别说卓凡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临别之时进步下四个山脉林镇 骆云长也深谋远虑 居然把此事隐瞒至今 到了最后关头才开启林镇 使得这握在手中的地形路线 对于林镇 用处威护其威 绝对是卓凡 一定是他娇子 这群庸人啥子都照卓凡说的做 简直却没给他跪下 卓凡不过是一个出生低微的奴隶 我自尊自贵的蔡孝廷 为数不多的菜市贵族我如娇子 谁在我面前皆黯然失色 其实我也是一顾不及 骆云长自从得了嫩奴才 便对我视若无睹 看到这情景的菜市主心中忧虑重重 可无碗忽然走进位美女 满面得意地喊道 长老找二位 脚步别拖拉快点 然后就突然转身走开 文言这番话两人 对视一眼 他们立刻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苗 毫不犹豫地下跪 而目前药王店长老傲然笑出声 就是给人充当狗腿吧 幽冥谷长老也满脸笑血 欣赏他们的话 可以收留他们在你的药王店 幽鬼令 本来人是去你幽冥谷 你却推三阻四 你的道意在哪里呢 这时候的美人小声哺怒 笑死 自作孽不可活 居然在之前被他迷住了 男人二话不说给了哈拉米一逼逗 可对方不仅没哭甚至笑得灿烂 并直言打得漂亮 打得舒畅 原来蔡氏父子卖有求荣 最后反而被部主奚落 旁边的几位长老开口说了 如果他们能有大功利马 便会保住他们全体 毕竟狗摇尾其林 总该给点好吃的嘛 文言的蔡氏父子已经难堪忍受 而另一长老则呵斥蔡氏父子 希望尽快给出具体操作步骤 毕竟上头的只是很快下来 旁边的蔡氏主已经满头大汗 内心纵使吼叫 原本是给幽冥谱献成 现在居然三家都来敲门 平息一家的愤怒 只要以洛家换取就能完成 但是三家的怒火烧起来 就算除了洛家 蔡氏还是会被殃及 这时身侧长老开口 蔡荣 现在你告诉我们 洛家的人缘不至 蔡荣深深吸了口气出声 洛家的最高战力就天玄境 其他的都是小营物 说完这句话 长老们面媚相去 这是我们首例如此积极的背叛者 那林郑究竟是啥子情况 有解决方法吗 还是能找到别的线路 那个林郑是卓凡出发前留的一手 详细方法真的不清楚 请原谅蔡氏的菜 算了算了 看这么真诚的份上 我们真的找不到 不信任他们的理由 但话到嘴边 三个神赵高手便登场了 见此情形 长老们就先是恭敬的拱手 尊敬的三位大人 我们刚在外头封凌晨遇见三人 一个是断骨五重 一个天 玄六重 另外一位更是神赵六重 话落那人便愕然叫起来 糟糕神赵六重 强者好像正朝这儿过来 那位高手跑这儿来作甚 不知他是朋友还是敌人 一句未完的话语被巨响打乱 尘土飞扬后一人出现在眼前 而那三神赵境界的供奉 眼看此情此景全然惊慌失色 你就是那位无敌的天罡狂尊吗 确实你牛逼你就牛逼 真的是狂狼 这三位神赵长老还未露出嚣张之色 直接被利惊天一巴掌赏了过去 见此幽名鼓的长老满脸惊寒 你就戏内传说中的首席外援利老吗 可谓等其话讲完 利惊天就拎起其脑袋 你这个软啪啪的东西 怎么现在都搞不定落家 还让我折腾过来一趟 文言的菜是两人 此时差点就屁滚尿流了 这撒军为神赵高手 他竟就这么一笔都罩着脸吃了 这是旁边的快火灵长老下的颤抖出声 这边安排有六位天旋强者在此 打算一起困住他们 不愧还是被他们跑了吧 可话在嘴边 下一秒却被利惊天一笔都喝制 真是一群混吃等死的东西 连个稚嫩的灼烦与区区落家都搞不定 真是一票庸才 你们立马全都得跟我去征服那山头 文言药王殿的长老却摇头反 可目前没收到本家的指令啊 你无权命令我们中途执行 敢在这放什么大话 三家的老东西难道想尽早搞定落家吗 就我亲自出面 现在还敢傻愣着 赶紧跟我一起冲进那大阵 不然我不妨现场让你们魂归皇权 话音没落 他便如金色彗星瞬间消失在视野 只剩几人四下里望着不知所措 这时幽名古的长老只好出生 冲呗 大笔豆没吃饱啊 于是便一勇而出 其他的三个长老也没有吃笔豆的勇气 然后君化为流光跟着前者一起去 唯有蔡氏二人还在原地斗城筛炕 蔡老爷子感叹到在那四个神兆高手前 三位长老也不过是毫不足道的娄一爸 那脸皮怎么那么厚 你拿 镜子照照你刚才狼狈样子吧 亲爱的飞飞 咱们两家的关系始终紧密 你怎么突然阴阳怪气的 还没说你 让人无法依靠的东西 做一个特别固执的人 无必在意别人说什么 让你去做什么 如果你也可以做到一样 那这件事情太酷辣 这是某个影视剧情世家的祖训 也是人人效仿的目标 原来在众多长老离去之后 这时孙家主满脸荒乱无措 飞飞咱得赶快前往洛家呀 为何 过去赏花嘛 去给大老们当成欢膝下擦血呀 飞飞记得哦 能不能让供奉们注意并照顾我们 全靠我们能不能擦好 文言蔡氏父子得知这个道理后也深以为然 事实蔡荣鼓起勇气 带着儿子也朝前冲去 绝不可让孙家凌驾与顶飞黄腾达 咱们也倾其全力去赴这场盛会 这可是难得的机遇 可能吃粥吃饭看今天了 等待到那一刻 孙家怎么可能炫耀威武呢 您这提醒真的很事实 等风水轮流转之时 这孙飞飞步还得任我摆步 场景变换 此时洛家内的情形 洛家的人员聚集起来热议着 怎样有效地抵抗三大家族的群殴 只见他们的面孔都充满了忧虑 骆云长虽了解林郑奇妙之处 但他自个儿的实力太菜驾驭不来 更可怕的是 这时骆云长慌张地感觉到 他竟已经操控不到林郑 仰望上方蔚蓝 数条气息略步 丽惊天引导着这群三大世家的哈拉姆 很快已然立临落家外 而几人都在林郑边赞叹政法绝妙 快活临长傲惊叹 这真是无法置信无语伦比 如此阵法竟是如此小世家 搭建 而此时的丽惊天却满脸慈祥 顿感得意洋洋暗叹地选择落家的确没有错 反手他便独自勾手命令面前哈拉姆 上前拆除东方的独龙九十五陵阵 其余的哈拉少与老夫另去别处 瞬息之间 几人随即被黑炎镇的漫漫深渊所包围 在那一刻落家小姐便感到了四个强烈的气场 断定有人已经走进了黑炎镇 他们刚刚踏入其中 阵法便开始摇摇欲坠 见此大家的脸上都写满了感觉 这么大动静要如何收尾 如果卓凡出现领导众人便不会这样 雷老头当即表示愿意出手相助 且看我先带头挑衅一下 文言洛云在一旁满面紧张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饱含无比气息 就算有灵阵作为后盾 实在也难以降服他们 这时雷老紧紧握住拳头叹息 落家的陌落就是我的罪 我可以用我的性命去偿还 大家赶紧离开这里 我会挡住几人给你们争取时间 事实全场充满了悲痛的气氛 他们都明白或许雷掌已经命不久已 庞同领也走到雷老的身边 对于落家我欠下许多 绝不会就这么逃离这里 只可惜我再也见不到卓哥了 这时雷与廷一迅速奔往他们 洛小姐本能阻止 但他表示我的干爹对我有恩 目送他去送命我如何能忍心 找到那个家伙卓凡 当我要亲自教训他一顿 擅自离开这么长时间 到本小姐快没命了都没和他再见过面 老姐 庞同领几人都是送命去吗 云海给我听好 纵使咱俩失去了父亲 可是这些人早已成为了亲人 云海之后一定把卓凡找到 这样你才能安全 为什么 云海一定紧急落家家归 做固执的人 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 让你去做什么 这样才能太酷辣 姐姐不会放任亲人去面对威胁 发臂就朝着临阵方向而去 然而这边的几位供奉 竟已矗立在黑岩阵内 旁边的幽冥谷供奉开口 分析 这是五等临阵 力量强大 但控制阵法的人境界不足 否则即使供奉权出也难有应对之策 而他们在聊着天的时候 临阵内却出现了一个身影 历经天他们当即下了一大跳 然后问道你是哪位 本人就是洛家的首席长老雷云天 男人在大军压境前一副当官 露出的气势连大帝都在阵战 人人都以为他是个王者 可结果下一秒就被一逼都干掉了 原来在见到来人境界低微后 各位供奉都淡定了许多 也不怕笑死个人 洛家首席长老竟然也不过是天玄初级 看来这洛家真是个有人情味的世家呀 见此一目力今天心头忍不住猜测 洛家怎么也算隐士剧情了吧 应该比起七家家族也能碾压 而且还有卓凡这个五星管家 可这首席长老为何才如此静静 或许卓凡断骨初级便斩杀六个天玄 莫非这老者和卓凡同样能越界吗 也有远超同境界的水平吗 若当真如此 所以的所以都明朗 立马命令幽名谷供奉出手和其决斗 闻言幽名谷供奉从龙淡定走得出来 表示他想要瞬间弄掉面前老者 可立今天却暗笑 幽名谷供奉已是老者暗摆的鱼肉 借个笨蛋绝对是被老者的伪装骗了 只见雷云天发出一阵长银 身上便涌起雷光 当即往前飞扑而去 可下一秒进自己被一逼斗打猛 见此一目力老的眼珠子直接掉一地 我去怎么可能 这故事不该这么发展的呀 开始卓凡吩咐我要我维持洛家周全 但是如果真有人牺牲我怎么向他交代 可就在幽名谷供奉得意洋洋时 圣间天上坠落金色光芒 一道身影展现在众人面前 很快雷雨亭也紧跟着到来 可见几人 修为供奉忍不住绩效时 数条独龙营链飞扑而来 大地仿佛崩裂一般 原来是落云长道 表示自己不会放弃亲人 如果必须送命便一起了 绝不能丢下众人不可 而雷长老询问云海送走雷 云海马上快成年了 境界也就要突破初期 便命令其 定要找到卓管家身边 而事实忽然被独龙偷袭的供奉 这才缓缓说道 看来你们还藏着落家的男丁 那个卓凡他弄死了我们幽鬼妻 我现在当场就要将落家一网打尽 等找到那个孩子后 我定要亲手送走他 听到他的话 落家等人全都惶恐吐 而突然的声音裹挟着无惧惊险 你们找的人已经到了 面前落云海双手 还于心头肘肘满志 落家家族的家规是诚心勇敢不去守 我怎会抛下大家独自苟活呢 在场文言的各位纷纷脸露我耳之色 在此实力今天仿佛踢呼惯狂 原来落家的吸引力并不是在于高手卢云 却恰恰是世家间的身后友谊 独一无二的纽带所团结的能量 这落家总会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见此一幕幽冥谷的高手却满怀讥讽 既然落家的人已经集结此地 我们请客就统统将你们暴毙当场 这时落云常发出震天的威势 你们要动落家便要先踩步我的身躯 接着便采取动作挑动黑炎灵阵 吃心想跟幽冥谷的高手展开博弈 可幽冥谷高手执一股威严散发 灵阵请客便被激动 瞬间落云常被反噬重伤昏死 落家几人立马将其护主 呵 无等灵阵固然威力无比 但你境界却还远未达标使灵阵沸腾 此刻老夫马上就要一档平落家 被一声突变 一道鲜血在空气中飙射 见此几人都错愕无比 纷纷定睛而看 面前快火灵药王垫两位高手 胸前赫然出现两个大洞 竟是丽惊天突如其来的 袭击 瞬间击败了两位神兆高手 简单几个动作便使两人灵飞魂赛 见此仅剩的幽谷供奉满脸恐惧 辗转反侧提问这什么意思 文言的丽惊天低声难语 你们几个废物 难道还没发现这是个陷阱吗 给你们量身定做的陷阱 文言这位供奉立马想逃 恐惧感直达顶端 男子原本凶神恶煞如今却成了帅哥 因为长相便和矮静使得他威严禁尸 甚至被哈拉米嘲笑其为歌坛小丑 原来丽老突如其来的暴起 直接使幽冥谷供奉放了神 只见丽惊天却是缓步而行 然后摇摇手指 一眨眼间 又重新激活的黑炎阵将其困准 见此幽冥谷供奉露出满脸惊女 丽惊天你为何会操控这套灵阵 可丽惊天并未解答其疑问 反而寒声道 是才你是叫的最嚣张内容 这套灵阵现在由我来使用 你觉得威力够不够啊 紧接着历惊天念动咒语 黑炎狂勇 就在几个呼吸间 幽冥谷这名高手瞬间就被摧毁 见此落家一行人脸色惊恶无比 镜头切换 此时的三位玄境高手中 药王殿高手取出毕独单 几人刚刚吞入 随即便见两道黑影黄华来 等看清来人时 赫然就是灼凡和严松 见此一幕三位高手皆是一棱 那个仅有断补境界的年轻人 莫不是恶魔灼凡 立马开启通缉令查看 居然竟真是恶魔灼凡本尊 这也太倒霉了 真不应该冒险踏入这灵阵的 恶魔灼凡现在无人不小气毒辣 单靠他一人就弄死了六个天旋强者 但此刻灼凡却不屑冷坑 别担心 出手的不是我 他是落家的丹药长老 现在由他跟你们打 只见严松信誓旦旦表示 几个哈拉米只是走马灯罢了 我独自就能秒杀他们 听到这话卓凡便自顾自离开了 而被小看的几个长老却赤骂不止 你这路人假 哥卓装什么十三 世界上可没有那么多卓凡 我从不与极极无名者交战 赶快亮出身份 呵呵我怕名声太想吓得你们失禁 笑死个人 不起眼的小世家 没想到排开恶魔卓凡之外 竟然还出了你这位歌坛小丑 还真差点被你笑得失禁 既然如此便听着 无奈独王严松 文言如此威名 三位长老都被吓得冷汗津津 唯独药王殿这边的长老满脸纠结 严松应该早已被灼烦打了 为何现在却冷不丁地出现 并自称洛家的丹药长老 而见此严松却淡淡地说道 原本的药王殿毒王严松 早葬送在花宇城灼烦之手 算得上名出其实的一项客死 有所作为 至于洛家丹药长老 算得上是重获新生后的严松 而且话又说回来 难道你不是赚了大便宜吗 我还在药王殿时 各位可没有上位的可能 敢想得知我死在花宇城的消息后 你们一定乐开花了吧 三位长老 可谓是看明白了严松的决心 于是要王殿的高手当机迎难而上 双掌凝聚成狂妄 向着严松发动攻击 可严松满脸冷嘲热火 严正兰那严正兰 一个被视为翻不了身的垃圾 只学会了七彩云裸掌的基本手法 居然在老子面前逞威风 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紧接着控制七股掌气 形成惊天巨龙 朝着前方咬去 然而两位三世长老 却立马趁机而上 这时严正兰突然吟笑不止 别忘了我们可有三人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大战即将落幕之时 突然两条独龙从边上冲过 和严正兰操控的两条独龙撞到一起 下一刻便是巨大的爆炸 而严正兰也被余波弹飞出去 然而当烟尘散去后 几人都直直望向严松 只见严老毫不在乎地笑了起来 你们以为我脱离七彩云裸掌的范围 就会坐以待毙啊 现在我可是在 这座大镇的忠心 你们想要在这打败我难如登天 在我眼里不过是刚出生的小老头 还想在我面前装大意 笑死人了 见此一幕的几位长老奴坐针毡 脸都被恐慌扭曲成了一片 男人打赌输了就要人头落地 可下一秒就输得一塌糊涂 但他对此却丝毫不慌 因为只要把对方打了也就没输 而在其他地方的山门大镇之外 孙家的家族大小姐正在四处张望 突然孙家主情绪激动地高喊 向长老们的胜利质疑最高的敬意 文言的孙宇飞尴尬问道 您在说些啥子唠叨叨了 那还用说 六位长老必定齐开得胜 现在想好住词 别一会儿见到长老们手忙脚乱了 你也应该向他们表示一下敬意 这时候方突然也传来一道声音 恭贺利长老横扫八方 只见蔡家主则一善笑 要擦就只擦七家之手定黄门的鞋 只需要和利老结为好友 那不是吃香喝辣吗 此时孙家主却告诉蔡仁 你以为你知道的透彻 供奉是很强大 但却不插手俗事 真正的权力显然在长老们手中 听到这个蔡家父子都为孙家主的眼光赞叹 和某处突的一道声音 你们只顾着和长老们保持好关系 却疏远了供奉 那不反而得罪了供奉吗 听到这话 两位家主立马恍然大悟 可突然反映这突兀的声音哪来的 这才见卓凡从逆岭走了过来 微笑表示 大家别太拘谨 都是过来凑个热闹而已 可两位家主却是大汗淋漓 完蛋 竟是这个恶魔 这时蔡家主心生一计 连忙对卓凡劝谨 看在你我相识一场 趁此溜之大吉吧 但是实际上 蔡家主却是想把卓凡忽走 以免自己遭气毒死 可这小心机卓凡怎么会看不出来 还是笑着解释 我真是来看热闹 可这时蔡孝廷突然热切地望着父亲 他只是个刚入街的断骨镜 和孙家主联手我们能轻盈他 趁是成为七家附庸 到时我们便飞黄腾达了 蔡家主无语地望着这个儿子 心想如果不是轻生的我早宰了你 文言的卓凡则击辅他 拿下我像七十家妖公 真是个小机灵鬼 此时文言的蔡家主内心更慌了 还拼命几眼珠子 希望卓凡尽早逃跑 否则几位长老到来你就走不了 文言卓凡简直笑得肚子里疼 我还需要逃跑 如果大阵里有一人能出来 那我把头送你当凳子座 话音刚落 突然一道身影脱阵而出 看起来像药王殿的长老 这简直让卓凡尴尬地扣脚 上一秒还说没人能出阵 我能问你一句吗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我只问一遍 我是严嵩没注意才赶紧逃出来的 你不应该出这大阵的 否则至少有个全尸 下一秒便被卓凡砍得七零八落 见此阴雾 众人都吓得目瞪口呆走 蔡须坤更是使劲扑豪 在那里呼吱呼吱地大叫魔鬼 这时的两位家主冷汗直流 幸好自己没有热血上来 是才如果我们真上去想拿下卓凡 估计现在也已经是死的 不能再死 严嵩缓步而来在远处显现 目光扫过地上的大师似乎明雾 立马谢过卓凡大管家 劳凡他解决了这个逃跑家 可卓凡迷茫一问 以严老的本事此人是如何逃脱的 严嵩闻言盲称大意求至罪 可卓凡却带笑说他刚下了个堵 倘若有人跑出此地 他就把手机献上 现在这情况不是在当众侮辱我吗 严老闻后立即露出尴尬的模样 现在脸面全无了 已认为该用谁的头来谢罪 文言严老当即内心深深地毁就 原想着同门恩泽想宽献正安一命 却变成了自找麻烦 于是立马指了指孙家和蔡家几人 就拿这四颗头作为陪队好了 文言卓凡面带微笑回应 如此起步正好掩盖了我先前之言 毕竟尸体是最能保密的 听见他的话 孙家和蔡家便开始不断扣败 希望卓凡可以饶条生路 但是卓凡对这些人的祈求视入无睹 便命严老将几人扣为人犯 女人给了别人一巴自己却哭了 不是因为他发颠 而是因为思念 原来对方是他几年不见的暗恋对象 这边卓凡询问另外两人的状况 严老简洁回答已经都结果了 事实卓凡的目光转向剩下的人 他们就交给少主决断了 也是时候让云海行家主支持了 这时众人刚好缓缓从阵法出来 在立老的引导下一切平安无事 四目相对 众人见到卓凡都显得异常兴奋 骆云海更是激动地抱住卓凡 两年不见他们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只见雷云廷走到气跟前 毫无预兆地给了卓凡一逼动 卓凡的表情瞬间呆住 他是疯了吗 可当他看到雷云廷满面的泪痕 突然便了解了什么 雷云廷慢慢说道 你离开后 你了解我们承担了多少责任吗 文言卓凡也没有反驳 我明白你们狠心 但是放心 我已经回归 现在所以事情都会好转 当他转过头看向骆云长 骆云长正说着欢迎回家 下一秒却昏迷在卓凡的怀抱 卓凡却在回为什么世家的含义 作为魔道黄哲我也有归宿了吗 不久之后 一个华美的房间内 骆云长迷里呼呼地醒来 身侧的丫鬟见此大喊 小姐你可算醒了 骆云长却当即询问卓凡去向 丫鬟回答说 卓凡在开会 应该等会儿就过来 骆云长不管不顾就要找过去 但是丫鬟规劝小姐尚未恢复 还是先喝点汤吧 然而骆云长却 你起身走向会门外 此时大厅里 卓凡询问雷老的修炼情况 雷长老坦白已经两年了 还是无法更上一层 文言卓凡笑着说那你确实够笨了 不过看你的资质 无法更上一层也正常 一语为语听看不下去 试问卓凡怎么这么说话 你一回来就摆大佬爷款是什么意思 卓凡却反问他 我还没说你 离家前让你组建暗影队 一方面是积攒家族的势力 另一方面是获取信息 但是你呢 联络的地方都是鸡脚嘎拉 并没有涉及到七世家势力 雷云廷对此却颇有微词 我也想派人混入 先前派去十个小队进入幽民谷城池 却无意生还 要不是赴死方才保全的秘密 七世家早在一年前就应该到洛家了 这说明你的能力不足 那我为何能混进花语城呢 文言雷云廷望着他满脸性 打着为家族的旗号却四处沾花惹草 还是你会玩 这时的会议完全被打弯了 庞同龄赶忙制止两人的纠纷 卓兄弟也对洛家一片赤诚 而且还带来了两位高手不是吗 听到这卓凡立刻指着庞同龄猛夸 你做得不错 传你魔杀绝之时并没太多考虑 并不看好你能活着练成 如此这般 未来你绝对是洛家的中流砥柱 卓凡的目光如巨般盯着洛云海 小鬼头 现在的修炼水平是多高 我亲爱的卓大哥 我现在还只是个小屁孩 请饶恕我一次吧 我只在问问你们修炼层级而已 而洛云海心里却念的 你明明看得出我当前的境界 还问我是为了啥 但还是乖巧表示在住基期 快要挺进去情境了 这时庞同龄终于开口说话 卓管家 云海每日修行 仅用如此时间就来到住基九集 当真人中龙凤啊 如此修炼是不是折腾了很多时间呢 文言洛云海非常嘚瑟 直接展示了三个手指 既然这样那就再加七个小时吧 练整十个小时好了 听到 这个回答 吓得洛云海差点瘫倒 卓大哥这么做 会让我路不复出的 别怕我每日会为你准备补品 绝不轻易让你狗呆的 一天只有十个小时要兴 那再分出一点五小时读书好了 以免你身前却脑昏 男人为了能牛背被安排特训 之后的每天只睡一点五小时 十小时读书 十小时练功 还有二点五小时用来挨揍 只见卓凡把五年促成家族领导 三年练成摩修的册子 交给了洛云海 这可把站在旁边的利老和言松逗乐 其他家族的下一代 享受着星光的照耀 唯独这可怜孩子遇到了卓凡 过得庞佛朝九晚五的工作族一样 但在卓凡的催逼之下 另外小孩的学习能力不弱 洛家腾飞只是时间问题 而两位名震天雨的高手 放下了手中的名利来投洛家 本来以为洛家是影视剧情 跟新世界家族一样显和 却没想到场景是这么滑稽 看着这个家族的全貌 两位长老内心都难免失落 而此时洛云长步入众人视线 对着两位长老行了个鞠躬 可他看到两位长老表情尴尬 卓凡也感觉到两人内心态度的改变 气氛出声 那时候说要归顺洛家 是你们亲口答应 现在莫不是想反水 是不是觉得洛家降低你们的格调 听这言论 两人都吓得面如煤灰 而洛云长却出面制止 言老利老 很感恩两位抛头颅洒热血 我也很清楚 目前洛家名不见经传 并没有能力驻扎两位大塔 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坚守 有卓大哥和二位的持员 咱家必定飞黄腾达 如果你们坚持要分手 便是洛家没那个负责了 文言两人你看看你我看看我 好像琢磨着 其中厉害 卓凡见此情形当场发飙 你们两个老补朵 给面子你就好好端着 是不是看不起洛家呀 我肯定五年 是不需五年 我就能让洛家超过七大十家 过不了十年 我就可以让他跃居天与帝国第一家庭 如果两位执意要退出 我是绝对不会挽留的 当初自己答应过来 现在若想退离 就打横抬走 听到这个回答 两人都一下紧张得全身大汗 他们知道卓凡的手段怎么可怕 而洛云长则是走到两位长老面前 深深聚了一公里 并且恳请卓凡饶过厉老两人 卓凡见此之冷笑一声 今日的事情 如飞小姐帮你们国命求情 我必定就今日的事情了断你 未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希望你们想象有什么后果 文言的厉老两人满年恐惧 对卓凡的狠辣两人深有体会 接着卓凡怒吼一声 给老子出去 两人吓得急忙退出 卓大哥你这两年威名远阳 让我怀疑你是不是变了 完全跟我了解的你不一样 不过你对两位长老做的有点过 领导下属 应找个平衡点 之前你对两人善良 我出场就好好向其展示权利 得让其明白 洛家掌权者是谁 虽然两人先前表现很好 但在生死存亡间 我们必须要好好把握生存的权利 要谨慎对待每一位 即使是关系最熟悉的 有可能在下一刻 变成了你要迎击的仇敌 如同当年的七世家族 也是建国功臣 如今却也变成了皇室眼中钉 卓凡你会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 就变成最熟悉的仇敌吗 可能吧 那我就宁愿在你的手上死去 也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两人视线深深对望 卓凡却在心里叹息 将来会怎样谁 又能知道 镜头切换 现在的黑风扇脚下 一位穿着护具的将士独立在峭壁 统帅命令我们跋山涉水指 未来此处 实实在在地目睹这般奇妙布局 看来某位大神就隐匿此处挖 没想到这片荒芜能有这般灵阵 简直 看得人眼花缭乱 就算里面只是个菜鸡控制灵阵 我们四兄弟要想攻占 即使合力 必不能成功 男人本以为自己是千里驰骋送温呢 却没想到是自作多情控于恨 原来对方根本不需要他们的支援 轻松就送走了敌人 甚至嫌弃他们过来添乱 原来支援的四兄弟到达黑风山后 一样便建落家境地 居然拥有如此强大的阵法保护 咱拔设千山到此就为了过来看信 闻言身侧金发男子言之凿凿 别忘了军令如山 统帅命令兄弟们千里迢迢来到此地 无论是天网覆盖一货核弹冲击 咱也得即刻赴此 你不记得你曾因最后闹事 统帅严厉棍杖了吗 如此对白使得赤发将领立马索 附近几人对此也是不禁偷笑 这个时候 他们四人便联手举拳高呼 天宇大帝 独孤统帅 门下四大猛将 此行来视察封灵城洛家家主 听闻此言浊凡惊讶不已 居然是天羽四柱其中的独孤占天 和这战神的四大将领 他们为何前来此地 云海和小姐你们暂且修行 我先行探下风声 与碧便悦然离开此地 突然面前临阵黑烟家具 男子见此情况赫然疑乱 而下一秒浊凡便出现在阵前 我身为洛家重任的管家 对于你们来历我尚一无所知 我们是战神元帅执掌的四位门头 听说洛家正遭受苦难 赫批到此助力 我们名称独孤风 独孤陵 独孤 独孤山 风陵火山乃天羽四大勇将 四大狂虎猛将早就家喻户晓 皆世上战力拉满的将士 殷功勋 赫赫被誉为天羽四虎 首领孤独风其速度如疾风 擅长突袭 战术号称疾风 副将独孤陵其韬略拘进制动 称之为卧灵 老三独孤火性格火爆勇勇猛无敌 被誉为暴令 独孤山稳如泰山 其以赴当官之勇令人敬畏 擅长防御被誉为镇山虎 四人齐心协力战无不胜 常在战神左右守护 倘若他们四虎都到了 那么战神也应该来了 文言独孤风此刻平淡表示 卓兄弟无需左部右胖 此地唯有咱次兄弟 接到军令远道前来支援 战神元帅紧随其后 好吧 此事会通知洛家家主 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 竟如此这般 茶水没有一口喝的 这简直是反天的行为 身为管家你的态度有失礼了 我们走了千山万水来帮助洛家 连感激的表达都不曾有 现在进去喝口茶水都没有客套一下 希望诸位不要误会 洛家近期发生一次严酷的战斗 损失过半 如果是恶意前来 我们岂不是大祸临头吗 每个人都说他们来的目的是支援 但实际上想的是趁机偷袭 这对洛家就是一场大灾难 独孤林文言 明白他们没有要轻视 反而是防人之心 听此独孤风便宣布 无奈战神铁胆部下 我们行事必须公平公正公开 我们和邪恶是对立面 你们真的认为战神的部下出了问题吗 战神就是天与地博的基石 洛家敬佩战神爱戴有加 家主对此更甚 甚至终日都在为战神默默祈祷 祈祷元帅的身心健康 祈祷天与大地无放无难 一听到这消息 几兄弟都兴奋不止 意外洛家对他们父亲竟深深宠爱 但是此刻卓凡道是一脸凝沉 战神坐下执掌四位猛将 卓凡道总管表面 这可是战神的专属征兵令 这便是身份的认证 但卓凡则是不可制服 早就说过 如今伪造之物多如牛毛 你这个管家 为何这么无理取闹 一会儿我们真的应差了 别给你点阳光就这般灿烂 男人为了攀上高枝 竟要求小屁孩拿出隐蔽演技 欺骗一个百八十岁的老头 扬言不听话就要被无情鞭挞 想以此来逆转家族命运 从喝粥的变成吃饭人 原来天羽战神麾下四将持人落家 但卓凡非但不领情 甚至将千里迢迢赶来的众人拒之门外 独孤火当即炸裂 岂有此理 居然连门都不让进 别以为我们不敢硬闯 闻言的卓凡剑熙熙道 喝你的真面目露出来了 战神推崇遵守纪律的制度 可是被人民群众歌颂着 他的部下怎么可能会硬闯福底 这难道不是强盗才有的行径吗 闻言独孤火当即打算解释一番 然而却被独孤老大的警告吓坏 你是不是要给战神贴上强盗的标签 当一听到战神盛名 独孤老三暴猎虎当即吓出一身机灵 反观卓凡则是委婉地转过头 即使战神一到便都能真相大白了 此话说完便直接前行回到了洛家 老三则是问道 老大此事得如何弥补 咱们还得向老爷子交代 咱们暂时就周边酒馆歇息一番 等统领到来如实说明真相 洛家可非同一般 在人际喊之位置居然设下如此绝妙阵法 看样子须统领解决了 来到风铃城洛家 整个城镇都布置的阵战 造势作风所谓浓厚至极 果然是四柱之一独孤占天 人非虚传啊 大伙应当做好战备 洛家吃粥吃饭全靠这把了 话刚说完 各路人马 四处而散 云海现在开始看你 必须发挥你一贯影帝的本领 卓哥必须来这套吗 到时你要是出现 我必定给你无情鞭挞 镜头切换 只见风铃城市浩浩荡荡 十万精英阵地威严在城外列阵 而天羽四老虎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见到战神 兄弟几人叩首拜见 四位将领热烈欢迎统领的到来 面前四柱骑翼独孤占天 骑着红尾暗则熊马 脸庞宽大眉毛浓密 铿锵有力的目光充满了霸者的气概 洛家目前尚且如何 闻言独孤老大表示洛家没什么事 你们表现不错 并无辜负皇上期望 洛家的内部侦测出问题吗 末将四人迟远晚了一步 洛家曾被七世家不幸地侵扰过 目前的状况如何 有关伤亡的具体情况 凶手是否被逮捕 对此末将并不了解 先行一步到此 现在居然一问三不知 到底是吃什么长大 这么简单的事情 还等我手把手指倒吗 立马拖出去痛打军棍 闻言独孤风浑身一抖 大人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 洛家周边环绕数个五级临阵 且洛家刚刚遭遇重大打击 到时如果贸然进入 可能会引起疑虑 于是我们决定请民决策 原来皇上这么焦急 逾我千里迟远洛家 看来真是隐藏了一个大秘密啊 既有如此浩大灵阵 我就不责怪你们无法进入 但是爆裂狐老三开始不 这个三脚猫的阵型 如若大哥阻拦 当即我就去拆了他 可能现在早在洛家享受晚餐了 你是又皮养欠抽了吗 我的队伍里不允许出现 强闯釜底之事 你要是这么做 丧失了我军的规矩 我就把你的手机砍下 遭到痛骂的独孤三只能认栽 老大此时开口出声 统领 那位洛家管家表示 我们只能跟着统领民一同进入 看他的表情像是一有所指 几乎是等待着你前去 我本是大帝受益来此 洛家原本并非我医院所在 可即出现了如此人 我倒是想去审视一番了 穷乡辟两金线四个五级阵法 吓得战神差点旧伤复发 玄机号召底下三千精锐部队 前去一探究竟 传达军令 绝不能允许部队内侵扰实名生活 且在西北巷的数十里内设营地 此刻老三插了一句 统领 你过去时得做心理准备 那洛管家说话尖酸刻薄过于谨慎 见到他千万要保持冷静 然而独孤林则表示 是他故意体现出来的 可能是有些别的打算 就算统领前去 他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应该会马上揭晓 显然林儿分析得十分明白 无疑洛家是有人想见本帅 好 让我们一起去探个究竟 弄清楚洛家在弄啥飞机 站在林阵处的战神大声突唤 独孤战天前来洛家登门拜扶 此林阵的边缘 龙雾渐渐如沙 定静一看 卓凡已立足现场 他礼貌地拘了一躬 表示洛家管家卓凡 有幸见到独孤战神和麾下四大猛将 洛管家果然一表人才 文言洛管家形式风格保守 见到专属军令都不得相信 现在一眼就认出我 你不担心我也是个冒牌货吗 战神统领你开玩笑 独孤战天若在人间 世界上无人敢山寨 卓凡暗想接下来秀场开播 以威武惊天霸气无人可以了 仅是一天 在下就感受到你内心独有威势 世上唯有战神 才身怀散发如此厚重气场 战神就是实打实难而本色 在下对你的敬仰就像江水横流欲罢不能 其他四位 兄弟听闻此言 都被这赞美之词听了 而独孤元帅也觉得头大 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 看来这个人际罕至的地方 或许的确有影视高手层面 尽管家这么高超吹牛屁本领 那么我能进入府邸之内了吗 主人已经等待良久了 劳烦诸位跟我进入 哈哈总算清楚我们不是山寨货了吧 文言卓凡表示 清楚了 是我目光短浅了 望四位多多包涵 这是独孤灵心中盘算 难不成我想得太复杂了 所有这些 当真都是这位管家安排的 这星际跟诸葛长宗比也不狂多让 下一秒镜头切换 很快卓凡便把大家领进了炼体房 见此情形即使是战神也被惊到 卓凡解释 战神统领莫多想 之前洛家遭遇恶战 所以我们目前在加强防卫 特别是士兵们 正在不停训练 战神统领领兵多年 能否给洛家的士兵们一点建议 洛家全体将会万分感激 见此一目 一干人等军感到非常惊讶 原来一直在训练的是洛家的护卫 军令严整士兵应用 见到众人脸上的表情 卓凡暗自思量 战神元帅一年365天都在领兵 驻扎营内 看见此等驻扎帐篷定被感熟悉 没白费我为了迎合他的喜好 把洛家的所有房子都建为驻扎帐篷 希望他可以感到更亲切一些 见此独孤战天却惊叹了 真不敢想象 这些小孩子最小还不到十岁 可对于气使用竟是这么熟练 我可是带兵过几十年的人 虽说领兵统帅有经验 可精精普通的训练 绝不能使所有士兵都这般勃改 这就是小兄弟你的能力吗 居然都能做到这种地步 这破败的洛家 居然可以有这么高超之人 当真人外有人啊 反观卓凡则是暗倒 只有这些毅力惊人的孩子 才能经受的祝苦修至死测验 其他早卦 只见卓凡表明洛家经历了巨大灾难 仅于一群未能战斗士兵在此地训练 神秘洞穴惊献轻薄清成小仙女 四位猛男内心瞬间小鹿乱撞 众人还没平复心情 小仙女又提出一身相许 原来就在刚刚卓凡表明洛家经历了巨大的灾难 仅于一群未能战斗的士兵在此地训练 真是讨人笑话了 小子你就别装模作样了 此等年轻一代虽言之上早 可他们眼光坚毅 简直乃精英里的极品 倘若此等人都被视为弱者 那曾经的洛家保卫队那得多强 我这老家伙来此不是化射天族吗 卓凡文言如此一行 看来这战神肯定讨厌假模假样 战神之名名副其实 老夫此刻只想一窥落家掌舵人 竟然能培养这班强大军队 还练制了四个强大阵 文言在场四兄弟也在心中低呼 这掌舵人出自何种神秘势力 竟连元帅都想要一窥究竟 可看着面前一群精英卫士 确实比咱们士兵要能打 紧接着卓凡开口 战神统领似乎已经安安安不住 在下这便便宜过去 其实掌舵人也热切地期待与你相见 于是卓凡引领元群挺进 通过那副力堂皇的一栋建筑 然而只听闻如同敲击书籍的声音传来 战神疑惑地思考着何人在熟读功法 事实卓凡一笑 小家主已坚持修行十余小时 应当谢谢了 文言所有人迅速伸头一探究竟 当打开大门的那一刻 独孤战神瞠目结舌 面前落云海毅力惊人的绷腿 深蹲如果一旦是稳就得出人命 见此 战神满脸迷茫向卓凡询问为何 卓凡解释 洛家全员对战神憧憬有加 于是全员都会按照部队标准来训练 特别是小家主 甚至深蹲朗诵二合一 还希望未来能够成为您的门徒 此时的战神却愣了 满脸疑惑 洛家掌舵人栽培才能如此犀利 还拜我门下弄啥嘞 洛家处处散发着诡议 是要做某些神秘事情吗 只见卓凡事实补充 如若小家主想投您门下 您是否愿意接受他呢 少年当为天下贡献力量 战斗在前线自然不赖 下一刻卓凡急急抓住洛云海 少爷你现在干嘛还直愣愣呢 战神说得如此明显 立马奉上茶水啊 闻言洛云海讥笑就跑去端茶了 总算不用做深蹲了 太好了 然而战神统领正要开始婉拒 发到嘴边便被噎了回去 战神统领你有所不知 让小家主跟着您 实乃洛家众人毕生之望 然后卓凡歪嘴勾起嘴角 露出计划成功模样 正当他们谈话的之时 洛云长满脸震惊地呼唤着战神统领 我没在做梦吧 我甚至觉得这不是现实 看着满脸困惑的独孤占天 卓凡立刻开口 来时匆忙未向地介绍 此乃我洛家的千金洛云长 然后卓凡身腿挤到云长旁边 指着他低语 出息了 收点力 闻言洛云长翘脸微红 这时卓凡立即带着微笑表示 即位是独孤统领和他四位猛将 闻言的洛云长立马拱手朝拜 微微一笑犹如春天暖阳 立刻让四兄弟激动的人羊马斑 见此一幕灼烦暗暗自语 入五三年的人 见猪扒也会看成千金小姐 接着对独孤元帅表示 元帅您已来我洛家 顺道结个亲可好 当听到这话老元帅太过震惊 然后问到洛长多人会同意吗 结果洛云长立即回应说 元帅请安心 我之父自会赞同 他期盼已久 独孤这时看着他的四名义子 他们每一个表情 就如同为自己找到新家的颠狗 小仙女打算与战神弟子洗劫良缘 四位母胎单身小老弟怦然心动 几人与他奋战在外围树仔 也是时候安顿下来 好 如若洛家长多人没意见 那我当然也乐见七成 只见卓凡向洛云海适宜 下一刻洛云海立刻跪了下来 请元帅品查 独孤战神这时还没发现问题 刚喝一口 只听洛云海发声 弟子洛云海跪见一府 文言老统领一口盐汽水喷洒当场 惊慌失措疑惑道 怎么回事 在场的人也都惊异万分 红领答应把洛云海说做普通士兵 怎么就变成一子 只见洛云海表示 不是应该如此称呼您吗 义府 接着卓凡说道 元帅这不就你刚答应劫亲的吗 不会吧不会吧 堂堂战神莫不是要反水 文言战神满联猛逼 对啊 刚才说劫亲时 他并没有明确说是劫谁的亲 当然了洛云海跪在地上行李 也可以说是劫亲了 事才毕竟是有云长在此 所以独孤元帅才当时与云长结亲 此时卓凡开口问 不然元帅你以为要和谁结亲啊 文言独孤元帅尴尬的说不出话来 卓凡又交代洛云海 赶紧磕头请安给同理 老元帅这才明白 原来是给他们四个傻子找个公子 看到洛云海勤勤恳恳地磕了三个头 老元帅心里打定主意 就算这小子也算天资聪慧 尤其洛家如此尊崇本元帅 或许将来也能成为一员猛将 独孤元帅与云海的交谈中表明 既然你已经将我视为义府 那么你就必须按照我的准则行事 我这个人一向公正无私 只要我还穿着战甲便需称呼我为统领 不可称呼我为干爹 如果你触犯了军规 我绝对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 你便向他们四人询问 如果你利用一子头衔来制造麻烦 一旦被我知道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此时卓凡立刻向独孤元帅行 恭喜元帅又收养了一个义子 同时贺喜四位美将 又多了一个忠诚的铁哥们 但是四个人对此却显得很无语 他们心里想着 铁哥们已经太多了 现在咱渴望老婆 事实战神统领对卓凡发声 既然我已经收养了义子 那也应当会面你们长多人了 可下一秒卓凡慢慢地开始哭泣 我想骆家主早就想见您了 所以现在过去吧 他们一行人走到了临帐前 独孤元帅被卓凡引领进入了临帐 踏入帐篷的瞬间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处庄重殿堂 骆家主的灵位就安静地立在那里 看样子我错过了关键时刻 让那些无恶作的家伙得逞了 大家节安顺便 卓凡笑容中透过脚下 紧接着战神统领和四义子 便齐齐对骆家主灵位行了一礼 赞叹家主虽是断骨禁锦 但是却能妙手雇下四个精妙灵阵 组建起这样一支可怕的保卫团 真乃一位人才啊 只是天度英才 倘若骆家主尚在人间 我真渴望他加入我们的军队 担任军师角色 本帅参与的争斗大战中 总感觉少了灵阵的支援 假若有一个阵师 我独孤的军队肯定能飞得更高 卓凡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好在他们不晓得灵阵是我的手 否则我真的会被抢争 接着战神质地有声 究竟什么坏人这么残忍 我一定要恶势力受到法律的制裁 文言卓凡明白可算等到这一刻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便显现一副为难的表情 告诉战神 那群恶棍的力量 简直大得无法想象 他们每一个都是如此冷血无情 我们洛家十万多家丁 现在被他们杀得连一万都不到 而洛家姐弟也是一阵汗颜 咱黑风山本来就不到一万人好吧 而老元帅却信誓旦旦道 我天与帝国境内 居然还有如此敏没人心的待遇 你告诉我是谁 老夫回朝第一个把他们除掉 还天与帝国一个安宁 随即洛家姐弟也是慌忙上前山峰点火 无辜元帅要为洛家做主他 老元帅一正言辞道 放心 老夫眼里龙不得杀子 会为你们讨个公道的 而天与四将的老大一把 搭在洛云商肩膀上 出声安慰道 就算我们没有这层关系 我们天与四将遇到这样的歹人 也是绝对不会放过 说完就要向洛云商扑曲 却被浊帆一把拦住 随即附和道 有四位将军的支持 我们洛家当真感激不尽 而老大独孤风却一脸憋屈 独孤元帅却思索道 别说是为了天与帝国的安宁 就算为了我这四个义子 随即问道 卓管家那些人是谁 现在在哪 老夫现在就带兵扫平了他们 卓凡随即说道 独孤元帅果然神勇无比 气概非凡 实不相瞒 那些歹人之一的 正是七大世家的幽冥 听闻此话的天与元帅瞬间一惊 你你说他们是谁 幽冥谷啊 怎么元帅有困难了 而此刻的独孤元帅却犯了难了 心中暗想遇下七世家 可是天与帝国的根基啊 这要随便动了 遭难的可是天与帝国 难怪陛下让我来吃人啊 除了天与四柱 谁能遏制了七世家的威风 陛下呀 我来的时候 您怎么就不提醒一下老臣 现在可好 牛吹出去了 这可怎么办 而这时的老二却说道 卓管家 你们确定是幽冥谷吗 可有什么证据 毕竟此事事关重大 无凭无据就对七世家动手 恐怕会引起内战 而卓凡案想到 来袭的三家长老和供奉 都被我赶尽杀绝 哪有什么证据啊 紧接着说道 他们跑得太快 倒没有留下证据 不过我们抓住了 他们的内应孙家与蔡家之人 应该能做个人证吗 老二却说道 区区一个内应女幽冥谷 三单子打不着 根本不足以作为凭证 而就当卓凡卫 找不到证据贩满之时 突然冲进银杖的旁护卫高喊道 卓管家 我们的探子发现三道流光 在风陵城上空盘旋 卓凡一惊 走我们出去看看 当众人来到外面 赫然看见天空中 漂浮着三块传讯御警 独孤元帅赶忙吩咐老大 独孤风尚前取回御警 而天空中瞬间一道紫电划过 卓凡赫然已经回到地面 取回御警 独孤元帅几人一阵感慨 断骨镜五重的修为 竟可以凌空飞行 而且速度堪比天玄高手 想不到这一个年纪轻轻的小管家 竟有如此令人扎舌的本事 而卓凡拿起手中的御检 查看一番 邪魅一笑 随即将御检递给了独孤元帅 您不是要证据吗 现在有吗 这正是幽冥谷药王殿 和快火灵三家家主 向这里的长老 供奉发出进攻洛家的命名 而看到御检上内容的几人 都是一脸惊骇 老元帅值得妥协 随即卓凡问道 元帅何时出兵幽冥谷 我等好助元帅一臂之力啊 出兵一事 老夫还需要启揍陛下 放心 老夫一定将证据成本皇上 还你洛家一个公道 那老元帅 幽冥谷既然要除掉 不如就将快火灵和药王殿一起办完 逮人的证据可也有他们两家嘛 而老元帅却一点黑线 除掉幽冥谷就已经非同小可 再加上快火灵和药王殿 干脆像千年前一样 来个七家大战好了 随即卓凡又说道 元帅反正你要回去参他们一本 不如再捎带一个吧 不过 这个有点麻烦 而且还没有证据 什么 还有 七世家都让你扯出来三个了 难道元帅就不想知道 他们三家背后的幕后主使是谁吗 元帅也是一愣 三世家背后的人 究竟是谁 告诉老夫 七家之首的帝王门 听闻此话的众人一片寂静 不仅独孤元帅 旁边的四大将也是心头一震 而独孤元帅心中暗想 你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老夫虽然不怕帝王门 但我的独孤大军可是保家卫国 怎能在内战中消亡殆尽 而卓凡也察觉到独孤元帅的异常 问到元帅怎么了 有难度吗 元帅随即说道 这件事事关重大 我先回营地好好捋一捋其中的关键 元帅难道您就这样不关我们了吗 老夫说话就一定算数 只不过老夫要回去先思量一看 我就在距离此处十里外安营扎寨 顾你们周全 而卓凡却仿佛阴谋得逞了一班 虽然没能挑起独孤军团和四世家正面开战 但能护我们周全也不错 而一旁的骆云海却问道 卓大哥 我非要和那个老元帅去当兵吗 那有什么不好的 独孤占天纵横一室 手下四虎将各个骁勇善战 被他调教一番也是你的福气 那你为什么不去当 他们不是很欣赏你的阵法吗 臭小子 不想去当兵 那就继续你每天十个时辰的修炼吧 那那我还是去当兵吧 而这时的骆云商却开口道 如果刚刚独孤元帅受益子反悔了 你会不会把我嫁出去 也许吧 所谓的政治联姻 用你一人将四柱跟骆家绑在一起 岂不是赚大法 如果把利益最大化 就嫁给那个老三独孤 他为人粗鲁 最好利用 一点就着 你去死吧 死着烦 活该你单身一辈子 随后就气呼呼地走了 卓凡却一脸猛逼 这不还是为你骆家着想吗 嫁谁不是嫁呀 画面一转 此刻的独孤元帅等人 正在回营的路上 而这时的老二却说道 元帅 我们是不是入套了 听闻此话几人恍然道 的确如此 我们进入黑风山转一圈 什么都没搞清楚呢 就收了一个义子 和许下了一大堆成梦 而且还和骆家 绑在了一起面对四大世家 时间一晃 半个月后的黑风山 卓凡正在盘膝修炼 这几天没有骆云海那臭小子 整个骆家都安静了不少 不过那小子也是激烈 拜独孤占天为义父后 没几天就讨得了老头的欢心 索性直接住在军营部回来 而此刻的卓凡一惊 终于来了吗 我正发愁没理由 把那几个老家伙引出来了 想不到你们却找上门来了 随即吩咐旁护卫去独孤大营 请独孤占天前来 就说骆家有难遭受嫡喜了 好了 你快去求援吧 配角都到了 我这个主角 可不好让诸位久等了 而此刻的风铃城外 三道流光滑过 八语楼等另两位家主 和各家长老已到达风铃城外 而楚碧君暗探道 希望我们没有来晚 而乾隆阁家主龙一飞却表示 城内静悄悄的 就算动手应该早就动过手了 而且这风铃城 乃是皇室颁布的七家境地 我们确定要进入城内 一探究竟吗 听闻此话的几人也是相视不女 随即楚碧君一仗砸下 我们既来到此处 就要进去一探究竟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而旁边的两位家主 也是相视同名 而就在这时一道金光轰然落下 拦住了众人的去 烟雾散去后 幽冥谷和其余两位家主等人 缓缓浮现在面前 结结结 想救洛家人 可惜你们来晚了 老夫半个月前就放出传讯预计 在风铃城埋伏的人马 早已经收到我们进攻洛家的传信 估计现在的洛家已经失衡遍野了吧 听闻此话的楚碧君惊讶万分 而一旁的乾隆阁和剑侯府家主暗下 这下可完了 皇室再对此不闻不问软落下去 那帝王们征讨其他势力将更加肆无忌惮 第一个就会拿我们三家开刀 而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看来要让你们失望了 我洛家最近安然无恙 别说尸横遍野了 就连鸡都没死一只 此刻的龙九却暗喜道 就知道这小子总是能让人出乎意料 而一旁的幽冥谷众人惊呼道 你不是在回城的途中就被截杀掉了吗 你说那几个老家伙啊 早就被老子斩杀了 什么 怎么可能 那可是天选五重敬的高手啊 实在可惜 修为是有 不过脑子不太好使 埋伏我的时候竟还闭着眼睛装插 被我悄悄潜到身边都没有发现 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脑袋都已经被我削掉了 真有你们快活灵的特点 都是一样的传 听闻此话的快活灵家主气的咬牙切齿 随即幽老五目吼道 卓凡你把老三老四怎么了 他们还能怎么样 当然是被我斩杀了 看上去他们关系很好 所以我让他们死在一起了 谁让我那么好心呢 幽冥谷家主二人已经愤怒不已 幽老五更是嘶吼道 要与卓凡势不两立 而卓凡却轻飘飘地回了一句 老子本来就跟你们势不两立好吧 而被震惊的还有花雨楼等人 幽冥谷和帝王门的长老可 都是天玄境的高手 尤其是幽老三和幽老四 都是一等一的天玄强者 而即便如此 六位高手截杀一人 依然被他反杀 由此可见卓凡这个怪物 到底恐怖到什么程度 而铁娘子楚碧君 更是被颠覆了认知 从他苏醒到现在 不过数月 想不到世界变化如此之快 七世家是什么样的存在 性被人欺压 世家威严更是被如此挑衅 看来七世家的地位 将要彻底洗盘了 而这时幽冥谷家主嘶吼道 臭小子 老子今天必杀了你 而药王殿和快火灵两家主 也是出生复活 今天必要为族人抱着血仇 而这时令三家家主 却一口同声道 保护卓凡 而卓凡却邪魅一笑 随即一跃之风临城上 就凭你们几个老家伙还想杀我 真是异想天开的蠢货 不过 我就是喜欢看你们干不掉我 又拿我没办法的样子 听闻此话的幽冥谷家主 等人瞬间抱起 向卓凡杀去 就在这万分危机之际 卓凡却丝毫未动 而是邪魅一笑 随即一股巨大的力量 将两位家主震飞 而两位家主站稳身行后 却看到一柄六级领导的 囚龙斩跃刀 威严的树立在当场 烟雾散尽后 一个人影缓缓不现 随即只听见一人说道 幽万山 这么久不见 你连老夫的贴身兵刃 都不认识了吗 而这时的两位家主 满脸都是掩盖不住的惊恐之色 幽冥谷家主心中暗想 这下可糟了 没想到他能来支援洛家 随即继续说道 独孤元帅 老夫凤凰命阵首封临城 岂能因你三言两语 就让老夫撤军 你未免太看得起 七世家的权威了吧 怎么 竟然是皇室的调令 难道皇室真要动真格了吗 可恶的帝王门 被他们当枪使给坑惨了 随即向独孤战天府软道 老元帅阵首封临城 我幽冥谷自然不敢越过雷池半骨 但这卓反小儿 连杀我三家庶民长老 连我幽冥谷五长老 都被他废掉一笔 请您把他交出来任我们处置 我们立刻撤离封临城 听闻此话的独孤元帅也是一惊 这小小断骨镜的管家 竟能斩杀庶民是家长老 随即问道 卓管家他说的可是真的 而卓反却说道 元帅您会相信一个歹人所说之话吗 再说幽万山 你知道老子跟独孤元帅什么关系 敢让元帅把老子交出去 实在是吃了雄心抱子打 而独孤元帅却心中暗想老子 跟你有毛关系 而卓反却嚣张地说道 告诉你们 我们洛家小少爷乃是独孤老元帅的第五义者 听闻此话的众人下巴都快惊掉了 齐齐看向独孤元帅 而独孤占天也是点了点头 而此时的卓反气势又燃了上来 幽冥谷 老子乃堂堂洛家大广家 少爷的心服 你让老元帅将我交出来 岂不是等于让小少爷将我交出去 那不就相当于让老元帅 将四位天羽大将交出去一样吗 你说元帅少爷会答应吗 百万独孤军团会答应吗 而且前几日你们幽冥谷几家对我洛家的大肆图路又改怎么算 可怜我那十万家丁的冤魂啊 就这么死在你们手里 听闻此话的幽万山差点没当场合辟 你们洛家一个三流家族 哪来的十万家丁 就算七大世家也没有十万家丁呀 你克喵的栽赃嫁祸也栽得太夸张了吧 而卓凡却不依不饶地继续道 你们这种泯灭人性的行为 是让人不齿的 无视我天与帝国的圣上 而且陛下说过 封灵城是七家境地 你们还来捣乱 分明没拿当今圣上放在眼里 这特喵的不是分明要造反吗 独孤元帅像这种有着谋反之罪的家伙 就算您先斩后奏处理他们也不为过的 而一旁的洛云海也是附和道 义父 寒儿愿坐马前卒 为您领兵百万踏平幽冥 保我圣上龙岩 而独孤元帅心中一阵马脉皮 这两个小鬼一唱一鹤的 我还没说话呢 就说道出兵征战幽冥谷 而其余两位家主也是恶人 不是说只杀卓凡吗 这怎么就跟独孤占天的百万雄师杠上 幽万山慌忙说道 老元帅宁可千万莫听这两个小鬼胡说八道 要以大局为重了 踏平幽冥谷必将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这也不是您想看到的局面吧 老元帅也是深知这一点 而一旁的卓凡哪肯打算就此罢休 高喊道 你说打就打 说不打就不打 你当我百万独孤大军是你家的 此刻幽万山想掐死卓凡的心都有了 而一旁的独孤元帅更是气得瑟瑟发抖 你压得一个小小的管家 凭什么代表独孤大军向别人耀武扬威 而且还是堂堂的幽民 唯恐天下不乱吗 而这时的幽万山也是只好选择妥协 退出封临城 此事就此作罢 而幽老五还想说写什么 却被幽万山一个眼神给吓了回去 随即说道 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独孤元帅也是点头同意 也许这样是最好的选择 而卓凡眼看事情没有挑拨起来 赶忙不依不饶地嘲讽起幽民谷等 却突然遭到独孤元帅的训斥 你拿老夫的独孤军团当自己的了吗 这时卓凡才信信闭嘴 一旁的四大将都投来鄙视的目光 这个小管家心思太过于奸诈了吧 独孤元帅也没有过多责怪 而是黄凡说道 幽谷主 今日之事就此作罢 不过老夫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这天与帝国依然是性语文 不要随意惹事 老元帅的忠告我们记下了 但不知老元帅来封临城的路上 有没有遇到我幽民谷之人 刚想说话的独孤元帅被灼反打乱到 幽谷主 老元帅手下的四位将军各个骁勇善战 用得着元帅见你谷中那些人吗 我劝您还是回去好好照顾一下他们的家属吧 听闻此话的幽万山心中一颤 几位家主心中已然认定各家供奉被独孤战天斩杀了 幽万山咬牙切齿道 您做事可真够绝的 这比仗老夫记下了 飞机脚步一顿 就向远方飞去 临走说道 独孤战天 咱们以后走着瞧 老夫就不信你这般老迈能够永远是天羽战神 而独孤元帅看着离去的几人也陷入了沉思 而旁边的老三和骆云海还一份甜音地想要教训他们一顿 却被独孤元帅大声呵斥 云海 老夫跟你怎么说的 别扯着老夫的旗号去要舞阳威 你是怎么做的 独孤大军是可以随意出动的吗 还有你着管家 是生非 差点没把幽冥谷那群人给气吐血 听闻此话的花语楼等 也是掩面而笑 老元帅叹了一口气 随即向身后等人说道 想必各位跟那群人目的不同 并非来此闹事的 不过老夫皇命在身 你们也不能踏入风铃城半步 请回吧 几位家主也是点头同意 随即老元帅一声大火 走 回营地 而这时卓凡却叫出了独孤元帅 老元帅 洛家有些地方需要少爷出面 不知可否让少爷回家几日 这小子今日惹得我一肚子气 他就交给你吧 老夫今天不想见到他了 随即几道流光向远方飞去 而这时的洛云海惆怅道 难道义父真的讨厌我了吗 天空中突然一道人影停了下来说道 五弟放心 元帅他老人家嘴硬心乱 况且又最疼爱你 等他气消了就没事了 这时的两人脸上才露出了世然之色 随后卓凡向众人说道 谢谢各位前来我洛家之缘 现在洛家已经没事了 大家不必担心 有卓老弟在 洛家必然是安然无恙 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乾隆阁家主 龙玉妃 这位是剑侯祖家主谢孝峰 而这位是花语楼的铁娘子楚碧君 而楚碧君却细笑道 还是我花语楼的女子眼光不错 卓管家伦武双全 的确配做我花语楼的女婿 身后的几人也是调侃道 恭喜花语楼喜的一位金龟婿啊 而卓凡一脸吃了苍蝇的酒色 这是过不去了是吧 随即解释道 当初我去花语楼是为了菩提玉业 跟你们家主楚清晨 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而楚碧君却暗想 我花语楼又不是什么洪荒猛兽 干嘛就这么直接撇清关系 而一旁的龙一妃也是纳闷 这楚清晨可谓天资伯色 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女神 怎么这小子这么不待见 难道她是弯的 还是某些方面不行 而这时的花语楼长老却好棒 卓凡 广废清晨对你一片痴心 你这么做对得起她吗 我有什么对不起的 你们整个花语楼都是老不救的 包括这个死老太婆也是我救的 老子根本不欠你们的 而这时的楚碧君感慨道 老身纵横一世 还是头一次被人指着鼻子吗 尤其还是一个矛头小 不过这小子的确有手段 今日短短时间内 就让独孤占天和幽冥古一伙人 稀里糊涂地结下了梁子 真可谓是一个狡诈多端阴险的人物 而这时一旁的龙九赶忙打圆场 大家都是自己人 何必大动干火呢 几人也是附和道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四家的危机 而楚碧君随即表示 刚刚是老身唐突了 还请卓管家见谅 而这时的卓凡也是微微一惊 没想到这个女人有如此成功 为了花语楼的利益 竟放下自己的颜面率先赔罪 卓凡也是给台阶救下 先前是在下鲁莽 也请见谅 今日诸位聚集在一起 想必已经认同联盟之事 我们四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或者说被逼得不得不结盟生存 三位家主也是点头表示同意卓凡的看法 楚碧君紧接着开口道 我们刚刚参加了帝王门的七家会议 与卓管家当初预料的一样 这帝王门果真有一腾七家的野心 而且幽冥谷他们都已投靠帝王门 七家会议吗 都是说了些什么 说来听听 随即楚碧君就把会议的内容 以五一时地讲述了出来 听完此话的卓凡 已经明白帝王门的心思了 随即感叹到这帝王门门主黄浦天元 还真是一号人 派幽冥谷等人来试探皇室的底线 自己却一人不出 等皇室那边出了问题 也好撇清关系 这个计策可谓十分绝妙 皇室追查下来把责任全退给其他三十家 可进可退的计策呀 而一旁的洛云海都囊倒 他们推出三十家当替队羊 分明是一群胆小鬼霸 而卓凡却说道 臭小子 看来今天我要给你上一课了 给你讲一下里面的厉害关系 也免得你以后吃暗亏 这第一个 帝王门的无情 老子杀了他一个儿子 他居然没有暴跳如雷 反而派一群高手来追杀我 说明此人心形沉稳 第二 他痛失意子后 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不但不找我报仇 反而利用这次机会去试探皇室的底线 说明此人心怀远大非常人所及 这才是干大事的人该有的样子 小子 你以后继承洛家 实力如何先不说 但心机你要记住一点 必须无情无义 而一旁的三位家主也是震惊不已 古天之下谁会这样教育自己少主的 不过卓凡说的也对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 情义有时真的是拖累 而这时的卓凡却说道 皇室已表明了态度 我们暂时是安全的 至于洛家背靠独孤大军 更是高枕无忧 而龙九却出声询问道 卓兄弟你们跟独孤战天到底什么关系 而且还收了云海当一族 我们跟独孤猿率相识也不过半个月 我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跟天宇四处拉上关系 只能说明天下没有我办不成的事 此情此景又被可恶的卓凡狠狠地装了一把 而一旁的洛云海也是附和岛 像我这样优秀的小少爷 被高人看中收为徒弟 那不是迟早的事吗 旁边的两人心中暗想 这孩子绝对被卓凡给带坏了 而楚碧君却更看中卓凡 不仅把洛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面对几大势力也丝毫不露情 更是把别人玩弄以补掌之中 论其管家之姿 估计帝王门的神算子冷无常 也未必能比得上这小 毕竟能让一个三流世家瞬间 搭上超一线势力这条线 世间也少有啊 三世家与卓凡达成统一战线 共同抵御帝王门一统七家的野心 而花雨楼的楚碧君却甚是看好卓凡 更是扬言洛家能有卓凡足以抵上 七世家千年抵御 而听闻此话的乾隆阁家主赶望说道 既然洛家已经如此牛掰 那乾隆阁对洛家的资助就到此为止了 而如此高茂卓凡根本不接 并且表示不仅要继续资助洛家 而且其他两家也要给予补给 听闻此话的两位家主也没有吝啬 毕竟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而花雨楼表示负责洛家的全部药材 剑侯府负灵兵魔宝和各种矿石的运输 而其他的物资全抛给乾隆阁包了 而乾隆阁家主还想犹豫一下 却被灼反打断道 你乃天与帝国最大的商户 你还吝啬个屁啊 得到了三家的支持 洛云海高兴道 真是有彭自远方来 无意乐乎 而一旁的牡丹长老却嬉笑道 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你张口就来 那必然知道 卓大哥这几天特意教我 我能记一辈子 此刻的卓凡已经隐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只听见洛云海信誓旦旦的说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 那么多兄弟朋友来了 都可以被我利用 实在是开心啊 听闻此话的卓凡一把捂住了这小子的嘴 这小子嘴欠 不会说话 大家别介意哈 一段闹剧过后 此刻的洛家大厅之内众人齐坐一堂 随即卓凡说道 今天叫大家聚在一起 主要是做个见证 自两年前三家合并 封灵城就化归我洛家所有 而现在七世家正在相互撕咬 而这正是我们洛家崛起的时候 不过 蛇无头不醒 今日我们就把舌头定下来 而这时的雷雨婷道 你不就是我们的舌头吗 难道你要名正言顺地篡夺家主之位 听闻此话的洛家姐弟也是点头认同卓凡 而卓凡却说道 我可没兴趣当家主 而且我也不想被家族所困一辈 今日请诸位来此 主要为了立这小子为家主 而这时外面大门突然被人踹开 只见旁护卫压着孙蔡两家人来到殿前 跪在殿前的四人以示瑟瑟发抖 卓凡随即一道金光抛出 一把大刀直挺挺地插在地上 差一点就让蔡家段子绝孙 卓凡道 云海你以后就是洛家家主 这几个叛徒就由你处置了 而洛云商赶忙出生阻拦 他还是个孩子 怎么能让他干如此残忍之事 身旁的旁护卫也是附和道 卓管家 解决他们就不要脏了少爷的手了 我来就行 而卓凡却呵斥道 闭嘴 你是未来家主吗 蔡荣以前也是洛家长老 除了家主没有人有权利处置他 而这时的延老与立老星中暗想 看来卓凡是想树立洛云海在家中威信 不再让别人把他当作小孩 虽然看起来不尽人情 但的确是为洛家着想 否则洛云海这个家主从小就被人架空 将来也必定是个废物 看来卓凡是想培养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而此刻的洛云海已经打退堂鼓 卓大哥 我还是个孩子呀 而卓凡却说道 没有爹娘的孤儿称不上孩子 你必须负重前行 如果你今天不去做 我敢保证两年内 洛家被灭门的惨案将会再次重灭 听闻此话的洛云海低头不已 随即提到走向四人 而阎老也是一把禁锢住几人 而这时的洛云海仿佛已经变了一个人 随即只听见蔡家之人求情的呐喊 云海 你还记得蔡伯伯小时候有多疼爱你吗 还有你孝婷大哥每次去洛家 都给你带好多好玩的 而听闻此话的几人 也是转头视而不见 洛云海提着刀在地上摩擦出阵阵火花 随即大刀高高举过头顶 洛云海也深知 洛家的命运以后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我怎能辜负死去的爹娘和洛家冤魂 随即一刀斩下 空中发丝缓缓飘落 再次望去 蔡家两人头发已经被削去 洛云海出声道 我洛家祖序乃忠肝义胆 你对我不仁 但我不可对你们不义 今天我削发带手 从此你我洛蔡两家恩断义绝 如有下次再害我洛家 我必斩你们手机 而你们孙家与蔡家有联姻 蔡荣毕竟曾是我洛家长老 我今月就放过你们 希望日后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们 而这时的阎老与历老也是惊叹 没想到洛云海小小年纪 就没有如此臣服与气量 虽显至难 但也隐隐约约有了上位者的气势 但这小鬼这样躲 就等于直接违背了 卓凡想除掉几人的意愿 而卓凡却一脸认真地说道 小子 你真的决定好吗 放过他们不后悔 而洛云海却支支吾吾地说道 若卓大哥要想杀他们 动手便是 我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死在洛家手里 听闻此话的阎老与历老同事感慨道 真是天真无邪的臭小弟啊 紧接着卓凡道 没办法 老子是很想除掉他们 但家主开口了 那就只好放走他们了 随即便吩咐阎老解开他们的禁止 阎老刚点了点头 忽然反应了过来 卓管家真放呀 卓凡立马给一个眼神 阎老瞬间就怂了 赶忙帮几人解除了禁锢 而此刻的蔡家主却一脸不可思议 这卓凡做事一项杀法果断 没想到今天竟会听一个矛头小子的话 紧接着卓凡开口道 既然我家主已经放过你们了 就赶紧滚吧 不过我还要送蔡家主一句话 从今往后的洛家 你们已经高攀不起了 而听闻卓凡一番话 蔡家主也是懊悔自己当初的宣布 随即转身向门外走去 而雷云廷也是诧异 这卓凡还是第一次像个管家一样 听从主族的话 而一旁的骆云海却问道 卓凡大哥 我违背了你的意愿 难道你不怪我吗 而卓凡却说道 小子 你才是洛家家主 我身为管家只会给你建议 没有什么违逆可言 况且我只是让你处置他们 并没有说必须杀了他们 一群小喽喽而已 放了就放了 无所谓 不过你这么做 我既欣慰又难过 卓大哥 既然欣慰为什么又难过呀 我欣慰的是你终于有胆子顶撞我了 有点家主的气势了 而难过的是 你跟我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道路 但凡上位者 大到一国之君 小到是家家主 要登其位 虽然千万条道路 但最有效和最实用的就两条 一是以德服人的王道 二是以武服人的霸道 我做事情向来不讲道理 可你小子却满口仁义道理 跟老子根本不是一路人啊 而一旁的洛云商说道 洛家有你一个大管家 我们就已经天天提心吊胆 他被骂了 要是云海变成你这样的 洛家还能呆吗 一个卓凡就把两位高手 织得服服贴贴的 再加一个 那我们不歹分分钟变成奴隶了 而此刻的卓凡却历声呵斥道 真是妇人之言 每个王道经历万人追捧 都是锦衣玉石吗 哪个不是在血雨厮杀中翻滚出来吗 如果洛家真哪里得夫人发家 我保证洛家比两年前死的还惨 随即洛云海荒忙道 我还是跟你走霸道之路吧 我现在就把他们抓回来杀掉 卓凡叹息了一声 其实我今天让你处置四人 只是看看你有没有当家主的资质 不错 你通过了我的考验 我只是看看你适合走哪条称霸之路 虽然不尽人意 但没关系 有我在 你不愿做的事情我帮你做 你不愿沾的血 我会用累累白骨给你堆成金字塔 让你站在最底端 你继续你的王者道路 我会用我的霸道给你扫平一切 直到你站得足够高 没有人再可以摸到你为止 洛家什么都可以没有 但有我卓凡一人便足够了 随即吩咐旁护卫 把洛云海送到独孤军团那里 并安慰道 可能独孤老头那更适合你 随后便吩咐众人退下 历老与阎老留下 商讨要是 等众人走后卓凡问道 你们两人有没有火系和水系的高手人才 要两个吗 卓管家问这做什么 如今我洛家只是暂时的安慰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人来捣乱 现在黑风山有四个大镇守护 东方独龙镇有阎老掌控 西方金光镇有利老 所以还需两位强者掌握南方的黑炎镇 和北方的兵蚁镇 到时候就算有人来闯 也可以让他们有去无回 而利老却出声道 老夫倒是有两个人选 卓凡慌忙问道是谁 烈火老祖 仇颜海 与冰月魔女 雪清剑 听闻此话的阎老大惊 要请那两个老怪物出山 不行不行 那两个老怪物太顽固 而且脾气极其古怪 帝王门请他们出山 他们都不肯 后来帝王门强来 还被他们斩杀了好几位神赵镜高手 那他们修为如何 都是神赵五重的强者 当年老夫与他们交过手 单打独斗老夫能胜上一筹 但若两人连手 水火共济 五个老夫也打不过他们 居然还会水火相生之术 那行 救他们了 明天就出发 把他们抓回来 为我落家所用 帝王门都请不动的人 而卓凡却一点自信 随即问道 利老上次剩下的春阳丹尼可还有 那神奇的丹药 老夫怎么可能舍得丢 想必冰火两人脾气在古怪 遇到此丹药也要乖乖束手就起 随即三人不约而同的兜尖笑了起来 画面一转 来到了一处冰天雪地 杳无人烟的地位 这时的卓凡感慨道 这要打多久才能将地貌都给打遍行了 有着如此实力 在神赵镜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同在 的确有资格把他们两人招牢回去 而这时的利老向卓凡解释道 这冰火二人本是一对恋人 当年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令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凶煞 但因他们性格极其古怪 又修炼相反属性的功法 谁也不服谁 后来隐居深山才还天与帝国一片安宁 不过却毁了这一片大好河山呀 卓凡随即追问道 既然二人如此不和 当初帝王门还治不了他们 说来也奇怪 这对恋人在一起相处不和 但对敌侵入却一致对外 二人的配合更是天衣无缝 当年我们十个神赵镜强者 都被他们打得灰头土脸信心而归 原来是这样 他们虽然貌似不和 但心却相依着 我明白了 等会知道该怎么做吧 那是当然 能智取就不和他们为敌 而这时天空一阵声音飞速传来 只见一团赤焰就向这边砸来 随即一个头冒火焰的小老头 浮现在两人面前 历经天一把挡在灼帆面前说道 丑严海 多年不见 你真是越来越没风度了 身为神赵镜强者 竟对一个晚辈施加威压 风度 难道你们帝王没有风度 当年十个人打我们两个 天罡狂尊 就凭你一人 也敢再来这里与我二人决斗 烈火老祖放心 这次前来 并非与你们为敌的 而是我们门主这位少爷天生火性体制 黄极霸体绝不太适合他 奉家主之命 带他前来向你拜师学义 拜师 你帝王门功法众多 还用得着向我拜师 你说的没错 可我们帝王门功法虽多 但没有一门能赶的上黄极霸体绝 而少爷要求极高 非要修炼天与帝国最强火气功法 所以老夫才找到你 而仇颜海却嘲讽道 历今天 自从你加入了帝王门越来越没肿 竟亲自带着小子来拜见我 真可谓是帝王门忠诚的狗 历老强压怒气 特喵的 等你吃了血餐 看老子怎么整死你个狗东西 紧接着开口道 你到底收不收这个弟子 而烈焰老祖却平淡地回了一句 不收 当初你们帝王门功打我二人 现在又想让老夫收你门主少爷当弟子 你以为老子像你一样没肿吗 而历老已经被气得清惊暴气 随即着返赶忙打住公道 历老 你当初把这个烈火老祖都吹上天了 可今日一见 还不如我帝王门家中的天玄长老呢 放屁 我一人打你们帝王门十个供奉都没输过 你竟说老夫不行 那你看你放了火 竟被冰冻上了 肯定是火力不够 你懂得六呀 老夫看你年轻 不跟你计较 而这冰只不过是我和老婆子 打架石流下的惨状 别说你帝王门那些长老 就算是你家中供奉 也远远不及我 那仇老肯定是打不过老婆的人了 一个大丈夫还没有一个女子厉害 真是太无能了吧 听闻此话的仇老头一口老血喷出 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老不死的 你看连一个小鬼都能看出来 老娘要比你强 你还不认输 而卓凡却一阵恶寒 特喵的 这罗莉分明是个老太婆 这是花大量的修为保持青春永住的容貌 如果拿这份修为放在增强实力上 她实力必将突飞猛进 而卓凡却突然变脸 一脸可爱可亲地说道 姐姐你真漂亮呀 而雪女瞬间闪身到卓凡进前 姐姐虽然不喜欢帝王门的人 但你是个例外 谁让你这个小鬼嘴那么甜呢 而卓凡赶忙乘胜追击 姐姐你应该是她的孙女吧 可又不像 她那么丑 哪能生出来你这么貌美如花的孙女啊 听闻此话的丑老头气得咬牙切齿 而一旁的雪女却掩盖不住对卓凡的心血 身旁的利老更是一脸汗颜 心中暗响 卓管家你的节操一点都不要 在这调戏一个一百多岁的老太婆玩 而这时的丑老头看到 卓凡他们两个亲密的动作彻底爆发 臭小鬼你眼睛用来出气的吗 这老太婆用修为保持的容貌 已经一百多岁的人了 哪还有半点少女的样子 你压得 帝王门里没有女人了是不是 而听闻此话的雪女气得瑟瑟发抖 转头道 老不死的东西 老娘哪里不像小姑娘了 而丑老头却嘲讽道 哪有小姑娘整天自称老娘的 一大把年纪了 还这么没羞没臊的 而雪女气的后槽牙都咬碎了 随即小手一挥 冰金瞬间向丑老头飞去 丑老头一惊 赶忙幻化出赤焰抵挡冰金的攻势 随即大骂道 死老太婆 一言不合你就大打出手 又想打架了是不是 七 是又怎么样 谁让你在孩子面前拆老娘的老底 拆你老底又怎么样 谁让你一大把年纪了 还想老牛吃嫩草的 胡说八道 想打架就直说 而卓凡却给丽老使了个眼色 丽老赶忙上前劝解道 二位 老夫今日带孩子来拜师学艺 不是来看二位吵架的 既然仇兄不愿意 那老夫只好另寻他路 而雪女帮忙教主二人 这孩子我甚是喜欢 收下了 而一旁的丑老却挖苦道 你收个屁啊 人家是火性体质 你一个练水戏功法的 瞎掺和什么 而雪女却一脸不服气道 老娘跟你打了一辈子交道 你们焚天烈焰绝 老娘早已经倒背如流 怎么说不得这孩子 得知此话的丑老头也是一惊 紧接着说道 老夫之所以能成为 天与第一火系强者 并不是单单靠着一套功法 随即就打了个响指 一个巨大的赤焰火 求服献在众人面前 卓凡也是一惊 这是天地灵火 地海暴炎 悠喝 臭小子挺有眼光啊 没错 你要是拜老夫为师的话 除了这份天烈焰绝之外 老夫还会传授 与你一些地海暴炎的子言给你 而卓凡却暗想 难怪这老家伙如此厉害 这地海暴炎 乃是生于地心火山之中 天生狂暴 乃是舞阳火 不但可以增强练气 而且战力也是事半功倍 这烈火老祖 实力果然了的了 不过 我的厉老当年在地海暴炎下 还能吻压丑老头 可见体魄强悍到了何种变态的成绩 天刚狂尊真是难得的武痴 当初能收复他 真是捡到宝了 而卓凡继续说道 姐姐 他说拜他为师就能得到天地灵火的子言 要不我就拜他为师吧 等等孩子 别急 他有的老娘也有 而卓凡却一脸汗颜 只见学女也打了个响指 一个冰晶凝聚的六形冰心浮现在空中 卓凡瞬间大感意外 这乃是冰心月灵 与天地灵火齐鸣的之宝 同样产生与天地之间的水系之宝 学女转头道 孩子见识不短吗 冰心月灵你都能认出来 而卓凡憨笑道 以前在古籍上看到过一点点 而丑老头却嘲讽道 老太婆人家适合我的火系功能 我还是劝你别下场谎 学女被气得咬牙切齿 而卓凡赶忙上前道 姐姐 我真的很想跟你修炼 可惜我们的属性不合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让老头把地海抱岩传我 而看到两人如此亲密的动手 丑老头怒吼道 臭小子 放开我家老太婆 而学女却眼眸认真的 我帮你给他要 随即道 老不死的 我们打个赌如何 丑老头一惊 你要和我打赌 学女随即说道 丑老头 你只要能胜过我一招半事 我就不收这个孩子 如果你输了 就要把地海抱岩交出来 给我的徒弟当见面了 卓凡赶忙绿茶了起来 姐姐 这太危险了 我还是不要那地海抱岩了 随即学女抚摸着卓凡的脸说道 放心 这老家伙一辈子没赢过我 这时的丑老头已经气着 该死的小鬼 放开那个老太婆 而学女却一份填膺道 我就不放了 你能拿我怎么逼 而丑老头已经面误争名 该死的小鬼 看我一会怎么整死你 随即大喊道 来就来 老夫还怕你不成 说完一道流光向远方飞去 而学女也是紧跟其后 迅速飞向远方 卓凡却还一脸不舍的样子 姐姐 你要当心啊 随即却变了一副嘴脸 你们可一定要好好地打一场 身旁的丽老却挖骨道 老夫要是不知情 还真以为你是个阳光的少年吗 而卓凡却说道 你真以为那两个老家伙会上当吗 他们不管什么时候都会留一手 那我们的计谋被他们识破了 他们不会真打 不 他们会打 而且还会打得天登地 只要那个老婆子想打 那个丑老头就会陪着 不过 他们二人都会留一手用来防着你 但他们却不会提防你 随即只见一兵一伙 两道流光猛烈地撞击在一起 发出阵阵炸裂之声 而卓凡却善笑道 这两个老家伙一个急兵 一个急岩 实力可谓十分了得 不过 都逃不掉老子的手心 这两位长老 老子要定了 画面一转 数小时过后 卓凡意识到差不多了 随即吩咐丽老该出场了 接下来就该你表现了 丽老憨笑道 放心吧 交给我了 自从老夫修炼魔杀绝后 数月间老夫的实力可大有长进 一定不会辜负卓管家所望的 随即两人就向远方飞去 而这时的学女与丑老头的战斗已经停止 丑老头慌忙上前说道 对不起啊 老太婆把你打伤了 而学女却愤怒道 对不起有什么用 虚伪的家伙竟然隐藏实力 说到底还有什么阴谋瞒着我 我跟你这么多年同仇抵抗 哪里有什么阴谋呀 没有阴谋隐藏那么深 现在比我强那么多 真是虚伪的男人 听闻此话的丑老头 手舞足蹈的慌忙解释 随即叹气了一声 老婆子歧视这么多年 我每次都是让着你 只因你性子太好强了 怕你受不了 所以才一直隐瞒让你的事 不说 以前让着我 现在为什么不让 现在能让吗 这次要输了 你就真把那个小白脸给收下 再说你又保持着青春容颜 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听闻此话的老太婆掩耳一笑 傻瓜 这么多年 我能不知道你一直让着我 老娘只是借这个小鬼 让你亲口说出来 不然你到死都不会承认 这么说你原谅我 不收那个小白脸为妥 这个吗 看你以后表现了 而正在两人打情骂俏之时 厉老和卓凡突然来到近前 而卓凡慌忙上前道 姐姐 你受伤了 这是可以疗伤的丹药 你快吃了恢复一点原力吧 而雪女却一脸 无疑地看着卓凡手中的丹药 凭休的一声 丹药瞬间被击飞了出去 随即卓凡呵斥道 厉老 你要干什么 而厉老却说道 小公子 这二人乃是我帝王门的大娘 此时他们虚弱不堪 正是除掉他们的好机会 厉老道 小公子 我们就趁此机会除掉他们二人 解决我们帝王门的心头大患 而卓凡却一把挡在二人面前 厉老 我是来拜师的 你为何还要对他们大大出手 能拜成最好 拜不成故如就杀了他们一撩百两 小公子 你最好闪开 不然伤了你或者杀了你 老夫可不负这个责任 卓凡却吼道 厉惊天 你敢 我爹可是门主 门主又如何 我相信他知道此事 肯定也会支持我的作法 以他儿子的一条小命 换两个大强敌 实在太划的来了 而这一幕在冰火凉老看来 这帝王门的风格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这时卓凡却看向一旁的丹药 随即就扑上去想要捡起丹药 嘴里还喊着 姐姐 快吃了丹药 恢复一些原理 而厉老突然抱起 臭小子 真是找死 一发能量球 即将砸到卓凡身上之时 却被丑老头一把挡下 顺手一甩 带着破空之声 被瞬间弹飞了出去 而学女急忙问道 小弟弟 这丹药真的有用吗 卓凡一脸肯定道 当然有用了 你们赶快服下吧 而这时厉老脚步突然用力 根本不给二人反应的机会 就已经要杀到境前 而两人相识一望 随后两人双手合十 只见一兵一伙 两只放化的神兽 浮现在众人面前 水火共济 龙凤成响 两只神兽嘶吼着 就向丹药冲杀过去 而卓凡感慨道 地海暴炎之龙 与兵心月灵之皇 这要是被击中 神兆六重的高手 也在当场隔屁啊 不过 遇到丽今天这样的 炼体强者来说 就另当别论了 而看到水火共济 两只神兽袭来 丽老瞬间兴奋无比 脸上都露出了 争鸣的笑 只见丽老左手一抓 魔杀三绝 第一是 魔龙冲天 瞬间两道能量碰撞在一起 而紧接着丽老一口热气呼出 魔杀三绝 第二是 鬼龙爪 逆飞飞 两只幻化的神兽 瞬间被丽老的魔爪撕碎 而两人都遭到 不同程度的反噬 双双吐血 烟雾散尽后 丽老的身影缓缓浮现 而现在的二人才意识到 这根本不是黄鸡霸体剧 追问道 丽今天 你又练了什么变态的功法 而丽老根本不做回答 你们在我眼中 已经是两个死人了 没必要知道那么多 而玄女也意识到 看来这次他要完真的了 今天的状态 根本不是丽今天的对手 随即就看向手中的丹药 而躲在一旁的卓凡 却尖笑了起来 看来终于要上钩了吗 随即只见卓凡一把抱住丽老 嘴里大喊道 姐姐快走 我挡住他 而丽老也是配合道 小公子 你这是干什么 难道非要逼老夫 对你出手不成 而卓凡却道 我不管 反正你不能伤害姐姐 听闻此话的二人也是一惊 没想到这小子 这么重情重的 随即两人眼神相识 赌一把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也不知这丹药 能帮我们恢复多少 但也是孩子的孝心 不能辜负他的一片好命 这时只见 玄女手上戒指轮动 小乖乖 出来为我护法 这时打闹的 丽老二人 也是停下了手中的动力 齐齐看去 只见老太婆召唤出了一只五级灵兽 含玉雪茵 高昂的漂浮于空中 而丑老头也是不甘示弱 随即召唤出的也是五级灵兽 立心赤眼虎 而看到这一幕的利老 惊叹到卓凡的厉害 这两个老家伙果然还是留了一手 而两只神兽 威势十足地站在两人身前 看到这一幕的卓凡 再也按捺不住心中 想要得到二人的冲动 老子今天必要将你们抓回去 唯我所用 而卓凡这边 还在尽情地凋谢 立老大吼道 小公子 你快让开 老夫今天必须要趁此解决他们 而卓凡却还死死地抓着立老 而立老随即高高抬起手掌 既然如此 就休怪老夫无情了 而看到这一幕的二人也是焦急不已 赶忙入定 看来这小子活不成了 等会我们会帮你报仇的 赤眼火 血鹰 为我们护法 两只灵兽赶忙对立今天警觉了起来 而就当立老一掌即将拍下之时 两人突然击掌庆祝了起来 这一下瞬间给两只小宠物整不会了 然而卓凡说道 接下来就等他们炼花药力了 而立老却在一旁吹嘘道 卓管家真是神机妙算呀 一点也不虚帝王门的神算 这两个老家伙仅剩一辈子 最后还是被卓管家拿下了 卓凡却说道 立老此言差异 我只是有意引导他们而已 在危机时刻 再谨慎的人也会放下戒心 只要有一丝生机 他们都会当作救命稻草牢牢抓住 听完此话的立老惊骇不已 暗想这卓凡真是文武全台手段狡诈 阴谋诡计更是层出不穷 使人防不胜防 真可谓是千古罕见的萧雪 而这时的卓凡突然开口道 立老 我听你说帝王门曾经有意收复此二人 甚至还出动了十位神赵敬强者 难道神算子没有出计谋吗 当然出了 可惜他没有你那血材 他献出的计谋是围杀二人 用武力使二人沉浮 可后来损兵折将不说 就算最后胜了 这二人要誓死不详 也没办法 所以这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到最后也只好作罢 原来如此 看来那冷无常并非无能 而是手段没我多而已 如果我没有这密法的魔物血材 恐怕也没办法将这两个老怪物捶养 片刻过后 二人已经完全炼化完丹药 缓缓睁开眼睛 忽然发现卓凡与立老站在一起 竟都安然无恙 惊讶道 你们到底什么情况 刚刚这小子不是被你打死了吗 而卓凡紧接着说道 两位前辈 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并非是什么帝王门公子 而是洛家的一个管家 名叫卓凡 今日代表我家主 特意邀请两位前辈入住为我洛家长老 还请两位前辈赏脸 听闻此话的两人也是一惊 你们竟不是帝王门的人 而立老庞笑道 老夫早就不是帝王门的供奉 现在已经加入了洛家成为了弃长老 想到二位实力强悍 所以才特意前来邀请 而此刻的二人却一脸无疑 这洛家到底什么来头 竟能将立今天如此罕见的强者 从帝王门中拉出来 而且这已经不是啪啪打帝王门的脸 而是直接翘他墙脚了 而即便如此 帝王门居然还不向他们动手 否则 他们也没时间来招揽我们了 这洛家到底是何方神圣 连帝王门都不敢动他 而学女却戏谑道 小弟弟 帝王门给我们大量的好处 都被我们给拒绝了 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世家 还敢来张响我二人 而卓凡却冷冷地说道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喜欢勉强别人 但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老子看上了东西 就一定要搞到手 否则就毁掉他 小鬼你未免太嚣张了吧 就平立今天你们二人 老夫就不想 你们能怎么定 卓凡微微一笑 随即手指上红色光芒闪烁 丑老头二人瞬间口吐鲜血倒地不起 看到主人如此惨壮 两只堪比神照镜强者的灵兽 瞬间向卓凡二人冲杀过去 而卓凡却站在原地丝毫不动 两只畜生 如果你们再向前一步 就等着给你们主人收拾吧 而这两只灵兽转头望去 只见丑老头伤势更加严重了 厉老心中暗想 卓凡手段果真毒辣 当初我要是不顺从与他 也必将落到如此下场 卓凡随即上前道 二位感觉如何 要不要加入我落家 而雪女却说道 你究竟给我们吃了什么 那当然是 让你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好东西了 只见卓凡开口道 最后问你们一句是祥是死 而二人一口同声道 是可杀不可辱 绝不想 而卓凡却淡淡道 我只是想让二位加入我落家 并没有侮辱二位的意思 不信你们可以问丽老 我平时怎么对他的 而丽老慌忙大笑道 卓管家一向对我们李贤下士 尊重有加 随即小声道 只不过偶尔会被无情的鞭策 多么没地位的长老啊 就算在帝王门也没有这样过呀 两位 遇到卓凡还是节哀吧 而不管卓凡和丽老说什么 冰火二老就是誓死不小 卓凡也捉见失去了耐心 既然二位这么不识时务 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只见卓凡手指扭转 随即二人身上骨头尽数断裂 两人不约而同地 都发出了非人的惨叫 断骨之痛 使人生不如死 而卓凡更是加大攻势 一旁的利老也是冷汗之流 如果当初我要是不详的话 等着我的可能就是 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吧 卓凡 你可真是毒辣呀 而看到主人被如此折磨的灵兽 嘶吼着就要向卓凡扑去 随即就被利老一把挡下 紧接着卓凡说道 畜生就是畜生 听不懂人话 随即一个响指打响 灵兽七七望向自己的主人 而卓凡威胁道 你们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待着 否则就给你们的主人收尸吧 而丑老头却颤颤巍巍地说道 你们两个回来吧 而卓凡却道 连两只畜生都为你们心疼 你们又何必如此难为自己呢 丑老头却吼道 我们虽然落于你手 但我们是绝不会去福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而学女紧接着道 老头子 我们两个纵横一室 没想到今天要死在这小鬼手中了 但庆幸的是临死之前 还有你陪着 而卓凡的确没想到 这二人竟如此之妞 不过越是如此 就越让人更有种想征服的欲望 这二人如此强硬是因为感情 但同样也是他们最大的弱点 随即道 我和二位相识虽短 但看得出二位情比金尖 难道就忍心看着彼此赴死吗 小鬼 你小小年纪就如此毒辣 你永远不会懂感情的事 只要有他陪着我 死又何妨 你说我不懂感情 就拿你说 你跟老太婆打了一辈子 怎么可能一直输 两人同修为同样的天地灵物 而这老太婆还用大量的修为 维持自己的容貌 当然要比你弱 而你却让了他一辈子 还有你老太婆 这世界上实力才是生存的王道 而你拿大量的修为维持容貌 在老子看来本身就是作死 而且你也不像其他女子经常抛头露面 你隐居深山保持容貌 还不是给这个老东西看 而听闻此话的丑老头一醒 这十几年真是瞎了我的狗眼 从来没好好地看过你 临死我才发现 快让老头子好好看看 而卓凡却阴谋一眸一笑 这正是我想要的 将二人感情升华到顶底 然后一口气把他击死了 而卓凡紧接着说道 你们这段感情是你们最大的弱点 而丑老头却反驳道 你放屁 我们生死与共 你奈何不了我们的 随即卓凡一笑 一把就向雪女抓去 随后高高举起 而丑老头大喊道 臭小子 你放开我婆娘 有本事冲我来 而雪女嘶哑道 老头子 别中他的劲 我们两人只要一人先走一步 另一人跟上便是 他又能拿我们怎么样 你们以为在我手中 想死有那么容易吗 放心吧 总会恐怕你们会求着 让我杀了你们 随即卓凡一声爆喝 就使出了天魔大化剧 雪女本美丽的容貌 瞬间就枯竭了下去 而卓凡嘲讽道 老太婆 你维持几十年的容貌 现在全没了 正好让老头好好看一看 你真正的容颜了 而雪女却瘫倒在地 双手遮着脸 浑身止不住的颤抖 喊道 老头子 你不要看了 而卓凡一把抓住 老太婆的脸说道 没用的 你们两个现在身体被我掌控着 就算想闭眼都是奢望 此时的卓凡暗想 首先只要击溃老太婆的心理防线 然后再一步步地摧毁老头 最终你们都将会臣服于我 而丑老头嘶吼道 住上 快住手 老夫就算死 绝不会放过 而这时的卓凡却说道 老头 我给你机会了你不要 那就好好看看 这个老太婆的真实容貌吧 随即一下把老太婆推扫出去 这时的丑老头已经接近崩溃 而卓凡紧接着说道 小老头 信不信老子还可以让老太婆 展现出更羞耻的一面 只不过老子没兴趣看 那就便宜你这个老头子了 也不知道这位姐姐的玲珑的身躯 你还有没有兴趣 说着就要去撕老太婆的衣服 看到这一幕的丑老头再也按捺不住 慌忙向着卓凡磕起了头 卓管家 您高抬贵手 我们响了 求您不要再折入我们了 随即看向地上奄奄一息的学女 也是颤抖地点了点头 而卓凡道 你们早如此的话 哪还能遭这么多罪 然而卓凡就立马换上了另一副嘴 仿佛先前凶恶的家伙 根本不是太一般 慌忙掏出两粒丹药 两位长老快服下巴 而听闻又是丹药 两人结实一惊 颤颤巍巍地向后退了两步 而卓凡却眼眸一喊 怎么 又不听话了 见到卓凡如此 两人心头一颤 赶忙接过丹药 而这时的利老却感慨道 如果当初我要是不想 也必将落到如此下场 而这两个魔杀 短短几分钟就被卓凡逼成这副彩样 可见卓凡手段有多么狠啊 三个时辰后 冰火二老已经消化完药力 卓凡随即上前道 恭喜二位长老伤势好转 我们就即日启程回家吧 而看到卓凡的学女 赶忙躲到丑老头身后 而卓凡却一脸和善道 你们不必如此敌视我 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 姐姐 难道你忘记我们的姐弟情谊了吗 呸 谁是你姐 当初真是老娘瞎了眼 才没看出你这小恶魔的毒辣心肠 而丑老头赶忙道歉 卓管家息怒啊 我这婆娘口无遮拦 您别和她一般见识 而卓凡道 你们的命都在我手中 愿不愿意跟老子交好是你们的事情 总之洛家长老 你们是当病了 随即就向远方飞去 留下两人在风中凌乱 当卓凡走远后 两人才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二人叹息道 连帝王门都没拿我们怎么样 今天却栽到一个小鬼手里了 而这时的丽惊天说道 老家伙 你先前不是还嘲笑我没肿吗 现在怎么样 之前是老夫得罪了 还请见谅 老夫怎么都没想到 你会跟这么一个狠辣的肿 随即丽老大笑道 我丽某人也算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归顺落家并非完全受制于那血残 能让老夫都心甘情愿追随的人 必非凡人 你们别看这卓管家年纪轻轻 但做启示来却雷利风行 手段非凡 实乃枭雄之姿 跟着卓凡你们绝对不会吃亏的 随即两人也是一愣 能让桀骜的丽金天给出如此高评价之人 想必定是不凡之辈 随后丽老继续道 大家以后一起共识 我就提前给你们讲一下 骆家的生存法 丑老头抱拳道 还请丽兄明示 这骆家除了卓管家以外的人 都很好相处 尤其是大小姐 一定要格外的交好 虽然卓管家嚣张跋扈 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但唯独对骆家忠诚 大小姐的话 她多半也会听的 所以日后一旦惹她发梦 第一时间找大小姐求情 那你们的命多半就能保下来 随即两人齐齐拱手道 多谢丽兄提点 客气了客气了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而丽老却心想 先卖你们一个廉价的人情 到时候还有用得着你们的地方 随即才发现 老夫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阴险 这大概就是禁朱准事 禁末止黑的缘故吧 画面一转 此时的帝都 门外的太监喊道 骑禀陛下 兵马大元帅 独孤战天求见 宣他进殿 独孤元帅到殿前高喊道 臣独孤战天 叩见陛下 而老皇帝连忙从台阶上走了下来 一把扶起独孤战天道 元帅千里奔波实在辛苦 快快请起 老皇帝随即问道 独孤元帅 封灵城那边的情况如何了 你快和朕说说 而独孤战天却叹气了一声道 封灵城形势不容乐观 我奉命前去支援的时候已经晚了 封灵城一战十分惨烈 洛家光家丁就死了数十万之多 而听闻此话的老皇帝差点没把舌头咬掉 大吼道 洛家一个三流家族买来的十万家兵 元帅 你是亲眼见到的吗 那 那倒没有 都是那洛家管家向我汇报的 我也感觉其中有蹊跷的 而老皇帝却阴沉道 那管家应该是叫卓凡吧 陛下英明 您是怎么知道的 而老皇帝却暗想 果然又是他 那个小子简直就是个惹是惊 这么大的伤亡都能信口不忠 而独孤战天也是后知后觉 现在想来一个小家族 哪来的十万家中了 而一旁的司马辉也是说道 别说一个小小三流世家 就算遇下七世家也没这么多家兵啊 而独孤战天却表示 这次战役洛家确实伤亡惨重 他们连家主都战死了 听闻此话的老皇帝一阵眩晕 老元帅 他们洛家家主三年前就已经死了 独孤战天一惊 什么 洛家主都死三年了 我特喵地去一趟风凌晨 却被一群小鬼耍得团团转 让我在陛下面前颜面尽失 你们两个小鬼给老子等着 看我回去不扒了你们的皮 而老皇帝也是一阵无语 你特压地去一趟风凌晨啥也没干 算了算了 这些先不提了 你和我说说洛家姐弟现在状况如何吧 他们都没事 连一点伤都没有 洛家的旁护卫 雷长老还有奇影 一根毫毛都未少 老皇帝随即道 既然他们都没事 那洛家就根本不算伤亡惨重 不过这洛家倒是挺有能耐的 被帝王门和幽冥谷那些家伙盯上 都能安然无恙地挺过来 而独孤战天赶忙道 陛下 那洛家黑风山外 有着洛家主生前布置的四个五级大阵 一般高手根本就进不去 听闻洛家有四个五级大阵守护 皇帝二人惊讶不已 随即老皇帝就想明白了 我早就听说过 卓凡这小子会排兵布阵 没想到一下子整出来四个五级大阵 卓凡这小子真是越来越让人惊讶了 而此时的独孤战天惊讶万分 那四个五级大阵竟是卓凡布置的 而老皇帝吐槽道 我特喵的让你去封灵城打探消息 现在倒让老子给你解释了 老皇帝紧接着道 洛家三年前就连同家主被灭了 只剩下一对姐弟和卓凡 还有一名护卫 而如今的洛家 都是由卓凡一手撑起来 这小子是个难得的人才 但可惜也是个惹祸的人精 真是让朕又爱又恨了 洛家的是非都是他惹出来的 真不知有这么一位管家 洛家是福是火 而独孤战天惺中却是惊骇部 卓凡居然是我一直苦苦寻觅的振法器材 老夫一定要把这小子给弄到我军营里来 而这时的老皇帝开口道 袁帅 你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要汇报的吗 而独孤战天赶忙从口袋里掏出三个御检 这是幽冥古几家袭击洛家的证据 而且这三家还曾在老夫面前强闯过封灵城 请陛下定国 而看到御检上内容的老皇帝 忽然大笑了起来 有了这铁证 朕一定要好好敲打他们一番 随即又问道 袁帅在封灵城可见过帝王门的人 而独孤战天思索道 御下七世家 老夫都在封灵城见过 但唯独没有见过帝王门的人露面 是吗 朕的那位表兄 隐藏得可够深的 随即狠狠地一下把三个御检砸在了地上 朕 这次就要拿着三家敲山正 让天下人看看 谁才是天与帝国的主人 画面一转 此刻的幽冥古 幽暗山死死地盯着灵位上被卓凡杀害的长老 随即一掌把面前的桌子拍得稀碎 阴沉道 卓凡 让老夫抓到了 必将你碎尸万段 而一旁的幽老五却道 老子现在就要去把卓凡那个家伙给宰了 然而却听见远处飘来一段销声 大骂道 古中都死了四位长老了 特喵的是谁还有闲情在这吹销 而这时幽万山开口道 你来我幽冥古做什么 这时远方树上防缓浮现一人 竟是护龙神尉的御霄剑神 方秋白 幽万山带领几位长老赶忙出门查看 而只听方秋白说道 奉陛下旨意 宣幽谷主立刻前往都城面见圣城 不得有误 听闻此话的幽万山咬牙切齿 心中暗响 我遇下七世家与皇室平起平坐 就算是宣兆也得恭敬客气 这次居然派护龙神尉来传旨 这分明想压我七世家一口 如果这次认怂了 以后岂不是有礼都说不出了 随即道 方先生远道而来传旨 真是辛苦了 不过本谷主最近偶感风寒 身体不适 恐怕要过几个月才能入朝面界圣上 还请方先生海寒 而一旁的幽名谷长老 还在暗叹自家谷主说话 有理有据 气势非凡之时 只见方秋白眼光一寒 手中长笛转动 随手一下敲向远方的山峰 只见远处一大股蓝色能量爆出 发出一阵巨响 而爆炸掀起的余波就差点把几人吹倒 而再次望去 远处的山峰都已经被方秋白给削平了 而此刻的方秋白说道 幽谷主 我再提醒你一句 立刻启程 随即就向远方飞去 留下一脸冷汗的幽万山在风中凌乱 这护龙神为方秋白实力也太变态了 照这个样子 他一人就足以覆灭我整个幽名谷 而这时几人身后黄缓走了一人 定眼望去竟是自家的大供奉 看到来人幽万山瞬间来的自信 大供奉你可算来了 你可知道刚刚那方秋白有多嚣张 老夫当然知道 我就是等他走后才敢出现的 谷主 要我怎么说你好了 咱们这次真的踢到钢板上了 老皇帝虽然是个纸牢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身边的五个护龙神为 哪一个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凶杀 赶紧入朝给皇帝赔礼道歉吧 现在的皇室根本不好惹 画面一转 七日后的皇城内 幽万山刚缓步进入房屋 就看到另两位家主早已等待多时 而幽万山落座之后却问道 林家主 去你们快活林轩指的是谁 而林如风叹息了一声 是黑白骑圣 司马辉 幽万山道 那老头平时修身养性 在护龙神为中脾气是最好 不像那方秋白 到我幽冥谷 直接把我谷中半个山脉都给封平了 而林如风却吼道 那老家伙道我快活林二话不说 直接几枚妻子砸下 他那一枚妻子相当于一颗小型流星的威力 几枚妻子砸下来 我快活林已经被他平了一半了 快活林近千年的底蕴差点就毁了一旦 你们说这老东西还算人吗 而这时药王店家主严国公却说道 你们这跟我药王店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派去你们拿的还算是个人 而去药王店宣旨的 简直是个畜生 我药王店可以说几乎全混 而且连丹药和药材全被砍得干净 而听闻此话的二人一惊 连药材都被吃了 莫非去药王店的是那个家伙 皇帝居然把那个无法无天的小怪物都放出来 看来皇室是真的怒了 我们七世家原先来皇城哪个不是趾高气昂儿 这次个个像上刑场的死刑犯一样 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 一名男子禀报道 三位家主陛下宣各位入殿 三人也是相视一眼 携带着压抑的情绪前往了皇宫 画面一转 老皇帝威严的端坐龙椅之上 三位家主齐齐抱全道 三世家家主拜见皇帝陛下 而老皇帝却阴沉道 三位家主可知朕召你们来 所为何事 三人相视一眼冷汗直流 随即道 启禀陛下 我们不知 皇帝一下把三个御检丢在了地上 你们不知 那你们可认得这三道传讯御检 来给朕说说 为何公然抗制 强闯朕制定的禁地封灵城 就算你们是开国元勋 也没有这个权利吧 看到皇帝如此暴怒的三人 赶忙下跪请求皇帝的原谅 而老皇帝却道 尔等都是开国功臣 忠心为国 想必其中必有蹊跷 你们可以大胆地说出来背后的指示者 如何逼你们去做这种大逆不道指示 朕会酌情宽恕你们的 听闻此话的三人一惊 这皇帝的意思是要拿帝王门开刀了 而此刻的幽暗山已经想到其中的厉害关系 皇帝不需要知道我们为何要闯风临城 只是想知道我们是奉谁的命令去闯了就够了 这次皇室真的要拿帝王门开刀了 我们只不过是棋子而已 皇帝这只在深宫的老虎终于要出来吃人了 可帝王门这只猛虎也不是好人了 我们夹在中间 只能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要是当初没听帝王门的话 皇室也找不到理由承接我们 可现在不把帝王门供出来 皇帝定会拿我们开刀 可要是把帝王门供出来 我们会死得更惨 横竖都是个死 而一旁的独孤占天也看出几人的犹豫 于是抱贺一声 快说 背后的指使是谁 幽暗山为之一颤 心里已经接近崩溃 就当要说出背后之人时 忽然听到门外一声高喊 帝王门门主皇埔天元 拜见皇帝陛下 在场的众人皆是一惊 怎么在这关键的时候他来了 这下可难办了 随即几人开口道 丞相诸葛长风 帝王门大供奉皇埔风雷 帝王门门主皇埔天元 帝王门管家冷无常 参见陛下 而此刻的司马辉心中也是暗叹不已 这帝王门第一高手皇埔风雷怎么来了 他可以说是天与帝国中 数一数二的顶尖存在 没想到帝王门这次能把他给带过来 而这时只见诸葛长风道 三位家主 遇下七世家自补与皇室平起平坐 你们就算对陛下再怎么爱戴 也没必要下跪啊 而且你们如此做的话 还会让别人以为陛下有意压制七世家 为了祖宗的规矩 遭人耻笑 你们这不是献陛下语不易吗 快起来 听闻此话的皇帝瞬间血气翻语 随即冷静下来说道 表兄数十年不来我皇城一次 此次前来 不知有何要事啊 启禀陛下 在下此次前来 是来领罪的 皇帝随即问道 表兄此意正甚是不解 帝王门乃皇室贵亲 替皇室驻守所隆成 而且一向安分守己 不知何罪之有 回陛下 御下七世家辅助皇室千年 本应该为天与帝国安定做出表率 可如今幽民谷三家公然抗制 近泛风临城 引得民间怨声四起 我帝王门乃七家之手 没有做好监督之责 实在有罪 老皇帝气的手都在发抖 这是请罪 这分明是来夺权的 安稳好情绪后随即道 表兄此言过重了 幽民谷三家罪责 怎能由表兄来承担 而诸葛长风赶忙附和道 是啊 皇埔门主 虽然帝王门是七家之手 理应丹则 不过 您要强行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 实在太苛刻要求您自己 况且 三世家未必有那么大的罪 需要您来替他们承担 而皇帝应承道 丞相此意是说朕做错了吗 那倒没有 陛下当然不会做错 只不过 是太小提大做了而已 而皇帝已经气得清金报起 这诸葛长风欺人太甚 随即独孤战天大吼道 诸葛长风 难道你的意思是说 公然抗指是小事 如果人人都这么想 皇室威严何在 老元帅息怒 在下并无此意 违抗圣旨自然是大罪 不过 要是帝王的无能 任性妄为呢 听闻此话的独孤元帅报名 说什么 老元帅切勿动怒 在下所说并非指陛下 只不过有道之君 自在明里 承戒他人之前也应该问明缘由啊 陛下乃当是明君 更因如此 不是吗 看到救命稻草的幽万山赶忙当 陛下 我三家禁犯封临城全因 洛家的大管家着返 黄浦天元也是附和道 这小贼恶行为累 公然挑衅七世家与皇室威严 请陛下解开封临城禁止 让我们将此恶贼就地证 以证陛下公正之心 而皇帝却犯难了 心中暗想 这次不但没有能够借三家搬倒帝王门 反而让帝王门有了对洛家下手的机会 黄浦天元 诸葛长风 你们可真可恶啊 坏了阵的整盘不绝 而此刻的老皇帝却道 封临城三年前因乾隆阁和幽冥谷两家恩怨 闹得名不聊生怨生在道 朕不想再看到封临城生灵涂炭 所以你们不要再拿封临城再做文章 至于那小贼着烦 就等他出来由你们处置便是 而皇浦天元却大笑道 陛下处处为天下苍生着想 乃天下兴圣 我等敬佩 而这无形的一战 皇室与帝王门的较量算是大败而归 不但没有拿下帝王门 甚至连其余三家都动不了 最可恶的是连峰临城这颗棋子都差点丢掉 更是让朕龙颜失敬 成了所有人的笑笔 而这时的帝王门门主却开口道 感谢陛下 宽恕我等之罪 那我们就再次告辞了 就当几人要走出大殿外室 司马辉心中暗想 没得到陛下的允许就转身带人离开 分明没把陛下放在眼里 随即就叫住了几人 皇浦先生多年不见 可否与在下对异一局 说着一枚棋子就化作流光向几人射去 棋子速度之快 几人根本反应不几 只听轰的一声 皇城外都传来一阵风鸣 再次望去皇浦风雷已经稳稳接住了棋子 而棋子还在发出阵阵白烟 此刻的司马辉心中惊叹不已 没想到这皇浦风雷竟已达到如此恐怖的实力 而皇浦风雷却淡淡倒 司马先生其意精湛有其胜之称 老夫乃一介武夫与先生对异岂不是自取其语 说着就不见这个丑了 说着就把棋子给弹射了回去 其速度之快 肉眼根本分辨不清 司马辉赶忙后撤 用尽全力才勉强接住这枚棋子 紧接着道 数十年不见 皇浦先生的实力又突飞猛进了呀 恐怕现在老夫与先生交手 也没必胜的把握 司马先生说笑了 明天赋一笔 哪是老夫所能及的 只不过 在司马先生沉溺其道之时 老夫一直在家境修炼吧 当一行人着见远去后 几人才一阵恶寒 能将护龙神尉逼得在地上踩出一道猎 可见刚刚黄浦风雷那一指的威势有多么恐怖 随即只听见杯子碎裂的声音 皇帝怒吼道 这帮乱臣贼子 竟敢在镇的朝堂上逼镇 陛下息怒 这诸葛长风在场 此人蛇灿莲花 论理我们肯定说不过他 所以我刚刚想压一压他们的气势 可不曾想 黄浦风雷的实力竟如此强悍 反而失了陛下的威严 此乃是在下之错 请陛下恕罪 而独孤战天却说道 这次本想借幽冥谷三家打击帝王门的气劣 罪不计也能分化他们 可没想到帝王门却出手救了三家 以后他们肯定会更加聚拥在帝王门的身旁 辛苦半天反而使得帝王门更加壮大 实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而这时的老皇帝却缓缓开口道 司马先生 百家争鸣也快开始了吧 为陛下 还有五年时间 难道陛下影响 没错 帝王门自诩七家之首 还不是因为千年来百家争鸣他一直拿第一吗 这一次 他们若是落后了 气势必将大解 跟着他的家族也必然会分心 可是陛下 帝王门千年来人才被出 尤其是这一届 更是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怪物 而其余六家虽然人才积极 但和帝王门的那个怪物相比 实在相差甚远了 更是有人传言 此人天赋极高 甚至有希望突破神赵境的智谷 达到天与巅峰第一人的称号 不知天下年轻一辈中 谁又配得上做此人的对手啊 说起怪物 如今谁能够比得上那个小家伙 陛下 难道您说的是着凡 没错 我们护这小家伙和落家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有点回报了 只要他能在百家争鸣中 力压帝王门 朕就顺势把落家封为第八大世家 是横帝王门的扩张 画面一转 此刻外面的异行人 黄浦天元拱手道 这次多谢诸葛丞相的帮忙 本门主就在此谢过 而诸葛长风却玩耳于笑道 你不用谢我 这不都在您大管家冷先生的意料之中吗 随即就转身离去 而黄浦天元心中暗叹 真不愧是诸葛长风啊 全被他看穿了 也难怪他能成为四柱之首 此人的心机 更是让人难以琢磨 真是个可怕的人物啊 而离开帝都的诸葛长风 走在林间小道哼着小曲 一旁的手下去问道 丞相 何是能让您如此欢喜啊 今天在朝堂之上看到一群傻人 占据了点优势就洋洋得意 还真以为自己胜了 这天下信了一千多年的语人 岂能被几个跳梁小丑轻易推翻 连下棋者的心都捉摸不透 还敢妄想去吃掉对方 今日一看 神算子也不过如此 画面一转 这时的飞风山洛家 卓凡带领着几人已经到达飞风山 而看到四个五级大镇的冰火二牢 已经呆愣住了 这洛家够牛批的呀 居然有着如此规模 也难怪连个管家都这么神通广大 随即卓凡就打开了大镇的入口 吩咐几人跟紧 而几个人来到洛家 卓凡就向两人介绍道 这是我们洛家大小姐 洛云商 听闻此话的二人一惊 也是想到历经天临来的时候吩咐的话 一定要讨好洛家大小姐 不然以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随即两人就扑向前去 一阵寒暄客套 给洛云商整个遗愣 而学女却一脸谄媚道 大小姐长得可真漂亮 以后也不知道要便宜哪个臭小女 而洛云商却暗想 同样是神照镜高手 为什么他们这么贫逆近人 丝毫没有趾高气昂的感觉 随后也是和几人客套了起来 而同样诧异的还有卓凡 这二人好歹也是叱咤天与帝国的大魔头 今天是怎么了 无缘无故地讨好洛云商这个丫头 随即转头看向厉老 而厉老却一脸囧像不敢看卓凡 仿佛做了亏心事一般 而卓凡却大手一拍 吩咐道 大家都已熟悉 其他人都下去吧 大小姐和厉老留意下 紧接着说道 今日开始 二位就负责守护南方的黑炎镇与北方的冰武镇 镇觉我之后会传给你们 你们连同阎老与厉老二人 将四个大镇连在一起 相互呼应 这样四个大镇有着四名强者相助 就算帝王们连同其余六家攻打过来 老子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而这时的卓凡就从口袋里摸索了起来 随即掏出了两道玉剑 既然你们已经成为我洛家长老 我也不会亏待你们 这是一套合体秘术 生死绝 这并不是什么攻法武器 而是一套能将你们现在的实力无限制提高的手段 听闻此话的二人大惊 什么 无限制提升实力 是的 所谓的生死绝 就是游荡在生死之间的法名 通过两种相克的属性发生碰撞 产生毁天灭地的威能 不过这股威能一旦控制不好 就会神魂俱灭 所以这套秘法被称作为生死绝 而这时的洛云商却说道 如此危险 那你还让他们修炼 而此刻的二人一脸崇拜地望着洛云商 心中暗想 历经天那老鬼果然没有宽我们 跟大小姐打好关系实在太有必要了 而卓凡却摇头道 大小姐误虑 若别人修炼此秘法 多半会惨死当场 不过我看过二位长老的水火相继之术 可以说配合得天衣无缝 这说明他们二人早已心灵相通 对彼此了解透彻 二人虽然属性相克 但只要掌控好水火相冲产生的那股威能 修炼此秘术起码有五成的机会会成功 听闻此话的二人又是一惊 这样才五成 而卓凡却淡淡道 富贵显中求 越危险的事情 回报就越大 二位叱咤天衣帝国数十年的萧雄 想必不用我说也明白这个道理了 而且还有一点我敢保证 此书威力可以说无边无际 你们能掌握多强的威能 便会有多强的实力 日后你们二人合力 即便是五大护龙神尉联手 也未必是你们的对手 听闻此话的三人惊讶万分 皇室的护龙神尉乃是天衣最强战争 遇到一个就很难对付 更别说一下子五个了 看到如此宝物的利老眼红不已 急忙问道 卓管家这么厉害的秘书 要不然让老夫也恋恋如何 而学女却一脸护实的样子 利老鬼 这是卓管家给我们了 你可少打他的主意 利老却露出了一点贪婪之色 而卓凡随即给利老泼了一盆冷水 利老 若是你修炼的话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告诉你 必死无疑 而利老却一份填膺道 论资历 论天赋 论实力 我比他们要强得多 为什么我不能修炼 而卓凡却用手指向了冰火二老 利老一惊 难道这秘书如此灰色难懂 竟使二人憋得满面赤红 来 快让老夫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秘书 而学女却斥责道 去去去 别添乱 你看了压根没用 而丑老头却一脸羞涩道 卓管家 你怎么拿出一份双修诀给我们修炼呢 搞得我怪不好意思 听闻此话的利老如晴天霹雳 如此宝物竟是双修法诀 你特喵的 你这不是欺负单身狗吗 但这时的丑老头却羞涩道 卓管家 您给的这法诀我们也修炼不了了 毕竟我和雪剑这么多年还无夫妻之事 我擦 几十年的老家伙没有夫妻之事 竟都能配合得如此默契 那要是有了 以后还得了 而骆云商赶忙道 正好我们骆家多少年没有办过喜事 不如就选择一个良辰给二老办了 听闻此话的二人已经满脸羞红 而卓凡却呵斥道 办什么喜事 都是一些老俗套 就现在给老子把这套功法练起来 还有你个死老头子 几十年了守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 都没把她搞定 亏人家还为你保持了几十年的容颜 而这时的丑老头赶忙一脸谄媚地来到雪女身旁 清剑呀 你看这都是卓管家的命令 为了家族的利益 咱们只好牺牲一下 而雪女却说道 瞧你那德行 随即两人就出了房门 而这时的骆云商却小声嘟囔道 你就会说别人 也不看看你自己 而卓凡望向他 骆云商一把转过头去 这时的利益慌忙在一旁煽风点火 卓管家 大小姐这么漂亮的美女 您可别错过呀 随即卓凡就露出了一个想杀人的表情 吓得利益有点不知所措 心中暗响 原来你这小子什么都明白呀 而这时只听眼老说道 卓管家 您看别的长老您都赐给了法局 可是我还没有呢 我不是把炼丹术传给你了吗 您这话说的 可是我除了炼丹以外 我还是一名武道修者呀 还有着更高的人生追求呢 行了行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原本我对毒工不是很推传 不过既然你开口给我要 作为自家人 我当然会尽量满足你 这是玄阶高级武技 九九玄罗掌 以及九九八十一种天下奇毒的修炼方法 除了掌法本身变换莫测 伤人与无形之外 而且九九八十一种奇毒 每一种又是九九八十一种变化 每一种变化 都会随着个人修为和环境变化变化 可以说 中了此掌法 除了出掌者亲自解除 不然根本没有固定的解药 这五级可谓是生死判官 别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而得到此五级的严老兴奋无比 这可比七彩云罗掌罗太多了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卓管家 您真是神通广大 我言某人以后跟定您了 而这时的利老却暗想 老夫要不要也拉下来 卖个萌球一球卓管家 算了算了 贪多嚼不烂 有这功夫还不如去修炼魔杀绝案 而这时只听见山外传来一声 卓兄弟 我来看你了 几人听见街市一论 卓凡心中暗想这家伙怎来了 随即就吩咐阎老 带全部的长老先躲入阵中回避一下 大小姐 贵客临门 还请您亲自出去迎接吧 行呀 不过 我身为大小姐 出门总要有个派头吧 卓管家快扶本小姐出去 而卓凡却气愤道 你压的是八十岁的老太太 走不动到了吗 还要我扶你 而骆云商却一脸尴尬 别生气 我开个玩笑吗 而卓凡却一把牵住了骆云商的手 堂堂魔皇啊 不过这种感觉也不错 画面一转 黑风山外 骆云商看着眼前这个如山的胖子 有些不知所复 而此刻的胖子却道 卓兄弟 你可算下来了 你要是再晚一些 我可真支撑不住了 而看到胖子的卓凡 也是冷汗直流 你压的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跑到这里了 这还不是父皇的旨意吗 要不然我也不会跑到这个鬼地方了 随后卓凡也是请他们进入了风陵城 而胖子却呵斥到身后的人 快点把我抬上山去 这里实在太热了 看到几人抬起胖子 脚都在地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脚印 卓凡和骆云商都是一脸害你 卓凡随即问道 胖子 爸说你怎么胖成这个样子 可别提了 最近父皇心情不好 总拿我出气 搞得我心情也沮丧了 茶不思饭不想 郁闷的我又胖了几百斤肉 估计现在都有八百多斤了吧 真是遭罪啊 看到抬轿的几人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卓凡一脸苦闷 你压得心情不好 还长了八百多斤肉 真是个奇葩 哪里哪里 我们兄弟两人各有千秋 都是天赋异比 而卓凡却问向一旁的方秋白 你徒弟都胖成这样了 你也不管管 而方秋白却淡淡道 无妨 富贵之人 必有富贵之处 而卓凡却暗想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而这时的方秋白却转头问道 小子 你可是最近在天与帝国混得风生水起啊 搅得整个天与帝国都不得安宁 而卓凡却意味深长地看了方秋白一眼 就当卓凡以为此人来者不善时 却没想到方秋白对卓凡也是满脸欣赏 画面一转 洛家的房亭边 一行人已经等待多时 此刻的胖子抱怨道 你们几个快过来给老子删删 这里实在是太热了 而此刻的卓凡却暗想 这胖子三年前还能跟我过几招 现在算是彻底废了 而且他身后这些老头 似乎有些嚣张啊 随即就问道 胖子 他们不是你的手下吗 怎么不让他们伺候你 他们怎么能像下人一样伺候我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修为吗 卓凡淡淡道 天玄境高手 对啊 他们可是稀世少有的天玄境高手 让他们伺候我 岂不是侮辱他们吗 而卓凡心中暗想 也对哈 看来我对我洛家长老还是好的 至少没让他们端茶道水干粗糊 而这时的皇子却说道 兄弟 实不相瞒 这些天玄高手不是我的手下 而是你的 这些天玄强者都是父皇赏赐给你们洛家当长老 你们洛家能得到这么多天玄强者当长老 说不定马上就要崛起了 怎么样 兴奋吧 而卓凡却丝毫没有高兴的神态 反而却一脸嫌弃地说道 胖子 皇帝赐予我们天玄长老 也要和我洛家商量一番吧 也要看看他们配不配入住我洛家 听闻此话的胖子也是一惊 他们可都是世间罕见的天玄境强者的 卓凡这个家伙怎么一脸嫌弃的样子 随后卓凡就向几人走去 你们以后就是我洛家长老了 再下洛家管家卓凡 今后你们凡事除了大小姐以外 就要听从我的命令 而几人并没有回答卓凡的话 仍然是一副趾高气昂的姿态 随即其中一人说道 你就一个小小的管家 能管住洛家长老 这洛家也真是奇葩呀 听闻此话的卓凡眼光一寒 刚才是谁说的此话 给我站出来 歇 黄口小啊 毛都没长齐呢 就在老子面前耀武扬威了 还没等男人再说话 最只听他的一声 不偏不倚地打在男人脸上 叫老子卓管家 你没听见吗 而男人却大吼道 你个胆大妄为的狗东西 连我们御前侍卫你都敢出手 看我今天不把你们洛家之人 挨个教训一点 而却当大手即将抓到卓凡之时 却突然停了下来 男人还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卓凡 卓凡一下把手偷出 男人身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血洞 随即扑通一声就瘫倒在地了 而此刻的胖子却叹道 卓兄弟 虽然我知道你一向很暗 可这些人都是陛下所赐的 你不能说杀就杀呀 卓凡并没有理会 而是定睛向几人看去 这些家伙根本没有天玄的实力 是伪天玄 胖子 到底怎么回事 你竟骗我 这些人根本不是天玄境高手 你给我弄来一群伪天玄干嘛 什么 这都被你发现了 废话 老子又不是没和天玄境强者交过什么 再说你让老子带这一帮废物 去和别的家父干账吗 这些家伙相当于一群断骨镜的废物 你这不是明显坑我吗 而胖子却憨笑道 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糟了 你出门带十几个天玄高手装插 还是挺拉风的吗 废话少说 到底怎么回事 这帮气派你从哪弄来的 胖子却一脸尴尬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而这时的方秋白却跳出来说道 还是让老夫来解释一番吧 其实他们本就是资质低微的御前事物 这辈子都很难踏入天玄境 所以皇室就有了培养天玄高手的计划 利用丹药让他们强行突破天玄境 大批量地制造高手 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而这批制造出来的高手 却没有天玄的实力 不过跟聪儿说的一样 拿出去装逼还是可以的 就像二十年前 犬戎国本想入侵我天与帝国 陛下怕战争发动劳命伤财 于是便将数万尾天玄 拉到战场上溜了一圈 当即就把犬戎国的军队吓退了回去 那时候我都不得不佩服陛下的智慧过来 而卓凡紧接着说道 兵法上的确有着这么一种上层兵法 实则虚之 虚则实之 不过 在真正的战场上 等待这些人的 只有死 得知缘由的卓凡还想争取一下 皇帝既然给了 哪怕给十个天玄也成啊 听闻此话的胖子一惊 别说十个 一个也没有啊 大哥 你以为天玄境强者是大街上的白菜吗 一个天玄境强者哪有那么好培养出来啊 现在的乾隆阁才九个 幽冥谷也才不过十二个 还被你干掉了六个 我们皇室也是很紧缺 父皇他根本不舍地拿出来 而卓凡却道 既然要赏赐就要赐真的 这些假的不但实力弱 而且还不听话 你还是拿回去装插吧 我不要 那可不行啊 圣上所赐 哪有退回去的道理 你要真这么做 我回去肯定少不了父皇的一顿小班子 随即就转头呵斥几人 不用你们嚣张 洛家要把你们退回去 回到皇城你们人头也必将落地 而卓凡却说道 我还是不想要 你在这里他们当然跪地求荣 可你这个皇子要一走 他们仗着皇室出身 天天在我洛家摆谷 到时候我能怎么办 而胖子一跃而起 卓兄弟 这个你别管了 交给我吧 随即就呵斥几人道 你们几个狗东西 皇上已经把你们赐予洛家当长老了 你们就应该遵从洛家的规矩 更要以卓管家为命是从 况且 你们几个伪天玄有什么可嚣张的 告诉你们 我帝国三皇子的兄弟 洛家管家卓凡 可是拳打幽冥古脚踢花语楼的狠主 天宇七世家都被他打过来一遍 死在他手中的天玄境高手没有十个也有八个 而他却博得好好的 就凭两个字 实力 如果你们有他的实力 你们自然可以不用听他的指挥 可若是没有还不听话 那死了也是活该 听闻此话的几人如同晴天霹雳 心中暗响 难怪连陛下赐予的人都敢随便杀掉 看来这洛家 一个管家有如此权力不是没有道理 而这时的胖子问道 卓兄弟 怎么样 他们以后绝对听话 卓凡随即道 既然是陛下遇刺 又看在三皇子的面子上 我就勉强收下你们吧 不过你们既然进入了我洛家 就要遵守我洛家的家规 首先第一条 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在这个家里 只有我才能装插耍帅 如果你们敢在我面前装插 我就宰了你们 而听闻如此奇葩的家规 几人也是一愣 三皇子也是汉颜 转头问向大小姐 洛家真有如此无耻的家规吗 而卓凡紧接着说道 第二条 出了家门见到外人装逼 也是我先来 你们都不能抢在我前面 第三 就是今后必须只听我一个人的命 我让你们杀谁 你们就要杀谁 不得有违背之意 否则也是死 听闻此话的几人也是一愣 随即几人就相互使了个眼色 而这微小的变化 却让卓凡捕捉到了 这群家伙果然有问题 前两条只不过是事态 放松他们的警惕性 他们若真是皇帝赐予的长老 必然会毫不犹豫地 听从洛家的命令 但刚刚的反应 在潜意识中 与他们心中的另一个命令 发生了冲突 所以才有些措手不及反应不过来 得知几人有问题后 卓凡也不再过多纠结 随即就喊道 雷长老何在 只见一道流光瞬间 砸落在众人的面前 卓管家 有何吩咐 这些是陛下赐予我们洛家的长老 以后就由你带领了 可一定要把他们带好了 精明的雷老头 一下就听出来卓凡话中的一句 随后就带几人离开了 而这时的三皇子 却喊住了卓凡 卓兄弟 你洛家的三个家归真 把我给雷到了呀 不过现在本皇子要办正事了 洛家大管家卓凡接纸 听闻是皇子的落云商 一把跪倒在地 嘴里喊着吴皇万岁 而相反的是 卓凡悄然从胖子身边走 走到石厅旁坐了下来 丝毫没有想跪下接纸的意思 而三皇子赶忙在卓凡耳旁 小声道 兄弟 怎么说这也是圣旨 你如此藐视 可是犯了欺君大罪啊 要掉脑袋的 而卓凡却一脸无所谓的道 反正就我们几个人 只要你不说出去 我相信方先生 也不是那种嚼舌根的人 况且 说出去也无妨 皇帝既然向我下指 就肯定有指望我的弟弟 怎么会因为一点小事 就杀了我呢 而胖子却暗想 这卓凡果然心机深沉 真让他说中了 可如此一来 皇室的颜面何在啊 随即就望向一旁的方秋白 而方秋白也是微微一笑 非常之人自然要非常对待 也不必在乎那些虚拟 而这时的落云商 也是一屁股坐在了石阶之上 卓凡调侃道 大小姐 以您的性子圣旨到了这种大事 您可不该如此轻浮啊 切 你都不跪 反正出世了你先抗战 随即着凡大笑道 不愧是我洛家大小姐 心中暗想 老子打造的洛家 可是要成为天下第一的世家 自然要自强不惜心理天高 怎能对皇帝的一张小小皇旨 就背躬屈膝 哪还有称霸天下之雄心 随即胖子也是哀叹了一声 三年前洛家还对皇室毕恭毕敬 人家是有什么样的家主 就会有什么样的家 而洛家却是有什么样的管家 就会有什么样的世家呀 算了 反正是个口语而已 就简单明了说了吧 随即道 陛下要让你参加百家争鸣 给他老人家狠狠搓一搓 帝王门的锐气 卓凡一脸诧异 要我参加百家争鸣吗 而卓凡和洛云商相视一眼 似乎并不懂什么是百家争鸣 胖子却一脸嘚瑟 心中暗想 这下不知道了吧 让你嘚瑟 让你狂 现在成土鳖了吧 该老子装差了 随即道 这百家争鸣每百年举行一次 能参加的都是天与帝国 最顶尖的精英世家 而像洛家这种三流不到的小家族 去了也是当炮灰 所以干脆不如不去 久而久之就没人提了 你们不知道也正常 是吗 既然如此 陛下为何还要邀请我们这种小家族参加 那请三皇子回去禀告陛下 听三皇子一戏话后 卓凡羞愧难当 觉得没资格参加如此隆重的生活 让他另寻一些高贵之人吧 爷啊 卓兄弟 你这样说的话 回去父皇会打死我们呀 算哥哥不对 不该在你面前装插 不该在你面前嘚瑟 你就原谅哥哥这次口不择言的话吧 那你先说下去听听吧 兄弟说实话 这百家争鸣也并非什么精英家族的盛会 而是天与各大世家赌上一族荣誉 为了家族更进一步 拼上性命的修罗场 有的世家因此一步登天 有的却瞬间没落 从一流家族直接调到三流之末的也比比皆是 所以你若参加 哥哥还要提醒你一句小心为上 浊凡疑惑道 此话怎讲 而胖子却叹气一声道 说起此事 还要追溯到开国之初 七家争斗之时 那时七家之乱虽然平息 但七家依旧是成水 谁也不服水 我天与开国皇帝为防止七家再起争斗 便与七家立下了约定 以他们三十岁以下的族人进行比试 胜利者为七家之首 毕竟年轻人的实力才是代表家族的未来 这样一来 七家既不用再动干戈 又可奋出高下 大家便都同意 这就是百家争鸣的雏形 后来天与各大世家希望能够崭露头角 被七家和皇室看中 便都纷纷加入了其中 就渐渐地形成了现在的百家争鸣 不过说是百家 其实依旧以七家为主 其余家族 不过是附属在七世家旗下冲锋县震霸 甚至于到后来 出现了一种怪象 七世家之间彼此留着颜面 不会真的拼杀 但其附属家族 却要拼个女四我王 只为主子能争口气 其中存留到最后的家族 自然就会得到七家的器种 成为附属家族 但大多数都成了挨挨白 七世家的存在 令其他世家没有了出头之日 只能沦为七世家讥讽利用的工具 每百年一次的百家争鸣 更是让天与帝国战力受险 永远没有更进一步的进展 现在的七家 已然成了天与最大的独流 而卓凡随即问道 那皇帝让我去百家争鸣的目的是做什么 打败帝王门吗 那倒不用 对于洛家这个新崛起的家族来说 打败帝王门根本不太现实 帝王门之所以敢号称七家之省 甚至有吞并其余六家的野心 所以陛下的意思是让你从中捣捣乱就可以 七家中只要任何一家拿了帝 对帝王门的威信都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而卓凡却说道 你让我去捣乱 是不是太大财小用了 卓兄弟我知道你的本事 可是你也不能太轻敌啊 就算是捣乱也不是轻易能做到的 这是上一次百家争鸣的七家排名 你先有个了解吧 卓凡随即就打开了卷轴 胖子知道 这是上次的排名 第七名是花雨楼 你应该很熟悉了 带头的人是楚帝君 他虽然实力够强悍 但队友太菜了 当年只拿了个垫底 卓凡也是暗想 这花雨楼拿的最后一名 这百年来垫定了是七家最弱的 看来这百家争鸣的名字 还真说明了不少的问题 第六名则是快活灵 墙头草而已 没必要在意 而让卓凡意外的是剑侯府 只排到了第五 参加之人剑随风等人 第四名是乾隆阁 参加者是龙九等人 第三名幽名 参加者幽老七等人 第二名是药王殿 参加者独守药王严松 那这第一名必然是帝王门外 我们的盟友全是靠后的位置 前三名都被帝王门和其狗腿包了 不但最强战力比人家弱 而且总体实力也是被别人拉出于大截 卓凡叹气一声 看来真有点麻烦了 而胖子却问道 兄弟也不用叹气 跟你骄傲的家族差不多早已经被你打贪 实力早已大不如前了 卓凡不解地问道 此话怎讲 随即胖子说道 上次百家争鸣之所以有如此排名 完全是靠着几个惊世骇俗的人物 就像幽冥谷排行第三 完全是靠幽老五的实力和幽老七的智谋 没有这二人 幽冥谷的实力并不比乾隆阁强 而药王殿能排第二 完完全全是独守药王严松的独宫太猛了 根本没有一人敢靠前一部 没有独掌的辅助 药王殿连快活灵都不如 此刻的卓凡才恍然大悟 这些人不是被我搞死 就是被我挖了过来 这两大世家的实力肯定不如以前了 而这时的胖子又说道 百家争鸣的时候 当真出了不少的成名人物 像幽鬼七这样的智星 在七家中有着这样一句传言 二十位天玄高手不及七家第一智囊 独守药王更是千古难出的绝世丹王 而乾隆阁的九叔在那时候大显神威 子雷惊眼千古一举 被所有人熟知 而此刻的卓凡却暗想 当初干掉幽鬼七看来是正确 至于独守药王严松 现在可是我的一员猛将啊 胖子给卓凡讲述完七家大体实力后 随即又掏出一张卷轴 而在里面记载着七家最强天才六龙一举 也是本次百家争鸣中 你将遇到最强的对手 听闻此话的卓凡也是一惊 这六龙一举的名号 我在花语楼就曾听说过 只不过当时没有注意 看过卷轴的卓凡心中暗想 这就是七世家下一届百年之内 掌权者的名单啊 而这时的胖子却说道 这六龙一举是七世家积淀千年 出现有史以来天赋最高的弟子 就算相比于一些影视宗门的天才弟子 也不遢多让 未来的七世家在他们手中 实力将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内侍皇室将在难掌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帝王们急于一统七家的原因了 若是在往后推延时间 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 甚至永远不可能成功 而卓凡也是明白 这七家日益强大 不光是皇室的一根心头刺 更是帝王门的隐患 如果再照这个样子下去 天与帝国可能会变成七家并龙 将会出现皇室彻底被架空的局面 这样一来帝王门 便再也不能以七家之手自居了 天下一旦分立 再想完成一统将会更加艰难 而正在卓凡思索之时 胖子给卓凡解释道 六龙一缝的其中一缝 这一缝便是花语楼现任楼主 飞天寒凤 楚清城 传闻这楚清城可是倾国美人 天赋极高 小小年纪就只长一族的大权 但性格孤僻 似天下男人为奋斗 不过他的实力确实强悍 在七家中许多长老都不是他的对手 而卓凡却问道 难道你见过 而胖子却嘚瑟了起来 想当年楚清城年方二八至极 哥哥有幸去过一次花语楼 他那恶努多姿的身段 玲珑的姿态 真可谓是倾国倾城的美人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 但丝毫不影响他在我梦中扮演女主的角色 不过可惜的是 那时的他一直轻杀正面 我在花语楼驻足一个多月 他就瞥了我一眼 就不再多看了 真是冷美人之名 名不虚传啊 听胖子一阵嘚瑟 感情人家就瞥你一眼了 随即道 我在花语楼可是见过他的 听闻此话的胖子一愣 你见过楚清城真正的容颜 废话 没见过脸能算见过吗 胖子随即一把抱住着凡 快和哥哥说说 他到底长什么样了 是不是如传闻中那般美得 让人不可自拔 怎么说呢 陈于落雁碧月修花也不足以形容他 只能说明他的容颜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美不到 而一旁的落云商却酸溜溜的道 他真有那么漂亮吗 那是当然 我和他相处三日 近距离观察过许久 可以说他的容貌完美无瑕 什么 你还跟他相处过三日 这怎么可能 他不是最讨厌男人了吗 这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 你不能因为你的遭遇 就说别人是个冷美人吧 兄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 我要是女人 我看你一眼 也不想再看第二眼了 听闻此话的胖子如同晴天霹雳 瞬间实话在当场 咬牙切齿道 兄弟 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这点自尊心动他的一点都不剩了 而卓凡紧接着道 楚清城的天赋的确很高 但也没像你说的那样 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吧 他甚至于连黄埔青云都打不过 若这六龙一缝都是这种程度的话 我现在就有着十足的把握虐杀他们 而这时只听方秋白说道 卓凡小子 如果你真这么想 五年后的百家争鸣 恐怕会吃大亏 卓凡问道 此话怎讲 方秋白紧接着说道 你也去过花语楼 应该也知晓花语楼这几年的处境 楚清城那个丫头的确是天资卓越 但可惜在这几年花语楼风雨飘摇的情况下 耽误了他修炼的进程 以至于落后其他世家子弟一大截 这才导致他现在的实力 在你面前没有那么逆天 刚刚你说他连黄埔青云都打不过 那我告诉你 楚清城在十二岁的时候 就和黄埔青云交过手 那时老夫正好在场就给两家做了裁判 你猜结果如何 他紧一招 就完胜了黄埔青云 可以说当时的黄埔青云在他面前只能算是个普通人 听闻此话的卓凡也是不由的一惊 没想到那个丫头竟有如此天资 而方秋白继续道 当时我就看出那个女娃甚至有超越护龙神位的资质 而现在的花语楼有着楚帝君重新撑起 那个女娃就可以专心修炼了 真不知道五年后 她会成长到什么程度 而像她一样的其余六家弟子 比她修炼的时间更久 想必也会更强 这次的百家争鸣 还真是让老夫期待啊 而卓凡也是明白了其中的厉害关系 如果这么说那六龙一奉的实力 都已远超自家长老 那么百家争鸣我将面对的将是七个怪物般的存在 此刻的胖子随即向卓凡介绍其余六流 这六龙之中的快活灵 穿灵一龙 灵旋风 此人以速度成灵 身法气快 穿灵如风行似鬼魅 常人用肉眼更是难以捕捉 而六龙之中的剑侯府 金甲剑龙 谢天商 这谢天商比起她的弟弟谢天阳来说 不知强了多少倍 剑侯府的独门玄界武技空灵九世 许多长老一辈子都未能参透 但这小子 十九岁就已恋成 是真正的怪物 而卓凡也是点了点头承认此人的厉害 而这时的胖子又说道 只不过接下来这个人 跟前面那些人相比 就相差的不知一点两点 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天才中的天才 怪物中的怪物 他就是 帝王门大公子 镇天帝王龙 黄浦青天 而胖子紧接着说道 他的弟弟黄浦青云一见了 可是那家伙跟他大哥相比 只能算是庸才 并且关于他的情报极为稀少 但可以肯定地说 五龙一奉联手也不是其对手 是吗 六人联手都对付不了 那家伙到底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这么强大的对手 真是让我越来越兴奋了 而胖子却一把搭在卓凡肩膀上 语众心长地说道 兄弟 现在知道了吧 就算给帝王门捣乱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和那个真正的怪物相比 你还是不是那个 所向披靡的怪物卓凡 就不一定了 而卓凡却阴沉道 放心吧胖子 五年之后的百家争鸣 你们的面前绝对会出现 一个崭新的卓凡和洛家 不过在此期间 我要去做一些事情 希望皇室能够保证 洛家的平安 放心吧兄弟 你就安心修炼 为百家争鸣做准备救世 洛家的安危就包在我们身上了 而且你这次如果能 在百家争鸣中展露头角 父皇就会直接赐封你洛家 成为天语第八大世家的名号 到时候帝王门再想动你 就更难了 而卓凡却心想 果然是风险越大回报就越大 而这次百家争鸣 就是洛家登上巅峰的基因 此时商讨完后 胖子带领几人捉见远去 而这时的卓凡却吩咐道 大小姐 把家里管事的全都叫来 也该是我们走出封临城的时候 画面一转 此刻的洛家大厅 几人听闻皇室要求洛家 对抗七世家的计划都是大惊 而稳坐桌前的洛云商 也是一脸愁容 厉老和严松也心中暗响 如今刚崛起的洛家 去对抗七家 就相当于以卵基石 这次皇室给的任务实在是太重大 卓凡随即就问道 厉老 您曾在帝王门里待过 您觉得 我现在遇上皇埔青天有几成的胜算 厉老却迷眼斟酌了许久 随即认真的说道 几乎丝毫没有胜的可能 而一旁的学女却坐不住 厉老鬼 你可知道我们的卓管家 根本不是一般人 断骨镜就能连杀 十几名天玄高手的存在 天与帝国几人能做到 难道 那个叫黄埔青云的小鬼 还能比得过我们卓大管家吗 而卓凡却眼光一寒 学老 现在不是拍马屁的时候 我希望你严肃一点 不然 我会以为你在捧杀我 听闻此话的厉老二人心中暗叹 别看卓凡平时放荡不羁 悟空一切 但在关键时刻 却是如此小心谨慎 这才是上位者该有的气势 不听于偏信 而被捧杀 被一些鳄鱼奉承之词蒙蔽双眼 而厉老紧接着说道 卓管家 实不相瞒 那三皇子和方秋白 没有真正的见过黄埔青天 所以很多都是道听途说的传闻 可但凡见过他的人 都只有一个印象 那就是天生的王者 是真正的怪物 刚刚学长老也说 卓管家断骨禁便能干掉天玄高手 而在此之前 卓管家并不是第一个能做到的人 早在十年前 黄埔青云就以断骨二重的实力 轻松击败了帝王门中的天玄长老 要知道 那些长老跟幽鬼妻他们不同 那些长老可是实打实地修炼 黄极霸体觉得炼体强者 听闻此话的浊凡也是一惊 心中暗想 我能打败天玄高手 一是背负着雷云翼 二是利用金刚流杀炼体 除此之外 实在难以想象还有怎样的办法 能让一个人强到如此变态的成员 利老看着众人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随即解释道 这世间 就是有着如此怪物般的存在 仿佛天生就是为了把所有的凡人和天才 都踩在脚下而来到这世上 老夫离开帝王门的时候 那怪物一直跟着大供奉修炼 也不知现在到达了何种层次 但连黄浦青云都达到了天玄境 想必黄浦青天最起码是天玄五重境以上的实力 而这时的丑老头却问道 那照你这么说 卓管家就没有一丝胜算了吗 那倒未必 老夫只是说在实力上无法战胜那个怪物 但卓管家的手段 别人不知道 你们还不清楚吗 别忘了 我们都是怎么来到洛家的 听闻此话几人也是一喜 对啊 卓管家的能耐不在于他的实力 而是阴沉的心机和无人能比的诡异手段 随即利老说道 这一届百家争鸣 可算是千年来最强的一届了 幸好老夫早生了一百多年 不然在这届争斗中 也必将成为炮灰 而卓凡心中暗想 皇土青天始终是个问题 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了 卓凡却打断几人道 诸位长老 你们可知道哪里存在雷云密布之地 几人却疑惑道 卓管家为什么要找雷云之地 卓凡随即从储物界中拿出了一颗蛋 众人看到此蛋大惊失色 这是六级灵兽 雷云雀的蛋 卓凡以为各家天台已是逆天的存在 没想到皇土青天更是怪物中的怪物 使得卓凡迫切想提升自身的实力 于是便拿出了六级灵兽 雷云雀的蛋 几人见到此蛋也是大惊 卓管家真是藏了不少好宝贝啊 连六级灵兽的蛋都有 这要是孵化出来 马上便有一只能让神照镜强者见了都要跑的灵兽了 丑老头也是附和 我们两人费尽千辛万苦 才不过搞了两只五级灵兽而已 没想到卓管家竟藏了一只六级灵兽 这样的宝贝连神照镜强者见了也得眼红不已 而卓凡紧接着道 这颗蛋也是我偶然间得到的 只不过受了一些损伤 我去花雨楼就是寻找菩提玉叶为他挥复 之后一直有紧急情况发生 也没顾得上他 最近才让他恢复了生机 但要使他孵化出来 就必须找到大量雷电聚集之地 吸收雷电之力才方可使他成功孵化出来 而力劳也是赞同道 马上要对阵黄埔青天那个怪物 身边当然是能多一个手段就算一个 若是说天与帝国有哪一处地方常年雷电轰鸣 那就只有那个地方了 玄女随即吼道 不行 那里可是天与帝国的劲敌 而且我们现在连七世家都敌不过 难道还想扯上更大的麻烦吗 卓凡追问道 你们说的到底是哪里 几人沉默一阵后相视一眼 随即一口同声道 鸡雷山 卓凡狐疑 鸡雷山 那里怎么了 那个地方常年雷云溺补 惊雷狂轰乱炸不止 已不知多少年了 相传在天与建国之前就有此地 那正好 老子就在那里孵化我的大老 而这时只听学女大吼道 不行 如果是以前去倒是没什么 可就在六十年前 物国三宗之一的摩测宗在那里流放了四个范围 天天受万围是心之苦 如果我们去那里孵化 不小心解开的禁止 就相当于得罪了摩测宗 你说那四人是流放 那摩测宗有人看守没有 或者定期去观察 那倒好像没有 摩测宗似乎把他们放那就不管了 想来是料定没人敢去那里冒险 那还怕个屁啊 要是给他放出来了 我们拍拍屁股走人不就行了 反正没人知道是我们干的 那倒也是 那就这么定了 雷小姐 严长老 有些事情需要你们去办 待会来我房间一趟 丽老 准备准备 我们前往积雷山 画面一准 此刻的积雷山雷电交加 风中两道身影急速飞过 卓凡问道 丽老 我们还有多久才能抵达 一老夫估算 三日之内必到 行 尽快到达 免得夜长梦多 而这时突然一道黑影袭来 卓凡大惊 眼看就要闪躲不过去 见丽老一击鬼龙爪 把来袭之物瞬间击飞 丽老 怎么样 不要紧 只是那件物品恐怕是一件零丁 起码在无品里上 要不是老夫乃练体强者 现在估计就要挂彩了 随即只见来人一把接住零丁武器 既然能徒手接住老子 打出的无品零丁骷髅杖 也算遇到高手了 看来今日能大捞一笔 随即卓凡惊一道 神兆进三重的高手 小红人狂笑道 既然知道老子的厉害 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老子也许还能饶你们一条狗命 区区神兆三重修者 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 竟敢在老夫面前扛出狂言 什么 这个老家伙竟然是神兆六重的强者 随即卓凡道 连对方的修为都不知道 就敢向对方出手 真不知道这小东西怎么活到现在了 现在老子问你 你是什么人 为何出手袭击我们 而小红人看到卓凡也是一愣 随即大笑道 一个断骨五重的小鬼 插两个翅膀就冒充高手了 也配打听你爷爷我的名号 卓凡咬牙切齿道 你这个不忍不轨的小东西 厉老 什么都不用问了 使出全力赶紧解决他 我们上路 只见厉老答应了一声 随即瞬间消失在空中 再次出现已然来到小红人身后 给老子去死吧 男主迫切想提升实力 于是刚来到积雷山就遭遇偷袭 卓凡本想问清情况在做打算 没想到红发小鬼就开始无脑地嘲笑起了卓凡 而卓凡却没那么多耐心一只半斤 于是吩咐厉老迅速干掉对方 而厉老也不多废话 瞬间来到红发小鬼面前 一拳就向小鬼轰拳 刹那间 厉老的拳头像雨点般砸向红发小鬼 打得他节节败退 还没等小鬼反应 厉老携带原力一拳已经高高抬起 一拳重重地砸向红发小鬼 而小鬼也是使出全力来抵挡这凶猛的一击 一场交锋过后 小鬼猛然向后一挑 逃离战圈 心中惊叹道 侧喵的这次真的遇到硬查了 而厉老本打算再次追击 只见小鬼大喝一声双手瞬间合十 刹那间 小鬼周身被一股股怨气所包围 随即怨气化作的一只扑楼丝吼的图线在棚中 卓凡眉头微微一抖 刹一刀 实在没看出来这个白痴净是已很毒蜡著称的魔道修者 不过老子传给厉老的魔煞三绝 可是在整个魔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而这时的小鬼却嘲笑道 没想到吧 老子可是最狠毒的魔道高手 爷爷我这一招玄阶低级武技 鬼影骷髅会把你们整个身体和灵魂都吞噬干净 而厉老子嘴角一抽 真是个白痴 你克喵的竞感瞧不起我 那就给我通通去死吧 而厉老却眼光一寒 不长眼的东西 今天老夫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魔道至高武技 魔煞三绝第一试 魔龙冲天 携带着天地之威势 就像骷髅续影冲去 丝毫没有悬念 骷髅续影瞬间被撞散 红发小鬼急速倒飞了出去 骷髅杖也顺势断为两劫 红发小鬼赶忙白手求饶 我认输了 求放过 求放过呀 厉老转头看向浊凡坚定的眼神 便知道了他的绝力 这时只见厉老阴险一笑 不开眼的东西 现在知道求饶了 已经晚了 而这时只见红发小鬼惊叫道 兄弟们 你们大哥快被人打死了 快来救我呀 随即只听见三声 谁敢动我大哥 突然只见三道身影急速向厉老袭来 厉老帮忙侧身才险些躲过 此时再次望去 红发小鬼身边已然多出三个长相相似的小矮人 大笑道 我的兄弟们来了 怕了吧 识相的 赶快束手就擒 老子还能饶你们一条狗命 卓凡看着眼前四个都是神兆三重的小矮人 也是一头黑线 还敢在老子面前装插 随即就吩咐厉老灭了几人 但此刻的厉老却眼神一鸣 随即道 卓管家 看来我们遇到大麻烦了 卓凡也是一愣 只见厉老抱全道 各位可是传闻中被摩测踪放逐在鸡雷山的摩测似鬼 听闻此话的卓凡眼瞳一说 转头看向四人 他们不是被静置困着的吗 怎么跑出来了 而听闻此言的四人 瞬间摆出一个极其傻叉的造型 大声道 没错 我们就是魔道阴姐 人称赤妹王俩的摩测似鬼 他还没装完 红发小鬼就一口老血可出 卓凡一阵无语 明明受了重伤 还拼命熬造型 真是一群奇葩呀 真不明白当初摩测宗怎么把他们四个收了呀 厉老你还是把他们灭了吧 我实在忍不了了 而厉老却不为所动 反而一脸凝重地说道 卓管家 你别看他们四个不太正常的样子 但四人联手的威律 当年可是轰动整个天与帝国 而卓凡却一脸淡定道 那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能耐 而这时只见一个绿发矮人色索道 哥 他们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我们还是赶紧跑吧 而一旁的另一个矮人呵斥道 胆小鬼 我们的霸气造型都被你给毁了 以后再也不带你出来了 再说老大被他们重伤成这样 难道我们能不给他报仇吗 卓凡一阵无语 看来这四个逗逼中还是有正常人的 随即只听白血矮人说道 就算不给老大报仇 老大的骷髅杖被他弄坏了 怎么说也要让他们赔一根吧 卓凡脸颊狠狠一抽 脑袋一头黑线 老子还以为有个正常人呢 感情里大哥还不如一个笨子重要啊 随即只听咚咚两声 红发小鬼大骂道 老子让你们来冲锋陷阵的 不是让你们来吵架的 老子带个头 都跟老子一起冲啊 三人正打算杀出去的时候 只见白发小鬼在一旁大喊加油 根本没有想动的意思 三个侏儒瞬间眼瞳不由一鸣 一时间打坐了一团 嘴里还喊道 每次你在旁边叫得最高 出力最少 就会减甜 卓凡看着几人如此奇葩也是一阵汗念 力老 这四个奇葩真的像你说得那么强吗 看到如此画面的力老 也不知该说点什么好吧 卓凡和力老前往积雷山途中 遇到魔策四个 却不知他们竟如此奇葩 还没开战四人就先打了起来 看得力老一阵无语 随即到 他们的传言老夫也只是道听途说 没有真正的交过手 传说他们四人是一乃同胞心灵相通 为此 魔策宗才将他们招入麾下 传奇合机之术 听闻他们四人可以以寡鼻众 以弱胜强都不在话下 可他们一言不合 就自己打起来了 如何能对外敌 也许就是因此 他们才会被魔策宗将罪吧 虽然四人心灵互通 但是性格迥异 却是很难磨合 就拿那第一个红发小鬼来说 他正是魔策四鬼中的老大 凶煞鬼 为人凶悍莽撞 近乎无脑 常常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 一个人就敢向上冲去 比如我们刚刚来的时候 他根本没用原神探查我们的实力 就直接向我们发动袭击 以此不难看出他的莽撞 而那个让我们赔偿骷髅账的小东西 是魔策四鬼中的老二 令色鬼 他是四人中的铁公鸡 鼠目寸光 常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利益 而不顾大局 是典型的剪芝麻扔西瓜的模范 而利老又看向那个 一直跳来跳去的小鬼说道 那是魔策四鬼中的老三 凌利鬼 此人心思聪颖 善于偷袭 传闻每次四人作战 他总是在朋友走 并不出力 但每每都能拿下对方手机力的大功 所以 也算典型的剪便宜角色 卓凡也是认同道 这小子倒有可取之处 智取而不利敌 只是他的小聪明 都用在跟自己人抢功劳身上 随后只听利老继续道 这最后一个 便是魔策四鬼中的老四 胆小鬼 每次战斗 他都是躲在几人身后 可是有传言 他才是四人中实力最强的 所以很多高手应轻视他 而吃了大亏 卓凡微微点头道 利老 要不你去挑衅他们一下 看看他们的精良 而利老脑袋摇得根拨浪鼓一样 卓管家 您别开玩笑了 别看他们现在这样 但是联手起来真的很猛啊 听说百年前 他们只有天选九重镜 就将一个神兆二重的高手击毙了 现在他们神兆三重 我可不想把老命也搭在里面了 而卓凡却道 那有什么关系 反正他们老大受伤了 合机之术的威力 大概也会大减大 而看到如此模样的卓凡 利老心中已然认定 会有不好的事要发生了 随即卓凡突然指着利老道 喂喂 小鬼们 这老家伙说你们老爹肯定是配了母猪 才生了你们四个奇葩 而听闻此话的四人瞬间就停下了争斗 转眼恶狠狠地向利老看去 卓凡赶忙向后一跳 眼离利老百米开外 卓凡眉头一抖 几人的眼神瞬间都变了 而这却苦了利老 事已至此 只能上了 随即道 老夫早看你们四个不爽了 有种一起上马 还没等利老反应 四道流光就向利老冲杀而去 而四道煞气又淋为一股刚风 利老也是不敢带卖 紫色雷电在手上环绕 全身气势大放 聚起全身气力 狠狠地向前对冲了过去 利生震天巨响发出 利经天瞬间被撞飞出百米之外 随即心头不觉气血翻涌 而那四道黑气依旧毫不停歇地向他冲来 而利老也是咬牙切齿 特么的 想硬碰硬是吧 老夫奉陪到底 随即利老一声大喉 武痴霸气侧漏 魔杀三绝第一势 魔龙冲天 而四个小鬼却突然惊慌了起来 这下可完蛋了 就当利老来到镜前魔龙冲天 竟然一下抓空了 然而四人神情一变 嘴角露出一抹音效 随后只见四道身影从利老身旁滑过 再次望去 利老已经被四人完全包围了起来 在利老身边出现了道道残影 突然一拳狠狠地打在利老的脸上 利老还没反应又被揍了一拳 随即利老大骂道 你们四个小东西干嘛只冲得一面打 就不能换一面吗 姐细血呢 我们乐意 你管得着吗 而卓凡也是察觉到 几人虽然速度变快了 但力量却弱了许多 难道说这就是他们合体秘书的破绽 卓凡突然大吼道 利老 让他们打 利老也是瞬间心领神会 四个小东西 你们这几巴掌 老夫一定加倍奉还 随后大喊道 你们四个小杂种 有种你们打老夫另一面 随即只听见红发小鬼间笑道 我们就打你一面 你能耐我们如何 一巴掌还没落下 利老突然一把就将凶煞鬼狠狠地抓在了手中 该死的小鬼 老子不是让你打老子另一面吗 现在被老子抓住了吧 而察觉中计的小鬼已是后悔不已 魔策四鬼与利老正式交锋 实力丝毫不弱于天玄六重的利经天 就当魔策四鬼嚣张之际 利老一把抓住了凶煞鬼 可凶煞鬼神赵三重的实力 哪里能从利经天神赵六重的手中脱逃 而其余三鬼在四周高速窜动 也是急得大叫出声 利老凶狠地看着凶煞鬼道 下地府见阎王九 你们四人的合击阵数 终于被老夫给破了吧 凶煞鬼不由大惊失色 全身抖如筛糠 大喊道 完蛋了 这次真的要死定了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 在这种危机关头 另外三鬼却并不打算出手相救 反而在一旁音效了起来 卓凡看着这一切 心中的猜测大致吻合 利老也不再迟疑 一拳就朝他脑门砸去 却被他低头躲过 利老一惊 这凶煞鬼竟如此狡猾 等他再次把脑袋露出来 才长出一口气 仿佛死里逃生一般 利老不觉心中怒气更甚 督特喵地抓在手里 我还弄不死你压的 却都被凶煞鬼左摇右摆连续躲过 此刻的利老也是傻眼了 这鬼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躲过 这身法也太诡异了吧 就当利老有些迷茫之际 卓凡突然一声大喝 利老 小心 利老慌忙从思绪中醒来 却是发现三人已然 琪琪向他这里飞来 不过即便如此 利老已然不打算放过凶煞 一手抓着灵力鬼 另一只手来应付其余三人 而这时胆小鬼已是爬到了利老胳膊肢上张开大口 狠狠的就是一口咬下 剧痛之下 利老不得不松开手掌 凶煞鬼迅速逃离 煞世间 四鬼再次围着历经天高速转动了起来 可现在的利老已经慌了神 他虽然是武师 面对在墙的敌人也不畏惧 但面对这些鬼东西 实在有些束手无策呀 而这时只见四身怪叫响起 四人已经冲杀过来 兄弟们 把这个老头的衣服给我发光 让他羞耻贱人 而利老却一脸凝重 紧紧盯着那四道残影 可是漠然间 四道残影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已然来到境前 利老恍然大惊 本能反应的一拳击出 可那红色小鬼却瞬间化作一股红色液体 缠绕在利老身体之上 只是眨眼时间 利老身上的外套和手中的储物戒指 便无声无息地被撸转 看到此卓凡才恍然大悟 这就是他们的合击阵术 果然是魔道的伎俩 攻心为上 利老 我们不是他们对手 赶紧撤 说罢卓凡率先斩翅飞走 利老虽然气得咬牙切齿 但也迅速地跟着卓凡向远方飞去 而四鬼却气道 那老头侮辱了我们 就想这么一走了之 兄弟们 给我追 凶煞鬼一声令下 四鬼也气气跟了上去 利老转手看了一眼 不由大惊失色 慌慌道 卓管家 这四个小鬼虽然是神兆三重的实力 但速度已然快过老夫 照这么下去 我们根本跑不掉啊 而卓凡却嘴角微微一瞧 自信道 利老 等他们离我们近了 我们就一口气干掉他们 听闻此话的利老一惊 我们该怎么做 指铁卓凡道 这四人用的是合击之术 自然不能单独对人 要想干掉他们必须一口做起 等会你准备好磨煞三绝的第三事就行 保险起见 我们二人必须一起出手 而正在这时 四鬼的身影已追到了卓凡二人身后 老大凶煞鬼嚣张道 你们二人快快束手就擒 老子还会考虑留你们一条狗命 而卓凡二人转头看了一眼身后 猛然停下身形 利老和卓凡同事 魔煞三绝第三事 幽龙鬼赢第一事 如同两条巨龙的怒吼 夹杂着利津天和卓凡两人的原神冲击 猛地化为一道滔天巨浪 向魔侧似鬼勇去 那四人根本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便污染吐出一口鲜血 两眼一翻 彻底倒了下去 四人纷纷从高空中坠落于地面 带到一切再次平静下来 四人已是两眼泛白 瘫倒在地 利老本想取回自己的衣衫 却发现被晕过去的吝啬鬼死死地抓住 利老感慨真不愧是吝啬鬼 都晕过去了 还抓这么紧 老夫现在就送你们四个下地鱼 当个真正的死鬼 却被卓凡一把拦住 他们四个我还有用 你暂且封了他们的修为 随即两人不约而同地露出邪笑 你们四个 以后要有苦头吃了 拦主和利老和利击败魔侧四股 二人不约而同地露出了邪恶的奸笑 而再次醒来的凶煞鬼 一脸呆萌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却突然发现自己手脚竟被人绑了起来 慌忙呼唤一旁的三人 你们三个快醒醒 我们被人抓住呀 这特喵的是哪个不开眼的家伙 敢帮你四位鬼爷爷 赶紧放开我们 不然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而就在这时 卓凡和利老二人缓缓出行 你们四个小东西的脑子果然不好使 都成了案板上的鱼肉 还敢口出狂言 而这四人则是怒目而逝 大骂出声 利老脸色一沉 四个小杂种 你们信不信再骂一声 老夫当即毙了你们 刷了一下 所有的声音瞬间戛然而止 只有那不屈的四双小眼睛 依旧在瞪着二人不放 卓凡一阵无语 说这四个家伙没脑子吧 还挺识实物的 只是稍微威胁一句 就马上听话了 紧接着卓凡道 我现在来问你们一些问题 老师回答 若是有半句虚言 立马就杀了你们 你们被困在积雷山 是怎么出来的 是谁放出了你们 而凶煞鬼一扬脖子 大骂出声 不知道 而卓凡却点了点头 好 有种 立老 灭了他们 随即立老顺势就要下手 而这时只见凶煞鬼一脸哀求道 我们是真不知道了 求求你 放了我们吧 我们刚逃出求龙没几个月 还没好好玩够呢 不想死啊 立老却骂道 特喵的 既然不想死 那还装什么英雄好汉 我还以为你们多有骨气呢 卓凡看得直翻白眼 心中感叹 这几个奇葩呀 真是极品 老子一辈子没遇到过 可是心中的疑惑还没解开 便接着道 有人把你们放出来 你们怎么会不知道那人是谁呢 不是有意骗我吧 而凶煞鬼苦这一张眼道 我们的命都在你手里 哪敢骗你呢 只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了 我们只记得八个月前 我们还在积雷山的禁止中 受万为是心之苦 突然那个禁止便打开一个缺口 我们又不傻 有生路自然就跑出来了 可是出来后也没见有人在 便四处晃道 杀个人放个火 毁个家族 裂个城池什么的 而听闻此话的卓凡也是有点不可置信问道 你说你们出来都干了什么 而吝啬鬼一脸嘲笑地说道 一看你呀就是书呆的 见识浅薄 我们可是魔道英杰 不杀人放火 算什么魔道高手 我们只有杀的人越多做的坏事越多 才越接近魔道真谛 也不枉费我们魔道英杰的仪式英灵啊 利老撇了撇嘴道 真是四个疯子 而卓凡心中暗谋 四个无知的东西 老子参悟魔道一辈子 达到魔皇之位 难道还没你们对魔道的理解深刻吗 所谓魔道 终归就是一个私字 魔道修者万物不淫于乎 只为自己的利益占天斗地 就算杀人放火 那也只是他们挡了自己的道路 这只是手段 并非目的 而这几个小东西 却把杀人放火当作修炼的目的 真是滑稽至极 如果魔道真的是如此无恶不作的话 恐怕早就被所有人联合起来点灭了 真不知当初魔测宗 是怎么带他们入道的 卓凡无奈地看着几人 心中疑惑 放出他们的人究竟是谁 又有何目的呢 思量了一会儿 卓凡便继续道 那你们为什么要偷袭我 又是何人指使 凶煞鬼沉吟一阵 低声道 我们只是碰巧 利老 还是宰了他们吧 几人慌忙解释 我们说 我们全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从积雷山出来 灭了三四个城池 杀了有几十万人 闲来无视正准备去灭第五个 结果路上遇到一个小鬼 便跟他打赌 没想到我们赌输了 就答应替他找药材 我们问他药材从哪里找 他就告诉我们 要打劫过路人 尤其是天选以上的高手 戒指中一定有很多药材 所以看到你们刚好飞过 我就二话不说 向你们扔出了那骷髅杖 原本我们还以为 能捞到不少好货子 去给那小鬼完成赌约 没想到竟得栽了 说着 四人如同孩子般 嚎啕大哭了起来 给卓凡看得一阵无语 行了行了 别哭了 再哭老子毙了你们 随即哭声瞬间戛然而止 差点给卓凡整不会了 而此刻的卓凡依旧有些狐疑 你们四人竟有如此守信 这么愿赌服输吗 随即只见凶煞鬼一挺胸膛 那是当然 我们可是魔道阴姐 怎能不守信用 卓凡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 随后缓步走到境前 眼睛微眯细心思量 四人也是小心地看着他 心中坠坠不安 不知卓凡要如何处置他们 随即利老问道 卓管家 他们说的话可信吗 卓凡点了点头 应该大体可信 看来是有人为了制造天语混乱 才把他们放出来了 并非针对我们 厉老常叹了一声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可以安心地 前往积雷山了 不过真怕有人知道 我们的行踪 故意在路上设置陷阱 卓凡微微点头思考良解 随即道 这次的事并非那些家伙搞鬼 这积雷山一行 就完全没有问题 而厉老却问道 我们前往积雷山 那这几个小鬼该怎么处理 我倒是有心收了他们 正好我这里也有一套 四人合击阵术刚好适合他们 厉老一笑 我早知卓管家 让老夫手下留情 定是看上了他们 卓管家是不是在担忧收了他们后 会引来摩测宗的不满 那倒不会 摩测宗既然放逐他们六十年度 现在也未必会再来领会 况且 成大事者不拒小节 一点风险都冒不起 就别想着什么争霸天下之事了 拦主有意把摩测四鬼收入麾下 并传授合金秘术 但卓凡此刻发愁的是 现在并没有体质冰寒的灵兽血液作样 该如何将血残的残勇混到担样 骗这四个白痴吃下去呢 而丽老却提醒道 卓管家 他们现在不都被我们控制住了吗 没必要再骗他们吃了吧 直接给他们强行喂下去不就行了 丽老一番话点醒梦中人 卓凡身子不觉抖了抖 老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迟钝了 以后要成为一代萧雄 就这一点点的失误 都可能导致丧命 随即喃喃道 丽老 刚刚的事 希望你能忘记 丽老也是一脸后怕 没想到精明如他 也有犯迷糊的时候啊 随后问道 卓管家 能不能也给我两只那虫子 老夫也想试试把那小东西 塞入别人嘴里的滋味 卓凡眉头一挑 奸笑道 那是当然 随即二人拿着虫子 斜笑着就向四鬼走去 在四鬼不断挣扎中 一支支血残就塞入了他们的嘴中 将一切搞定后 卓凡让利老解开 四人的绳索和禁止 并恢复他们的修为实力 而四人刚刚重新获得自由 就迅速地聚在了一起 摆出了那个颇为二逼的造型 大声叫嚣道 你们两个狗东西好大的胆 居然敢保我们 还为我们吃虫子 今天我们必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而卓凡和利老却发出了 振振不懈的冷笑 凶煞鬼随即问道 怎么回事 你们两个怎么一点都不怕我们了 可还不等他们弄清楚原因 只感觉灵光一闪 随即就感觉整个脑袋 犹如炸裂以外 疼痛难忍 而卓凡轻蔑地 瞥了他们一眼冷笑道 你们已经被我控制 不想死的话 就只能乖乖听从我的命运 随即只见吝啬鬼吼道 我们一定听你的 快停下来吧 我的脑袋都要爆了 以后你就是我们的老大 让凶煞鬼那个 就老大见鬼去吧 凶煞鬼大骂他 关键的时刻不讲义气 随即只听见吝啬鬼喊道 爹 您是我亲爹 快把这些没义气的混蛋都收拾了 我一个人给您养老送中就好了 他们靠不住呢 卓凡一脸黑线 这几个小鬼太没有节操了 随即卓凡口诀一遍 几人脑袋瞬间就不疼了 接着死鬼 竟是七七跪到了卓凡脚边 祈求卓凡不要再让那小虫再折腾 而卓凡却一脚把他们踢开 大骂道 你们真特喵的没骨气啊 而几人却眼光一亮 老爹的意思是 想要我们表现的有骨气吗 随即几人立马又改出了 那个二B造型 大鹤道 我们以后就是老爹的小兵 为老爹身先士卒冲冲陷阵 然而尴尬道 老爹您贵姓啊 听闻此话的卓凡 差点没一口气也过去 卓凡音狠狠地道 你们在乱叫老爹 信不信老子 马上让你们暴体而亡 伺鬼立马会赢 照卓凡的意思换了称呼 老娘 以后我们就跟您了 卓凡面色争鸣的 以后给老子叫卓管家 这下卓凡才长出一口气 紧接着说道 现在你们已经是我的人了 把你们的合击阵术告诉我吧 几人突然一论 不觉有些为难道 这合击阵术是魔测宗的秘法 我们不能随便外传啊 卓凡听闻此话也是倍感欣慰 魔测宗关了他们六十年 他们还依然愿意保守秘密 也是难得呀 可紧接着一句话 差点让卓凡想掐死他们 只听几个小鬼说道 这是我们几个的秘密 不能告诉别人 不然我们很容易被击败 要不我们把魔测宗户山大镇的 正式图画给你 还有存放宗门点击的地方 和宗主的相防位置等给你 听闻此话的卓凡又想打几人灭掉 真不知道收了你们 以后你们会不会把我也给卖了 四人却没有回答 而是悠然地吹起了口哨 见此情景 卓凡心中怒气更甚 快说 不然现在老子就灭了你们 随即几人赶忙到 我们四人的合击阵术 是利用心灵互通的特性 达到能力共用的 这合击阵术 名为四星阵术 取的是喜怒哀乐四种心情 老大凶煞鬼恋怒 怒则狂暴 一旦出手 如狂风大作势不可打 老二吝啬鬼恋哀 哀则幽怨 如幽灵俯身复古之躯 老三灵力鬼恋喜 喜则欢快灵动 如风随行速不可查 而老四胆小鬼恋怒 乐则随心而动 能清晰查知对手的出手行动 一旁的利劳也是感叹此阵术的厉害 他们能将一个人的能力 同时分到四人身上 四人同时能拥有一样的能力 真是诡异至极 可是这阵术也有个弱点 就是四人不可能同时拥有四种能力 否则就太变态了 而卓凡却道 我还可以让他更变态一点 飞机掏出一个卷轴 这是一套合击阵术 灵为四项阵术 你们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 这套阵术 可以使你们四人的能力 每个人都同时拥有 另外还可以使你们 每个人的实力提升三级 毕老大惊 每个人提升三级实力 那岂不是出现了 四个神兆六重的模特四鬼吗